第130章 这就是神药 他就猜到以二哥的正直 绝对不会隐瞒的 但是 他的脸上还是一副难以言语的表情 似乎是在为楚清浅做出的丑事而感到羞愧 君廷 把他带回来 我一定要好好管教他 江灵秀语气不佳 楚君廷却扶住他的肩膀 让他坐下来冷静 这时 他也看见了桌角的那些照片 照片里的人确实是楚清浅和栗眼形 妈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照片里的男人是栗眼形 这房子也确实是我找到他们的地方 我来之前派人检查过 房子里里外外 只有男人居住过的痕迹 妹妹的生活痕迹 只有一个小房间 行李箱生活用品 都是心放着的 所以 可能只是借助 不是同居 说着 楚君廷想起了栗眼形病重加受伤昏迷的样子 都快死了 都没有跟那些外国人说出妹妹所在的密室 看样子 就算是同居 也是难得的真心 当然 那些危险的事情 他是不会跟楚家人说明的 栗眼形 楚清清不可置信的反问 语气里浓浓的不甘和极度 差一点就没有藏住 楚君廷锐气的目光 落在了楚清清的身上 将他眼底的那些灰暗的情绪 都看在眼里 清清 下次不要那这种东西 随意造谣别人 同样都是女孩子 你这样做 是会毁了别人生育的 被指责的楚楚清清 紧紧咬着压根 抿着唇 忍下心中翻涌的极度 低头道歉 对不起 二哥 是我错了 我也只是担心 妹妹真的会做出那种事情 不想让她自端堕落 才信了这些东西 误会解除了 整个楚家的气氛 也轻松了下来 楚君廷没有在追究 楚清清的恶意造谣 只是心里想着 自己刚刚在 丽眼形的别墅里 抓到的那个女人 阿波 是妹妹 人漂亮 气质好 清醒睿智 聪明又有胆识 守住秘密 有底线 这么优秀厉害的女孩子 竟然是她的亲妹妹 真是令人惊喜 丽眼形那个拱白菜的猪 但是 神要这么重要的线索 在她的身上 那些不可预料的危险 又令人担忧啊 既然是误会 那就赶紧去把人带回来吧 楚贺站起来 目光缓和了不少 整个人看上去 都轻松了许多 江灵秀也跟着附贺 对对对 楚君廷你这个臭小子 是不是动粗了 是不是欺负清浅了 还把他的手机都没收 转接到你这里来 赶紧回去给清浅道歉去 楚君廷尴尬地摸了摸鼻梁 他和他手下的 都是斯文人 怎么会动粗呢 更不会欺负人的 监管手机 也只是为了 尽快获取神药的线索而已 妈 我没有 不信的话 我带你们一起去 把妹妹接回来 行 走 半小时之后 楚君廷带着楚贺和江灵秀 到了丽眼形的别墅 放人 楚君廷一声令下 手下的士兵们 纷纷从别墅里撤退了出来 楚清浅疑惑地从楼上走下来 看着爸妈跟楚君廷站在一起 后知后觉的才明白 过来发生了什么 清浅 这是你二哥哥 你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妈妈让他给你道歉 江灵秀走过去 把楚清浅牵了过来 楚清浅不由得又仔细打亮了 一边眼前这个身材魁梧 长相硬汉的男人 二哥哥吗 仔细一看 这个他跟他的爸妈 长得还真的有几分相似 原来是二哥 不好意思 我刚回国 不知道你就是妹妹 十分抱歉 我已经把人都撤走了 咱们先回家吧 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留下几个人 照顾丽眼形 楚君廷的面容柔和了一些 看着楚清浅从容冷静的模样 越看越喜欢 不愧是他的妹妹 楚清浅点头 没关系 既然是误会 就算了 丽眼形他还没醒 留下几个人也好 麻烦二哥了 不麻烦 不麻烦 楚君廷扯出一个微笑 然后摆摆手 招呼了几个人 留下来照顾丽眼形 只要他妹妹不生气就行了 想到刚开始 他还拿着枪指着妹妹的脑门 楚君廷就懊恼至极 自己还是人吗 幸好妹妹没生气 幸好幸好 他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一定要及时叫我 楚清浅不放心地多叮嘱了几句 才跟着父母和二哥回了家 而另一边 他们刚走 就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从无人发现的角落 偷偷溜进了丽眼形的别墅里 陈寅在窗外制造了一些动静 成功地把看守的几个士兵引了出来 然后自己溜进了屋里 找到了丽眼形的房间 房间干净整齐 只有丽眼形一个人静静地躺着 陈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就在房间内四处寻找 他知道 楚清浅用过神药的话 大概不可能会直接把剩下的 就放在房间里面 但是 只要是用过 就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就不会是秘密了 最终 陈寅在丽眼形耳后的枕头上 发现了一个浅浅的红印 看上去像是血字 而且是被湿巾擦过的那种 陈寅欣喜地凑过去 发现血字浅的已经蹭不下来了 于是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剪刀 直接将枕头的那一小块 血字的地方剪了下来 然后 把枕头翻过来 给丽眼形枕着 并且弄了一点自己的血 滴在上面 沾着口水抹了两下 简直一模一样 等到发现的时候 估计早就被佣人拿去 洗得干干净净了 得逞的陈寅 迅速离开了丽眼形的别墅 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很快 他剪下来的一小块布料上面的 血迹里的DNA检测出来了 是楚清浅的 陈寅看着检测结果 无害的脸上 闪过一抹嗜血的阴痕 根据他蹲守的情况 楚清浅身上根本没有受伤 那么这血迹 就必然有存在的意义 偏偏是在丽眼形的枕头上 难道 陈寅突然眸光一亮 难道 楚清浅的血就是神药 这样的想法 让陈寅深深的吸了口气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第131章 他就是渣男 楚家别墅 楚清浅和楚云亭都没有在家 而楚清浅 被楚贺和江灵秀两人 夹在中间坐在沙发上 楚军亭坐在对面 好整以侠地看着 江灵秀关切地拉着楚清浅的手 清浅 你跟妈妈说清楚 你和丽眼形到底是什么关系 楚清浅抿了抿唇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话说的他 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 楚贺立刻激动起来 什么 你都住在他家里了 还没有什么关系 丽眼形这个小子 是不是不想负责 江灵秀紧接着心疼道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你跟妈妈说说 两人一唱一和 差点让楚清浅 找不到插嘴的理会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跟丽眼形之间 最多只能算是普通朋友关系 我的工作上 有很多东西需要保密 也遇到了一些危险 丽眼形帮过我很多次 这次是有些原因 所以 先暂住在他那边 那套房子只是他名下房产之一 他本人不跟我住在一起的 你们放心好了 我也不想拖累你们 楚清浅尽可能地解释了清楚 楚家父母的神色 这才慢慢地放缓了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丽眼形倒也还算是个正人君子 江灵秀的眼眶微红 满目心疼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你们这些孩子 一个个都要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你这叫我们做父母的 怎么放得下心 楚贺也跟着皱眉 就是啊 你二哥是个大男人 就算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就是要依靠父母亲人 你怎么能自己扛 楚清浅在对面听着 不由得跟楚贺一模一样的皱起眉 什么叫做一个大男人就 算了 大妈 你们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清浅的 楚清浅的保证 莫名地叫人放心 楚清浅看着自己的哥哥 心中泛起了一丝暖意 这就是被家人保护的感觉吗 明明半天前 他还在想着 如何跟这个冷面铁血的硬汉军官对抗 那么 二哥 现在能告诉我 你找我的目的了吗 楚清浅歪着头 淡淡地扬起微笑 看着楚军廷 楚家二老健壮 立刻找借口离开了 一切都要尊重孩子 客厅里只剩下楚清浅和二哥两个人 楚军廷有黑的脸上 泛出极许落寞 我是为了一个兄弟 他在国外受了重伤 治不好 最后的希望 就是神药 原来是这样 楚清浅早就想到 楚军廷找神药 大概不会是 为了执行什么机密的任务 执行任务的人 不会这么大张旗鼓地过来找他 原来真的是 为了一些私事 像二哥这样的男人 身边的兄弟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 感情 义气 是最重的 看着沉默不语的楚清浅 楚军廷恍然明白了什么 如果你不方便透露 那就算了 我可以再去找其他途径 去找神药 一定不为难你 不 二哥 我们是一家人 我会帮你 楚清浅清亮的毛子里 闪着别样的光芒 耀眼又好看 楚军廷扳起了脸 你说什么 你不是命都不要 也要保守神药的秘密吗 如果为了救兄弟 让自己的亲妹妹 陷入不良的境地 那他宁可不救 神药 楚清浅顿了顿 神药的出现 本来就是为了救人 有人想用他牟利 甚至害人 我是死都不会说 救人 当然是要让他发挥作用 对 清浅 你说的对 楚军廷瞬间激动了起来 没想到自己的妹妹 这么同情达理 而此时 立眼形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入牧师熟悉的卧室 他猛地坐起身来 楚清浅 想起昏迷前 看见一群特种部队的官兵 为首的男人 正在拿枪指着楚清浅的头 立眼形飞奔下床 在整个别墅上 上下下都找了一遍 最后只看见几个 深绿色绒装的士兵 手里拿着枪 将他团团围住 然后绕着他走了一圈 几张漆黑的脸 几双打亮的目光 仿佛要将立眼形看穿 没事了 很精神 是跑下来的 任务完成 撤退 走 几个人鱼冠离开 立眼形紧张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又莫名其妙地落了回去 但是 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等一下 楚清浅的呢 你们把他带去了哪 士兵回头看了他一眼 楚家的小姐 当然是回楚家了 士兵简简单单地 撂下一句话 就离开了 回了楚家 应该是没事的 这群特种兵 看上去没有什么恶意 半小时后 立眼形的车 停在了楚家大门口 不出所料 楚家已经被特种部队包围了 他冲进去 却被守在门口的士兵们拦住 让我去见他 对不起 楚家大小姐 不见任何人 不见任何人 立眼形眉目一灵 深邃的目光里 写满了焦急的神色 是他自己说了不见 还是你们不让他见 立眼形紧皱着眉头 步步紧逼地问着 但是对方面无表情 再也没有回答一句话 闯事闯不进去的 立眼形的心情 瞬间低落到了谷底 漆黑的脸色 爬满了阴霾 特种兵 应该是在保护着楚家的 那么就是楚清浅 故意不见 难道是因为他没有拦住那群人 惹他生气了 一定是 想到这里 立眼形狠狠地咬碎了牙根 既然是这样 不见就不见吧 立眼形毅然决然地驱车离开 漆黑如夜 星星Club的VIP包间里 却灯红酒绿 恍若白昼 立眼形一身漆黑的西装 鼻挺的身姿 斜靠在真皮沙发上 俊朗深邃的五官 隐得一屋子地 穿着清凉的女人 在五彩斑斓的灯下 扭得更加带劲 看着他的目光 都在都蠢蠢欲动 见过帅的 没见过这么帅的 可惜 帅哥就坐着 光喝酒 看都不看他眉眼 拿酒 靠近门边的美女 转身开门出去拿酒 而就在开门的一瞬间 来酒吧嗨皮的乔乔 刚好路过包间的门口 他有意无意地 朝包间的门缝里扫过去 下一秒 他瞬间睁大了眼睛 立眼形 和一群身上挂着不调的女人 这也太劲爆 第132章 卧底 乔乔恶寒地撇了撇嘴 假装没看见的路过 走到拐角又折返回来 掏出手机 打开了摄像机 渣男 拍个视频 叫你分分钟射死 以后我也是有利眼形把柄的人了 敢戏耍我清浅姐的感情 最无可恕 拍完之后 乔乔顺手就被楚清浅发了过去 然后噼里啪啦 飞速在手机上 奔出了一片小作文 来吐槽渣男 楚清浅正在房间反复查看 陈英今天送来的资料 手机适时地响了 看见是乔乔的消息 他立刻打开查看 结果入目 便是密密麻麻的小作文 渣男嘛 楚清浅点开小作文上的视频 十多个美女正扭得带劲 利眼形却一杯接着一杯 楚清浅的脸色瞬间一黑 倒不是因为那十多个美女 而是 该死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不能喝酒的吗 白天刚发病 晚上就喝酒 真是不想要命了 真把他这个医生当神医了 是吧 刚刚回家 就搞这么多幺蛾子 楚清浅低声咒骂了一句 刚准备打字 让乔乔去拦着利眼形 别让他喝酒 但是乔乔吐槽渣男的小作文 瞬间又更新了一遍 给他发过来了 楚清浅哭笑不得 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算了 他自己跑一趟吧 看视频里的包奸环境 应该是在星星club 他轻装出门 十分轻松地躲过了 包围着楚家的特种部队 就立刻风尘仆仆地 赶去了星星club 一到大门口 不出意外地看见 乔乔拿着手机在等他 带我去 快点 好嘞 让这个死渣男 知道你的厉害 我跟你说 刚刚我拍视频的时候 渣男还斯斯文文地在喝酒 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分钟了 咱们现在过去正好 现在说不定衣服都脱了 但他要是个三秒的 事都办完了 走 赶紧 楚清浅听着悄悄的虎狼之词 忍不住撇了撇嘴 说得好像他要去抓奸的一样 到了包间门口 楚清浅一脚把门踹开 一股浓郁的酒气 让他皱紧了眉头 包间里的美女们 纷纷朝他看过来 都走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楚清浅脸色冷然 迸发出一股凌厉的气息 将这群穿着清凉的美女 都吓了一跳 这怕不是帅哥老婆 过来抓人了吧 这年头 哪个男人不偷心 美女们兴致全无 一个个地离开了包间 而楚清浅快步走到 丽眼行的面前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瓶 扔在一边 别喝了 滚 丽眼行双眼朦胧地 看着眼前出现了一个 类似楚清浅的人影 喝多了就都能看见 连声音都听见了 真邪门 一定是他喝得不够多 丽眼行大手一挥 又从酒桌上拿了一瓶酒 楚清浅皱着眉 把酒瓶抢了过来 然后索性 把满桌的酒都掀翻了 哗啦啦的酒瓶碎了一地 各种颜色的酒洒的到处都是 你别喝了 先去休息 病情要重新检查 他语气严肃 然后转身对乔乔 去帮我开个干净的房间 乔乔挑了挑眉 小声嘀咕 什么情况 不是痛痴渣男 还给他开房间 你是喜欢丽眼行了吧 喜欢这两个字 让楚清浅去扶起丽眼行的动作 顿了一下 别吐槽了 赶紧去 乔乔又嘀咕了几句 去开房间了 干净的房间里 没有灯红酒绿 和弥漫的酒气 楚清浅让乔乔先回去了 自己一个人把丽眼行 扶着进了房间 放在床上 他喘着气 有点累 一天扶了他两次 真是上辈子欠他的 这时 楚清浅的手机又响了 看见是陈音打电话过来 就毫不犹豫地接了 有急事 你在哪 陈音的声音十分急切 楚清浅没有多想 直接报了地址 星星Club 七楼七二三零房间 我马上过来 陈音挂了电话 只过了二十分钟 楚清浅就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他警惕地从猫眼确认是陈音之后 就开门让他进来了 陈音一进来 关上门 就立刻掏出了一把 闪着寒光的尖刀 楚清浅一惊 你 要干什么 陈音步步紧逼上前 抬脚把门踹上 门关上时 发出震天的声响 他慢条思理地 用手抹了一把刀 看着自己在刀里映出的脸 面目扭曲了一瞬间 楚清浅脸色难看 陈音 你在干什么 还不明显吗 陈音扭曲的面孔 骤然平静下来 他侧头看见在楚清浅身后床上 昏睡不醒的立眼形 脸上是一如往常一般无辜的笑容 放心 一个一个来 不过我这人最讲究情分 好歹也当了你几天的助手 我让你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他慢慢上前 轻描淡写开口 让开 你们两个的命 今天我都要了 你是有目的来的 楚清浅一动没动 陈音突然大变的性情 确实让他错不及防 但他选择 在今天这么着急的动手 恐怕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 或许跟他讲讲理由 还能拖延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应该和你无冤无仇 你到底想干什么 楚清浅看着陈音手上的刀 锤在身侧的手 已经时刻做好准备 他不想起正面冲突的原因 未必能保证立眼型的周全 眼前的陈音 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恋家子 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 听到这句话 陈音一顿瞪着他 情绪更加癫狂 楚清浅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陈音用刀指着他 刀尖距离他白皙的脖梗 紧紧几厘米 楚清浅呼吸忍不住放浅 努力平复心跳 房间安静下来 楚清浅紧张的心跳声 一下接着一下 在寂静的空气中 显得十分明显 他侧头看了一眼立眼形 垂在身侧 钻成拳头的手心 满是汗水 怎么办 不能惹怒陈音 否则事情 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 况且 陈音手上有刀 需要做到万无一失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楚清浅只感觉紧张到呼吸困难 眼下的情况 进退两难 别这么紧张 察觉到楚清浅的表情 陈音微笑着 用刀拍了拍他的脸 也别一想天开 妄图阻挠我 你们俩今天 谁也没命走出这个房间 别急 黄泉录下你们两个作伴 倒是也挺浪漫的 第133章 楚家成恩人 他拿着刀 继续威胁 我知道 神药就是你血 这是我要的东西 一瞬间 楚清浅便反应过来 前段时间的国外黑衣人 和他是一起的 正面找不到神药 就潜伏到他身边 这段时间 也是他事情太多 大意了 他咬牙 上前一步 挡住了陈音 既然知道了 还要我的命 陈音脸色阴沉几分 懒得同楚清浅再多废话 他要的是血 杀了立眼形 带走楚清浅就够了 突然 耳边传来砰的一阵巨响 楚清浅愣了一下 只见陈音 被人一脚踹出姬米远 撞在墙上 血流不止 楚云廷跟在楚军廷后面 看着自家二哥 干净利落的 一脚把人踹飞 默默竖起一个大拇指 随后上一秒 还满脸很利的人变了脸色 几乎飞奔着过来 把楚清浅拉起 左看右看 楚云廷脸上满是担忧 浅浅 你没事吧 没事 楚清浅揉了揉手肘 刚才摔倒的时候 手肘撞在桌子上 被震得麻木 他看向楚军廷 有些诧异 哥 你们怎么知道 先别管这些了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楚云廷认真开口 楚军廷当机立断 云廷 你和我一起 把这个人送到警察局 另一边 立眼形的酒还没有醒 楚清浅使出浑身解数 才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男人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他你这是喝了多少 楚清浅咬牙切齿 小命都快没了 立眼形虽然还不太清醒 但在楚清浅搀扶之下 勉强能自己走着下楼 出了酒吧之后 楚清浅看见楚家的司机 在外面等候 便带着立眼形上车离开 另一边 立婉宁扶着腰 小心翼翼坐下 刚打开手机 就接到了腾风的电话 立小姐 总裁让我和您说一声 这几天他都在楚家 他受伤了 怎么回事 立婉宁的心提到了胸口 腾风把事情经过解释一遍 立婉宁认真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既然是楚家兄弟帮忙救了人 改天一定要登门致谢 楚家庄园 从酒吧过来的一路上 立眼形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 下车时 两人正好和从警察局回来的 楚清浅兄弟俩遇上 怎么样 楚清浅连忙上前询问具体细节 陈寅已经醒了 不过 楚清浅看着楚清浅身后的立眼形 眉头狠狠一皱 有些生气的指住话头 这人怎么也跟着来了 楚清浅对立眼形一向看不惯 冷哼一声 上前拉着楚清浅往屋里走 一边走一边说 都到家门口了 要说什么 还是进去坐着说吧 楚军廷也跟上去 兄弟俩很有默契的 把立眼形一个人留在外面 楚清浅一边被拉着走 一边转头 对着立眼形实眼色 示意他进去 他的身体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治疗 进了家门 楚清浅刚在沙发上坐下来 江灵秀就端着一盘刚切好的苹果 从厨房里出来 紧接着在他旁边坐下 听说今天那个叫什么陈英的 消息都传到了江灵秀这里 楚清浅连忙拉住他 安抚道 妈 你不要担心 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 多亏了二哥和三哥 不信你看 说着 楚清浅站起来 在江灵秀面前转了几个圈 看着他活蹦乱跳的样子 江灵秀高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下来 楚家人都围在楚清浅身边 嘘寒问暖 和单独坐在一旁的立眼形 形成了鲜明对比 似乎觉得立眼形好歹是个客人 对客人太过冷淡也不好 影响楚家的名声 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客气道 李先生 你也吃点水果吧 立眼形看过去 正准备礼貌拒绝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一旁的楚云廷就把盘子端起来 对着江灵秀道 妈 我还没吃呢 说着 他故意把盘子 放在另一个立眼形 够不到的小桌上 然后若无其事地 继续跟楚清浅说话 这针对的意味 可见一般 楚云廷兄弟俩 按按给立眼形使绊子 立眼形看破不说破 也没计较什么 他不屑于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客厅里一片热闹 楚清浅快速把嘴里的苹果咽下去 看向楚军廷询问二哥 前几天我答应你 帮你治好你朋友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好 楚清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楚军廷只觉得心中涌上一丝暖流 连忙站起来的 那我带你去祭殿 这么匆忙 江灵秀忧心忡忡 始终对楚清浅不放心 最近他的女儿总遇到危险 没事 妈 放心 楚军廷心情颇好 爽朗地笑了笑 向江灵秀保证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他出事的 楚清浅出门前 特意嘱咐了丽眼行 认真道 你身上的伤 估计还得等个两三天才能好 这几天 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吧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丽眼行对他微微一笑 点头 有了楚清浅的话 江灵秀还是给丽眼行安排了房间 楚清浅跟着楚军廷去了基地 一路上路过了很多基地队员 听说楚军长带着妹妹过来 许多人都忍不住过来偷瞄 看见楚清浅的脸后都不由自主地赞叹 长得这么漂亮 你还别说 这兄妹俩眉目间有几分相似 亲兄妹 当然了 战友们的议论声很小 楚军廷停下脚步 循着声音看去 呵斥的 你们都嫌到来听墙角了 看来今天的训练强度太小了 不小不小 夸楚清浅漂亮的男人们 瞬间立正站好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 对不起 楚军长 我马上回去训练 听到这句话 楚军廷才默然点点头 基地角落处 一个富白貌美的女人 看着眼前众人的夸奖 指尖微微捏紧 她才应该是被众星拱月的那一个 军长带她回来看病 是看不起自己的医术吗 楚清浅被哥哥带着 走到基地深处的一个房间里 楚军廷站定 看着楚清浅道 病人就在里面 对楚清浅医术的特殊性 楚军廷或多或少也了解了 斟酌几秒后道 我在外面等着 第134章 错错她的锐气 没过多长时间 楚清浅整理好东西出来 把药品递给楚军廷 道 把这些药给你们这里的医生 然后告诉她 每两天给你朋友吃一次 剂量已经写好放在里面了 她 话还没说完 被一个尖锐的女生打断 你直接告诉我吧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 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目光不善地看着楚清浅 你好 我叫王雨兰 是基地的专属医生 也是新医生的学生 她特地加重了专属两个字 桀要的意味可见一般 王雨兰嘴上说着你好 语气中没有半分尊重的意思 仿佛含着几分挑衅 楚清浅皱眉 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敌意 从何而来 楚军廷也听出了不对劲 问 王雨兰 怎么了 没什么 王雨兰双手还胸 看着楚清浅的目光 有几分盛气凌人的感觉 就是听说 军长今天带过来的人 医术高超 想要来切磋切磋而已 军长相信她 却不相信我 王雨兰眨了眨眼睛 故意道 楚小姐 不会不同意吧 当然不会 楚清浅原本不屑于 这种小儿科的举动 但是 她倒是不介意错错王雨兰的锐气 怎么比 正好最近一身火气 无处发现 我都安排好了 就等你同意了 王雨兰冷冷一笑 带着楚清浅 七拐八拐进了房间 房间里已经围着不少人了 半小时的时间 谁能认出更多的药品 算是谁赢 楚清浅看着一地的中药 眸色微闪 新医生她听楚军廷提起过 是部队里有名的老中医 既然王雨兰是新医生的学生 那本就多工中医 自然对中药了解得多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王雨兰轻笑一声 有些嘲讽 楚小姐要认输吗 楚清浅勾唇一笑 怎么可能 开始计时吧 半小时后 周围人目瞪口呆 楚清浅拍了拍手站起来 几乎一地的草药 她一边拿起一边报名字 接二连三 甚至连卡顿的时间都没有 王雨兰额头上的汗水滴落 不甘心地看着她 你连中医也懂 没什么好意外的 楚清浅擦了擦手 云淡风轻道 医学本源归医 你要学的还有很多 身为艺者 心里却如此浮躁 把医学当作踩低捧高的手段 是大错 她潇洒离开 王雨兰愣在原地 听着别人议论纷纷的话 只觉得脸上像是 被人扇了一巴掌一般 活辣辣的疼 好了 既然王医生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楚清浅甩手离开 一副仙人之姿 让楚军廷都忍不住目瞪口呆 她这个妹妹 真是不一般 三天后 楚清浅最后给丽衍刑上了一次药 这几天 陈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丽衍行主动提出 她本能得想同楚清浅多产生一些纠缠 不等两人对话结束 楚家庄园门外 丽婉宁提着包包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虽然怀着孩子 但依然不影响她的行动 不等周伯通报 丽婉宁已经走了进来 你好 我 一眼看见楚清浅 她猛地一愣 清浅 你怎么也在这 你 楚清浅一副客人的模样 正在帮丽衍行处理伤口 她穿着随便舒适 怎么看 也不像是外面雇佣来的医生 楚清浅和丽衍行面面相去 后者摇摇头 表示 她也不知道 姐姐会突然过来 事到如今 身份瞒不住了 她是楚家千金 丽衍行低声为她解答疑惑 同时站起来 对着江灵秀和楚贺礼貌汗手 这几天多有打扰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 丽婉宁与齐略有些埋怨 看样子 自家这个弟弟 是老早就知道楚清浅的身份了 却瞒了这么长时间 她转头看向楚清浅 笑容更加灿烂 怪不得你也姓楚 我的猪脑子 早就应该想到了 之前她还担心 楚清浅虽然很优秀 但是家庭背景一般 虽然她不在乎门第 可是丽家那几个古板的老东西 肯定会拿这件事 出来搞事情 现在楚清浅的真实身份 是楚家千金 那么双方 就更加门当户对了 想到正是 丽婉宁连忙从包包里 拿出请柬 笑道 过几天是我儿子 多多的生日宴会 我今天过来 就是诚挚地邀请你们 一定要来参加 你们将作为贵宾出席 也是为了感激你们 这次帮了我弟弟 她期待地看着楚清浅 见楚清浅点头后 才放了心 本来这次不想邀请楚清浅 但楚军亭救了丽眼行 这个面子 是怎么也得给到的 丽家大小姐怀着身孕 亲自来邀请 楚家人不好回绝 都纷纷同意 好了 走吧 丽婉宁要带丽眼行离开楚家 而丽眼行却看向楚清浅 两个人立刻心领神会 我们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说吧 两个人一起走出楚家 前往第一看守所 狭小阴暗的房间内 楚清浅坐在椅子上 她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 差不多过去了几秒钟 她才抬头直视着面前 这张和前几天情绪 完全不同的脸 为什么 她只简短问这一句话 倒是出乎对面陈英的意料 短短几天 陈英消受了不少 身上的精气神 以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 迅速消沉下去 五官依旧精致 只是从前 那种明媚荡然无存 从她脸上能看见的 只有完全覆盖在谋底的恨意和讽刺 以及几分对现在处境的绝望 何必明知顾问呢 陈英勾唇一笑 笑容十分风轻云淡 她故作轻松地往后靠了靠 交叠在一起的两只 手被镣铐锁住 随着她的动作 响起一阵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陈英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旁已在门边的立眼形 吃笑了一句 转而对楚清浅继续说道 我不过就是 想要你的血 神要这种东西 谁不想要 我当然知道 楚清浅指尖微曲 亲扣桌面 从她发布招聘信息 到陈英无故成为她的助手 这么长的时间 恐怕都是精心计划 一直都是为了 从她这里得到神要 第135章 神秘人 令人不敢往深处想 背后对垂涎神要的势力 像黑衣人和陈英这样的代表 恐怕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想到这里 楚清浅眼神复杂 神要能救人 却也能害了他 究竟还要来多少灾祸 这件事情才能平息下来 斟酌了几秒 楚清浅收拾好情绪 陈英此刻狼狈无比 但仍然不甘示弱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总觉得唏嘘不已 是陈英变得太快 还是从始至中都伪装得太好 那个初见一口一个 叫着她楚小姐的明媚少年 楚清浅现在也无法接受 她变成现在这个英智 歇斯底里的样子 要神要 总得有个说法吧 是别人指使你这么做的 还是你有什么难以言说的苦衷 楚清浅深吸一口气 最后还是指示陈英 沉申开口 指使 陈英吃笑了一声 只讽刺地反问了一句 之后便没有任何下文 音质的像是腹上层层乌云的目光悠悠回转 最后精准落在一旁的男人身上 像是对陈英没多大的兴趣 丽眼形从始至中 垂着眸子没有看过去 睫毛垂下的阴影 掩盖住眸底一切情绪 让人无法分辨 她这时是喜事怒 看着丽眼形毫不在意的样子 陈英眸底变得心红 被禁锢在椅子上的手逐渐收紧 最后握成拳头 开始微不可查地颤抖起来 空气沉默了一瞬间 有股让人难以言喻的压抑感 陈英周身弥漫着令人心惊的 如果楚清浅没有感受错的话 这是一股极其凝重的 恨意 陈英的动作被她禁收眼底 楚清浅不禁有些心惊胆战 她放缓了些呼吸 侧头看了一眼立眼形 感受到她的目光 男人微微抬眸看她 唇角微微扬起 依旧是和平常一样的轻笑 比起陈英令人心惊的情绪 立眼形莫名给了她一丝安心 楚清浅回过头来 谋底思虑 难道陈英先前就和立眼形认识 并且单方面结下了仇恨 而这一切立眼形都浑然不知 她看向陈英 正准备开口询问 却又听见后者冷笑了起来 这次笑得她全身发抖 谋底心红 杀人一般的目光半分 没有从立眼形身上挪开 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 陈英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地喊出立眼形的名字 立眼形 你迟早会有报应的 陈英语气激动 一字一句爆发出来的情感 听起来并不是假的 我什么时候和你有过过节了 听到陈英如气如素的诅咒 立眼形站直了身体看过去 和同样疑惑的楚清浅对视了一眼 声音中满是不解 她斟酌了几秒 说 你把话说清楚 然而陈英这时 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又是一言不发 陈英 或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楚清浅看过去 听了几秒道 你还是解释一下 否则被什么人利用了也不知道 陈英吃笑了一声 闭上眼睛 看起来像是不愿意再搭理她 正在这时 外面的管理人员探头进来 看着还在探视的两人 微微拔高了嗓音 探视时间结束了 你们改天再来吧 麻烦通融一下 我们再说几句话就走 不行 这是规定管理人员打了的哈欠 声音十分不耐烦 快点走吧 话被打断 楚清浅见陈英 没有一丝想要告诉她什么的欲望 只得拿着包包站起来 最后说了一句 你好好想清楚 我同样不希望 你是被人利用之后 才陷入这个境地 她转身离开 没有留意到话音落下之后 陈英骤然睁开的眼睛 目送着两人离开 陈英紧握的拳头才缓缓松开 她正准备站起来 收回的余光 却猛然瞄见一片熟悉的黑色衣角 陈英动作骤然僵住 下一秒 面前的光被一个黑色身影遮住大半 她缓缓抬头 看见了面前这个不算陌生的男人 苦笑了一声 她闭眼深吸一口气 坐回去 明明是大热天 面前的男人脸上戴着一个巨大的面具 让人根本看不出来她的真实面容 男人从宽大的黑色外套中 掏出一个白色瓷瓶 轻轻放在陈英面前的桌子上 事已至此 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 男人声音低沉 嘶哑难听 犹如恶魔喃喃低语 我也不想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但是人各有命 陈英 这就是你的命 话音落下 男人没有再多说什么 迅速转身离开 室内一片寂静 像是她从没有出现过一般 陈英盯着面前的瓷瓶 过了好几秒 她放在桌子上的手 颤抖地拿起瓶子 人各有命 陈英 这就是你的命 陈英喃喃自语 谋底罕见 闪过一丝迷茫 下一秒她毫不犹豫地 拔开瓷瓶上的筛子 仰头将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 瓷瓶落地 发出一阵沉闷响的响声 陈英缓缓闭上眼睛 像是被抽干全身力气一般 颓然地往后靠去 仅仅几秒过去 鲜红的血液从她唇角低落 出了监狱 楚清浅立刻感受到 外面明媚温暖的阳光 和与陈英面对面 坐着的感觉截然不同 天气好 心情也好了许多 她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 感觉刚才不寒而栗的情绪 终于被温暖阳光驱散了不少 想起陈英那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楚清浅思考了几秒 还是对着丽眼行发问 你真的对陈英这个 任意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 丽眼行果断摇头 声音中满是思疑 丽家在商业上 一向是遥遥领先 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 触犯很多人的利益 引来记恨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可陈英对她的恨 完全针对她个人 并不是整个丽家 这就很耐人寻味 难道是在商业上结仇 丽眼行喃喃了一声 又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 这么说下去的话 她的仇人 恐怕排队都能排到大西洋去 毕竟丽家混到现在这个地位 手段自然不是吹出来的 实在想不起来 为什么陈英会对自己这么记恨 丽眼行薄唇威名 陈生道 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表面上陈英为了神要接近你 实际上的矛头 却是十分有针对性的指向我 第136章 都是给她的 为什么呢 楚清前只觉得 背后的事情一环扣上一环 仿佛隐藏在一团巨大的迷雾之中 让人怎么也看不真切 她既然借我来接近你 又为什么会知道神要的事情 动机不明 让两人毫无头绪 到现在 楚清前感到身心俱疲 她叹了口气摇摇头 一边上前拉开车门 一边疲惫道 算了 回去再说吧 正准备坐进去 手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楚清前下意识去看 屏幕上的名字 她不是很熟悉 但依稀记得 好像是陈英所在监狱中的管理人员 心底涌上一丝不祥的预感 她停住动作 接通电话 楚小姐 陈英服毒自杀了 说话的人严谨一该 到声音中满是慌张 监狱中自杀的人本来是不守 但服毒的 管理人员还是头一次听说 什么 楚清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心跳骤然漏了一拍 她脸上血色尽数褪去 看着她的表情 丽眼形仿佛也明白了什么 脸色十分凝重 陈英服毒自杀了 我们发现的时候 立刻送医院 但还是晚了 管理人员声音凝重 我们通知你 主要是想知道她家属的联系方式 好进行后续的处理 家属 楚清前脑子一片空白 后来怎么回答的也忘了 昏昏沉沉地挂了电话 她看向丽眼形 后知后觉 含义从四肢百骸蔓延开来 陈英服毒自杀了 楚清前念如着嘴唇 恍惚地看出去 一切都很不真实 距离我们出来 没有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况且陈英进监狱时 被没收了所有东西 甚至连衣服都被强制换掉了 丽眼形思维 还算清晰地开始分析起来 她服毒自杀 那她从哪里来的毒 除非在我们出来 这段时间 还有人去找过她 楚清前恍然大悟 接触丽眼形要说的下一句话 这个猜测 让她更加毛骨悚然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陈英不过就是这个 巨大阴谋下的 在微不足道的一颗棋子 立眼形眼眸微锤 好了 别想了 我会去让人调查清楚的 两天后 楚清前被刺眼的阳光照醒 她睡眼轻松地揉了揉眼睛 睁开眼睛后 看见熟悉的房间陈涉 从监狱探视陈英回来之后 楚清前一时间 无法接受涌入脑海中的巨大信息 回了楚家休息几天 整天精神高度紧张 回来之后 终于是能放松一些 楚清前一觉睡到早饭时间 才觉得身上的疲劳一扫而空 精神都好了不少 刚坐起来 卧室的门就被敲响 清前 起了吗 江灵秀温柔地喊了一声 提醒道 今天我们要去 丽小姐举办的生日宴会 你这孩子这段时间忙坏了 可别忘了 听完后 楚清前恍然大悟 一拍脑门 自己这几天 果然把这件事情给忙忘了 压根内没想起来 今天是立晚宁大儿子多多的生日 立晚宁向来都宠孩子 每天都风光举办生日宴会 不过礼物 自己倒是早就准备好了 知道了吗 楚清前连忙答应 同时翻身下床道 我马上出来 简单洗漱了一番 化了个淡妆 再挑一件简单素雅的浅色长裙穿上 楚清前刚踏进客厅 就被眼前华丽的礼服和珠宝 黄了眼睛 楚清前目瞪口呆 三哥 你这是干什么 拍卖珠宝呢 瞎说 楚云廷脸上满是自豪骄傲的神情 伸手指着摆满真皮沙发的 不同款式的珠宝 得意道 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设计的首饰 都是不同的款式和材料 文言 一旁的江灵秀 笑得合不拢嘴 云廷可是都没给我这个亲妈 亲自设计过首饰呢 楚清前愣了愣 看向楚云廷的眼神 多了几分感动 来来来 看看这些裙子 喜欢吗 下一秒 楚清前被江灵秀拉过去 一堆各式各样的高档定制礼服 出现在他眼前 这些都是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设计 全国不会超过五件 清前 今天去丽家 当然要风风光光去 快挑挑 喜欢什么样的 楚清前看着江灵秀 又看了一眼楚云廷 只觉得心底涌上无穷的暖意 这些是他最亲的家人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楚清前鼻子一酸 竟然有些想哭的冲动 折腾了几个小时 楚清前最后换上了一件 国内顶尖设计师原威设计的礼服 一字间的款式 锁骨下点缀着几颗小巧的碎钻 腰间是隐隐绰绰的白色蕾丝 加着别样的设计 不像别的礼服一般张扬 这款较为简约低调 但又不是高雅 再戴上楚云廷精心设计的珠宝 楚清前一举一动之间 彻彻底底美的让人挪不开目光 把所有衣服和珠宝 都收拾到楚清前的房间之后 江灵秀这才得空坐下来 看着楚清前的夺人眼球的打扮 十分满意 他拍了拍手 笑眯眯道 不愧是我女儿 随便打扮一番就这么好看 闻言 楚清前看着自己身上 价值不菲的衣服和珠宝 有人推门进来 带着一股清凉的威风 随之入耳的声音 如同大提琴般低沉悦耳 二哥 楚清前转头看过去 冲着走进来的楚军廷笑了笑 楚军廷点点头 目光落在他身上 谋底闪过几分惊艳之色 不由地笑道 都准备好了吧 现在可以走了 说完 江灵秀替着包包站起来 自然而然挽住身旁楚贺的手 夫妻俩相视一笑 亲密无见 楚云廷实相地上前几步 颇有些吊铃铛地搭住自家二哥的肩膀 转头对着楚清前示意了一下 笑道 走吧 今天二哥特意开了军车 这排场绝对不输立家 楚军廷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跟着笑了笑 兄弟俩率先出去 大概是楚云廷声音太大 楚清清从楼上姗姗来迟地下来 在江灵秀夫妇背后 狠狠瞪了一眼楚清前 脸上扯出一抹假的 不能再假的乖巧笑容 第137章 她才是真公主 她上前轻力地挽住江灵秀的 另一只手夸赞道 妈的眼光就是不一般 姐姐这套礼服真是好看 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 这不 姐姐现在看起来都比平常漂亮了不少 话语中带上明显的阴阳怪气 生怕楚清前听不出来她的讽刺 楚清前转头看她 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 懒得在今天和她发生什么冲突 只是淡淡道 你说的对 说完后 她对着江灵秀和楚河笑了笑 说 爸 妈 那现在出发吧 看到江灵秀笑着点头 她踩着黑色高跟鞋 帅先转身离开 懒得看楚清前谈媚的表情 楚清前脸上这张虚假的面具 恐怕很快就会被撕个粉碎吧 高跟鞋踩在石木地板上 发出的声音逐渐消失 楚清前看着楚清前的背影 垂下身侧的手逐渐收紧 脸上的表情扭曲 藏在眸底的极度和恨几乎一出来 楚清前身上那件衣服 是她看上了很久的 奈何原位的设计只送不卖 她还没有那个 让原大设计师送礼服的资格 可是现在 这件她得不到的衣服 穿在了楚清前身上 还是楚清前随意从一种昂贵的礼服中 挑选出来的 自己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东西 凭什么楚清前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别人上改地送给她 还有她戴着的那些珠宝 居然都是楚云廷亲自设计的 楚清前极度地发疯 明明她才是名正言顺的楚家大小姐 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喜欢楚清前这个半路跑出来 名不正言不顺地见人 不仅是楚家的人 还有利眼形 指甲深深�入掌心 但楚清前感受不到丝毫的疼痛 挽着江灵秀的手 也不知不觉加大了力气 正在和丈夫说话的江灵秀 痴痛地看过来 正好看见楚清前阴沉的脸色 她被吓了一跳 有些担忧地看着身旁的楚清前 清清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是身体不舒服吗 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跟妈说 一位宴会嘛 不去也罢 楚清前思绪骤然被打断 看见江灵秀脸上担心的神色 连忙有些慌张的变换脸色 最后笑着回答 没事的 我只是刚才想起了一些事情 哥哥他们应该等极了 我们走吧 她脸上又是恰到好处的乖巧笑容 将谋底一闪而过的寒光 恰到好处的隐藏起来不去 怎么可能 今天她可是为楚清前 精心准备了一场大戏 不去的话 怎么能看见 这个亲爱的姐姐 是怎样从天堂跌落到尘埃里呢 想到今天的计划 楚清清心中的气 不知不觉消失了大半 亲密地 挽住江灵秀的手 一同出门 高级酒店内 宴会热闹非凡 除了丽婉宁的朋友和亲人之外 还有不少的商业名流 西装革履 工筹交错 像这种场合 其实也是商业上各方势力 互相拉拢的契机 毕竟有资格参加 丽家举办的宴会的人 都是商业圈里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突然 本聚拢在一起 聊着合作的一群商业精英 停止了谈话 同时向着同一个地方看过去 瞳孔因为震惊 而骤然猛缩 军车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军车 这不是楚家吗 看领头这张 驾驶室里就是楚家的二少爷 一个头顶半兔的男人 指着楚军廷 向周围人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看起来十分激动 不会吧 楚家平时很低调 怎么今天搞这么大的排场 不会是另有所图吧 另有所图倒是不算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摸了摸下巴 突然想起什么一般 神神秘秘地说 我前段日子 听说一个惊天秘秘 楚家原本那个女儿 好像并不是亲生的 最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找回了原来的亲生女儿 他越说越觉得有道理 猜测道 说不定今天这么大的排场 就是想要表明 对亲生女儿的喜爱 好借机正式公布着女儿的身份 有道理 身旁的人附和了一声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开进来的气势逼人的几辆军车 仅仅几秒钟 军车停下 几乎会场内 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 看着车上下来的几人 当楚清浅 带着一身高射的珠宝 配上礼服下车时 彻底让所有人忘记呼吸 太美了 众人脑海中 不约而同出现这三个字 一时间找不到什么辞早 来形容他们的感受 感受到无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楚清浅虽然不怎么适应 但还是楚便不惊 冲着周围的人浅笑汗手 抬脚上前 恰好立晚宁迎出来 看见楚清浅后 谋底毫不掩饰的惊艳 仔仔细细地被他上看下看 忍不住直接赞叹了出来 楚小姐 今天说 你是天仙下凡也不为过呀 立晚宁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把楚清浅夸得十分不好意思之后 他才停住话头 楚总 好久不见 周围人反应过来 都纷纷换上一副笑脸迎上前去 恭维夸赞道 没想到 楚总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 还精神了不少 听见这些话 楚贺微微抬手 笑着指住话头 回道 哪里哪里 人不能不服老 这点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毕竟在商业驰骋多年 楚贺在这种场合 还是游刃有余 说话时巧妙应对 两个儿子站在旁边 都时不时微笑几下楚总的两个儿 紫果然是继承了您的英气 看起来都一表人才 听到这样的夸赞 楚贺唇角微扬 倒是没有否认 他看了一眼一旁的楚清浅 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上前来 说话的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之前和楚家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但算不上熟悉 看着楚贺的动作 他也猜到了几分楚贺的意思 于是顺势愣了一下 有些迟疑道 楚总 这位是 既然各位熟悉的好友们都在这里 那我也就不多卖关子了 楚贺爽朗地笑了一声 话一出口 四周安静地真落可闻 楚清浅微微汗手 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不少早就猜到的人反应过来后 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 第138章 点鸳鸯 我就猜到了 今天楚家这么大张旗鼓地过来 就是要宣布这个消息 难怪 对了 这楚清浅是楚家千金 那原来那个楚清清的身份 可就耐人寻味了 难不成像小说里 写的那种真假千金 楚清清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 听到这句话 原先说话的男人赞同地点点头 我看就是这样 宾克维的宴会里三层外三层 他点起脚尖 好不容易才看见了 挽着江灵秀手臂的楚清清 有些好笑的 那假千金 这不是还在那里呢 挽着楚夫人的人 怎么看起来比亲女儿还要亲 按理说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之后 怎么也该去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吧 怎么 这楚清清赖在楚家不走 是嫌弃亲生父母家 没楚家有钱有事 文言 男人吃笑了一声说 比楚家有钱有事的人家有多少 这其中 意味一看不就知道了 议论声越来越大 其中更多的是对楚清前美貌的赞叹 夹杂着几句对楚清清奚落 楚清清低着头 几乎掩盖不住脸上的恨意 他深吸一口气 勉强稳住心神 扯出笑容 对着脸上同样满是笑容的江灵秀开口 妈 你们待会先进去 我去一趟卫生间 文言 江灵秀点点头 快去快回 踩着高跟鞋 落荒而逃一般 小跑进洗手间 楚清清关上门 双手扶在洗手台上 低着头 肩膀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几秒后 他抬起头 看着面前巨大镜子中的自己 脸颊上满是泪水 狠狠抹掉眼泪 楚清清发疯一般用拳头 砸着洗手台 歇斯底里的嘀吼出声 贱人 贱人 楚家一群贱人 所有人都在忙着介绍 楚清前这个风光的亲女儿 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凭什么 楚清清一把抓起洗手台上的东西 狠狠砸下去 直到整个卫生间一片狼藉 他才发泄完了一般 畅快地笑了一声牟底的怒火 转为深刻的恨意 他重新抬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笑得癫狂 楚家的所有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宴会上 楚贺带着楚清浅 着重认识了几个重要的商业伙伴 楚清浅一一打过招呼之后 力晚宁才见空插零话来 叔叔阿姨 你们这么远赶过来 一定很累了吧 不如先进礼间坐坐 力晚宁亲密地挽住楚清浅的收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毕竟我也想和清浅说说话 前段时间 我弟弟的事情麻烦你们了 但自从遇到清浅之后 眼形变了很多 力晚宁也遇到 我听说一个男人 只会为心爱的女人改变 那眼形的心意 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清浅也有这个想法的话 他们就是说 天作之和也不为过 听了这话 楚清浅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楚云廷第一个不同意了 什么天作之和 我妹妹就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楚云廷可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谁把楚清浅 和力眼形相提并论 就浑身不舒服 怎么也得反驳回去 对 楚军廷顺着楚云廷的话说下去 礼貌对着力晚宁开口道 力小姐这样的话 以后还是不要说了 清浅和力总恐怕不合适 见两个哥哥 像是应急反应一般 对提起力眼形这个话题很不爽 楚清浅连忙拽了拽力晚宁 把手里提着的包装 十分精美的礼物 在他面前晃了晃 先跳过这个话题吧 今天主要是为了给多多过生日 不说我的事情 楚清浅四处看了看 问 我给多多带了生日礼物 他在哪 在房间 我带你上去吧 力晚宁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毕竟是多多的生日宴会 可是不管他怎么哄 多多就是不愿意下来 楚清浅也没有多问 转身和父母 以及哥哥事宜 那我先上去看看多多 跟着力晚宁上楼 外界的嘈杂声被隔了许多 楚清浅紧绷的神经才放下些 毕竟今天楚贺第一次 正式宣布他的身份 在外人面前 自己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楚家千金 在外面生怕出什么纰漏 现在终于有空喘口气了 多多不怎么见生人 眼行在房间里陪他玩 力晚宁在房门前站定 提起大儿子时 谋底划过一丝忧伤 我就不进去了 下面来的许多宾客 还需要我去招呼一下 你先进去吧 闻言 楚清浅也不再多说 看着力晚宁下楼后 伸手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力眼行 看见门外是他后愣了几秒 随即侧身让他进来 楚清浅一眼就看见了 安安静静坐在地毯上的小男孩 小男孩皮肤很白 又卷又长的睫毛下面 是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多多安安静静地低头玩着积木 只在楚清浅进来的时候 抬起小脑袋看了他一眼 随后又不声不响地 低头自顾自地 玩着楚清浅上前去 把手中的礼物 推到小男孩面前 多多 这是阿姨给你带的礼物 你快看看喜不喜欢 面对这么可爱的小孩子 楚清浅的声音 都情不自禁地放缓了许多 现在隔近了看 小男孩的五官 和力晚宁有六分相似 轮廓柔和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星星点点落在多多的侧脸上 他微黄的头发 似乎也闪着光 好漂亮的孩子 楚清浅忍不住在内心感叹了一番 听完楚清浅的话 多多手上的动作停了停 又抬起头来看着他 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里 满是好奇 到底是小孩子 犹豫了几秒后 还是伸手把礼物扒拉过来 开始拆 利眼行过来 在多多旁边的地毯上坐下 看着他慢慢地拆礼物 眉目罕见地揉合了下来 他很喜欢你 利眼行抬手揉了揉小男孩的脑袋 多多似乎是有些痒 往后躲了躲 利眼行顿了顿 继续说 他从来不收陌生人送的东西 看着多多把礼物拆开 里面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积木 利眼行笑了笑 说 你的礼物 他居然收下了 就着盒子把积木拿出来 多多的注意力全然被吸引过去 又开始搭了起来 第139章 星星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楚清浅有些亚异 据他的了解 这个年纪的孩子 正是处于对任何东西都好奇的阶段 为什么会不收陌生人送的礼物呢 他低眸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从他近来开始 也好歹有十分钟左右了 可这孩子 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难道 楚清浅脑子里窜出一个念头 这孩子该不会是 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楚清浅惊不定的目光 在多多身上停留了几秒 又抬头 看着利眼行 似乎是猜出了他心里的想法 利眼行有些好笑的摇摇头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听到这样的回答 楚清浅也放心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 不过利眼行怎么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难道他还有读心术 利眼行看着多多 声音低了低 多多从济世起 就有很严重的自闭症 我姐以前带着他 找过很多国内外知名专家 但都对他的病情束手无策 他不喜欢说话 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积木是他唯一喜欢的东西 听着利眼行低声速说 楚清浅忍不住盯着多多看了几眼 心底五味杂沉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会患上自闭症 楚清浅敏唇响了几秒 为孩子找专家治病的人 是利婉宁 平时带着孩子的也是他 甚至今天多多的生日宴会 迎接宾客的都是他 处处都没有孩子父亲的半分踪迹 斟酌了几秒 楚清浅试探着问了一声 今天多多的生日宴会 他爸爸都没有在场吗 提到多多的爸爸 利眼行顿了一下 目光中露出几分 丝毫不加掩饰的厌恶和嫌弃 冷笑了一声 嘲讽道 没回来 再忙工作 忙工作 楚清浅有些纳闷 连利眼行这个一手掌握历势上上下下 这么大企业的总裁都能抽空过来 身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居然说自己忙工作 这一听上去 很难让人不怀疑 这是不来参加宴会的托词 但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楚清浅不好多过问 只得将目光转向多多 小男孩依旧认真的低头搭积木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目光太热烈 半晌 多多抬起头来看他 居然往旁边挪了个位置 拍了拍地毯 示意他过来 楚清浅顿时受宠若惊 十分惊喜地挪过去 和多多搭着积木 而利眼行倍感意外 也没多说什么 目光柔和地 看着一大一小丸 积木丸的不亦乐乎 时间差不多了 晚宴也快要开始 楚清浅站起来 拍了拍做麻的腿准备下去 没想到地上的多多 也跟着站起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 虽然多多一直没有说话 但楚清浅心里 能感受到 他对自己莫名的依赖 内心柔软了几分 他弯腰伸出手 轻轻道 多多 你要和阿姨 一起下去找妈咪吗 文言 多多弯了弯眼睛 狠狠点头 伸出小手 拉着楚清浅 利眼行在一旁看着 眼底是显而易见的惊讶 一行三人下楼 利婉宁看着自家儿子 牵着楚清浅的手过来 猝不及防地愣在原地 他看着利眼行 有些迷茫 多多他 利眼行安慰一般点点头 没烧眼角 都是欣慰的笑意 多多很喜欢楚小姐 主动拉着他的手下来的 文言 利婉宁只觉得一种 难以言喻的喜悦在心中回响 他低头看着多多白净的小脸 几乎快要激动地哭出来 周围没有别人 楚清浅看着利婉宁 心中酸涩 轻声道 多多的病 或许我可以试着去治医治 不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谢谢 利婉宁哽了一声 心底无限感动 今天多多的举动 让他心中又重燃起治愈的希望 角落里 楚清浅将这温馨一幕 尽收眼底 神情中满是冷意 楚清浅 今天恐怕是你永生难忘的一天 他右手钻成拳头 狠狠捏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扮上 他冷笑一声 下定决心 一个庸人端着点心 从他背后经过 他叫住庸人 将手中的纸条递过去 微笑道 麻烦把这个东西 送到前面那位先生手中 谢谢 庸人印下后迈不上前 把纸条放在男人面前的桌子上 楚清浅看过去 顺着他的目光 一身西装的欧阳子玲 疑惑地看着庸人离开 随即拿起纸条开始看 我在203房间等你 楚 看完后 欧阳子玲脸上满是神秘莫测的笑容 没过几秒 便站起来离开 楚清浅看着男人匆匆离开的背影 唇角忍不住扬起 另一边 楚清浅松开多多的手 从包里拿出震动的电话 陌生号码 没多想什么 他接起电话放在耳边 去203房间 什么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男女难辨 只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就迅速挂断 楚清浅刚询问出口 就听见电话被挂断后 传来的嘟嘟的盲音声 怎么了 厉婉宁见他表情不对 连忙询问 没什么 楚清浅笑了笑 表面不显 但内心略有些思议 如果他没听错的话 电话里那个声音 让他去203房间 去的话 肯定是没什么好事 但楚清浅自知 自己不会是坐以待毙的人 不如就去一探究竟 找了个借口 从厉婉宁这里离开 楚清浅握着手机上楼 顺着房间门牌号找过去 最后在203房间门口停下 心中盈盈有了些猜测 楚清浅顺手将礼服后 白打了个利落的结 更方便行动之后 他抬手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什么动静 他直接搭上门 把手开门进去 室内是酒店里的豪华装饰 一眼看去 没人在里面 楚清浅上前两步 正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后 传来极轻的脚步声 楚清浅猛地回头 果然看见背后有个人 欧阳子林一脚把门揣得关上 脸上是令人恶心的兴奋面容 他快步走上前来 伸手就要扑向楚清浅 楚清浅吓了一跳 连忙侧身躲开 看着欧阳子林的目光中 满是嫌弃 欧阳子林 你怎么在这里 第140章 送他一个老公 跟我装什么呀 楚大小剑 欧阳子林故意掐着嗓子 嘿嘿笑了一声 道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不用这么扭捏 说着又要上前 这个语气 彻底又恶心了楚清浅一把 楚清浅没心猛跳 只觉得和这个恶心的男人 待在一起 几乎让他呼吸都不通常 让开 楚清浅深吸一口气 声音极冷 别逼我动手 哎哟 欧阳子林笑咪咪 你给我写的纸条 你在装什么 难不成楚小姐 还想玩点刺激的 尽管来吧 他步步逼上前来 看样子是铁了心的 要对自己动手动脚 看来自己这个教训 是不给不行了 楚清浅扔下包 活动活动了筋骨 礼服后 白早就被他打了结 此刻丝毫不影响他的行动 他轻笑了一声 下一秒目光一立 欧阳子林扑过来 他抬脚就是一个狠踢 正中他下身 男人脸色一白 疼得叫不出口 当场跪在地上 面目猙獰的闷横出来 怎么 现在够刺激吗 楚清浅舌尖抵了底腮 难得露出几次玩味 要不要再刺激一点 你这个疯元 缓过疼痛 欧阳子林连滚带爬的 从地上爬起来 身上的西装皱疤得不成样子 看起来非常狼狈 他恼羞成怒 开始破口大骂 越骂越难听 楚清浅脸色一冷 踢掉高跟鞋迅速上前 抬手毫不犹豫地 给了他两巴掌 耳光声异常响亮 伴随着欧阳子林的大骂声 看来还是不够刺激 让你还有这么好的精力骂人 楚清浅拿起包包 不由分说地 对着欧阳子林砸下去 包包一下一下 如同雨点般落下去 欧阳子林想要还手 都没时间把手扬起来 最后只是被动挨打 抱头乱窜 他的骂声 也逐渐变成了求饶声 203房间传出来的打架声 和求饶声 闹出了很大动静 周围人都被吸引过来 最后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直到厉婉宁 带着楚军亭兄弟俩 匆匆匆赶来 房歪宾客 才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 厉婉宁小跑着上前 一把推开门 下一秒 欧阳子林逃命一般窜出来 被反应迅速地 楚军亭一个格挡拦下来 让我走 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 顺着房间看进去 楚清浅慢条丝里地 把裙摆放下来 穿上高跟鞋 还整理了一下头发 踢着包包 不紧不慢地走出来 只有额头上的薄汗 着视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清浅 你没事吧 楚云廷和李婉宁 面色担忧地上前 十分关心地询问 我没事 楚清浅安抚地 拍了拍李婉宁 递给三哥一个安心的眼神 你们该关心的是我 欧阳子林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 一点纸塞进鼻子里 止住鼻血 眼睛肿得老高 哪里还有 几个小时前 千千君子的样子 明明是你给我 写纸条让我过来 大家都是成年了 楚清浅 你在假清高什么 言语尖满 是辱骂意味 楚军廷眉头一皱 反手又是一拳头 欧阳子林尖叫了一声 楚军廷毕竟是军人 这一拳下去 可不是这么好挨的 什么纸条 楚清浅闻言了一丝阴谋气息 定定地看着疼得面目扭曲的男人 欧阳子林尖难地 从兜里掏出一张 揉成一团的纸条 冲着他扔过去 楚清浅接住 打开看 扮上 他轻笑一声 扬起纸条 对着周围宾客道 你们都看看 这个纸条上的墨迹 有些已经蕴染开了 说明写纸条的人 在准备传递纸条时 把它握在手里很久 导致上面的墨迹 被汗液浸开 说吧 他张开自己的掌心 给大家看 道 这种墨水是特制的 一旦染手很难洗药 而我的手上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墨迹 说明 这根本不是我写的 他转头看向欧阳子林 问 这纸条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一个服务员扔到我面前呢 欧阳子林脸色难看 余光看见一个 正准备偷偷离开的身影 连忙伸手一指 就是他 楚云廷反应过来 三步并坐两步 上前揪住准备溜走的服务员 楚云廷身旁的楚清清 见状脸色发白 目光怨恨地盯住服务员 自己后来又去找过他 半是哄骗 半是威胁地让他保守秘密 谁知道 他会在这里凑热闹 看着服务员被揪回来的途中 惊慌地瞥了他一眼 楚清清忍不住恐惧地发抖 他知道 这个服务员一定会把他供出来的 楚清清看着服务员慌张的表情 冷冷道 不用我多说吧 纸条是谁让你送的 服务员深深低着头 身体抖得如同筛糠 一言不发 你知道我的身份 惹到我 怎么也不比热到那位 让你送纸条的人好半分 说着说着 楚清清声音中 染上一丝威胁的意味 谁不知道 今天楚甲这么大排场 就是为了黑楚清清清证明 惹楚清清一个假千金 想到这里 服务员狠心抬头 色缩着开口 是 是楚清清小姐让我送的 话音落下 室内真落可闻 一时间 所有人惊讶的目光 都聚集在楚清清一人身上 后者脸色惨白 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不是我 不是我 他怨恨的目光落在服务员身上 似乎下一秒就要扑上去 掐住服务员 目光很快转向楚清清 楚清清慌乱地解释 妹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绝对没有害你的心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楚清清唇唇角让开一抹笑意 突然举起纸条 质地有声道 这纸条上面的落款 只有一个储字 服务员又证明 这纸条是清清送的 那可能是 我们大家都误会了 楚清清听见他的话 心里觉得不对劲 但听见误会二字 他猛点头 期待地看着楚清清 等待着他的下文 清清 你和欧阳子玲的事情 为什么连我们都瞒着 爸妈都是开明的人 不会因为欧阳子玲 和我们家门不当互不对 就反对你们在一起的 第141章 大小杰才是恋爱呢 楚清浅安抚一般 冲着楚清清笑了笑 不顾后者呆若目击的神色 抱歉道 大家都散了吧 本来是清清和欧阳子玲 要在这里约会 是我阴差阳错走错了房间 才闹出这个笑话的 听完 独在门前的宾客 也算是恍然大悟了 纷纷离开 原来楚清清和欧阳子玲 是一对呢 我就说 怎么落款 只有一个储字 真让人误会大了 就是啊 不过这欧阳子玲 看起来一表人才的 虽然家事比不上楚家 单看样貌 两个人倒是也相配 对 不论怎么样 还是祝福他们 能跨越障碍 顺利美满 听着周围人议论着离开 言语中大部分都是祝福 楚清清脸上血色褪去 脑子嗡嗡作响 他和欧阳子玲 他怎么可能和欧阳子玲 那个败类 可是一切百口莫辩 为时已晚 他总不能公开说 自己陷害楚清浅 这哑巴亏 只能硬生生吃了 丽眼形站在人群侧边 从他的视角 能看清楚楚清清脸上 每一个表情 他垂眸侧身让人 看出几分端倪 他薄唇微敏 脸上是异味深长的表情 人群散开 利婉宁站的腰酸背痛 听说203传出的动静 和楚清浅有关 他被吓得一颗心 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事情过去 这才松了一口气 毕竟挺着大肚子忙了一天 现在又站了这么久 身体肯定吃不消 楚清浅看着他有些苍白的脸色 连忙扶着他在椅子上坐下来 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没事 利婉宁深吸了一口气 拍拍楚清浅的手 道 道是你 是不是被吓到了 声音中满是歉意 今天是我没有仔细排查 酒店里的服务员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楚清浅心中有些愧疚 道 好好的一个宴会 被我弄成这样 只是一个小插曲 今天的宴会也快要结束了 还算圆满 利婉宁笑着摸了摸肚子 感受里面的小生命 轻轻道 今天肚子里的宝贝很乖 说话间 两人面前忽然多出一片阴影 楚清浅和利婉宁 同时抬头疑惑地看过来 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男人 全身上下穿着定制的高档西服 面容不是那么英俊的夺目 但多了一丝成熟男人的气息 不过 这人给楚清浅一种说不明白的感觉 总之很不舒服 利婉宁愣了几秒 挣扎着站起来 声音中是难以言喻的惊喜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楚清浅被他剧烈 想要起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连忙按住他 婉宁姐 男人也连忙制止他的动作温柔道 对 老婆 你辛苦了一天 现在就好好休息一会儿 反正我人现在在这里 又不会消失 有他这句话 利婉宁明显得到了安慰 挪开一点位置 拉着男人坐下来 脸上声音中满是关心 你今天不是还在开会吗 难道 你是赶着时间坐飞机回来的 说着 他脸上满是心疼 很累吧 男人拉着他的手 轻轻摇头 不累 只要能见到你 一切都值得 话音落下 不远处传来一声嘲笑 楚清浅抬眼看过去 只看见丽眼行的背影 男人静静站在那里 不知道站了多久 丽眼行似乎对自己这个姐夫 很不屑一顾 丽婉宁仿佛对这一切都习惯了 突然想起来什么 他转头 看着楚清浅 不好意思笑道 清浅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是我老公 也就是多多的爸爸 何栋 顺着看过来 何栋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冲他点头礼貌汗手 算是打招呼 从何栋出现的时候 楚清浅一直闻到一种莫名的香水味 谋底闪过一丝猜疑 楚清浅不动声色地笑着问道 何先生身上的香水味很别致 我以前对香水有过一点研究 但也猜不准具体是哪一款 是日本松原先生设计的夏日松雪吗 文言 何栋脸色微不可查地将了几秒 清浅 你闻错了吧 或许是刚才哪位宾客身上的香水味 比较持久而已 历晚宁解释道 我老公从来不喷香水 可能是下午坐飞机时 蹭到了别的乘客身上的香水味 不说这些了 老婆 我还没看见多多呢 借着老婆的话头 何栋十分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还提到多多 真是营造了一个好父亲形象 旁观者清 楚清浅这才明白 可为什么丽眼行对这个姐夫那么反感 那正好 清浅 我们一起去找多多吧 正好你也可以再深入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历晚宁主动提出来 楚清浅也没有推辞 点点头跟在夫妻俩后面 何栋小心翼翼地搂着历晚宁往前走 历晚宁脸上满是笑意 称笑道 没事 你不用这么担心我们 宝宝很乖的 不会乱提我 两人看起来柔情蜜意 只是何栋的心里 恐怕又是另一番想法吧 楚清浅暗暗想着 不知不觉到了多多房间 小男孩此刻安静坐在沙发上看书 历晚宁上前揉了揉儿子的脸 声音温柔 儿子 你看看谁来了 何栋上前 脸上满是笑容 伸出手准备给多多一个拥抱 但出乎意料 多多只是淡淡的老他一眼 然后理都没理 自顾自地低头看书 何栋半蹲在地上 伸出去的手 僵硬地停留在空中 下一秒 多多竟然放下手中的书 直接下了沙发 蹭蹭蹭地小跑过来 抱住楚清浅的腿 场面一时间无比地尴尬 何栋善笑着收回手站起来 然后往沙发上一坐 面容有些忧愁 看来还是因为我不常回家 和儿子的声疏了 听着语气中对自己的责怪 历晚宁连忙拉着丈夫的手安慰着 你知道的 多多天生就是这样 不是你的错 文言 何栋十分受用 感动地将历晚宁搂进怀中 而同样听了这句话的楚清浅 心里却十分不舒服 这贺动到底给历晚宁下了什么迷药 让历晚宁对自己摆一摆顺的 第142章 孩子怕跌 不过两人的互动 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 楚清浅全当自己多想了 他斟酌了几秒 婉宁姐 既然这样的话 我先带多多去别的房间看看吧 对她的情况 我需要单独观察 并且试着沟通 这样啊 历晚宁有些诧异 犹豫地看了一眼贺动 感受到历晚宁的目光 贺动故作大放开口没事 老婆 既然这位小姐能治好多多 那我慢慢再来看 多多也是一样的 她扶着历晚宁站起身来 对着楚清浅点头示意 唇角擒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 那我们就先出去了 麻烦楚小姐了 没事 楚清浅看着贺动 心中的不舒服感越发强烈 贺动这个人给她的感觉 其实很像欧阳子凌 但不同的是 贺动比欧阳子凌 更有张狂的资本 看着两人离开 楚清浅三步并坐两步 上前锁住门 这才安心地回来 在多多面前坐下来 看着她 小男孩居然笑了笑 唇角扬起的弧度很浅 但还是被楚清浅捕捉到 多多宝贝 你跟阿姨说 平时妈咪对你怎么呢 多多犹豫了几秒 说出今晚的第一句话 妈咪对多多很好 楚清浅眉间染上几分喜色 多多愿意和她交流 这让她的了解过程 变得十分顺利 那爹地呢 多多喜欢爹地吗 听到这个称呼 楚清浅敏锐地捕捉到 多多脸上一闪而过的神色 她一愣 这是恐惧 反应过来之后 她看见多多开始 小幅度地颤抖起来 小肩膀一耸一耸地 眼眶瞬间红了 多多不怕 阿姨在这里 楚清浅连忙伸手抱着多多 右手轻拍着小男孩的背柔身哄着 多多不想说就不说了 怀里的小男孩 像是在寻求安抚一般蹭了 蹭他的脖梗 半嗓 多多吸了吸鼻子 声音中还带着一丝鼻音 出人意料地回答了 爹地对多多不好 多多讨厌爹地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很难向外人交流 更何况是让他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说出这句话的多多 显然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小小的脑袋 埋在楚清浅温暖的怀抱中 轻轻抽气着 楚清浅心中大概有数了 他垂眸掩盖住 眸底一闪而过的冷意 伸手轻轻顺着多多的背 没再问下去 十几分钟后 多多呼吸声变得均匀 楚清浅轻手轻脚地抱起他 并且把他放在床上 细心地盖好被子之后 用手小心翼翼地 抹掉他脸上的泪痕 心中五味杂沉 谁也不知道 这个孩子在不为人知的背后 到底经历了什么 想起多多先前说的话 楚清浅脸上全无笑意 他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身后的立婉宁立刻迎上来 清浅 怎么样 多多的病有得治吗 在楚清浅和多多待在一起的 这半小时内 立婉宁事无巨细地 将楚清浅可能治好多多的事情 告诉了贺栋 贺栋站在立婉宁身边 同样是十分期待着 楚清浅的回答 这个还不能确定 楚清浅斟酌了一下语句 不动声色地看了贺栋一眼 不过孩子的病情 基本上都是和父母有一定关系 婉宁姐 我可以和贺先生单独谈谈吗 这 意料之中 立婉宁脸上满是为难的表情 我老公刚回来 会不会 没事的 贺栋安抚一般 拍了拍立婉宁的手 正好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老婆 你先回房间里休息 我和楚小姐谈几分钟后 立刻过来找你 好吗 也好 立婉宁这才答应 点头道 多多的事情 你是该多了解了解 那我先过去了 贺云点头 上前在立婉宁额头上亲了一口 依依不舍地看着立婉宁离开 让你见笑了 立婉宁彻底离开之后 贺栋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着楚清浅 楚清浅毫不在意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多多的行为 多多对你很抵触 贺先生知道是为什么吗 可能是因为我太久没回来了 孩子对我这么生疏也是正常的 贺栋声音中满是担忧 心痛地继续道 怪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生疏和抵触是不一样的 楚清浅看着贺栋过重的表演痕迹 心中疑虑更深 多多刚才的动作完全是很抵触你 正常来说 在生疏的父子也不会这样 楚清浅顿了顿 语气不善 况且我一提到你 多多的反应就十分激动 好像在叛逆一般 多多到底是看见贺先生 你做了什么 才会对你这么恐惧抵触呢 话音落下 室内是真落可闻的寂静 楚清浅紧盯着面前的男人 不放过他脸上每一个微表情 贺栋顿了几秒 脸上的笑意淡了些 楚便不禁一般回答 楚小姐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贺栋虽然常年不在家 但对多多 对婉宁的爱 丝毫没有半分造假 如果楚小姐对这都质疑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脸上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笑意 楚清浅一时看不出来 哪里不对劲 今天就麻烦楚小姐了 但如果楚小姐所谓的治病 就是挑拨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 那么恐怕 这个治疗方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贺栋直接下了逐科令 所以楚小姐请回吧 多多的病 我会继续联系国外的专家 就不劳烦你了 话都说到这里了 楚清浅再赖在这里 倒是显得不合时宜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贺栋 勉强扯出一丝礼貌的笑容回答 治疗多多的病 是我给婉宁姐和多多的承诺 似乎和你无关 所以贺先生恐怕无权干扰我的选择 楚清浅妈撒着手中包包的袋子 声音听不出喜怒 无视了贺栋变化莫测的脸色 他轻笑一声 我先回去了 麻烦替我和婉宁姐问候一句 说着 他没在等贺栋回答 拿着包包静止抬脚离开 身后 贺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半上 他面目扭曲了一瞬 暴怒着踹了一下旁边的椅子 转头盯着楚清浅离开的方向 谋底是显而易见的音质第143章 心中满是对贺栋毫不压抑的反感 贺栋刚才那番话 处处在阻拦他继续了解多多的病情 由此看来 这其中果然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刚出了酒店 楚清浅站在大门外 仰头看着稀稀利利下起来的小雨 自己在进房间前 就给两个哥哥发了消息 让他们先走 现在看来 自己恐怕得淋雨出去打车了 想着 楚清浅正准备将包顶在头上小跑出去 然而下一秒 一把伞撑起来 正好为他挡住吹进来的雨水 楚清浅一愣 下意识回头 利眼形撑着伞上前 棱角分明的侧脸 好看极了精致的五官 在他脸上 仿佛是上帝精心雕刻出来一般 男人转头对上他的目光 那双胀黑的毛子注视着他 沉静 柔和 让人愈发捉摸不透他此刻的情绪 难辨深浅 我送你回去 这样的举动 对于楚清浅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叹 他也不推辞 顺从地点点头 车子在雨夜中前行 车内一时间寂静无声 楚清浅清了青嗓子 率先打破空气中的安静 我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我怀疑多多的病 和贺动有很大一部分关系 出乎意料的 利眼形并没有太大反应 车里播放着悠扬的民谣 清凉温婉的女生 如同小河糖水一般 流淌在这个不算狭小的空间内 楚清浅忽然觉得很安心 这条路 再长一点该多好 反应过来自己的这个想法 楚清浅被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看着利眼形 发现后者专心的开车 没有半分猜透他想法的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贺动常年不回家 多多的这个爸爸像是没有一般 多多缺少父爱 确实是关键原因 利眼形解释道 每一个专家都这么说 原因清楚了 但就是对治疗束手无策 文言 楚清浅却是摇头 没有这么简单 他把自己的怀疑统统说出来 我怀疑多多对贺动的抵触 更多是因为 他发现了贺动的什么所作所为 又不愿意说出来 小孩子心性单纯 憋在心里日积月累 就成了心病 我只是想要再查一查 关于贺动的从前 或者在国外的私人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的 听完这些话 利眼形面色凝重 听起来不无道理 以他的了解 贺动不仅不顾驾 在做人方面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样的人在利家 只能是一个大毒瘤 现在想着 也是时候把这个毒瘤清扫出去了 早就对贺动积怨已久 利眼形没有过多思考 轻斥了一声 声音中满是冷意 这件事情 我会让人去查 结果最好是 让贺动彻底滚出利家 车子缓缓在楚家门口停下 楚清浅推开车门下去 敏纯犹豫了几秒 向利眼形道谢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用客气 利眼形修长白皙的手指 在方向盘上 有一下眉一下的轻敲着 突然想起什么 他顿了一下 我尽量在今晚 把贺动的精力汇总 明天可能要麻烦你 帮我一起提取有用的信息 没问题 楚清浅都没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 笑得嘴角都压不下去 那我先上去了 点头目送他离开 利眼形才调转车头驶出院子 在路上就拨通了助手的电话 去查一下贺动 在多多出生后 在国内外的所有经历 利眼形声音微冷 越详细越好 第二天 天气一如往常般阳光明媚 最近轻松了许多 楚清浅起了的大早 在躺椅上晒了灰太阳后 才慢吞吞地去洗漱 换了一件舒服的浅色运动衫套装 他把长发随意地 在脑后挽了个丸子头 整个人看起来青春洋溢 十分有活力 临近中午 云庭和楚军庭一大早就离开了 现在倒是也不怕利眼形他们针锋相对 楚清浅利落的上车记好安全带 利眼形递过来一份厚厚的纸质资料 楚清浅接过来翻看着 听着身旁男人低声开口 这是贺动所有的经历 需要筛选掉一些没有作用的 文言 楚清浅点头 专心致志地看着文件 上面的记录从好几年前开始 贺动在国内的行程倒是勉强正常 楚清浅看了几分钟就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个同样的地方 亚安山庄 楚清浅皱眉道 这是什么地方 听起来像一个旅游地点 对吧 利眼形握着方向盘的手上 轻筋抱起 冷笑一声 道 我今天早上去过 其实就是一个私人住宅 在多多出生的一年前才建造起来 是贺动名下的财产 但里面住着一个女人 文言 楚清浅眉头一跳 就是你想的那样 利眼形声音中满是嫌恶 我让国外的企业负责人 抽空去国外那个同样叫做亚安山庄的人 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住着一个外国女人 文言楚清浅有些诧异 没想到贺动完这么花 国内外各包养一个 而且照这样来说 贺动在国外也并非忙工作了 而是拿着利家的钱 在外面花天酒地找女人吧 关键是 他在利婉宁面前仍然是好老公的典范 对他的背叛 利婉宁浑然不知 想到这里 楚清浅忍不住为利婉宁打抱不平 像利婉宁这样出挑的家世 样貌和性格 按理说 不应该喜欢上贺动这样 要家世没家世 要样貌没样貌的男人吧 深深叹了口气 唏嘘不已把贺动赶出利家 应该靠这个信息就够了吧 身为一个女人 最不能接受的 应该就是丈夫的背叛了 正准备把文件放下 楚清浅耳边 传来男人斩钉截铁的否定声 远远不够 楚清浅一愣 什么 按照我对我姐的了解 她不会相信的 花音落下 楚清浅也瞬间想起了昨晚上的场景 她提起贺动身上的香水味 是暗示的意味很明显了 然而利婉宁却主动替她开脱 是真的以为是误会 还是利婉宁其实什么都明白 故意避而不谈 目的就是维持这份摇摇欲坠的感情 第144章 真相败露 想到这里 楚清浅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可是利婉宁对她很好 像亲妹妹一样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步入火坑 无论如何 哪怕是有了孩子 贺动都不是一个良配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即将整理出来的信息 利婉宁又该如何面对 到了利家 利婉宁不在 听保姆说是和贺动一起去逛街了 楚清浅把文件一页 一夜拆开铺满桌子 两人迅速开始整理时间线 把里面不对劲的行程 着重拿出来 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楚清浅把没用的文件放在一边 总订书机将整理出来的文件装订好 郑重地摆放在桌子上 他此刻感觉很不真实 除昨天他姗姗来迟地赶回来之外 多多每年的生日宴会 他不是在酒吧就是KTV 楚清浅忍不住在心里破口大骂 简直太不是人了 他每次都发消息告诉婉宁姐说 在忙工作 其实都是在忙着花天酒地 花音落下 大门处传来栗婉宁十分轻松的笑声 什么花天酒店 楚清浅看过去 看见栗婉宁刚好换完鞋进来 贺栋寸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脸上挂着温柔笑容 单看外表 还真是个柔情似水的好丈夫 楚清浅在心底唾骂了一声 面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倒是栗眼星一点也没有掩饰 身旁的低气压显而易见 他冷冷地盯着贺栋 眼神里满是轻蔑 栗婉宁过来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这是怎么了 他拉着贺栋在沙发上坐下来 看见栗眼型的神色 有几分想要护着丈夫的意思 楚清浅气不打一处来 为栗婉宁的一无所知感到气氛 又为贺栋惺猩猩作态的嘴脸 恶心不已 他直接将桌子上的文件推过去 栗婉宁疑惑地拿起来 翻看了几秒 令人惊讶的是 他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才翻开几页 他就把文件扔回桌子上 楚清浅诧异地看着他 婉宁姐 这些文件没有造假的成分 贺栋这些年在国内外干的好事 全部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你就没有一点气氛吗 文言 栗婉宁身旁的贺栋脸色一变 连忙拿起文件 匆匆扫了一眼 脸色大变老婆 这不是真的 我发誓 虽然我这些年确实没赚到什么钱 但我一直洁身自好 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贺栋一字一句 听起来无比真心实意 甚至在栗婉宁面前 直愣愣地就跪了下去 栗婉宁面色难看 你干什么 起来 老婆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知道这些年我常年在外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 但我今年 不 从今天开始 我就留在家里 不离开你们母子了 贺栋举起手来发誓 语言十分激烈 栗婉宁沉默可几秒钟 最后突然站起来 拿起桌上帝文件 看了几秒钟 她三两下就把文件撕成了几半 栗眼形看着她 眸底是几乎压不下来的怒火 姐 你还在自欺欺人 像贺栋这样的人渣 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吗 栗眼形紧盯着她 语气接近质问 你不是一无所知 你只是不愿意相信 可是现在 这个你自己编织的梦 是时候该醒了 别说了 栗婉宁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不去看弟弟失望的目光 陈生道 这份文件上的内容 我们一个字都不信 老公 你起来 贺云面色一喜 正准备站起来 哪成想下一秒 一个小小的身影扑过来 狠狠撞了她一下 她身形不稳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多多挡在立婉宁面前 恶狠狠地看着贺栋 我不准 你待在妈咪身边 我讨厌你 你滚出去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包括坐在地上的贺栋 她脸色微不可查地沉了几分 但还是讨好一般 坐起来想拉多多的手 多多警惕后退 转身抱住立婉宁 用立婉宁平时哄她睡觉的语气 有样学样道 妈妈乖 离这个坏男人远一点 她说要设计害你 给我找一个新妈妈进门 可新妈妈对多多不好 她会打多多 多多说出来的话 让立婉宁如遭雷击 脸色煞白的 狠狠愣在原地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像小大人一般的儿子 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该哭还是该笑 她从来没有听过 多多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想到什么 立婉宁眸色一冷 她气息不稳地 再问了一遍多多 多多 你跟妈咪说 谁打你了 多多的眼泪 一下子巴达巴达落下来 像是迎人可多年的委屈 一瞬间爆发 这个坏男人 以前经常带我 去一个大房子里面 见一个坏女人 那个坏女人掐我的手 还打我的脸 让我不准哭 立婉宁气到双手颤抖 眼眶一下就红了 多多为什么不告诉妈咪 这个坏男人说 如果我告诉妈咪 她就会让妈咪一无所有 立婉宁心痛到几乎窒息 不是这样的 多多 你为什么这么说爹地 事情不是这样的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贺洞张牙舞爪的 想要起来捂住多多的嘴 闭嘴 立婉宁终于爆发 尖叫起来 她转身拿起包包 劈头盖脸地扔在贺洞脸上 你居然敢纵容别的女人 打我儿子 贺洞 你这个畜生 你不是人 立婉宁的包包拉链没有拉上 这么一扔上去 里面的口红 镜子 手机等一系列物品 噼里啪啦地落地 室内一片寂静 楚清且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立眼形紧紧皱着的眉头 终于有了几分松动 本来听着多多的话 她自己都忍不住要动手了 立婉宁的这个反应 也止住了她的动作 贺洞直接被打猛了 她愣愣地看着立婉宁 捏入着嘴唇解释 真的不是这样 她慌张地伸手 想要去拉多多 多多 你跟妈咪说 你记错了对不对 爹地怎么会说那种话 够了 立婉宁挺着大肚子 本就不能长时间站立 她有些身形 不稳地晃了晃 楚清且下意识站起来 想要去扶她 第145章 她不会有事的 立婉宁抬手制止 苍白地对她笑了笑 但是这勉强扯出来的笑容 比哭还难看 清且 对不起 让你看笑话了 楚清且欲言又止 最后什么也没说 叹了口气摇摇头 贺洞 这些年来 我其实什么都知道 国内外的两个金安山庄 投入资金巨大 我也绝口不提那些钱的去处 立婉宁一字一句说得无比艰难 她闭了闭眼睛 狠狠咬着舌尖 才让自己清醒地继续说下去 可我从来没有拆穿过你 你衣领上的唇印 和身上的香水味 我统统装作不知道 不过就是因为 念着从前那份感情 其实这一切 都只是我在苦苦地支撑 立婉宁低头 脸上的表情 由痛苦变到疲倦 只是多多是无辜的 你伤害她 我绝对不能忍受 这场可笑的婚姻 就到此为止吧 但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 全部给我一分不少地还回来 最后一句话说完 一滴眼泪从她眼角落下 她毫不在意地抬手抹去 明天 咱们上法庭解决 听到这句话 贺洞脸色 由白转到铁青 你不能这么做 老婆 贺洞声音带上哭腔 像是害怕失去一切一般 扑上去抱住立婉宁的腿 我错了老婆 你看在肚子里 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看在我们夫妻 这么多年的情谊 原谅我一次吧 立婉宁转身 伸手用力地掰开她的手 眼眶红得不可思议 一字一顿道 别这么叫我 我觉得恶心 贺洞愣愣地 看着立婉宁无情的背影 因为挺着大肚子 她走得很慢 名利 权势 财富 地位 贺洞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娶了立婉宁 如果立婉宁 真的闹到起诉 那么难看的地步 她不仅一无所有 还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这和要她的命 有什么区别 立婉宁这个贱人 就是想要逼死她 贺洞垂下的手 逐渐钻紧 眼底满是心红 下一秒 在所有人的 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贺洞猛然从地上爬起来 朝着立婉宁风跑过去 立婉宁完全没有料到 只觉得脑后一阵剧痛 贺洞从后面揪住她的头发 在她被迫仰起头来的时候 仰起手毫不犹豫 就是重重的两巴掌 巨大的惯性 让她控制不住地往后倒去 立婉宁甚至来不及扶住什么 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之后 一阵巨大的恐惧感 从她四肢百骸 疯狂地蔓延开来 孩子 她的孩子 反应过来 楚清浅和立眼形 都同时跑上前 然而还是晚了一秒 立婉宁狠狠摔在地上 她抽搐了一下 疼痛剧烈地从全身蔓延开来 痛得叫不出声音来 她瞳孔有些涣散 感觉有什么东西 从她的腹中开始流失 楚清浅大脑一片空白 她强行稳住身形 跪坐在立婉宁面前 看着她快要陷入昏厥 楚清浅伸手掐住她的人中 婉宁姐 不要睡过去 深呼吸 不要怕 楚清浅重复着这句话 和她的声音交叠的是 背后贺洞被立眼形一拳一拳 使劲猛力砸下去的声音 伴随着贺洞的哀嚎 和骨头断裂的声音 立眼形 楚清浅气息不稳地大叫一声 先救人 立眼形颤抖地放下 扬在半空中的手 她的手背被砸得亲子犯血 几乎麻木地颤抖 她一言不发地 迅速转身 弯腰抱起立婉宁 两人小跑着出了别墅 多多早就被佣人带回房间 只留下客厅里一地的血迹 和半死不活的喝洞 医院 立婉宁迅速被推进手术室 看着手术室里亮起的灯 立眼形颓然地靠着墙 只觉得空气吸入肺腔里 都疼得发色 她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手 上面满是血迹 有立婉宁的 有鹤洞的 也有她自己的 楚清浅咽下一口口水 刚才一路地奔跑 让她喉咙中满是铁心味 她看着男人颓然地滑倒在地 平时情绪难以外露的人 居然像个孩子一样 将脑袋埋在臂弯里 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楚清浅愣了几秒 眼眶忍不住红了 她知道立婉宁 对于立眼形的重要性 她走上前去 半蹲在立眼形面前 拿出只认真擦着她手上的血 连指甲都认认真真的擦着 然而根本擦不干净 只能让看起来 不那么鲜血满布 立眼形抬起头来 眉梢眼角全是疲惫 她没流眼泪 只是眼睛红得不像话 她定定地看着楚清浅 而楚清浅也没说话 安安静静地和她对视 下一秒 立眼形突然抱住她 将脑袋埋在她肩上 身体小幅度颤抖着 楚清浅就着半蹲的姿势 让她抱着 犹豫着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背 轻轻回到不会有事的 有我在 哪怕进鬼门关了 我都会把她拉回来 立眼形抱着她的力度紧了紧 像是又怕失去她一般 感受着彼此源源不断的体温 两人紧绷着的神经 随着时间终于慢慢放松下来 楚清浅有些不自然地 推了推立眼形 轻声道 我进手术室看看情况 这家医院和天网医学实验室 有些关联 她去找院长申请 应该可以得到进去的资格 文言 立眼形这才有了反应 也没有多问什么 点点头 声音嘶哑 谢谢 这里有我在 你不用太担心 贺东那边的事情 还等着你去除脸 楚清浅拉着立眼形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 她很想让立眼形振作起来 婉宁姐现在需要我们 你不能垮下 知道吗 她不可能让婉宁出事 听到这句话 立眼形涣散的目光 才重新聚焦起来 她定定地看着她 突然弯腰紧紧抱住她 猝不及防的又一个拥抱 不同于先前那种迷茫中 寻求安抚 这个拥抱坚实而又温暖 是两个人之间莫大的鼓掌鼓励 楚清浅有些不太适应 犹豫了几秒钟 却还是没有把她推开 此刻 能够鼓励到她的人 只有自己 立眼形在她耳边轻声说 我先回去 这里就拜托你了 第146章 一条人命 她站直身体 没再说什么 目光沉沉地看着 依旧亮起的手术室灯 三步并坐两步 转身离开 而他们都没发现的是 手术室走廊镜头拐角处 一双眼睛注视着 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目送着她离开之后 楚清浅半分也不敢耽搁 轻车熟路地找到院长办公室 得到许可之后 她按照正规医生的数前准备 做好充分准备后 进入手术室 跟在旁边的护士 脸上满是不忍心 孩子没能保住 丽小姐失血过多 再加上自己也没有了求生意志 现在情况很危急 即使近来前有过心理准备 亲耳听到这些话 楚清浅还是忍不住心口一通 这个丽婉宁姐弟俩 期待无比的小生命 还是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现在危急时刻 容不得她悲伤 楚清浅立马上去查看 丽婉宁的情况 直到医生脸上的汗水擦了又擦 糖水一般根本擦不及 楚小姐 怎么办 许根本止不住 医生咽了一口口水 转头瞄了一眼一气 上面的每项树植 都在剧烈下降 现在的心跳接近于无 恐怕 有我在 她不会死 楚清浅接过手术刀 眼底满是镇静 她答应过丽眼行 哪怕丽婉宁进了鬼门关 她也无论如何 要把丽婉宁拽回来 丽婉宁 多多还在家里 你知道你死了之后 她会经历什么吗 贺栋可以以父亲的身份 强制法院 将孩子的抚养全判给她 楚清浅手上动作不停 麻利又迅速 吓得每一刀都精准无比 身旁的医生震惊地看着 几乎无法用语言 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 她会变成杀人戾气 但这个年轻女人 一边说话一边下刀 没有丝毫分神 收稳得不可思议 到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会打她 丽婉宁 如果你听得到 肯定会想孩子的舅舅会护着她 脑海中浮现出 丽眼形红着眼眶 束手无策的样子 楚清浅顿了顿声音 轻声道 可是你不在了 她比任何人都不好过 什么都让她一个人背负的话 太不公平了 所以 快点醒过来吧 最后一句话落下 丽婉宁眼角流出一滴滚烫的泪水 仪器竖直上来了 快加氧气 鞋也止住了 现在进行伤口缝合 手术室里的护士医生 纷纷惊呼起来 迅速传递药品进来 另一边 丽家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贺动才缓缓睁开眼睛 全身上下 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丽眼形每一拳 都像是要把她往死里砸 想起自己的行为 贺动脑子被刺激地清醒了一下 一阵恐惧 从心底涌上来 如果丽婉宁有什么三长两短 丽眼形一定会杀了她的 贺动忍着痛从地上翻身爬起来 嘴里满是血腥味 她吐出一口混着断牙的血 正准备离开 忽然想起什么一般 她转身上楼 得带上那个赤里爬外的小兔崽子 关键时刻应该梦派上用场 拧开多多的房间门 她不由分说 拽起多多抱着往下走 多多被她浑身的血 吓得一动不敢动 只紧紧闭着眼睛颤抖起来 贺动刚出大门 就和丽眼形撞了个阵阵 你别过来 准备一辆车送我去机场 让我安然无恙地离开 否则我就杀了这个小兔崽子 贺动把多多放下 从兜里拿出一把 刚才顺路顺过来的水果刀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还没来得及把刀底在多多脖子上 丽眼形柱跑过来 迅速一个飞踢踹在她手腕上 多多也反应迅速地跑来 躲进丽眼形车里 贺动捂住骨折的手 痛得跪在地上哀嚎不止 丽眼形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杀人一般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居然连多多都要利用 她眸色极冷 毫无温度的字句 从她薄唇中吐出 你在国外犯下的罪行我 已经交给警察可 以后的日子 你就在监狱里度过吧 我会情人好好关照你的 话音落下 警笛声响起 贺动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像一滩烂泥一般 摊在地上 晕了过去 医院内 楚清浅悬着的心一点点放下 丽婉宁现在的情况 她接过药品 在立婉宁还没有缝合好的伤口上道出 刚道出一点 正准备继续道的时候 她猛然止住动作 拿起药品仔细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东西 楚清浅历声询问低药的护士 里面的药和药品本身不符合 要被换过 护士大脑一片空白 刚才她去拿药时 放在桌子上的药就是这些 她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人换过 另一个护士 发现这边的状况 二话不说 我重新回去拿 不过几秒钟 护士拿着正确的要回来 还好一切有惊无险 顺利结束手术后 楚清浅筋疲力尽的 靠在墙上喘了一口气后 直奔监控室 在路上居然遇到楚云婷 了解情况后 楚云婷小跑着 和她一起来到监控 监控里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 鬼鬼祟祟的拧开两个药品 把里面的药互换 楚清浅脸色阴沉 一拳砸在桌子墙 咬牙切齿 楚清浅 两人跑下大厅 楚清浅一眼就看见 可正准备离开的楚清浅 她一枪怒火无处发泄 上去揪住楚清浅 就是一巴掌 楚清浅被打懵了 没反应过来 楚清浅咬牙 你平时什么小动作 我都可以绕过你 但这次 你差点害了人命 我没有 楚清浅咬死了不承认 泪眼汪汪的 看着楚清浅身旁的楚云婷 哭道 三哥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害人 她哭得像得累人 可是却看不出半分害怕后悔 满口都是紧张地为自己争辩 我们在监控里都看见了 楚云婷冷冷回答 声音中满是失望 楚清浅 你还在狡辩什么 第147章 给她介绍男朋友 监控 楚清浅呼吸一致 她特地找了和医院里护士们 统一的护士服换上 戴着口罩和护士帽 全身上下基本上被遮得 严严实实地 只露出了眼睛 想着也是抱着几分侥幸心理 觉得楚清浅不至于医术高明道 发现一瓶小小并且这么相似的药物被换了 也觉得即使发现了 也不可能通过监控 发现这个人是自己 可谁知道 楚云婷居然在这里 即使楚清浅认不出来 楚云婷也绝对不会看错 想到这里 楚清浅只觉得额头上的冷汗 刷的一下就落下来 心中涌上一阵慌乱 三哥 或许你看错了 我真的没做过这种事情 楚清浅还在试图狡辩 余光看见一旁 努力压抑着怒火的楚清浅 她哽了一声 继续说 妹妹 真的不是我 非要把所有证据 都摆在明面上来你 才肯承认吗 楚清浅握紧了手机 下一秒怒气冲冲地打开手机 把里面的照片展示给她看 她上前两步 一只手拽着楚清浅的领子 一只手把手机拿得更贴近楚清浅 压低声音咬牙开口 夹杂着怒火的声音几乎颤抖 你知道你换的是什么药吗 如果我没发现的话 历婉宁可能会因为 你换的这个药而死 楚清浅 平时无论你怎么针对我 我都只当你是因为我回来 而觉得失去了一切 而心里不平衡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一次 楚清浅深吸一口气 牟底是几乎压抑不住的怒火 楚清浅近距离看见她的脸色 心脏在胸腔中狂跳 她从来没有看见 这个平时情绪不怎么外露的便宜妹妹 发这么大的火 一时间呆住 楚清浅闭了一下眼睛 勉强压下心里的火气 继续说 这一次 你是在杀人 最后一句话落下 楚清浅彻底慌了 她张了张嘴 颤抖地抓住 楚清浅拽着她领子的手 又看向对面的楚云廷 楚云廷脸上满是失望的神色 偏过头去不想看她 三哥 楚清浅被吓住 脸上血色尽数褪去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一时间昏了头 妹妹 我求你 话还没说完 楚清浅突然松开手 后退几步和她拉开距离 冷冷地看着她 这句对不起 你该和那个差点被你害的人说 说完 她转头看了一眼楚云廷 向她点头示意了一下 最后一个眼神都再也没有 落在面前的楚清浅身上 随即抬脚离开 她一秒钟 都不想和楚清浅待在一起 看着楚云廷 似乎也要跟着楚清浅离开 楚清浅的眼泪 大颗大颗掉下来 她愣了一秒钟 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拉住楚云廷的衣袖 三哥 对不起 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爸妈会伤心的 楚清浅声音中满是哭腔 脸上的眼泪来不及抹掉 又急二连三地落下来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三哥 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好吗 楚清浅死死拽着楚云廷的袖子不放 眼神里满是哀求 楚云廷犹豫了几秒钟 最后还是回头看她 楚清浅满是稀奇地盯着她 其实对于这个 好歹叫了她二十多年哥哥的人 楚云廷怎么样也没办法 毫不留情地拒绝她 轻叹了一口气 楚云廷转头 说 我不会告诉爸妈的 但以后的事情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 她抬手使了些力气 把楚清浅的手扶下去 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时的大厅里 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冷冷清清 偶尔有几缕带着寒意的风吹进来 楚清浅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看着楚云廷离开 垂在身侧原本颤抖的手 逐渐攥成了拳头 天渐渐黑了下来 楚家别墅内灯火通明 庸人将最后一个菜端上桌子 将灵秀笑眯眯地 对着楚清浅温柔地开口 清浅 这几天忙坏了吧 我特意让他们炖了些补汤 快尝尝 说着 她拿起勺子 亲自给楚清浅 成了满满一碗汤 够了够了 香气肆意 楚清浅顿时觉得暖到了心里 她笑着接过碗 谢谢妈 和这边温馨的场景形成对比 楚清浅在这次晚饭中 一反常态地安静极了 一直埋头吃着米饭 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一般 连一个眼神也没有递过去 察觉到楚清浅的不对劲后 楚鹤对江灵秀使了个眼色 目光中有些担心 江灵秀反应过来 犹豫了几秒后 看向楚清浅 关切道 清浅 你心情不好吗 突然听见自己的名字 楚清浅吓了一下 手中的筷子猛地敲击在晚上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她下意识看了一眼楚清浅 因为心里很担心 楚清浅会把那件事情戳破 所以不敢看太久 她战战兢兢地收回目光 甘笑了一声道 没有啊 妈你别多想 看她这个样子 哪里像没事人 江灵秀心中有了一些数 在宴会上那件事情 她后来也听说了 想了几秒后 她宽慰地说 清清 欧阳子凌那件事情 我和你爸也听说了 总之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不要觉得尴尬 既然互相喜欢 就好好相处 欧阳子凌帮过我 想着也不是什么坏人 楚清浅脸色一僵 打破这个局面的 是楚军廷的突然开口 既然清清都谈恋爱了 那清浅也得加快速度了 楚军廷是军人 说话一向直来直去 不卖关子 她看向楚清浅 郑重道 清浅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也不陌生 就是上次你帮忙看病的那个人 默默喝汤的楚清浅愣了一下 猝不及防地被呛了一口 嗨嗨 介绍 不用了二哥 他叫郑业 是一个世家公子哥 但家事不重要 主要是我了解他的人品 他绝对不是玩弄感情的轻浮的人 如果你和他谈得来 我对他还是放心的 楚清浅的反驳 被淹没在江灵秀惊喜的话语中 这个人 我也是听说过的 君廷 不如你把人约出来 和清浅见见吧 第148章 被打断的道白 楚清浅端着碗 听完江灵秀的话 简直目瞪口呆 他略带幽怨地 看了一眼对面的楚清浅 后者没有打算为他说话的意思 只是憋笑一般 回看了他一眼 一场莫名其妙的相亲见面 就这么被楚清浅和江灵秀 一拍集合般安排好了 听见手机叮咚一声响 他默默放下完 清浅 我把正夜的照片发给你了 时间就约在明天吧 楚清浅办事效率一向很高 楚清浅甚至还来不及反驳 他就连具体时间和地点 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二哥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也不必这么着急 楚清浅企图再挣扎一会 谁知道江灵秀接过话头 转头对他轻声说 清浅 我知道 你不用通过相亲这种方式 也可以找到好男人 但妈心里还是担忧着 正夜算得上绅士 你们互相了解一下 哪怕不能进一步 也可以当朋友 说到这里 楚清浅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点头时间一晃 就到了楚军廷说定的时间 相亲地点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 楚清浅一如往常一般 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 画了一个简单的妆容后赴约 踏进咖啡厅 楚清浅又点开 和楚军廷的聊天界面 看了一眼正夜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见眉心目 隔着屏幕 都能看出一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息 其实他对于这张脸不陌生 为了避免自己认错人 他还是确认了几遍 没走几步 楚清浅感受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他下意识看过去 目光恰好和不远处的男人撞上 楚清浅愣了一下 脸上瞬间挂上一个礼貌的笑容 随即上前伸出手有些局促的 和这个男人握了握手 抱歉 来晚了 这个男人正是他这次的相亲对象 郑叶 问完 郑叶笑了笑 那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息 瞬间消失 整个人变得亲切起来 楚小姐不用这么客气 我和军廷是最好的朋友 更何况你对于我 还有救命之恩 楚清浅笑了笑 在椅子上坐下来 然而两人都没有发现 在不远处的另一个位置上 一道目光正注视着他们 两人毕竟不是很熟悉 寒暄几句话之后就冷场了 但郑叶依旧在努力找话题 楚清浅觉得有些尴尬 恨不得立马离开这里 就在他苦苦思考着 用什么借口离开时 他手中捧着的杯子 突然被人抽走 他愣了几秒 下意识顺着拿杯子的修长白皙的手 看过去 一张熟悉的面容 猝不及防进入他的视线里 李 楚清浅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李眼形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别有生意的 原来楚小姐推掉和我的合作 就是为了来相亲啊 他特意将尾音拖长 随即转头看向郑叶 礼貌道 这位先生 真不好意思 我和楚小姐这次的合作很重要 你们的相亲时间恐怕要延迟一些 说着 他拉起楚清浅就走 走之前还回过头 来给了郑叶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李眼形走得很快 楚清浅几乎是小跑着才跟上 停下后 他喘云了气 对着李眼形惊喜道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他斟酌了几句 我的尴尬表现得很明显吗 不过这次谢谢你帮我解围 李眼形看着他真挚道谢的表情 有些被噎住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了张嘴 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转身就走 楚清浅站在原地 看着突然离开的李眼形 有些疑惑 酒吧内 沈飞正开了一瓶酒 还没来得及喝 就看见李眼形抽着一张脸 大步走进来 哎哟 李大少爷这是怎么了 他熟练地把酒递过去 看着李眼形仰头喝了一大口 有些诧异的挑眉 有句话说得好 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李眼形放下酒瓶 抬手擦掉嘴角的酒渍 脸上的表情 在酒吧闪烁的灯光下 显得晦涩不明沉默了几秒 他颇有些郁闷的开口 今天我在咖啡厅看见他了 他居然在和别的男人相亲 相亲 沈飞有些玩味地勾了勾唇 又给自己开了一瓶酒 身旁有利少这么个有钱又有严的男人 他还去相亲 沈飞嘖嘖了两声 问 然后呢 被我打断了 李眼形脸色越来越臭 他居然还跟我道谢 我 话说到这里 李眼形突然顿住 他为什么要打断呢 为什么楚清前给他道谢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不爽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沈飞都看在眼里 物资笑了笑 提醒道 你再不愿意承认 你自己喜欢他的话 他可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一语道破李眼形心中的困惑 不知道为什么 李眼形觉得 自己心中那团模糊不清的雾 瞬间消失了 他应该告诉楚清前 自己的心意吗 见李眼形神色动摇 沈飞鼓励道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听到这里 李眼形最后一丝犹豫 瞬间消失 夜色笼罩大地上最后一丝光芒 餐厅内 李眼形亲自点燃最后一只蜡烛 旁边的服务声正在拉着小提琴 昏黄暧昧的场景下 流淌着悠扬的小提琴乐声 与此同时 有人推门进来 高跟鞋踩在石木地面的声音逐渐静了 李眼形看过去 正好和女人有些迷茫的视线对上 楚清前看着面前隆重的烛光晚餐一般的布置 有些忙 你这是 先坐下 李眼形为他拉开椅子 随即在他对面坐下 瞅瞅犹豫了几秒 李眼形看着他欲言又止 楚清前脸上满是疑惑 其实 我今天约你 就是想告诉你 李眼形心一横 正准备说出那四个字 然而下一秒 小提琴声音骤断 接着传来肉体落地的声音 一旁拉小提琴的服务员突然倒在地上 开始抽搐 两人同时一愣 楚清前反应过来 立马上前急救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 才叫来救护车 把服务员顺利送进医院 重新坐回位置上 楚清前看向李眼形 突然想起来 对了 你刚才想说什么 有了刚才那个小插曲 李眼形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 又被扫空 犹豫了几秒后摇头 没什么 不重要的事情 第149章 喜欢就去追 楚清前有些困惑地看着李眼形 随后又看了一眼男人 她的脸上神情明显不对劲 但听到回答没事 她也不好继续追问 没事就好 我还以为你 请我吃饭 是有事情要商量 在灯光的照射下 李眼形有些紧张 平时她在商场上杀法果断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的如此笨拙 李眼形为了缓解尴尬 把话题转移到她的病情方面 我其实 想问问的我的病 目前进展如何了 原来是想打听关于中毒的事 楚清前悬着的心 放回了肚子里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在找根源了 李眼形没想到进展如此之快 两久后 她喉咙上下滚动 从嘴里蹦出了几个字 谢谢你 她盯着楚清前的面容 越发看得入迷 目光舍不得挪开一下 李眼形表面很平静 但内心波动不已 楚清前注意到 眼前男人脸色发红 可房间里的温度不高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 顿时脑海里 生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加了一口菜 在嘴中猛然咳了几声 随后连忙随便扯了个理由含糊过去 没事 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了 我已经习惯了 楚清前心一横 暗暗地想 一定要早一点帮李眼形找到解药 及早帮她清除体内的毒素 你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相信 很快就有解决的方法 这两天 如果你有不舒服的情况 要及时和我说 我也好对症下药 楚清前想起还在医院的李婉宁 她有些不放心 话风一转 你姐姐这段时间 恢复得怎么样了 男人轻声开口 她好多了 不过心病还虚心药医 一起去看看李小姐 楚清前主动提议出 一起去医院看望李婉宁 后者欣然同意 饭后 两人并肩离开 去了停车场 李眼形很绅士地 主动为楚清前 打开副驾的门 还不忘叮嘱一声 小心头 男人将手扶在门框上 动作显得既小心 又有些笨拙 他从来没有为别人细心 到如此地步 楚清前缓缓开口 礼貌回应 谢谢 医院的楼下很空旷 绿化做得也好 一群儿童病房的小孩 在嬉戏打闹 如果我侄子 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就好了 楚清前声音坚定 一定会的 两人刚走进医院大厅 在走廊上 楚清前就看到了 一张熟悉的脸 楚军廷 二哥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楚军廷一步上前 拉过楚清前的胳膊 用只有两人 能够听见的声音 开口质问 你怎么和这个男人 一起来医院 二哥 我来探望朋友 楚清前直言不讳 随后又撇向 站在身旁的利眼形 你先进去吧 我一会儿进来 两个人看起来 熟落又亲密 利眼形看了一眼 楚军廷 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二哥 你生病了 你怎么也在医院 楚军廷摇头 我没事 来探望几个训练受伤的兵 别转移话题 在相亲局上 就是这个男人 将自家妹妹带走的 今天又在医院 看到了两人在一起 这让他这个 做哥哥的很担忧 你和利眼形什么关系 两个人的关系 楚清前微微一顿 他是我的一个病人 楚军廷点了点头 原本紧锁的眉头 心底的一口气松懈下来 你以后利利眼形原点 我看他不简单 你以后和他相处谨慎些 我知道 楚军廷还是不放心 这个失而复得的妹妹 是掌上明珠 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特别是男女之间 感情上的事情更难说 二哥你放心 我和他两个人只是朋友 合作伙伴关系 楚军廷听到 眼前女人的解释 又看了他一脸坦诚的样子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那好吧 记得我刚刚给你说的话 我怕你受到伤害 楚清前心中暖暖的 放心吧 二哥我会注意的 行了 不要让他们等太久 去吧 病房内 多多病情已经恢复很多了 之前多多谁也不愿意理会 就算利眼形叫他 他也不说话 但现在 他会主动地和利眼形 一起看童话书 也算是他亲近人的一种方式了 看到这一幕 楚清前有些欣慰 他这段时间的治疗 终于起作用了 一旁躺在病床上的利婉宁 整个人也有精气神了 浅浅 你来了 快坐 利眼形时去地 给楚清前让开位置 示意他坐下 利小姐 你现在就应该保持心情舒畅 这样才有利于病情恢复 放心吧 我对那个男人的心已经死了 现在不会做出傻事了 而且 我还要照顾多多 楚清前重重地点了点头 又站起身 给利婉宁检查了一下身体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又叮嘱了几句 好 我会注意的 话音刚落 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 将他的思绪 拉回到了现实里面来 楚清前将手机从包里拿出来 扫了一眼上面的来电显示 是寻白白打过来的 看来是有紧急的事需要自己处理 楚清前嘴唇微扬 略微抱歉地开口道 我出去接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寻白白很着急 浅浅姐 出事了 我有事和你商量 你现在方便不 楚清前环顾了一下四周 他知道在医院里不易谈论工作 不仅打扰病人休息 还容易泄露内容 毕竟人多眼杂 你等一会儿 我马上过来 随后 他讲电话挂断 随后又进了病房 利小姐 我还有事 改天再来看你 浅浅 有什么事你就去忙吧 这里有医生和护士照顾 你放心吧 利衍行起身 你要去哪 我送你 楚清前摆摆手 不用 他拒绝得很干脆 利衍行的脸上 多了一份失落的神情 这一切都被利婉宁看在眼里好了 人都走了 不要看了 如果你喜欢他 就大胆地去追 第150章 品酒大赛 离开医院好一会儿 楚清前的车 也开进了博纯酒庄的停车场 下车 他直接把车钥匙扔给了博车小弟 他的身影慢吞吞地出现在酒庄主楼 寻白白已经急不可耐地迎了上去 师父 你可算来了 想死我了 看到心心念念的师父 寻白白脸上的惊喜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平日里 那个雷厉风行的女孩 这会儿整个人几乎挂在了来人身上 如同一只树袋熊 酒庄里的熟客和服务人员 看到这一幕已经习以为常 一些不曾见过这等场面的顾客 多少有点意外 寻白白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作为经常光顾博纯酒庄的顾客 自然很清楚 别看他性格开朗 为人又活泼可爱 其实 真正能让他如此放松的人没有几个 起码这样黏人的模样 他们没见过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寻白白对一个女孩这么上赶着 不过 被寻白白黏着的女生 显然也不容小觑 光是他那份气质就很是亮眼 走 我们去里面聊 博纯酒庄主楼三楼的私人雅阁里 寻白白端了杯淡粉色的酒递过来 这是我最新研究出来的一款特条 你尝尝看看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楚清前挑了挑眉 结果杯子抿了一口细细品味 味道还不错 只是层次感略微不足 多加点柠檬试试 寻白白点了点头 随后从包里抽出一封信 这个你看一下 楚清前结果看了一眼 国际品酒大赛 是的 玫瑰国际 信封落款出的署名 惹得楚清前多看了几眼 寻白白没看 明白他在想什么 也没说话打扰 过了半想 楚清前慢吞吞地开口 对方就给了封信 可还有说什么 对方很诚恳地打了电话沟通 想要承接我们酒庄 举办此次的活动 价钱和条件方面都好说 要求就是要让评委 和调酒师兵质如归 寻白白一五一十地 把对方的话多交代清楚 内心有些蠢蠢欲动 国际赛事的举办 一定程度上利益大于弊 对于博纯酒庄而言 无异于一场国际上的 免费宣传 千载难逢扩大名气的机会 身为华夏人 能够承接这种国际赛事 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骄傲 这次的品酒大赛 汇集了全球各地的 调酒大师和饕铁们 绝非寻常那种 小打小闹的比赛 到时候比赛当天 一定会有专业的记者 过来全程追踪报道 指不定还会搞直播 博纯酒庄不差这点热度 可也需要有机会走向国际 心中的伟大蓝图 逐渐勾勒成形 寻白白 却并未强加自己的想法 与楚清浅 楚清浅手指捏着信指 目光深沉了不少 按理说 博纯酒庄的名气 还不至于大到国外 都知道的程度 可对方偏偏就看中了他们 这其中只怕是 他拖着下巴 捶着眼瞼 不知在想什么师父 明是在担心 玫瑰国际 选择我们另有所图 楚清浅明明没有细说 寻白白 却也看出了他心中的担忧 他也不是傻白甜 这会儿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 顿时坐不住了 起身道 我给玫瑰国际那边 打个电话 不用 既然答应了 再去拒绝没道理 反而会让人对我们 酒庄诟病 好 寻白白拍了拍自己的脑瓜子 有些傲慢 有话和我说 他还在自责 那头楚清浅的话语 就杂盘而至 师父 我也想参加这次的调酒大赛 代表博纯酒庄 想清楚了 楚清浅坐在沙发上 换了个姿势 翘着二郎腿 姿势无比地随意放松 嗯 想清楚了 寻白白拍着胸脯 神情无比严肃震惊 好 拿个第一名回来 好 我尽力 我相信你 对自己一把手 交出来的徒弟 楚清浅完全不担心 寻白白阳光十足地笑了下 薄唇阳的高高的 好心情都写在脸上 好 我一定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 他的话说得铿锵有力 正好 我今天有空 给你调一杯 话音刚落 寻白白激动地抱着他 眼睛一下子睁大 真的吗 真的吗 楚清浅笑意清俊 捏了捏寻白白的脸 假的 那我这就去让人 把要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师父出马 寻白白兴奋的心脏 都快要跳到嗓子眼里 说着 他便要起身出去 楚清浅抓住了他的手 从沙发上起身 不用 我过去 可是这会儿人挺多的 我怕你会被围观 寻白白深知 他的性子 不喜欢被陌生人围观 想到这 抬眸担忧问了一嘴 那我走了 不想尝一尝 师父 我要尝 好不容易有机会 品尝高手的手艺 绝对不能错过 下了三楼的雅阁 来到主楼旁边的建筑 不同于主楼的安静和高雅 这边热闹了不少 不过来来往往的宾客 也都是高雅之人 博纯酒庄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认识楚清浅 即便他来这边不多 新聘用的工作人员 不太清楚他身份的 看到身后的寻白白 也都明白 楚清浅的身份不简单 老板 吧台里面的调酒师 冲楚清浅点了点头 你忙你的 我调杯酒 说完 他熟忍的在吧台里挑选着工具 吧台里 高新聘用的调酒师 和楚清浅各占据一边互不干扰 握了握衬手的调酒杯 楚清浅勾传一笑 手里的动作快得 让旁边的调酒师 都停了下来观看 目之所及 只能看到银色的调酒杯 和各种的酒瓶 在他手中旋转灯光下 酒瓶和调酒杯 投射着不一样的颜色 手上动作绚烂 楚清浅的脸上 却从容又自信 吧台前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围了一堆人 几乎都是女生 一个个放着光 眼睛都不舍得炸一下 没多久 装着浅蓝色液体的高脚杯 端到了寻白白面前 这液体变成了紫色 楚清浅笑着 将酒推到了寻白白面前 道 尝尝 寻白白双手端着杯子 神情慎重 轻轻抿了一口 浓郁的果香 夹杂着鸡尾酒的鱼香 在口腔里的冲荡 久久让人回味 第151章 大师就是大师 好喝吗 吧台前围观的顾客 目光落在寻白白手中的 高脚杯上 恨不得亲自去品尝 这里面有麦芽糖的感觉 还有果香 还有一种 我品尝不出来 尝了几口 寻白白成功地 说出了其中几种味道 总感觉有一味 没说出来 很特别 师傅 还有一种是什么味道 楚清浅笑了一下 眉眼极深 却并未透露答案 慢慢想 想到了告诉我 刚刚我操作的过程 都记住了 自己操作一遍 寻白白 他沉默了 刚刚师傅的操作太快了 他全程都不敢动 生怕错过一个环节 可是还是没能完全记住 我先走了 你好好想想 明天我再过来 楚清浅扭了下手腕 手环绕在胸前 脸上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寻白白嘴角一抽 龙肝巴巴地挤出来一句 师傅 草帅了 他刚刚就应该 用手机拍下来了 楚清浅已经走出把台 背对着和他挥手 寻白白嘟着嘴 好不委屈 果然是师傅 这种大佬的做事风格 他学不来 楚清浅的离开 让把台这边彻底沸腾了 麻烦给我也来一杯 刚刚那一款鸡尾酒 被为以重任的南条酒师 盯着寻白白手里 还没喝完的特调 沉默了 我也要一杯 不能品尝到 寻白白手里那一杯 他们也想要点 一杯铜款来尝尝 一个个顾客 朝着把台涌了过来 不过秩序 倒是一点也不乱 耳边嗡嗡嗡的点单声 南条酒师这会儿 都觉得 自己头和耳朵 有点晕乎乎的 乌泱泱的一堆顾客 都要点寻白白手中铜款 他表情有一丝丝的崩裂 深吸了一口气 退后一步 对着众人鞠了一躬 随后很惭愧地 看向众人说 抱歉各位 刚刚那一款 我没看明白 顾客们 他面前的寻白白 神TM没看明白 他也没看明白 真的做不了吗 那刚刚那个小姐姐 什么时候还会来 看得到闻得到 可是就是喝不到 众人的好奇心 越发的爆棚抱歉 他是我们的老板 不负责调酒 现场一片惋惜声 果然师父还是最爱我 南条酒师和顾客们听了 莫名被扎心道 走了 辛苦了 寻白白端着不舍得 喝完的特调 拍了拍调酒师的肩膀 回到住所 刚开门坐下 楚清前手机里 多出来一份文件 正是他要的 品酒大赛出席人员名单 看着送来的资料 他脑子同一时间 也迅速做出判断 他嘴角勾着笑 表面看着心情不错 但实际上 仔细看 他的眼底没有效益 果然来者不善啊 光是评委名单 就有几个硬茬子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果真不是那个 容易吃得下的 楚清前手搭在大腿上 手指有节奏的敲击 身体往沙发上靠去 整个人放松下来 一瞬不瞬的抬头 看着天花板 把这些都撤掉 一大早 博纯酒庄主楼一楼 涌进一堆人 熬了一夜调酒的寻白白 这会儿才爬起来 迷迷糊糊的出现 一晚上没睡 寻白白身上 还穿着昨天那套衣服 脸上的妆容都化了 师傅 我可太难了 寻白白做事 要拉着楚清前撒娇 你先去收拾一下自己 晚些我过来 打发走寻白白 楚清前继续同装修队负责人 说起计划好的流程 和布置细节 偌大的薄纯酒庄 实在太大了 无数的工作人员 都在忙碌着 主楼的地毯 全被撤了出去 换了一批全新的灰色地毯 整个薄纯酒庄 被大刀阔斧地布置着 楚清前一边吩咐着 身体后退 猛不丁后背被撞了一下 不疼 只是硬硬的 还带着点温度 突如其来的碰撞 险些让他摔倒 腰上多出来一只手 控制住了 他即将摔倒的身体 楚清前被吓了一跳 回头看到身后的男人 安定下心来 腰上的那只手 及时地攻开了 男人退后一步 走到他身旁 冷冽又好听的嗓音 在耳边响起 怎么不叫上我一起 厉眼形一双深邃的眼眸 正专注地看着他 那嗓音透露着关心 楚清前转头 眼睛对上他的目光 迟一了半想后 拉开了一步距离 男人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 转瞬即逝 我可以忙得过来的 这本就是博纯酒庄的事情 我怎么能麻烦你 麻烦 厉眼形声音低沉 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察觉到自己刚刚说话 似乎有些过于强硬 楚清前咳嗽了一声 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今天怎么会过来 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今天早上有点胸闷气短 厉眼形握紧拳头 又虚弱地咳嗽了一声 开了口 语气里孕着虚弱 不过这会儿好多了 楚清前扭头看过来 一双好看的双眸 忽明忽暗 让人看不透 不过他倒是没怀疑厉眼形的话 他的身体他看在眼里 你先去那边坐一会儿 我马上过来 满头大汗 手上又灰扑扑的 他这副模样 还真是得打理打理 不着急 厉眼形乖乖地 找了个位置坐下等人 我看看 几分钟后 楚清前回来了 把手给我看看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楚清前叹了叹他的脉搏 看着男人的脸 浅浅地眯了一下眼 只副碾过他的心口 男人眸底沉了又沉 嗨嗨 没事 你先坐着缓缓 这会儿条件有限 也没办法给他做个全面检查 好 楚清前刚起身 厉眼形也跟上 不是让你坐着 他一回头 男人的手指突然触碰到他的脸 手指温热的触感停留在他脸上 脸上有脏东西 厉眼形不紧不慢地摊开手 露出手里的小纸线 楚清前看了一眼他的手 还没有说谢谢 他的声音就又传了过来 久装地布置我和你一起 不用 你多休息 这里有我足够 说着 他的手勾了一下脸上的头发 被拒绝了 厉眼形却并未离开 他反倒是走进一步 低谋看着他的眼 我也是博纯酒庄的合作商 国际品酒大赛这么大的事 我有责任出面 他的声音过分温柔 却又带着无法抗拒的坚持 好 那你帮我一起看他方案 体力活他也做不来 既然他坚持 楚清前也就随了他 第152章 静在咫尺的红唇 这个放这里就好 全身心投入在酒庄的主楼布置中 楚清前忙着忙着 全然忘记了身旁还有一号人物 把那一块的挡板挪过去 楚清前轻力轻微地 安排着工作人员 嗓子几乎没停过 厉眼形跟在他身旁 全程尽收眼底 他拧了下眉心 语气多了心疼 你先歇息一下 交给我 不用 不累 此次国际大赛的举办 对于博纯酒庄而言 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考验 马虎不得 他属世不放心 你又和我见外 他很不喜欢楚清前 什么事都扛在自己身上 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并不好受 男人脸上的血色又淡了几分 手指苍白 一张俊脸上没什么太大的情绪 浑身的气场冷冽了几分 楚清前转头恰好看到这一幕 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没再继续推辞 把手中的方案递给他 交给你了 我去谢谢 他笑得眉眼弯弯 立眼形接过方案表 轻轻地N了一声 脸色总算是没有之前那么难看 浑身的冷冽也逐渐消融 他低眸看着楚清前的背影 压制着眼里的情绪 忙碌了一上午 酒庄主楼客厅焕然一新 灯具全换了一个样式 地毯西数换成了防华的中午休息时间 立眼形并未离开 而是留下来和楚清前用午饭 博纯酒庄的餐厅该有的厨具 都是一应俱全的 跟随楚清前出现在餐厅 餐桌上摆满了好几样精致的午餐 却无一例外都是重口味的 立眼形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 捂住自己的胃 这些年因为身体的缘故 她的饮食都主打清淡 这种重口味的饭菜 从未出现在她的饮食清单里 可既然楚清前喜欢 她也想尝试尝试 不等她拿起筷子夹菜 她面前多出一个托盘 托盘里面放着好几样清淡的食物 每一份碟子里的分量都很小 楚清前将托盘推到了她的面前 别看了 那些不是你的 这些才是你的 意外的特殊照顾 惹来立眼形嘴角的幅度变化 尝尝 同一张饭桌 完全不一样的菜系 楚清前面前都是重口味的菜品 却是一些青粥小菜 对比之下有些可怜 味道应该还可以 试探性的尝了一口 立眼形眼神亮了一下 这些是我让人按照你的饮食习惯 提前准备打 味道虽然比不上立家的厨师 不过应该还行 薄纯酒庄的厨师 可是她当初花了大价钱挖过来的 这厨艺怎么也得过得去 好吃 谢谢 托盘上的食物很快没了三分之一 立眼形刚准备继续吃完 面前多出来一只手 楚清前伸手挡住了她的动作 你都喂别吃那么多 现在差不多了 立眼形挑了下眉 心脏跳动的频率又加快了 她一直在关注自己 否则她怎么会知道自己吃的分量 还能及时地阻止自己 男人白皙的脸上浮现一抹红 并不太明显 楚清前也就没注意到 午饭过后 楚清前把人带到了休息室 喝点茶润润味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花茶 你尝尝看 还没品尝 鼻尖就有一股花香 立眼形道谢结果 很好闻 我很期待味道 楚清前笑了笑 端了一杯茶也坐在沙发上 她并没有坐在单人沙发上 而是自然而然的 就在立眼形的身侧坐下 两人之间就两个拳头的距离 她一坐下来 沙发上的男人身体立马紧绷了一下 连带着端着杯子的手都不动了 呼吸声都放缓了不少 两人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她的心跳加速 鼻尖除了杯子花茶带来的清香 似乎还夹杂着她身上淡淡的清香 很好闻 也很独特 不像是市面上的香水味 这花茶还有吗 我想买一点带回去 立眼形主动挑起话题 楚清浅转头过来 两人目光交汇 眼里都带着淡淡的笑容 一起共事了一上午 楚清浅对立眼形 也没有之前那么的客客气气 有 待会我给你装一些带回去 正好对你的身体也有帮助 多谢 话题戛然而止 两人端着各自的杯子 慢慢地品尝着 期间你一言我一语的的 虽然也都是一些闲聊 内容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但是氛围却很和谐 立眼形肉眼可见的 多了不少笑容 如果可以 她更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楚小姐 立眼形再次开口 可这次却没人回应 屋子里静悄悄的 耳边传来浅浅的呼吸声 突然 立眼形感觉自己肩头重了不少 扭头一看 楚清浅睡着了 耳边是她均匀的呼吸声 鼻尖是好闻的香味 立眼形把手中的杯子 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目光重新落在她的脸上 睡着了的楚清浅 和清醒的她有些反差 这会儿的她 很温柔很甜静 白静的脸看上去焦焦软软的 少了清醒时候的锐利 从她的角度去看 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张脸 试探性地伸出手去对比了一下 才发现 她的脸竟然只有她巴掌那么大 手心靠近她的脸 能够感受到温热的呼吸 不由自主地凑近脸去 还没等她实现 门被推开 门外进来一人 总裁 架着金丝眼镜的腾风出现 她手里还抱着几份文件 看样子很着急 小心点 立眼形的温柔 顷刻间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严峻 总裁 这几份文件急需要您过目 先放着 出去 肩膀上的可人突然N了一下 立眼形赶忙回头 还好 人没醒 立眼形的目光 就停留在了助理的脸上 目光凌厉 总裁 我先出去了 腾风被瞪得缩了缩脖子 赶忙点起脚尖出去了 身体靠在门外 深呼吸 刚刚那一瞬间 她感受到了总裁身上浓浓的杀意 房间里 立眼形的目光再次变得温柔 一双眼睛炼焦极了 极具侵略性的目光 一到女生水润的唇上 第153章 差点清上 之前立眼形并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楚清浅 如今两人脸几乎贴着脸 这么近的距离 她能够清楚地看清 她脸上的小绒毛 可可爱爱 直冲击到她心坎上 瞳孔里倒映着她一张绝美的容颜 近在咫尺的呼吸勾的立眼形 本就躁动的心更加激动 瞧着那张唯独的红唇 她下意识地俯身 唇盼即将贴近楚清浅的红唇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还差一点距离 楚清浅却突然醒了 她睁着有些朦胧的眸光看着她 眸光有些涣散 正正地问着 你怎么离我这么近 差点耍流氓的立眼形浑身动作僵了一下 总觉得心里的小九九快要藏不住了 这会儿 这场面也确实有一丝尴尬 她尴尬地挠了挠头 想随便找一个理由搪塞过去 我 你脸怎么了 来不及想那么多 楚清浅的注意力被她脸上的红给吸引了 她赶紧起身 凑近她的脸 看 呼吸静地喷在了她的喉结上 你别动 楚清浅捧着她的脸 亲眼看着她脸上的红一点点蔓延 从脸部 到耳朵 再到脖子 这 不对劲 楚清浅声音缓缓 夹杂着担忧和严肃 你躺好 在这里稍等我一下 好在博唇酒庄里 备着一些医药品 在这里躺 立眼形看了眼房间 挑了挑眉 眸色微沉 楚清浅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她的身体状况上 没有往别的层面去想 一本正经的道 你这脸红的不正常 我必须给你检查一遍 说不定是身体里的毒又开始不老实了 转而又想到 她似乎是有点洁癖在身上的 赶紧又补充 你放心 这不脏的 每天都有人打扫消毒 立眼形却没动 还是低眸看着她 我去取点东西就回来 楚清浅眉眼认真 你别乱动 一分钟不到 楚清浅再次回到房间里 立眼形已经乖乖地躺在沙发上 她淡笑 把医药箱放在地上 掏出听诊器给她看了看 没察觉出什么问题 我按压检查一下你的身体部位 说着 她的指尖直接放在了她的身上 男人一双桃花眼微眯 眼烧泛红 别紧张 放轻松 她的声音很严肃 雨落 她就把手放在了男人的肚子那里 用手掌轻轻按压了一下 疼吗 不疼 这里呢 按压了几个部位 立眼形都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就是那身上的红还越来越明显了 怎么这么奇怪 那毒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变态的吗 楚小姐 房间里安静极了 直到立眼形开口 打破了楚清浅的沉思 她挑眉 用眼神询问 立眼形只能是咳嗽一声解释 我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你刚刚离我太近 我有点不太适应 哦 这样 所以你这纯粹是害羞的 楚清浅意识到自己误会了 也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 她身体里的毒素作祟 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会儿 还有闲情意志 和她插壳打混 她非但没觉得尴尬 反而还觉得有些兴起 没想到 堂堂的立氏集团总裁 私底下竟然如此的纯情 还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怎么办 她越是这样 她心里的小怪兽 就忍不住想要放出来了 脑海里一产生这个邪恶的想法 她也这么做了 立总 你不会是没有过一点感情经历吧 不然怎么这么纯情 被戳中真相 立眼形的脸又红了 楚清浅故意凑近 温热的呼吸喷在男人的脸上 修长的手指落在男人的胸口 姿势暧昧得很 颇有种女流氓的既视感 寻白白那边 找人没想到 一打开门就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瞪得圆圆的 一直在等自家总裁空出来的腾风 也顺势跟了进来 看到如此暧昧的姿势 手机砰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天哪 她看到了什么 她就不该在这个时刻跟进来的 师父 我看你不在雅阁 还以为 找我什么事 楚清浅淡定地收回手 丝毫不见害羞 我和你再聊聊 你先去雅阁 我马上到 寻白白前脚离开 楚清浅收拾好医药箱 和另外两个男人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也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丽眼形和腾风 没了楚清浅在 丽眼形温柔的气势荡然无存 一个眼神冲着腾风刀了过去 语气极冷 合同的事 是 腾风都想跪了 我现在签 签完合同 公司那边临时需要丽眼形到场 她只能和楚清浅说了一声 先离开酒庄回公司 出了酒庄 腾风一脸犹豫的 丽眼形知道 她有事要说 停住脚步 定了身形 长身玉立问道 有事就说 总裁 您和楚小姐 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不该问的别问 腾风抿唇 赶紧闭嘴不问下去 与此同时 薄唇酒庄内 寻白白刚刚才从震惊里缓过神来 她此刻也好奇得很 一双眼睛疯狂地闯动着 她也想要问自己师父和丽眼形的关系 可是她不敢 刚刚不是说 要说品酒大赛的事情 哦 对 寻白白赶紧正经起来聊正事 八卦的心思早就被抛之脑后 国际调酒大赛如约而至 九点出头 博纯酒庄就已经车流涌动了 各式各样 各个圈层的人进进出出 热闹得很 酒庄的停车场里 停放了无数的豪车 放眼望去 法拉利 保时捷这种豪车一辆接着一辆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顶级豪车 停车场俨然化身成为一场豪车 battle地 光是看停车场的这个阵势 就能够想象得出 这一次的品酒大赛 规格有多高 参加品酒大会的人 身份有多高贵 酒庄早已经把人员都培训过了 楚清浅特意弄来了人员名单 事先调查过嘉宾的喜好和避讳 提前给员工们开过会 又提前演练了好几遍 以便做到万无一失 出了停车场 就是博纯酒庄的大门 大门左右两侧 站满了工作人员 各个身穿着整洁的制度 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 您好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所有的流程都很是顺滑 工作人员每个都精气神十足 第154章 准备周全 这家酒庄的氛围是真的好 除了环境 这体验感也绝了 嘉宾们被带进住所 看着酒庄忙碌的工作人员 点评到一辆黑色的车子 驶入博纯酒庄的停车场 一金发闭眼的中年男人 从车里出来 他一出现 立马就引起了同行嘉宾的瞩目 几乎大家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罗先生来了 被叫做罗先生的人 正是此次品酒大赛的主要评委 罗斯 圈子里有名的品酒师 也是调酒师 罗斯一出现 组委会的人都想要过来打招呼 可转而想到 罗斯的性情还是收敛了 罗斯环视了一圈 定定的看了周围的环境半想 眼尾带着深意 走吧 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 罗斯出现带来的轰动 个个都只是看了一眼 随后又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罗斯迈开脚步往入口走去 和对邀请函的工作人员 伸手阻拦了一下 言语礼貌 麻烦出示一下邀请函 您里面请 工作人员面色没有太大的波动 丝毫没有因为对面的人身份尊贵 而区别对待 转而又继续接待下一位 罗斯挑眉 回过谋去看站的笔直的工作人员 他刚刚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 除了刚刚负责核对名单的工作人员 门口迎宾的工作人员 也都没有因为他的身份特殊而分心 这一点看似寻常 可却被他注意到了 罗老师 跟随在罗斯身旁的助理 看他愣在原地 还以为是他有什么东西落在了车上 没事 走吧 罗斯一行人进入到了酒庄主楼旁边的建筑内厅 内厅里人影错落 却又井然有序 内厅里 一个身穿统一制度的中年男人走到中间 身后跟着一个推着架子的年轻人 欢迎各位前来博纯酒庄 我们当家的 为诸位都准备了一些薄礼 说着 他一拍手 身后的年轻人 往每个组委会成员身边派发了两个礼盒 一个礼盒里装的是糕点 至于另外一个礼盒则是红酒 组委会的人员都是识货的 一眼就认出了里面的是顶级的红酒 价格不菲 光是一瓶的价格 保守也是五位数 每个礼盒里放了两瓶 这一帮人 每个人都得到了礼物 算下来 起码得六位数 就连见多识广的助理也感叹 这薄纯酒庄的当家人 出手也太大方了 罗斯看后 眼里也多了几分玩味 不过相较于那两瓶红酒 他更多的是 注意到那一盒糕点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每个人收到的糕点 好像有些不一样 旁边的助理看他不说话 目光跟随落在糕点上 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惊讶了一下 老师 这位当家人 是提前了解过 我们每个人的情况 他面前的这盒糕点 有点像是他家乡那边的特产 他也想了好久了 没想到 竟然能够在博纯酒庄这里吃到 还不算太蠢 罗斯拿起一块糕点咬了一口 眼睛里流淌着一丝惊喜 中年男人 让人分发完礼物 随后掩扫众人 时间不早了 诸位奔波了一路 先回房休息吧 罗先生 这是您的房间 跟随工作人员到达三楼 推开房间 一股淡淡的安神香味传来 罗斯鼻尖动了 挑眉 这处小姐 确实有点让他刮目相看了 休整了一会儿 罗斯眉和助理说 反倒是换了深舒服的衣服 在酒庄里晃悠 组委会的人也都到齐了 门口迎接的人 却丝毫没有懈怠 一个个脸上笑容满满 仿佛有用不完的精气神 酒庄花园的凉亭处 坐着几个员工正在休息 见了罗斯出现 一个个起身鞠躬 脸上却一点不慌张 不卑不亢的 罗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突然来了聊天的兴致 你们似乎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都是上班族 难免怨声再到 可今天半天观察下来 博纯酒庄的员工 却个个都元气满满的 丝毫不见颓丧 很满意 在这里 我虽然只是个服务人员 可是却有尊严 做过服务行业的人都知道 服务行业多多少少被人瞧不起 明明都是用自己的劳动 来换取金钱 可是却总是被低看 反倒是在博纯酒庄 他们虽然还是同样的服务人员 可是幸福感十足 待遇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谈及博纯酒庄和楚清浅 几个员工眼睛放光 脸上的崇拜是装不出来的 不仅如此 我们虽然学历不高 可是只要有能力 都可以成为管理人员 我原本是孤身一人 是楚小姐 让我有活下去的理由 员工尼言我一语地分享着 自己在博纯酒庄的感受 这一幕让罗斯彻底动容了 他的眼神明显有了变化 好好工作 博纯酒庄很好 楚清浅也很好 罗斯留下这么一句话 起身离开了凉亭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罗斯心中的震撼 越发的与日俱增 此次选择博纯酒庄没错 选择和楚清浅合作更没错 如果说楚清浅能够收买一个人 十个人帮他树立形象 那他不可能让周围每个人都幸福 这一段楚清浅确实和他想象中的不同 起码这几天他观察到的细节 就足以说明楚清浅的品行和性格 提前做功课了解 每个参赛人员的喜恶 这有心之人都可以做到 可最难能可贵的是有这颗心 或许他可以期待博纯酒庄 今后越走越远 博纯酒庄陆陆续续又迎来了参赛人员 丽眼行一大早便寻了个理由 出现在楚清浅身旁 这两天辛苦了 一楼正厅 楚清浅懒懒散散地靠在沙发上 丽眼行歪头看了他一眼 面露心疼 还能应付过来 反倒是你 怎么又瘦了不少 几天不见 丽眼行似乎又瘦了不少我 不等他说完 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三叔怎么也会在这 三叔 丽眼行神色恭敬 颇为重视眼前的中年男子 严刑 好久不见 瘦了 丽家三叔丽平川笑得温和 同他打了声招呼 转头又看向楚清浅 楚小姐 第155章 作弊 丽平川主动伸手 楚清浅回握住对方 注视着对面的丽家三叔 严为挑了一下 没想到 您也来了 丽眼行态度尊重 中年男人点点头 嗯 听到在国内举办 就跟着一起回来了 这次就不走了 年纪大了 好 您这边请 所有准备事项都在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国际品酒大赛正式开始 选手们都已经早早做好了准备 就差等待入场的时候 进行搜身 为了防止比赛作弊 这是传统规定 楚清浅按部就班的 按照着流程上面走 明明一切都在按照 计划当中的那样进行 可楚清浅总觉得 心里七上八下 他又眼皮也忍不住地跳动 仿佛就像是 有什么超出自己预期的坏事 即将发生 果然就在下一秒的时候 这是什么 随着一声工作人员的惊呼 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全部都看向了那边 楚清浅看着那 快步赶紧跑过去 想要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 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竟然是寻白白 楚清浅诧意的瞳孔微缩 他不相信 寻白白会作弊 工作人员指着他 手里握着一个药片 寻白白选手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身上 会随身携带 比赛竞品的兴奋剂 寻白白一双无辜的眼睛 看向四周 拼命摇摇头 不是的 这个不是我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寻白白年纪小 在这么大的场合 第一次遇到这种 针锋相对的事情 显得有些无措 楚清浅上前一步 解围道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哼 谁不知道 他寻白白和你这个 负责人的关系好 哪怕就算是真带了 作弊用的兴奋剂 恐怕也会被你包庇吧 对啊对啊 这样内幕的作弊 对其他选手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议论声纷纷四起 群情激愤 一时之间 楚清浅和寻白白两个人 都成为了众矢之地 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真是没想到 博纯酒庄 居然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妄图赢得比赛 哼 我看就以这样的人品 办出来的这个展 恐怕也是别有用心 为了提高自己酒庄的名气吧 我这辈子就看不上 用手段计谋刷小聪明的人了 我看博纯酒庄 还是趁早倒闭比较好 罗斯原本只是在远处 期待着活动开始 当发生骚乱之后 也迅速赶了过来 听清楚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男人紧紧皱起了眉 他冷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活动 主办方知道 罗斯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次邀请 怎么可以允许出现这样 让人笑掉大牙的意外发生 罗斯先生 现在出现雷一点以外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 不如您先去休息室里面稍作等待 等处理好了 我们再喊您 罗斯看都没看那中年男人 那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楚清前 楚小姐 我想你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她的语气已经听上去有些许动物 毕竟这样的大型活动 倘若楚清浅讯私情打算作弊的话 实在是令人不耻 要是这位作弊的选手 的确是你的人的话 我倒是觉得 今天所有人在此都成了笑话了 这么攻击力的话 很明显就是已经生气了 寻白白眼见如此 红着眼眶 替自己和楚清浅辩解道 不是这样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兴奋剂的事情 更没有准备过 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小姑娘初入社会 哪里见过这样严肃的场面 细看的话 她的身体都在止不住的发颤 旁边的工作人员板着脸 死到临头还嘴硬 现如今铁正如山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寻白白背这么一吼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眼眶里面的泪水早已决低 蓝也拉不住地哭出声 看上去楚楚可怜 丽眼行作为酒庄的合作商 毫不犹豫 直接夺步走向楚清浅 现在最好的办法 应该是置身事外 不应该把力士也拖下水 楚清浅不明所以地 看着她的动作 心里生出几分诧异 大家暂时先冷静一点 丽眼行清了清嗓子 就开始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男人与生俱来的冷漠 那金贵的气场 此话一出 人群中的喧嚣 竟然直接少了一大半 丽眼行抬头看了一眼 那态度咄咄逼人的工作人员 既然在比赛前夕 翻出了兴奋剂这样的违禁物品 大家都应该 把关注点放到这个上面 酒庄负责人的好与坏 还不至于在这里评头论足 更何况 我既然作为博纯酒庄的合作方 自然而然是相信 不会出现这种恶臭的竞赛方式 大家现如今质疑楚清浅 难道不就是在质疑 我力眼行的眼光吗 男人的这番话说 出口之后 整个会场里面顿时鸦雀无声 那可是力士集团的总裁 如果谁敢顶撞他的话 那除非就是不想活了 在这里 他有确切 足够强大的能力 可以让你分分钟滚出这里 再也找不到工作 力眼行冰冷的眼神 俯瞰着在场的所有人 随后他站到楚清浅的旁边 男人宽大温暖的背影 整个人都照住了楚清浅 女人眨眨眼睛 心下不由的游 生出几番赏识众人无声 结果最后 还是罗斯率先出口询问道 力先生既然这样说的话 那现在 我只想要一个真相和证据 倘若这件事情 真的是遭人陷害的话 那就查清楚 还选手清白 倘若这件事情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品行恶劣的选手 就再也翻不了身 他冷漠且绝情 秉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 寻白白的哭腔 近乎都要收不住 楚清浅出头开始说道 各位 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的一出戏 为的就是让我们博纯酒庄 无法顺利地参加 此次国际品酒大会的活动 路人不羡 在那里看热闹 口说无凭啊 楚小姐 这凡事都要讲究一个证据 你倒是把你的证据给拿出来啊 第156章 早有准备 楚清浅嘴角勾勒出一抹浅笑 看上去骄傲又运筹帷幄 仿佛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证据当然有 楚清浅一声当然有 在场所有人全部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女人的身上 就连寻白白也看向自己的师父 证据就是 寻白白对于兴奋剂药物过敏 根本不能使用 全场听到这句话之后 瞬间哗然 寻白白听到自家师父的这么一番话 也随即愣在了原地 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竟然会对兴奋剂之类的药物 有所过敏 可是师父 他是怎么知道的 寻白白的疑惑 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 就看到楚清浅 掏出了一张 寻白白药物过敏的医院证明 有人又在此刻不服气地说 谁知道 这是不是你提前做好两手准备 就为了洗刷寻白白的冤情啊 现如今铁证如山 还有人不肯相信 这简直就是故意落井下石 虎脚蛮缠 楚清浅看向那人 准备开口说道一番 就听到全场一道柔软 且带着哭腔的声音 响起 是寻白白 寻白白故作坚强地说道 那我亲自来测验一下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幸福了 楚清浅的眸中 划过一丝诧异 他看向寻白白 而后者则回给了他一个 安抚且坚定的眼神 测验接下来 就马上开始 有人寻来了针管 提取出来兴奋剂里面的药水后 直接二话不说地 插进了寻白白的皮肤里面 果然不出所料 寻白白的皮肤 肉眼可见地起了一片红疹 随之而来 伴随的效应 便是呼吸困难 十分急促 楚清浅递给寻白白 一片暂时对抗过敏的药片 随后面向众人 他沉声道 大家既然在此有目共睹 也都应该知道 寻白白选手 的确是对兴奋剂之类的药剂 有所过敏 所以他断然不会做出 这种作弊的事情 众人这才信了楚清浅的话 虽然寻白白通过自己例证清白 可是身上那过敏的原因 还是被迫取消了参赛资格 迫于无奈之下 楚清浅就在此时此刻 突然开口说道 那我来替寻白白上场吧 因为寻白白口声声 喊楚清浅为师父 更何况这场赛制里面 并没有说不能够更换选手的规定 既然都是同一个酒庄 里面的人都均有资格参赛 更何况 寻白白此事事发突然 眼下找个能够补上空位的人 才能解燃没至极 站在不远处的选手里 有个男人听到此话 特别不屑地笑了一声 咋了董哥 旁边的小弟颤巍巍地看向他 而这位名叫董哥的男人 则是鄙夷地看向楚清浅 刚才就出了那样丢人现眼的段子 居然还有脸参加比赛 我要是楚清浅 我就会直接选择卷铺盖回家走人了 小弟善笑 是是 董哥说的是 任何人站在董哥面前都不值一提 要我说 有他没他都是无所谓的 这番话 很明显地取悦了董刘 董刘称的尚是现如今 品酒世家里面的优品子弟 以他的家境 和他那本就出色的品酒技术 使得他整个人 都有种狗眼看人低的感觉 因为刚才已经耽误了些许时间 所以大赛一旦确定下人选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紧开始 第一轮啤酒之后 放置在选手中间的 都是清一色的白酒 几位选手面前的酒杯里面 所成的酒 酒精度不同 而酿造的原料和食肠 也大不相同 诸位选手需要喝下之后 准确地说出 该酒杯里面的酒精度 及原料和食肠 对得多的算是胜利 第一轮比赛 说实话并不难 其实 本场比赛所谓关键 就是在考验人们的品酒量 全场大多数人的目光 基本上都集中 在楚清浅和董刘的身上 董刘虽为跋扈的嚣张子弟 但品酒的能力 实在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而楚清浅所处的博纯酒庄 刚才出了那样的乌龙事件 自然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楚清浅没有丝毫慌乱 像是根本不被 刚才发生的事情所影响 他低着头 一杯一杯地喝着面前的酒 略加思索之间 就已经把全部的酒 都品鉴出个差不多 丽眼行坐在台下时的目光 一直毫不避讳地 赤裸裸地落在楚清浅的身上 灯光打洒在女人身上的时候 丽眼行的心里 止不住地跳动 刹那间 舞台上那灯光 都给楚清浅的身上 披上了一层朦胧又美丽的薄纱 那巴掌大的小脸上 满脸都写着云淡风气 就好像丝毫没有 把这个比赛放在心上 丽眼行看向女人的那双眼眸中 少了几分凌冽的力气 多了几分柔和和欣赏 旁边的罗斯 注意到台上女人精彩的表现 也是毫不吝啬地赞不绝口 第一轮瓶酒很快过去 楚清浅不出所料地获得胜利 而董刘因为最后一杯酒地抽出犹豫 而失去了并列第一的资格 哪怕线下有诸多不服 可是比赛规则就摆在那里 董刘尽管是在有不服的心理作祟 可以不能当场大闹下台之后 楚清浅紧紧皱着眉头 不肯舒展开来 刚当他在比赛途中品酒的时候 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只不过没有声张 酒里面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有工业酒精的味道 按理来说 像这种比赛时作为评选的酒 应当是工作人员经历了层层筛选 和谨慎的对比之后 才会搬到比赛场上的 而且酒中那工业酒精的味道 属实是很小 近乎是让人品尝不出来 所以楚清浅在喝下那一口酒的时候 身形微顿 似乎是有些不敢置信 可他随后越发觉得 那杯酒就是有问题 酒都是从成年老叫的酒厂里面 搬运下来的 所以酒厂里面 自然是不可能会出现 这种工业酒精勾兑的现象 既然察觉到了 就要尽快制止 楚清浅打定主意之后 就火速去找了丽眼行 丽眼行还是那一副 冷漠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哪里还能看见 方才在台下的几分欣赏 和心动的痕迹 我发现 作为比赛时的酒有问题 楚清浅此话一出 丽眼行的眉眼之间 顿时染上了几分谨慎和寒光 酒里面有细微的勾兑工业酒精的味道 被我察觉出来 丽眼行点点头 所以现在 我们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 去酒厂看看情况 第157章 风暴再起 两人给予对方一个眼神上的对视和交流 就当即打定主意 立刻前往酒厂查看情况 丽眼行作为酒厂合作商的身份 给予了很大的便捷 两人轻而易举的 就来到了酒厂里面 楚清浅当即二话不说 就找到自己 刚才喝的有问题的那杯酒 对应的酒缸查看情况 这一查不要紧 果真在这方面 发现了些许的异常 楚清浅发现 这些酒原本送进来的时候 还没有任何杂志 可是在其他工作人员准备的酒杯当中 居然混杂了工业酒精 因为酒缸需要保存纯粮的味道 更何况 酒这种东西肯定是要远离明火 所以 基本上在储存室的地方 根本看不见有关于火的出现 楚清浅察觉到 有一丝不对劲后 就开始环顾四周 果真在照明的地方 发现了有些许的不对劲 他快步走过去检查起来 那表情越来越凝重 好似即将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丽眼行 你过来 楚清浅诸唇倾气 丽眼行应声走过来之后 就看到楚清浅脸上 那副严肃的姿态 也知道此事情的后果很严重 丽眼行沉声道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刚才注意到 这里面的某些酒瓶 已经被替换成了工业酒精 刚才我在比赛上喝的那些 酒果然是勾兑出来的 楚清浅缓缓开口 而这里照明用的蜡烛 已然换成了火油 火油遇到工业酒精 就会瞬间燃烧起来 话说到这里 丽眼行也就直接认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眉眼瞬间冷漠下来 到底是丽氏集团的总裁 察觉到些许危险之后 身上便不由自主地散发出 一种生人物精的冷硬气质 那硬挺的眉眼看上去 让人止不住退避三射 性感的薄唇此刻 精精抿成一条线 整张脸上都写满了压迫感 丽眼行沉着冷静地分析道 所以 现如今就是有人 想要故意纵火 引发骚乱 是的 楚清浅抬头看了眼丽眼行 眸中竟是从容不迫的冷静 此时此刻的场景 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这场国际品酒会的举办 邀请过来的 定然是全国里面 有头有脸的人物 以及品酒方面的态度 比如说螺丝之类的人 若是在这样的大场合之下 出了火灾这样的安全隐患问题 那简直就是给整个博纯酒庄 扣上了一个 怎么洗也洗不掉的屎盆子 本来国际品酒大会的场地 定在博纯酒庄的时候 楚清浅心里还有几分高兴 可现如今 这块烫手山芋 恐怕就是早就有人盯上了 势必要让楚清浅接不住 摔在地上一落千丈 那到时候 正好博纯酒庄 在行业里面的地位就此毁灭 再也翻不了身 那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过来声音 眼行 楚小姐 你们两人一个作为合作商 一个作为比赛选手 可万万不能缺席 丽萍川看上去 十分焦急地冲着两人跑过来 额头上都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丽眼行看着自家三叔如此着急 也便想着吻下心绪 丽眼行安抚地说道 三叔您别急 我们只是查些东西 稍后就回去了 丽萍川喘着粗气 我自然是知道 你们年轻人有主意 可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楚小姐作为比赛 选手缺席 可万万不能影响了比赛 会被外面的人看笑话 知道了三叔 我们马上回去 丽眼行尊敬地说道 其实这话说的半真半假 与其说是会被外面的人看去笑话 倒不如 说是丽萍川想要看看她的好折 和这位楚小姐 能够掀起什么样的惊涛还浪 既然他们已经有所发觉 部分酒缸里面的酒 被换成了工业酒精 那么就可以断然推断出来 现如今有人在暗中搞鬼 故意不让这个瓶酒会顺利进行 短时间之内 没有公司能够提供这么多专业 用于比赛的酒 来弥补这几瓶工业酒精的空缺 眼下这个漏洞 对于所有人来说 简直就是重创一击 丽萍川返回的途中 想到两人束手无措 就不由自主的嘴角 请起一抹冷笑 眼下的场景她倒是要看一看 楚清浅还有什么能耐翻身 第一天的比赛很快就结束 已然落下帷幕 丽眼行作为酒庄的合作商 陪同着楚清浅 安排所有到访的来宾 进酒店里面歇息 以备明天的工作安排 夜幕笼罩下来之后 丽眼行注意到 在不远处沉默地 看向远处海岸的楚清浅 明白她心中的压力男人 迟疑了片刻之后 还是选择走上前去 试图安慰安慰她 酒的事情 你别太着急 丽眼行如此宽慰道 既然现如今 已经提前察觉到了异常 就及时解决 今天晚上 我联系联系周遭附近的好友 看看能不能送一批 质量上乘的酒过来弥补空缺 楚清浅吹着柔和的晚风 听着丽眼行替自己安排的一切 女人那一贯冷漠的眉眼中 竟然有了几分笑意 她妄想丽眼行 你是在替我想办法 丽眼行很少看到 楚清浅脸上除了麻木 冷淡 还有别的表情 在这样沉寂的夜晚 这一笑 简直就如同刹那间 百昧横生般 明念动人 丽眼行的喉咙一紧 只能生硬地滚出一句 嗯 楚清浅摇摇头 我已经打点好一切了 这是实话 趁着刚刚大家都散了的时间 楚清浅当即就想到了应对办法 动用自己的私人货员 给国外的好友打了个电话 对方一听楚清浅这边主办的大会 出了些许问题 二话不说 就直接痛快地帮忙 眼下在国外一架私人飞机上 正有不少好酒等着送过来 丽眼行有些卡壳地看着楚清浅 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心里莫名其妙地 游生出一种名为烦躁的情绪 就仿佛自己所有事情 都置身于世外 对她丝毫影响不了 楚清浅是个凉薄的女人 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和始于援手 她自己一个人 就足够独当一面 这个认知 让丽眼行不由自主地烦躁起来 第二天品酒比赛 自然而然地顺利进行 第158章 酒里有毒 今天的品酒大赛 比昨天似乎更加热闹了一些 楚清浅早早地达到了的比赛现场 整场巡视 一圈下来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让楚清浅不由地 在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紧接着 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了 由于每一轮比赛的席位 都需要进行调换 第二轮的楚清浅好巧不巧地 跟董刘坐在了相邻的位置 端坐在品酒赛席位上的董刘 不经意之间 跟楚清浅打了个对眼 她的眼神里 透着毫不掩饰的挑衅和不屑 昨天就差一点输给了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耻辱 今天这一局 一定要搬回来 上酒 随着主持人的声音响起 比赛开始了 酒庄的服务生 依次把药品的酒品端上来 给每一个选手摆好 楚清浅看着给自己端酒的服务生 眼底没有任何波澜 瞬间提到了嗓子哑 给董刘端酒的服务员 在端着酒杯放下的一瞬间 似乎手心里藏了什么细小的东西 掉落进了董刘面前的酒杯 那杯被下了什么药 不好 要出事 她刚想开口说什么 那名服务员已经端着托盘 迅速退下场去 钻进了人群 不见了开始品酒 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楚清浅看着董刘端着酒杯 缓缓送到嘴边 还不忘用那不懈的眼神 斜斜地瞥了她一眼 不行 这杯酒肯定不能让董刘喝下去 就在酒杯碰到董刘的一瞬间 楚清浅突然仰起手 做出伸懒腰的姿势 一巴掌把董刘的酒杯拍在了地上 水晶玻璃杯砸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后 四分五裂 碎成渣 酒杯里的酒也洒得满地都是 这一片响动 让场上的所有人 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这里 董刘蹭地一下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 一下子攥住楚清浅的胳膊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要干什么 她输给我 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你根本不配参加比赛 楚清浅抽了抽手腕 根本抽不出来 她神情严肃地解释 你冷静点 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董刘毫无绅士风度地 打断了她的话 你分明就是知道 自己能力不足 第一轮勉强赢了我 今天没有把握了 就故意打翻我的酒杯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主持人 她故意打翻了我的酒杯 影响比赛正常进行 我深情取消她的比赛资格 主持人和评委们都走了过来 看着现场的一片狼藉 主持人的脸色不太好 楚小姐 您的举动 违反了比赛公平规则 我们可以直接取消 您的比赛资格 请您马上离开比赛现场 等一下 楚清浅卯足了劲 一把甩开了董刘的胳膊 请先听我解释 董先生的这杯酒有问题 喝下去一定出事 他对我有一些成见 我要是好好地劝他 他一定不会听 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 一听楚清浅的这话 董刘立刻冷哼了一声 这是酒庄拿出来 比赛的用的酒 能有什么问题 你要给自己找不辩解 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楚清浅冷静沉着 顶着众人审视的目光 把自己手腕上的银镯子摘了下来 我可以证明 这是纯银的镯子 你们可以看看 说着 楚清浅蹲下身体 把银镯子的一边 放在洒了一滴的酒汁上 所有的人都挤了过来 睁大眼睛 看着楚清浅 拿着银镯子在试酒 没开玩笑吧 什么年代了 还用银器室 有没有毒吗 他这是在演什么武侠小说 银镯是毒 他怎么不带一根银镇 更像了 听着旁边的人议论纷纷 董刘的愤怒 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 这个女人 是把他们当猴耍吗 他正要发作 只见楚清浅 拿着银镯站起了身 大家看 银镯黑了 这杯酒里确实有毒 他举起的银镯 上门却黑得一片 让所有质疑的人 都闭上了嘴主持人脸色 十分难看 竟然有人 敢在这么公开的比赛场合 公然给比赛选手下毒 这比赛 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 而董刘更是被 吓得脸色铁青 一个没站稳 狠狠地跌坐在 他的选手椅子上 这 真的有毒 楚清浅认真严肃地点头 没错 这样的毒酒 刚刚差一点 就被你喝进肚子里了 他的话 让董刘狠狠地咽了口口水 再也没有刚刚理直气壮地 要取消楚清浅 比赛资格的状态了 脸上被打得生疼 但心里的那股 后怕更严重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有人 想要给他下毒 还在这种比赛上 做得这么公开 他到底招谁惹谁了 董刘越想越是后怕 然后两眼一番 直接晕死过去 楚清浅脸色一变 立刻掏出手机 打120急救 很快 120过来 把晕倒的董刘接走了 而品酒大赛 也不得不暂时停止 工作人员很快处理了现场 楚清浅把酒字进行取样 搞成这样 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谁知这个时候 评委罗斯走到了他的面前 楚小姐 我想 我需要一个解释 这种品酒的比赛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竟然会遇见下毒 导致比赛暂停的事情 加上昨天的不愉快 我想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罗斯一边说话 一边用桀骜不驯的目光 盯着楚清浅 见他来者不善 楚清浅挺直了腰板 不卑不亢地解释道 很抱歉 但这一切很明显 是有人想要故意针对博纯酒庄 从昨天事情开始 就是一个连环的套路 最终就是想让我们的品酒大赛 办不下去 这么显而易见的原因 我想罗斯先生在业内 一直富有求精求食的盛名 应该能够明白和理解 罗斯脸色一沉 难道我现在说我不明白 不理解 就代表我的盛名是虚假的 第159章 调查真相 楚清浅垂谋 收好酒 自取样的样本 微微勾存 那倒不是 我只是希望您能理解 大赛停办的损失 我们会尽量弥补 你有什么需求 可以尽管提 他不卑不亢的态度 让罗斯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你 你们酒庄举办的品酒大赛 接二连三的出事 影响我工作的心情 现在我需要一个解释 你却想拿物质上的所谓补偿来敷衍我 我要是拿了你的补偿 第二天是不是就会被媒体追着问我 是不是受人好处了 你这个小丫头 我昨天看着还是细心周到的 没想到你心机这么重 心机 楚清浅忍不住要翻白眼了 昨天夸他们酒店细节不错 有精神内涵 今天就说他心机 这脸翻得比翻书还快 他吻了吻心绪 继续客客气气地回答 我也会尽快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等我查清楚了之后 再给您一个交代 您看行吗 不行 罗斯趾高气扬地抬起下巴 用鼻孔看着楚清浅 这两天的这些事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为你监管不力导致的 选手一直在出问题 两次都有你 楚清浅听着他的话查 似乎有些不对劲 于是没有继续反驳 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听着罗斯把他想要打成的目的 全部吐露出来 事情闹成这样 你是必须负责的 你影响的是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 你去公开道个歉 这不过分吧 公开道歉 楚清浅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那张白镜的小脸 看上去都犀利了几分 没错 你公开向左右的参赛选手 和评委们道个歉 很简单地 罗斯轻描淡写地劝着 楚清浅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异动 我拒绝 你敢拒绝 罗斯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他根本没想到 楚清浅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没错 我之前说过了 我会尽快查清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您却让我公开道歉 那就相当于 把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藏起来 把所有的事故起因 全都强加在我的身上 说着 楚清浅顿了顿 您这是 想让我做背锅侠 我看上去 很像冤大头吗 你 被楚清浅的话 戳中了心思的罗斯 瞬间恼羞成目 一双眼睛泛红地盯着他 这时 正在清场 还没有离开的 一些评委和选手 都围过来看热闹 大家的心里都十分清楚 就算没有人 让楚清浅去公开道歉 那大赛 因为两棲事故 被迫停止 每件事 又好像都有 楚清浅参与其中 他是怎么也摆脱 不清楚的 大家都在等着 罗斯继续向他发难 这个时候 门口处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众人回过头去 只见一群 军绿色绒装的武装士兵 端着枪冲了进来 一瞬间 人心惶惶 紧接着 一名气质刚毅的军官 面容冷酷地迈着大步 走了进来 楚 楚军长怎么来了 罗斯远远地看着楚军廷 眼里的情绪 从惊讶 变成了竭力掩饰的产妹 这位楚军长 可是国际军方 是有政治地位的 于是 他果断地丢下楚清浅 朝楚军廷走了过去 楚军长 好久不见 今天怎么来 罗斯客气里 带着一丝缝印的话 还没说完 楚军廷就面无表情地 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冷峻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 罗斯的笑容将在原地 他不可置信地回头 只见楚军廷 竟然之静 只朝着楚清浅走了过去 等等 楚军廷 楚清浅 楚可不是什么常见的姓氏啊 难道 有了某些想法的罗斯 瞬间觉得脚底都在发凉 而楚清浅看见自己二哥 这么大张旗鼓地来了 心中的那一点忐忑不安 缓缓地放了下来 有二哥在的地方 总是这么叫人心安 二哥 我 他刚想把这里的情况 解释给楚军廷听 却被他挥手打断 我已经知道 发生了什么 楚清浅的心中 不由地生出了几分暖意 可他的那一声二哥 瞬间让场上变得鸦雀无声 若真可闻 他是楚军长的妹妹 刚刚的那些风凉话 万一被他记住 不就完蛋了 罗斯转过身来 硬着头皮走过去 僵硬的脸上 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那个 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楚军廷这才转过头 看向罗斯 面无表情的开口 我听说过你 是有些作为的 但是这场比赛里发生的事情 要怎么处理 都只能由我妹妹来做主 是是是 罗斯满口答应 跟刚刚那个咄咄逼人 让楚清浅公开道歉的人 好像不是同一个 楚小姐 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其他人绝对不会有一句异议 楚军廷又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头 清浅 你想怎么做 楚清浅朝他露出微微一笑 不卑不亢地走到前面 看向众人 今天的事情 的确是因我而起 我一定会查清楚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希望大家能等我查清楚真相 我一定会给所有的人 一个满意的交代 她的话质地有声 清冷而理智的样子 落入楚军廷的眼中 这个妹妹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了 于是 她走到楚清浅的身边 沉冷着嗓音 补充道 在她没有查清楚真相之前 我不想听到 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我相信她 更不希望有人借这件事 小题大做 寒沙摄影地来诬陷我妹妹 或者阻挠她查清真相 楚军廷威严十足 在场的所有人 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看着楚军廷 这么给楚清浅撑腰的样子 看起来 兄妹两个人关系是很不错的 罗斯心里五味杂陈 真是后悔 刚刚对楚清浅说那番话 不然楚军廷 一定也会对她另眼相看的 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楚清浅巧妙地捕捉到 罗斯脸上的微表情 心中不免有些鄙夷 业内附有盛名的品酒专家 竟然是这样的人 还真的有点后悔 请她过来做评委了 第160章 防备 众人注视下 楚清浅缓缓走到中间 拿过话筒 微笑着说道 这件事 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在此期间 还希望大家配合 说完 她转身和寻白白交代着什么 脸上自始自终都不曾露出惬意 反而还笑得很温柔 看到她的笑 参赛人员原本还躁动不安 这会儿竟然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有种莫名的心底发寒厉眼形 全程都不曾有机会插手 她还是第一次见楚清浅这副模样 平时 她的情绪是极少外露的 楚小姐 此次的品酒大赛至关重要 还希望您尽快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罗斯看了楚清浅一眼 又提醒到 脸上多了点违心的笑容 周围人看了眼她 又看了看楚家兄妹 没有多嘴 不过 大家和罗斯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她是什么脾性 大家也都心智肚明 楚清浅没回答她 旁边的两个男人反倒是眸光一沉 罗先生 一左一右 分别站着利眼形和楚军廷 保护姿态十足 罗斯立马耸了 赶紧笑得狗腿 我相信 楚小姐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楚小姐慢走 走吧 现场参赛人员面面相去 一个个尬笑着离开 罗老师 我们也走吧 罗斯助理置之无无地提议 罗斯甩过一个眼神 目光让助理打了个机灵 楚小姐 我们先走了 大厅里只剩下楚清浅一行四个人 寻白白担忧地看过来 浅浅 这件事情二哥会调查清楚 绝对不会让你平白受了委屈 楚军廷的手落在妹妹头发上 轻轻地抚摸 面对妹妹 她身上的那股压迫感 收敛得很好 满脸的笑容 满心满眼眼前的妹妹 二哥 不用 这件事是针对我的 我想亲自处理 楚清浅说话时 眸色黑得深邃 好 都听你的 要是有什么搞不定 找二哥 不等楚清浅再说话 楚军廷又没忍住伸手 再次揉了揉妹妹的长发 被摸了两次头 楚清浅多少有些不自在 原本想要说的话 一下子也不忘记了 一旁的立眼行刚抬起脚走过来 想同楚清浅说些什么 一只男人骨节分明的手 就先一步朝他伸过来 立总 幸会 手的主人是楚军廷 他声音温润 面色也很平静 但是仔细看 他那双眸子 却没什么温度 反倒是多了一丝的敌意 立眼行看了一眼 对方伸出来的手 愣了两秒钟 最后伸出手 抬手握了一下 立眼行 两人的手一握极松 立总 我和妹妹还有事情 就先失陪了 楚军廷说道 这话 在立眼行看来 这就是先发之人提醒他 注意自己的身份 立眼行心口仿佛有一口气在堵着 上不去也下不来 他眉头微不可查地蹴了下 可他没身份 没立场 也只能是压下这骨气 楚二少客气了 那你们先聊 嗯 楚清浅看着你来我往的两人 并没有多解释什么 只是扯了扯自家二哥的袖子 二哥 走吧 我先带你去休息一会儿 楚军廷看向他 原本没什么温度的双眸 看向他的时候 肉眼可见的 变得温柔起来好 随后又再次转向 神色有些复杂的立眼行 语气听着温润了不少 各位 失陪 楚清浅用着略带抱歉的眼神 看向立眼行 朝他点了点头 兄妹俩一同上楼 一旁的立平川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没说话 直到那对兄妹的背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他才起身走到侄子面前 眼底闪过一抹金光 眼行 别放心上 楚小姐毕竟是家里的女孩 楚二少对你有敌意 也是人之常情 三叔 我知道 他并不介意楚二少对他的态度 他只是觉得自己太失败了 慢慢来 楚小姐优秀 你也很优秀 追女孩嘛 总得花心思和时间 急不来 多谢三叔 立眼行没有好奇 自己的心意被看出 只是点头回应 说话都带着叹气声 立平川又笑道 像是非常宠溺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露出了长辈的和善 三叔很久没回来了 对于国内的事情和情形 都不太了解 正好这会儿没事 要不你陪三叔去吃个饭 我们书职也坐下来好好聊聊 好 两人到了附近一家餐厅等上菜 闲来无事 两个大男人相对而做 气氛有些尴尬 立平川主动开口 眼行啊 楚二少很有威望吗 我看罗斯的神情态度变化 都是在楚二少出现的那一刻 立眼行闻言 端着水杯的手微盾 我只是略有耳闻 在此之前并没有和他接触过 听闻此人做事果决 军事方面更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 外人称呼 他为冷面阎王 立平川听完 眼底闪过一抹金光 可刚刚看到 他对待楚小姐的态度 实在是不像啊 楚家的两个兄弟传闻 都是妥妥的媚控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立眼行对立平川 完全没什么设防 应得坦然 那你和楚家三少熟吗 不熟 点头之交罢了 立眼行的回答 让立平川的眼神立马变了 不熟 不熟最好了 三叔 您找楚家三少有事吗 三叔不是不常在国内 楚云廷的事业虽遍布全球 可三叔的事业 想必不会和珠宝方面挂钩的 好端端的突然提起楚云廷 立眼行不由的抬眸多看了他一眼 对上立眼行略显疑惑的桃花眸 立平川自觉自己多嘴 也没有正面回答 而摇头 没什么 只是听闻楚家的小辈 个个都杰出 一时间好奇罢了 听到这里 立眼行眼神里的担忧和疑惑 就消失了 话题戛然而止 叔侄两须久不见 聊天都不知从何说起 恰好他们点的菜也上来了 解救了 这要尬不尬的气氛 陪我喝点 立平川到了一杯酒 放到立眼行的面前 立眼行撇了那杯酒一眼 并没有结果 反倒是拒绝了三叔 我身体不好 还是以茶代酒吧 立平川也没有生气 端起面前的酒杯 同他敬酒 第161章 恶意抹黑 许久不见的楚家兄妹 两聊了一晚上 直到天快亮了 楚君廷才放过 自家妹妹去睡觉 一觉睡到天亮 醒来的楚清浅 翻了个身 这一觉 他睡得很是舒服 一夜无梦 闭着眼睛 在床上摸索手机 看看时间 结果一看 屏幕上面 竟然又是未接来电 又是未读消息 从床上坐起身来 打开手机看 微信消息 还在不停的轰炸当中 除了寻白白的 还有其他人的 这让他很是疑惑 不明所以的 点开寻白白的联系方式 拨了电话过去 我刚醒 怎么了 楚清浅打了个哈浅 声音里带着刚醒的朦胧 师傅 不好了 对面秒接 急匆匆地说道 楚清浅愣了一秒钟 拧紧眉头 开口说道 说重点 博纯酒庄上热搜了 挂了电话 楚清浅登陆微博看了一眼 微博热搜榜单上 博纯酒庄 竟然在一片明星的八卦里 杀出重围 直接登上热搜榜单第一的位置 博纯酒庄9有问题 为节省成本 博纯酒庄不惜砸自家招牌 国际品酒大赛现场出意外 博纯酒庄出人命 一连串和薄纯酒庄挂钩的热搜词条 挂在榜单上 热度稳居不下 各种各样的 对博纯酒庄不利的谣言热 搜像是疯了一样往上涨 楚清浅看得有些头皮发麻 国际品酒大赛上热搜不足为奇 毕竟这场比赛早在举办前 就造势营销了几天 可昨天博纯酒庄比赛暂停的事情 除了嘉宾 也就只有被邀请过来的媒体记者知道 这两方按理说不可能爆出去 可眼下这一连串的热搜话题 妥妥地说明了问题 有人在故意针对博纯酒庄 而且还买了水军推波助澜 博纯酒庄主楼一楼大厅沙发处 楚军亭寻白办 楚清浅三人端坐在沙发上 沉默异常 师父 你看看这帮人的言论 简直胡说八道 天哪 博纯酒庄竟然这么明目张胆吗 有没有相关部门去调查调查 我听说现场差点有人喝了博纯酒庄的酒出事 是不是真的呀 博纯酒庄可千万别给我整事啊 这可是国际的大赛欢呼我们华夏的名声 酒庄负责人呢 出来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那些言论 寻白白着急的快要上火 楚清浅却轻笑了一声 视线紧紧地盯着手机屏幕 这里面不太对劲 对方意图太明显了 楚军亭眼神微冷 问他 你打算怎么处理 寻白白也看着他 要不我们让人撤热搜 楚清浅漆黑的的毛子眯了一下 慢吞吞地把手机按掉屏幕 淡定地说道先继续观望 这个时候撤热搜摆明了是心里有鬼 这样反倒是让对方得逞 同一时间 关注微博动态的某个人心满意足地看着热搜 仰起嘴角 脸庞轻挑又嘲弄得到 这还只是开胃菜呢 要不我们直接回应那个营销号的微博 寻白白紧了紧手指 面露担忧 不用 任由舆论发酵 我会亲自调查这一笔一笔的账 楚清浅勾起嘴角 意味深长道 如同小恶魔 他最喜欢到最后直接碾死对方 那样最痛快刺激 可是 寻白白被这个笑容勾的心跳漏了一拍 红着脸抿了抿唇 浅浅他心里有数 楚军廷打断了寻白白的话 声音浅浅淡淡 楚家人都不是软柿子 知晓妹妹的脾性 他虽有心帮忙 可还是遵循妹妹的个人意愿 兄妹的默契 让楚清浅嘴角也弯起一个玩味的糊涂 二哥 谢谢 博纯酒庄的TITO 在热搜榜单上挂了整整一天 吃瓜群众们从早上等到晚上 都没能等到酒庄发布声明 再大的吃瓜热情也被浇灭得差不多了 晚上入睡前 热度总算是快没了 寻白白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 没一会儿就睡过去 心里的大石头暂时被搬了 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转 可这好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他刚下楼 酒庄工作人员一看见他 便火急火燎迎了上来 白白 怎么办 之前在我们酒庄购买酒的顾客上门来了 寻白白听后 皱起眉头 有些不解道 现在才九点多 那帮人什么时候来的 我一开门就进来了 这么早 怎么办 工作人员焦急的都要哭出来了 寻白白的脸也逐渐黑了 先过去看看 来了多少人 来的人都在客厅那边休息 来了不少人 走 跟随工作人员到了客厅 不等开口 他发现眼前的这帮顾客 正是酒庄的老熟人 尽量心平气和的 同这帮人打招呼 好久不见 今天这么一大早过来 是要买酒吗 他跟这帮人打过了好几次交道 其中几个还是酒庄的VIP客户 本以为他如此温和 对方定也会以礼相待 却不想 那帮之前舔着脸的人 如今却趾高气扬的道 买酒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真的以为 我们不知道网上发生的事情 对啊 我们可是老客户了 你详人也不该详我们 顾客们一个个声调激昂的发表不满 寻白白听完 时候脸都黑了 撸起袖子 就想要冲过去 和这帮人理论一番 各位也都是 我们酒庄的老熟人 我们酒庄一向都是诚信为本 何来匡骗一说 他一只手攥紧了拳 努力保持着礼貌 想要稳住这帮人 有人站起来不耐烦的开口 别和他废话了 我要退货 对 退货 我也要退货 客厅一下子变成了菜市场 耳边嗡嗡嗡的 迎面而来的口水 都能让人洗个脸 寻白白的脸色 瞬间一片苍白 此刻歇斯底里的样子 和当初那些求着他们 卖他们酒的模样 完全不像是同一帮人 此时此刻 博纯酒庄在他们眼中 就是仇人一般 不退我就把这件事捅出去 你们博纯酒庄 就别想着翻身 拜拜 工作人员找来保安 阻挡了这帮疯子 被保护在人群后 寻白白暴怒的声音 响起 让他们退 拜拜 这一大帮人退货 可能会引起蝴蝶效应的 退 第162章 滞销红酒 既然大家都主动把酒退了 那么当初的情面 也就到此为止 正好我们也有此意 从今往后 诸位也将加入我们 博纯酒庄的黑名单用户 望各位好自为之 不过就是退酒而已 没必要 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吧 毕竟你们酒庄 也要开门做生意啊 人群里 有个被好友窜夺来的男人 小心翼翼地举起手 发表自己的想法 寻白白冷笑 出了问题 你们就想着上门退货 怎么 以为我们博纯酒庄 没了你们这帮乌瓜 就会倒闭 他摇晃着身形 只是说出口的话 却气势十足 你 一帮算得上 事业有成的老板们 一听到窝瓜 气得呼吸都变了 不知好歹 送客 人高马大的保安们 一只手拉着一个 把人推出去 你们博纯酒庄 如今的状况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也没必要再瞒我们了 没了我们 你们指定倒闭 滚 寻白白这一句话 从丹田里吼出来的 博纯酒庄酒叫里 寻白白坐在地上 手都在发抖 工作人员还在他旁边 陪着他 一只手拍着他的后背 另外一只手 却在不断地 刷着手机微博 白白 这些酒怎么办 酒的问题一天没弄清楚 国际品酒大赛 就一天没办法推进下去 他们酒庄的生意 也一天不如一天 这么一大帮人 都真心实意地 担心酒庄的生意 我们今天的酒销量如何 没有一笔订单 工作人员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把话说完 平台上不仅没有销量 还涌进来一帮喷子 酒庄的官博底下 也有很多营销号 在带节奏诋毁 酒窖里安静地过分 寻白白深呼吸了好久 才掏出手机联系楚清浅 电话打了几个过去 无人接听 难不成师父那边 也遇到麻烦了 这次的事件 发展得太过于迅猛 明显是有组织的 脑洞发散 他脑海里已经幻想出 黑子们围堵师父的场面 手脚发凉 就在他准备起身去找人时 电话响了 喂 师父 你还好吗 发生什么了 寻白白不会无缘无故说这话 楚清浅脑子快速明白 熟悉的声音刚刚传到耳朵里 寻白白就哭了 忍着委屈 把来龙去脉说了之后 电话那边的声音 瞬间就冷了下来 再听完寻白白的解释 楚清浅的眸底 瞬间卷起了暴风雨般的冰冷 我现在过来 你先冷静 楚清浅刚踏进酒庄主楼 酒庄一大帮人 死灰一般的眼睛皱亮 只因为见到了主心骨 师父 你来了 寻白白艰难地笑了 楚清浅扯了扯他的脸蛋子 笑不出来 不用为难自己 他脸上的笑意这才凝了 刚刚他一直在硬撑着 才不至于在那么多工作人员面前失态 可是这会儿见了师父 他泪水狂泻而出 不哭 先去酒窖 好 楚清浅拉住他颤抖的手 先冷静 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 寻白白用力点头 跟着走 如同楚清浅的小尾巴一样 还好有楚小姐 工作人员也帮不上忙 只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该上班的上班 有了楚清浅 相信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 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 他们愿意死心塌地地留在这里 除了丰厚的待遇 更多的是楚清浅身上的人格魅力 酒叫脸 地上摆满了退货的酒 满满当当 这些都是今天退掉的 我知道了 楚清浅眸色一身 冷静地盘点酒的种类和数量 丝毫没有受影响的模样 接下来的几天 估计还会有人退货 都答应他们 明明是他们没有合约意识 我们不需要如此委屈自己 按我说的做 楚清浅说得很干脆 你帮我把这些酒都归位 清点好所有的树木 楚清浅又脱下外套忙活 从始至终 他脸上的表情都没太大的波动 他的平静 却让寻白白看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看着忙活的师父 寻白白神色复杂地动了动唇说 师父 你其实不必如此坚强的 楚家千娇百宠的千金大小节 就算是再怎么娇宗任性都不过分 可偏偏师父坚强地让人心疼 楚清浅听了笑笑 赶紧干活吧 寻白白见他这反应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好 干活 说着 他也动手 就在两人哼哧哼哧地忙活了十几分钟后 酒窖的门打开了 门口的人看了过来 三人的视线撞了个正着 门口站着一个身姿挺拔 面容精致的男人 正是丽眼行他手里还拿着手机打电话 脸上满脸的着急和担心 寻白白赶紧转过头去不再看 丽总出现在这里所为何事 他不用问 用脚趾头也猜到了 楚清浅多看了几秒 也移开了视线 丽眼行从门口走进来 目光从楚清浅的脸上 移到了他手上 女生扎着高马尾 脸上冒出了汗 他身上的气质丝毫没变 但他眉宇间的暴躁 并没有躲过他的观察 看到这样的他 丽眼行没有多问 而是将手上的东西递给他 你先坐下喝点水 这里我来 他的声音轻烈又温润 可还是能听出来担心的 不用了 我不累 楚小姐 我是酒庄的合伙人 也是酒庄的一份子 我是为自己忙 男人温润的眸光看向他 声音拔高 楚清浅迟疑了一下 点了点头 让出一个位置 循小姐也休息一会儿吧 被连带着关心到的 循白白眨了眨眼睛 赶紧点头 酒庄的事情 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你好好的休息 男人霸气的吩咐 听着循白白的心 不由跳得有点快 看了看丽眼行 又看了看师傅 不合时宜的想要吃瓜 擦擦汗 纸巾被递到手里 对上师傅冷宁的目光 循白白赶紧把苗的视线收回来 预盖弥彰的低头 第163章 还真没挑战性 丽眼行背对着楚清浅 和循白白安静地摆放着红酒 宽肩窄腰的背影 看得人忍不住浮想连篇 循白白目光业余地 瞅了眼自家师傅 却不曾开口 一切静在不言中 循 白 白 楚清浅笑着念出他的大名 听得他冷汗手梦 哈哈哈哈 师傅 你别这样看着我笑 我害怕 我错了 循白白双手合时 抬头看向楚清浅 可怜巴巴的 脸上满是求饶之色 我这不是 话还没说完 前面忙碌的男人 突然停下来 轻咳了一下 楚清浅把手中的瓶子 扔给寻白白 又从袋子里 掏出一瓶没有开的水 起身快步走到丽眼行身旁 喝口水缓一下 丽眼行还在咳 久病缠身的他 平时脸上都没什么血色 这会儿红扑扑的 见他咳的痛苦 楚清浅莫名就有些心脏不舒服 不由分说地 拉着男人的手 让他坐下来休息 把水拧开地到他嘴边 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腕上 叹了一会儿 自己身体什么样 心里没点数吗 这种活 一般人能够做得来 你不行 你不行 这三个字 听在丽眼行的耳朵里 却总有种异样的感觉 一双好看的黑眸 闪过了一丝错愕和惋惜 我没有那么脆弱的 丽眼行还想要多辩解一下 挽救挽救自己的形象 可是他越激动 就咳嗽得越厉害 楚清浅眉头紧锁 手突然抬起来 走到他跟前 在他的注视下 直接解开了他身上 衬衫的扭扣 丽眼行明眉 眉毛微调 那表情仿佛被占了 便宜的小姑娘 那样惊讶 楚清浅一脸严肃 手还扯着他的衬衫 别误会 我这是在叫你 怎么按压学位止科 没别的意思 说着 他又将指尖 落在了男人的脖梗上 一双眼眸清冷极了 看不出来任何的暧昧 丽眼行刚加速跳动的心 又平静下来 眼睛里燃起来的光 又暗淡下去 他心里一个小人 在疯狂地诉说 我允许你对我有别的意思 可是他不敢说 也不能说 好了 出神时 楚清浅的手 已经拿开了 丽眼行回头神来 一时之间 有些不太舍 不咳嗽了 你自己平时咳嗽的时候 可以多试试 刚刚的操作 应该会有所缓解 我没看清楚 可以再演示一遍吗 丽眼行深吸了一口气 提出自己的私心 可以 白白过来 吃瓜吃的 正开心着 寻白白恨不得来盘瓜子了 结果突然被叫了一下 吓得他打了个嗝 师父 怎么啊 你别动 配合我做个教学模特 哦 寻白白嘟了嘟嘴 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这师父啊 怎么就这么侄女呢 人家丽总都主动成那样了 师父还不趁机 多来点肢体接触 有点心疼 丽总是怎么回事 收一下你的笑容 怪甚人的 寻白白并不知道 自己心里所想 都写在了脸上 丽总 你看清楚了 教学结束 三人又齐心协力地 把地上被推的酒 都摆放好 坐在酒窖的地上 看着满满当当的货架 楚清浅修长的手指 敲着膝盖 这是他沉思时 经常有的一个动作 寻白白没有打扰他 几分钟后 他突然地站了起来 身旁的一男一女不明 所以 却也听话地站起来 师父 你有什么新的主意 楚清浅嘴角隐隐地 勾勒出了一抹笑 不是那种温柔的 而是暗藏深意的笑 看得人后背发凉 引蛇出洞 寻白白没有立即明白过来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没太懂 需要我让人 透露些消息出去吗 立眼行快速明白楚清浅的意思 不等他开口解释 主动接过话茬 也可以 如今他们在明处 敌人在暗处 究竟是哪边的人 整出这么一堆麻烦来 还需要一一调查 哦 我明白了 后知后觉的 寻白白眼睛都亮了 明白了就好 这件事除了我们三人知道 对外人一个字 都别透露出去 包括博纯酒庄的人 知道了 寻白白也很聪明 刚刚他 只是没及时反应 需要我做什么 陪我出门一趟 好 此时 一座豪宅里 一个手拿红酒的男人 眯着眼睛 看向暗处博纯酒庄那边 有动静了吗 还没有 只是今天上门退货的人不少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发现了 是 我们一直都按照您的吩咐观测着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都已经过去几天了 楚清浅竟然还不曾有动静 不应该啊 我那个好侄子呢 立少爷他今天去了酒庄 需不需要做什么 不用 一个病秧子而已 先不起什么风浪 多关注楚家人 是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居高临下的 看着底下川流不息的车辆 慢悠悠道 楚家人才是最需要忌惮的 尤其是那个楚军廷 转动着杯子里的红酒 男人镜片底下的眼睛 变得圣人 可是那楚家二少 只怕是没办法跟踪 别说楚军廷自己身手 和敏锐度过人 光是他作为国际军方的身份 身边一定是保护人数和身手 都不容小觑 他们虽然为人办事 可是也不敢趟 国际军方这趟浑水 不需要 关注博纯酒庄 和楚清浅的动静就好 记住 不要做得太明显 去吧 是 酒庄的事情 他让人做得很隐秘 事情的真相一天不出 酒庄的名声和生意 就一天不如一天 到时候 他在适时让人出手收购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他也不怕楚清浅调查 他都只不过是 煽动这场风暴的蝴蝶 看似举足轻重 可真要查到 他身上并不容易 这场游戏很快就要结束了 还真没挑战性 一口气 把杯子里的红酒彻底喝完 男人手指用力 直接捏碎了高脚杯 玻璃杯的碎渣子 戳进手心 血渗了出来 男人却丝毫不觉得疼 反而笑得越发诡异 第164章 直播 不久前出了门的两个女生回来了 博纯酒庄的雅阁里 寻白白看着楚清浅手里的 大包小包的东西 表情变化的 那叫一个丰富多彩 出门前 他也没有想到 师父特意让他一起出门 为的就是逛街 师父 你真的没事吗 一个不爱逛街买衣服的人 突然热衷于买买买 一般来说 就是心情不好 没事 去准备一瓶红酒过来 记住要拿一批退回来的 寻白白一脸问好 那张阳光的脸蛋布满乌云 去吧 带着疑惑去了酒窍 挑选了一瓶 度数稍微不那么多的 出了酒窍 眼看着要回到雅阁 寻白白突然停住了脚步 师父这样 真的没事吗 思量今天发生的一切 寻白白的心里 怎么想都不得尽 不行 不知道想到什么 他立马拿出手机来 给某个联系人 发了条消息出去 一定要来啊 寻白白这边 脑洞大开的自己误会了 殊不知 雅阁里的楚清浅 心情好得很 他身上的休闲装 早就被换了 身上是一件 刚刚买的长裙 头发被他挽了一个发际 修长的天鹅 紧露了出来 知性又优雅 他视线看向手机 眸色深如古井 又黑又妖的 师父 你要的酒 在门口做了好一会儿的心理建设 寻白白才进来 师父 愿惊地站在原地 脑海里只蹦出这句话 至于刚刚的担心 早就被他忘去了 去把衣服换上 楚清浅扭头用眼神示意 这是给我准备的 不喜欢 喜欢喜欢 寻白白蹦搭着 抱了抱楚清浅 欢欢喜喜地去试衣服了 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楚清浅看了一眼 手机时间 差不多了 师父 这是直播 寻白白凑近屏幕看了一眼 有些始料未及 嗯 正好无聊 这里又说的寻白白哑口无言 直播间右上角数据在变动 这是有人来了 你的墙进入首播间 一个个ID进入眼帘 楚清浅刚要学着其他主播开口 弹幕上突然涌进来一堆提示 一大批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进来直播间 这数量也太多了吧 一分钟不到 首播间就涌入了几百多个人 并且都是在线状态 人数增多的同时 屏幕上也在飘过弹幕 弹幕力气十足 楚清浅却一点都没被影响 看着人数不断地上涨 修长的手指操作着后台打开麦 首播间的观众们 还没等楚清浅开口 大批的攻击又涌了进来 太过分了 寻白白看得拳头都硬了 楚清浅却不在意那些质疑声 不管是支持还是质疑 有热度就行 一百万了 这才十分钟不到 就这么多人数 家人们 都是来蹲前段时间的 热搜问题来的吗 马甲腰 这小姐姐 就是博纯酒庄的负责人 太美了吧 漂亮姐姐 我爱了 楼上的 我给你回复一下 是的 说要贴贴的 是不是没长脑子 一个害人中毒的恶毒女人 你们也追捧 有没有点三观 对啊 博纯酒庄害人事件 还没有说法 这都几天了 这负责人 还有心思喝酒 不是吧 坏心眼的女人 早点去死吧 博纯酒庄倒闭 幸亏我穷 买不起高价酒 直播间的有钱人 可千万要擦亮眼睛 博纯酒庄的酒有问题 是毒酒啊 博纯酒庄道歉 一条一恶毒的弹幕飘过 楚清浅淡定的看完 四溢沟 博纯酒庄永远都不会倒闭 品酒当天出现的问题 我相信某些人应该也在看着直播 我这人向来脾气不好 狗咬我 我不会咬回去 但我会让他乖乖咬尾巴 此话一出 整个直播间都炸了 屏幕上的弹幕 快到来不及看清 基本全是问号 是 什么 真的假的 总算有结果了 卧槽 小姐姐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 博纯酒庄被人针对了 这么刺激的吗 一旁直观的寻白白听了 愣住了一秒 也快速明白 我们酒庄到时会走法律程序 某人敬请期待 说完这句话 他端起酒杯 和楚清前来的碰杯 Cheers 所以背后搞鬼的人 到底是谁啊 是我们华夏人吗 小姐姐 快透露一点消息啊 急死我了 所以前几天 博纯酒庄不出来回应 纯粹是因为去调查了 之前那帮键盘侠 赶紧出来道歉 你们这帮傻子 他不过就是口头说说 你们也相信 说不定他所谓的有结果了 就是骗骗你们的 你们就这么相信了 纯路人 我觉得小姐姐很刚 如果不是手上有证据 应该不会这么有自信吧 我相信博纯酒庄 毕竟这么多年 博纯酒庄的名声 从未出现过污点 没错呀 能够被选择成为 国际赛事的举办场所 博纯酒庄在名声这一块 肯定是过硬的 没必要自毁声誉 人红是非多 博纯酒庄的对家也不少 兴许就是对家恶搞 有一说一 网络上反转的事情 不要太多了 大家还是等着看 放出证据来说话吧 不过小姐姐的脸 我真的爱了 直播间除了吃瓜网友 也有不少披着马甲的 博纯酒庄老顾客 看着直播间里 自信张扬的储清浅 那几个老顾客 突然有些大脑一片空白 难不成储清浅当真 找到了证据 不会吧 如果说 之前因为退酒 被拉入黑名单 还只是觉得 稍微有些下不来台 如今看到这一幕 他们更多的是 担心薄纯酒庄危机解除 他们再也没办法购买到酒 放眼几家知名的酒庄 薄纯酒庄的酒 独一无二 味道也香醇 天杀的 一想到手机里的那条消息 几个老顾客 脸色都微微变了下 当初 如果不是收到了 那条匿名短信 他们也不会如此急匆匆的 和储清浅撕破脸面 他们恨啊 第165章 科到真CP 直播间的弹幕 俨然朝着科棠的方向发展 寻白白偷摸的 看着满屏的弹幕 手痒痒 恨不得拿起手机 也加入到其中 可是 他怂怂一个 有着心 没着胆量 可他的一双眼睛 还是忍不住 落在储清浅身上 他自以为自己的举动很小心 实际上不要太明显 储清浅的嘴角 狠狠抽了下 太阳穴也跟着突突跳了两下 谋色复杂 寻白白 啊 又是被叫大明 寻白白的心脏 忽然紧缩起来 扭头就对上师傅 那冷然的眼神 他赶紧低头 楚小姐 正好我今天没事 要不出去转转 丽眼形自然没错过 弹幕上那些科棠的言论 他用手遮着嘴角勾起的弧度 过了几秒钟才抬起头来 一双深邃的眸 看着储清浅的 不 总裁 公司还有一堆股东 等着您回去开会 我们晚上还得赶飞机 纯纯背景版的腾风小声的提醒 他也不想得罪大boss啊 可是他这个打工人 饭碗要紧 既然有事你 先去处理 这里我可以搞定 丽眼形心脏发堵 但他脸上却看不出来 只是他垂下了眸 眼底的颜色更深了 好 有事联系我 我随时都在 好 丽眼形脚犹如扎根了一般 好半天才挪动脚步 明明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硬生生被他走了快二十分钟 腾风早已经在车旁等着 恭敬的弯腰 打开了车门 坐进车里的丽眼形 没有没有刚刚的温和 整个人压迫感十足 腾风此刻都不敢守着他的目光 车里沉默得可怕 腾风心里苦 开车 这是丽眼形开口的第一句话 是 今天这样的事 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三次 是 腾风作为丽眼形身边的助理 对于他的脾性也算是很了解了 丽眼形生气了 再有下次 我不介意换一个助理 丽眼形略显苍白的面部 没什么情绪 只是毛色的温度 却很明显地的降了很多 离开了楚清浅的他 完全冷得让人无法接近 博纯酒庄里 楚清浅和寻白白还在直播着 直播间里科堂的网友 也随着丽眼形的离开少了不少 可是还是有不少八卦的 楚清浅全然无视 小白白 丽先生的身体状况经不起折腾 往后这样的事情少干 师父 知道了 寻白白又看了眼直播屏幕 有点不放心 贴着楚清浅摇耳朵 师父 我们这样什么也不用做吗 这不是在直播着 剑寻白白一脸担忧 眉头皱巴巴的 仿佛小老头 楚清浅忍不住眉眼弯弯道 放心吧 你好好看着就行 行 不过 师父 这红酒你还是少喝点 度数太高了 楚清浅笑着点头 又端起酒杯和他碰杯 直播间的观众们左等右等 就只是看着两个精致的女人 在那瓶红酒 关键的画面又很勾人 师父 这红酒还好被退了回来 否则我自己都没能有机会 品尝到这一瓶 直播间退了红酒的老顾客 默默握紧了拳头 拳头硬了 当初这批红酒是他的呀 他可是花了大价钱和精力买来的呀 结果还一瓶都没打开呢 早知道当初就留一瓶在手里了 救命啊 我既然尝红酒了 要知道 我平时滴酒不沾的 能不能来个人说说 博纯酒庄的酒真的这么好喝吗 好喝 是真的好喝 本人有幸尝过一回 博纯酒庄的酒好喝的点不止 在于味道 还在于香味的醇厚 不仅如此 每一瓶红酒上面 还有特别的标签 瓶身也是特制的 别家就算是想要仿制 也做不出来 真的假的 楼上那位哥们 不会是酒庄自己的人吧 故意来诃人 博纯酒庄顾客加一 他们正在喝的那瓶红酒 正是我退回去的 我怎么觉得 你们在一唱一喝呢 老子这暴脾气 还真就上头了 本人微博账号 新号新号新号 尽管去搜 老子要是说谎 一辈子发不了财 接着 直播间里越来越多人 讨论博纯酒庄的产品 还真就让不知情的网友 被科普到了 原来 博纯酒庄的酒瓶 当真是有特殊设计的 酒瓶在灯光和阳光的照射下 会出现不一样的色彩 玻璃瓶的瓶身 还有特别设计的凸起 是一串拼音 没买过的吃瓜观众 并不知道这一点 楚清浅留意到弹幕上的讨论 顺势把瓶身上的字母录了出来 屏幕前的观众们 这才得以见到瓶身的真实模样 既然大家都很好奇 白白 让大家看看 寻白白点了点头 拿起空了一半的红酒瓶 对着直播间 镜头的方向拍摄 镜头前的观众们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瓶身的模样 楚清浅又递过来一个木瓶塞 博纯酒庄的酒 除了瓶身特别 就连瓶塞也是特制的 其他人想要模仿 没那个可能 观众们一脸好奇地看过去 这才注意到 瓶塞边缘和顶上 似乎有个什么记号 只不过 他们没看明白 这个是C 底下的两个小字是Q 我师父对于自己设计的东西 都喜欢打个记号 这也是他的专属水印 当时接手博纯酒庄时 楚清浅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 只是后来一次意外的灵感 让他决心设计一款 独属于博纯酒庄特有的酒瓶 当初在设计酒瓶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过防伪这一方面 只是习惯性地 喜欢在自己的东西上 留下个标签而已 后面确定成稿 他才决心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没想到 如今竟然还成了 博纯酒庄信任危机 解除的一个好推手 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讶了 一个用来装酒的瓶子和瓶塞 竟然还暗藏设计 这属实是意料之外的 就连几个老顾客都有些吃惊 毕竟他们虽然是酒方面的老涛 却也不会花心思去关心一个酒瓶子 倘若不是这一次 他们估计也不会发现 这一点直播间里 一堆感叹薄唇酒庄的用心 纷纷叫好 第166章 直播间连麦 殊不知 这还只是个开胃菜 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 楚清钱起身消失在直播间里 直播间的观众 嗷嗷嗷地叫唤着 让他再直播一会儿 等他回来再出现在镜头里 手里还多了一份文件 楚清钱把文件递了过去 寻白白接了 歪头轻轻看了他两秒 打开看看 惊喜 手里捏着文件 寻白白心里犯嘀咕 可还是打开了 看完文件家里的东西 寻白白肉眼可见的 从惊恶到不敢置信 其中还夹杂着惊喜 师父 这是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情 寻白白看着底下的公章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天当天我就让人去检查了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昨天才拿到报告 正好今天派上用场 楚清钱勾唇 精致妖娆的五官 因为这一笑更加的魅惑十足 寻白白双目泛红 眸子深处 倒映出师父的样子 眼睛里闪烁着 名为惊喜家佩服的光芒 嘴角也随之勾起大大的弧度 师父 你真厉害 直白的夸赞 听得楚清钱挑起眉头 有黑的铜人里 霸气的冲天 所以 你今天让我陪你去逛街 就只是单纯的 想要放松放松 没有受刺激 你说呢 师父 我还以为 闹了个大乌龙 寻白白脸都红透了 楚清钱直接腻了他一眼 重新做回原位 以后有什么事和我商量 脑瓜子一天到晚装的什么 我自罚一杯 寻白白赶紧拿起杯子 咕噜噜脸 喝了两口红酒 两人聊着天 完全把直播间 嗷嗷待哺的一大帮人 撂在了旁边 网友们在直播间里 急得都快冒火了 弹幕上密密麻麻的评论 完全看不清人脸 哈哈 到底那文件是怎么样的呀 急死人了 我这急脾气 真的抓耳挠腮的 两位看看我们呀 别再掉胃口了 我跪下求你们了 快看看卑微可怜的我们吧 似乎是听到了 网友们的一众心声 楚清钱分了点注意力过来 抬眸看了看屏幕 白白 把文件对着镜头扫一眼 寻白白一边点头 一边起身展示给大家看 镜头里弹幕都停了 观众们也都看清楚了 文件的内容 更有几位舔着脸的老顾客 在屏幕面前 肉眼可见的 从惊恶到后悔 这真的做得太绝了 几个临时做了 墙头草的老顾客 立马就明白了 楚清钱这一波操作的目的所在 除了证实博纯酒庄的酒没问题 还有打脸他们 这帮墙头草的成分 一脸墙头草们 各个都在屏幕前摇头 一个个肠子 都毁清了这份报告 是包括对国际品酒大赛 那天所有酒品 和几天前被退货那一批 红酒的数据检测报告 待会我会发在 博纯酒庄的官方账号底下 大家慢慢看 看着神色依旧淡然 浅浅笑的师父 寻白白一脸的崇拜 同样差不多的年纪 师父却能如此拥有如此的气度 他也没想到 独酒事件过去了这么几天时间 师父竟然能够如此云淡风轻地解决 师父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 再等等 楚清钱话里有话 寻白白虽然不知道 他还留着什么后招 却完全不问 乖乖地照做旧事 直播间那么多人也好奇 楚清钱接下来 还会贡献什么重磅消息 那么多人都守着 一个都不舍得离开 大家讨论讨论 接下来楚小姐还会爆料什么 我总感觉他 还有大招没使出来呢 我也有同感 经过科棠家检测报告打脸环节 弹幕明显和谐了不少 网友们的戾气消散了不少 可也还是少不了黑子 突然 直播间里出现了一个连麦邀请 直播间里又想起一阵骚动 全直播间都好奇是哪位勇士 来意识什么 大家甚至都恨不得直接在直播间里吓住 不过考虑到这种带有诱导性的行为 容易让直播被封 大家还是收敛了一下 不然这么多人非得来一波赌注 楚清浅单手晃动红酒杯 低谋浅笑 他笑起来时 眼角下的那一颗红色肋质 妖艳极了 他等的人终于来了 谁都想不到 这一波连麦是他的计划一缓解 师父 这人你认识 不愧是跟在楚清浅身边已久的人 他一个眼神 寻白白就明白了 弹幕上一堆的猜测 一部分人猜测 这不知名的胆大网友 肯定会被拒绝 甚至被踢出群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薄纯酒庄既然都敢硬钢 肯定不会拒绝 大家猜测中 楚清浅没有在看弹幕 而是看向了右下角那个账号 同意了对方的邀请 我的天 我看到了什么 同意了 没看错 真的同意了 不愧是薄纯酒庄 霸气侧漏啊 刚刚那些信誓旦旦说 人家肯定不会同意的 赶紧出来道歉 那些畅衰的言论 一下子从弹幕上消失 大家也更多的 把注意力放在连麦的环节 连麦镜头一开 寻白白的脸凑近了一些 他刚刚看了一下 那个账号的头像 大致心里些猜测 真的是他 镜头一开 屏幕里出现一张 他再熟悉不过的脸 董刘 还真的是他 他怎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上线连麦 估计这其中 肯定又是师父的手笔 镜头对准脸的那一刻 董刘坐直了身体 我怎么感觉 这人有点眼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可是一时半会儿的 我想不起来了 真的假的 不会是拖吧 刚刚赌失败的一大帮人 又闻了胃 过来开喷 楚清浅却慢条丝里开了口 董先生 董刘咳嗽了一下 按开了直播间的话筒 楚小姐 两人这称呼一出 还没认出董刘的网友们 立马脑子一击零 这人不就是前段时间 在品酒大赛现场 差点出事的人吗 他这会儿连麦 是为了什么 不会是来找楚清浅算账的吧 这直播越来有意思了 一会儿的功夫 直播间又涌进来一波 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楚清浅手指 有一大无一的敲击着桌面 声音淡淡的道 董先生没事了吧 没事了 那天多亏了你 我还差点误会了 董刘在对面点了点头 拍着胸口 一脸的感激 第167章 信任危机解除 楚清浅态度自然 丝毫没有什么波动 不客气 那天的事情 很快就会给你一个交代 到时候 董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来酒庄 我亲自给你特调一杯 楚清浅把玩着高脚杯 眼皮微聊 纯纯的魅惑 他这话刚一落 董刘那边就激动的点头 那楚小姐可要说到做到 我可是很期待你的手艺 两人之间那天比拼 带来的小矛盾 在此刻也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对于网友的猜疑 我想说一句 博纯酒庄会证明他们的清白 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是肮脏的 两人连迈了一会儿 董刘退出直播间之前 还特意留下那番话 直播间那些喷子们 被强硬的科普了一波 也都知道董刘的身份 以及他和楚清浅之间的小矛盾 俗称牛脾气的人 突然一改性子 替别人说话 这是彻彻底底的被折服 喷子们再有心喷 也不敢当着直播间 那么多人的面 说些带节奏的话 否则他们会成为剑靶子 博纯酒庄加油 不愧是能够承办 国际赛事的酒庄 风向一下子被扭转 首播间突然迎来了 一场绚烂的流星雨 点点的烟火落下 整个屏幕都被沾满了 VIP董在博纯酒庄直播间 送出一场浩瀚流星雨 楚清前表情一致 眼尾上扬 董刘这一手操作 还真的对他胃口 此人性格不错 不枉费那天他出手 我去 浩瀚流星雨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呢 这主播真的厉害 流星雨啊 羡慕死我了 然而这一波还没结束 系统上的提示 再一次响了起来 X在直播间 送出两场浩瀚流星雨 妈妈呀 两场 这又是哪位土豪啊 让我抱抱大腿吧 直播间里的一场流星雨 需要花费五千 这两场 这都五位数了吧 太土豪了吧 太羡慕了 原以为 这就已经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 屏幕上又炸了 VIP用户军庭 进入首播间 这条提示和上面的 也大差不差 都是自带效果的 加大加粗的文字 又吸引了直播间 所有人的注意 我去 又来一个大佬 博纯酒庄的支持者 都这摇牛的吗 个个都是金主啊 军庭这个称呼一出来 楚清前立马认出了对方 如此直白的名称 除了他二个 也没有别人了 这些人还真是 楚军庭一进来 一句弹幕都没发 直接送了十个嘉年华 礼物特效 布满了整个屏幕 一个个 都这么有钱的吗 看看我吧 我在期待 还会不会有别的大佬 赶着过来送钱的 期待一波 我很好奇 这帮人 是不是楚小姐认识的朋友 面对网络上这些言论 楚清前眼尾勾起 直接对着 寻白白舌的眼神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今天直播到此为止 我们就先下播了 再见 正看得意犹未尽的网友 听了这话 仿佛被当头一棒 别啊 这才多久啊 太短了吧 这就下播了 我还想继续看看 就是啊 再播一会吧 求求了 我进来的晚 就看到个结尾 再等一会儿吧 我们可以刷礼物的 为我之前诋毁博春酒庄的话语道歉 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求求了 对不起 我们也是被带节奏了 一堆道歉的言论 涌现在弹幕上 楚清前却已经起身准备离开 寻白白原本还心软的 想要继续和网友唠唠嗑 见状也顾不上聊不聊天 声音浅浅道 实在抱歉 时间有限 感谢各位的观看 拜拜 师傅 你成功了 寻白白 这会儿 已经把所有的环节 都串联到了一起 完全明白了过来 从始至终 直播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检测报告 在镜头面前展示酒瓶 再到董流的上限 这三者串联在一块 看似没什么关联 却又环环相扣 楚清前文言 薄唇微钩 是我们成功了 我们今天的数据太可观了 寻白白看着数据报告 一脸的兴奋 楚清前懒得看 就只扫了两眼 随后挥手 本会去补个叫 你瞧瞧你的黑眼圈 这段时间 博唇酒庄面临的危机 堆积在一块 寻白白看似 还和小太阳一般活蹦乱跳的 可他眼神骗不了人 那双永远都是清澈活力的眼睛里 光彩都不那么明亮了 师傅 你也是 寻白白这次倒是没做小尾巴 他脱了鞋 兴奋地扑倒在沙发上 双腿在空中来回地晃悠 还好雅各里的隔音很好 外面人就算是路过 也听不到里面的动静 不然他这一惊一乍的保不齐 会吓到人捧着手机 兴奋了好一阵 重新从沙发上坐起身来 第一时间登陆博唇酒庄微博 下播一分钟不到 博唇酒庄四个字 已经挂在了热搜榜单上 博唇酒庄官方账号底下的留言 呈现喷井式的增长 网友们留言的内容 也不再是博唇酒庄赌酒问题 而是关心着 怎样才能够抢到博唇酒庄的酒 以及下次什么时候开播 最初带节奏的营销号 第一时间看到了 博唇酒庄的热度 心里慌得不行 同一时间 某栋别墅里的男人 脸色已经黑得快滴末 去博唇酒庄账号底下带节奏 多买些账号 记住 小心 别暴露地址 然而 速度终究是慢了 与博唇酒庄有关的TITO 以压倒性的速度 全面在娱乐软件上席卷 某斗 某博 某办 红红火火的流量 彻底爆了 废物 一个个的 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竟然就让她翻身了 别墅里收到消息的男人 死死地盯着手下那帮人 眼睛里血红一片 那双眼睛凶的 让人想起山林中的野兽 手下们下意识地抖索 我们也没有想到 她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去洗白 滚 废物 男人一脸阴狠 客厅里手下和庸人都撤出去了 男人却突然勾着唇角笑 看来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呢 楚家小姐 有意思 话音落下 一道阴侧侧的笑声在客厅里回荡 第168章 调查真凶 看着地上狼藉的模样 男人抿了抿嘴角 连起的眼神里 凶狠地仿佛藏着一头饿了太久的猛兽 恨不得立马扑出来咬人般 楚清浅 你可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不然我最近的乐趣可就没了 阿T 阿T 刚从博纯酒庄 回到私人别墅的楚清浅 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看来有人在念叨着我了 她的眸色又沉又冷 笑了一下 手指点开官博账号 网上 网友们这会讨论的话题 几乎都是围绕博纯酒庄的 她只扫了一眼 就没往下看了 把手机揣进兜里 刚准备上楼 门铃声响了 通过手机APP看到门口的男人 是她二哥 楚清浅挑眉 也没有太多的意外 她抬腿往门口去 二哥 做得不错 不愧是我妹妹 楚军婷语调舒缓温柔 手刚伸出去 想要捏捏妹妹的脸 余光注意到 自己手心厚厚的剪 又停了下来 二哥 你找我想逼 不只是过来看看我吧 楚清浅没跟她绕弯子 眼剪一该道 嗯 确实有事 不过在此之前 先看看我和你三哥 给你准备的礼物 一堆锦盒 被摆放在楚清浅面前 精致的珠宝首饰亮了出来 这是你三哥特意寄回来的 他最近事务繁忙 一时半会儿抽不出身来 所以 只能让我带位送你 三哥有心了 看了一眼首饰 楚清浅脸上仍旧云淡风轻的 仿佛面前摆放的是 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假首饰 叮咚 手机进来一条新消息 正是他三哥发来的 除却前面的关心 底下还有一条转账汇款 八位数 三哥这手扁 楚军廷用余光看了一眼 转而掏出手机 也紧随其后 只是他的金额 比楚云廷的多了一位数 二哥 两个哥哥动不动就转账的行为方式 楚清浅还真是麻木了 乖乖收着 除此之外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看看 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摆放在楚清浅面前 里面竟然是一把改装过的武器 二哥 楚清浅明显吃惊了 他眉头拧了下 不大确定 这礼物究竟能不能收 没事 可以收着 只是 你需要答应二哥 这东西 只有在遇到生命危险时 才可以使用 可是 军方那边 过了明路的 安心收着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楚清浅也没有扭泥 他确实对这东西感兴趣 守诚实地伸出去 谢谢二哥 我很喜欢这份礼物 喜欢就好 还有一份礼物 你应该也会喜欢 楚清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 起身安静桌子上的电脑 手指在键盘上敲几下 一段略显模糊的视频出现 楚清浅的眸中带出了一色 这是那天比赛现场的视频 你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楚清浅挺随意地插着手 挑了挑眉 看着自家二哥 楚军廷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着回应 兄妹俩目光投向电脑 视频播放 视频的画质也有些模糊 而且很明显 看得出来视频拍摄的角度很偏 对方当时应该是站在角落里 视频里的场景 是博纯酒庄主楼一楼的大厅走廊 人来人往 视频拍摄者应该拍摄技术比较烂 手抖了好几次 二哥 停一下 视频播放到第二遍 楚清浅突然沉下眸子 你看看这个身影 是不是很熟悉 刚刚第一遍 他并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两个身影 可再看 却发现了不对劲 他没看错的话 那个身影 很像是利演型那位多年在外的三叔 光是看身形 他自然看不太出来 怪就怪在 那个人身上那套衣服 很熟悉 很有个性 比赛当天 利平川身上穿的衣服 正是视频角落里的男人穿的这件 利平川 利演型这位三叔看来 并不如表面那般云记风轻啊 楚清浅冷笑一声 声音听起来很是平静 淡淡的同楚君听说到二哥 你对此人有印象吗 他二哥的观察力和敏锐度远在他之上 一般而言 被他二哥看过一眼的人都会被他记住 楚清浅曲着腿 没个正形地坐在沙发上 散漫地垂着眼睛 看他二哥的反应 此人我有印象 利演型的三叔 这一瞬间 楚家兄妹的视线都集中在了屏幕上 楚清浅眯了下眼 放大屏幕 想要看清楚一些 应该就是利平川 楚君听的目光变得锐利 一双幽深的毛子黑得深邃 他身上的骑士变得冰寒 他军长的头衔从来都不是虚设的 想到之前在博纯酒庄留下的那句话 楚君听身上散发出来的戾气越来越浓 看来 他很久没出手 那帮人已经忘记了他的手段 利平川既然胆敢给他妹妹不痛快 他不介意把对方整个根都拔了 军方的人都见识过他处理人事是什么模样 谁敢越界就是找死 可这外面的人却不曾见识过 看来是时候活动活动手脚 利平川 利家 他会一个一个慢慢收拾 看来事情变得有意思了 楚清浅倒是没太大的情绪波动 他又把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确认此人正是利平川 虽不知利平川在独酒事件里 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可他定有问题 等他从自己的陈词里回过神来 方才发现自家二哥的情绪变化 他这个状态会出事 他拿过一颗糖 塞进楚军廷的嘴里 二哥 消消气 为了一个跳梁小丑不至于 我有办法对付他 得罪楚家人 他多少得脱层皮 而且 他还极有可能得罪了我 倘若事情当真是他所为 我定会让他彻底翻不了身 口腔里涌出一股甜味 楚军廷浑身的力气收敛 一身的冷冽化了 只留下了满满的温柔 好 倘若真和此人有关 我定让他离不开这片土地 看着屏幕里那道身影 楚军廷用力地咬了一下 口中的糖果被咬碎 第169章 线索断了 二哥 你送的这两个礼物我都很喜欢 谢谢二哥 喜欢就好 楚军廷忍不住笑了下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和二哥不用如此客气 你先吃回东西 好好休息休息 接下来的事 交给我来处理 楚军廷没藏着自己的想法 又摸了摸他的头发 这段时间忙坏了吧 瞧瞧这黑眼圈都快成熊猫了 楚军廷的话 让楚军廷听了有些无奈 他脸上几乎没有黑眼圈 他二哥是没看到寻白白的 听话 对于自家这个魅空二哥 楚军廷心情有点复杂 二哥 这件事你在旁边辅助我就好 我想亲自来 毕竟对方可是冲着我来的 不亲自教训回去 我会寝食难安 你是因为立眼形 所以不想让我动手 楚军廷脑海里 快速蹦出一个身影 眉头紧簇 对立眼形的存在 楚军廷天然地觉得抵触 都是男人 那小子看浅浅的眼神不纯洁 他担心家里的白菜被猪拱了 二哥 你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 楚军廷瞪大眼睛 对于自家二哥的猜测颇为不解 活动了下手腕 精致的下颌线 因为他此刻紧绷的表情线条 更加的凌厉 他半眯着眸子 目光有黑又深沉 整个人看上去也得不行 我只是单纯的手痒 想教训人渣而已 没骗我 我发誓 好 我会记住你刚刚说的话 楚军廷淡淡的一句话 裹挟着威慑力 不过转瞬即逝 有任何需要用到二哥的地方 尽管提 二哥 知道了 楚清浅乖乖地回应着 楚军廷还有事得先行离开 楚清浅把他送到门口 他还在嘱咐 二哥 我真的知道了 你再不走 该赶不上了 别墅外面有辆黑色的车 早已经等候多时 呼 把人送走 楚清浅身吸了一口气 有时候有个妹空二哥 也是种压力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还是多亏了二哥的出手 否则 他还真不一定能够如此快地得到线索 好戏开场了 他眯了眯眼睛 失笑了一声 回到客厅 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又把视频看了一遍 丽眼行 你的态度会是什么样呢 丽眼行对他这位三叔的在乎程度 有目共睹 如果读酒事件 当真是丽萍川所为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先聊者见 他向来不主动招惹 可对方都如此挑衅自己 他断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脑海里闪过丽眼行那张常年苍白的脸 他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不知道那个时候 面对亲情和合作伙伴 他会做出什么举动 想那么多做什么 楚清浅什么时候也会心软了 自嘲地笑了笑 压下心中的不自在 楚清浅眉眼轻挑 没去多想 拔下优盘 收拾东西离开 博纯酒庄 酒庄的工作人员一看到楚清浅过来 毛子立马闪了闪 忙热情地打招呼 老板 这天气外面太热了 注意防晒 烈日当空 工作人员待得严严实实地 在修剪树枝 知道了 工作人员目送着楚清浅离开 忙完手里最后一点也离开了 主楼客厅 师父 睡了一觉醒来 寻白白正兴奋准备去调酒 迎面碰到意外之人 师父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好好的休息休息 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上楼 楚清浅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轻松 脚步飞快 寻白白赶紧跟上 看看这个视频 视频很短 就五分钟 你有什么想法 楚清浅并未全盘拖出 而是先问着寻白白 这个人好眼熟啊 总感觉我认识 虽然只是看背影 很好 这让我怀疑 和那天的意外事件有关 寻白白听到这两句 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突然指着视频里那个人道 我想起来了 那人是和立总有关 聪明 偷偷去核对一下 那天和立眼形接触过人 看看有什么异常人员 立平川刚回国 各方面的势力都并不稳定 他不会傻得明目张胆动手 时有八九还有帮手 好 师父 你怀疑我们内部人员 被他收买了 只是猜测 对于博纯酒庄内部人员 他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忠诚 我知道了 我先去忙了 当天 整个博纯酒庄的工作人员 都被调查了一遍 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 被调查人员 全部都被要求保密 师父 说吧 我亲自调查了酒庄的 所有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楚清浅快速地抓住了重点 查出了谁 有个新来不久的男生 有些不对劲 我在问他时 他的眼神明显闪躲 我怀疑 继续让人观察 不要打草惊蛇 丽萍川那边 有什么动静吗 师徒二人各自分工 楚清浅亲自调查丽萍川的行踪 我查了他近段时间的通话记录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就奇怪了 酒庄的监控都调出来 我要亲自翻看 那段视频 竟然能被他二哥找到 那说不定 拍摄视频的人 也有可能被监控记录到 没有 比赛当天的视频 快被看烂了 都不曾看到 那个拍摄人的身影 把那个和丽萍川接触过的服务员带过来 楚清浅质地有声地道 他顿了顿 语气颇为沉重 事情发展到现在 他能够掌握到的线索 只有那段视频 可视频杂音太大 即便是用技术处理 也完全听不清楚说话的内容 拍摄那段视频的人 更像是人间蒸发了 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调查 线索看似有 却断了 寻白白头都带了 那名服务人员呢 我去叫 半个小时过后 寻白白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小脸煞白 师父 人不见了 我找遍了酒庄 都没人见到他的身影 最后一个可以掏出信息的线索也断了 调查不得不终止 第170章 人不见了 楚清浅猛地站了起来 什么时候不见了 有问过吗 我出去问了一圈 都没人见到他 这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寻白白吸了一口气 说道 人不见了 他们手里仅有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而且断得相当彻底 寻白白泱泱的 整个人的脸色白了一寸 师父 怪我 这件事与你无关 此人的离开 绝不是意外 不得不说 藏在独酒事件背后的那个人 还真是足够的心狠手辣 而且心思够缜密 反应也很速度 走 去查监控 楚清浅站起身来 窄尖长腿的 整个人气场很是强大 眼睫垂着 语气挺起来很平静 五分钟后 师徒二人的脸色 拿脚一个丰富多彩 楚清浅眯起眼眸 刚才听到线索断了的那一刻 他的情绪还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这刺他却微微变了脸色 不着痕迹地顶了顶腮 眼神极冷 师父 寻白白也注意到了师父的表情变化 紧咬着唇绊 眸光里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没事 不就是没了监控录像吗 楚清浅浅笑了一下 手指在键盘上翻飞 趾骨匀趁有力 好了 整个过程 寻白白都不敢眨眼睛 整个人一直紧绷着 一颗心一直提在半空中 七上八下的 师父 你太厉害了 寻白白双目都在放光 眼眶里憋了许久的泪水 夺眶而出 哭什么 我太激动了 寻白白盯着他看了几秒 突然说道 师父 我为什么就不能是个男人呢 他突如其来的无厘头的话 让楚清浅愣了一下 他敲了寻白白的脑门一下 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是不可以 如今的技术 足够让你得偿所愿 寻白白捂着脑门 傻笑 师父 他害羞地往楚清浅的方向靠 一把抱住楚清浅的手臂 楚清浅 这徒弟变脸 还真是够快的 不过这样阳光活泼的寻白白 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楚清浅轻笑摇头 表示无奈 兴许是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 寻白白全然没了压力 他突然感慨出声 师父 虽然我没办法拥有你 可是你真的是男孩子都喜欢的 楚清浅有点懵 话题怎么突然转到这上面 师父 我越发的好奇 将来哪个男人能够拥有你 楚清浅 如果表情可以具象化的话 他脚上就是满脸的黑点 无语的 男人 他目前的人生规划里没有的存在 师父 虽然我不舍得你 可是倘若真的有青年才俊追求你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多多注意身边的人才是 说完 他又黑黑的笑了两声 楚清浅多看了他几眼 总感觉从小涂地的话里面 听出了别的意思 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太过于敏感师父 你真的没有考虑过立总 还干不干正事 眼看着寻白白又要不正经 楚清浅脸着眉眼 眸色认真 师父 你看 那个工作人员出现了 寻白白呢喃着转移话题 楚清浅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监控录像很清晰 完全可以看出人脸 特别的细节 当初楚清浅接手薄纯酒庄 特意花了大价钱 整改整个酒庄的监控 监控视频 直接停留在了今天早上六点左右 一个穿着运动装 戴着耳机的男人 出现在了视频里 是他没错 当初那个服务人员 还是寻白白自己找的 当初师父见了人 还调侃 他是冲着人家颜值高 可是他举动感觉挺正常的 视频里的男人 似乎一点也不怕被拍到 围绕酒庄跑了几公里 视频滑到最后 期间那个工作人员 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跑步的画面 一次是穿着薄唇酒庄的工作服 从房间出来 除此之外 就没有那人的身影 怎么可能 那么大个活人 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这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再看一遍 寻白白从头看到 尾又看了整整两遍 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那么大的男人 就人间蒸发了一样 眼看着监控画面 寻白白彻底愣住了 最后一条线索真的断了 他们的员工在薄唇酒庄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为什么事情走向 变得这么邪门了 寻白白突然后背发凉 后背惊了一身的冷汗 心底更是止不住地 冒出阵阵寒意 师父 我总觉得这次的是不一般 确实 师父 你说 会不会是之前那个 赌酒事件的后续篇章 是 简短的一个字语气 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所以 这件事已经有眉目了 师父如此的笃定 想必是已经查到了 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你之前有了解过 丽衍行的那位三叔吗 楚清潜一手 对丽家那位三叔 没什么印象 是因为对方之前 并未出现在国内 可这次对方一回来 就暗中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不认为 赌酒事件 和那名无故失踪的工作人员 两者毫无关系 相反 这两者绝对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丽萍川刚回国 为何会平白无故地 对自己这样一个 初次见面的人 那般柔和 他又怎么会成为 国际品酒大赛的嘉宾 丽衍行这个亲侄子 为何不知道他的行踪 一连串的想法 在脑海里诞生 楚清潜脑海里 已经想到了 接下来该怎么去查 丽萍川 手紧紧地攥紧 浓浓的力气 从他的眸底开始翻腾 师父 寻白白注意到了他的状况 手伸出来抱住他 我没事 任凭寻白白 挂在自己身上 楚清潜将眸光 不知放在何处 对了 那名员工的基本情况 你都调查过了吗 他和丽家可有关系 又或者 他和丽萍川是否有关系 我当初应聘他时 是看过吕丽的 他是个孤儿 又是外地人 应该不可能和丽家 这样的家族扯上关系 更别提常年居于 国外的丽家三叔 寻白白立即回复道 那就有意思了 放眼博纯酒庄 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当天在比赛现场 服务的人也不少 丽萍川 怎么就偏偏选中了 那个男生 第171章 他有知情权 轰隆一声巨响 屋里脸色都不太好的 师徒两转眸 起身 往窗户外面看出去 抬头看去 屋外天空阴沉得快泼沫 黑压压的云层堆在一起 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 突然刮起了狂风 树叶被吹得 沙沙作响 温度骤降 盘旋在他们头顶的云雾 黑沉沉的 像是要下暴雨的样子 轰隆又是一声雷响起 伴随而下的是 天边的一道闪电 刚刚还乌鸦鸦的场景 立马亮了 亮得有些吓人 寻白白不禁浑身一颤 神色随即变得紧张 格外的安静 楚清浅的神色 也有些晦暗 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 楚清浅沉思着 视频的事情 他要想一想 该怎么和立眼行说了 真要调查起来 极有可能引起立眼行的注意 躲不过去 师傅 此事还是应该告诉立总 他虽然不是直接造成 博纯酒庄名誉受损方 却也间接被拉进了这趟浑水中 立总想必也是被蒙在了谷里 寻白白突然道 立总的身体 如今好转了不少 应该能够接受 只是我担心 他帮亲不帮理 脑海里天人交战 寻白白小脸皱巴巴的 闻言 楚清浅神情微顿 神色肉眼可见的复杂起来 静默良久 他才说 酒庄有任何事情 给我打电话 立平川的是 他之前还在犹豫 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和时间点开口 可是白白说的没错 他未免 也把自己这个病人 想得太脆弱了 况且 他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立平川知道真相 难受也只是一时的 立平川此举 只爬布了一场局 局中人兴许 不只是薄纯酒庄 交代好寻白白 楚清浅直接去了立世集团 临次至比的高楼 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刺眼的有些让人睁不开眼睛 下了车 楚清浅拿着包 步履缓慢 气势十足地 走进了立世集团的大厦 刚进入大厅 不等他主动走到前台 去自爆家门 前台工作人员眼睛放亮光 眼神仿佛恶狼 看到了肉一般 楚小姐 对方认出自己 楚清浅倒是不惊讶 只是对方的态度 反倒是让他愣了一下 抬眸看了眼对方的眼睛 眼睛里真情实义的开心 不是假的 前台赶紧解释 我之前看了您的直播 很佩服您 多谢 楚清浅浅浅笑了笑 前台小姐姐心里仿佛占开了花 楚小姐 你好美 你和立总很般配 面对楚清浅的疑惑 前台又加了一段解释 那天的直播 立总也在 你们俩在一起的画面感 很好客 是吗 轻烈的嗓音响起 开口的人是立眼形 他似乎情绪很好 薄唇都上扬了好几个弧度 一双桃花眼 深情地望着旁边的女生 身上那一股生人物尽的淡漠 消散了不少 总裁 前台立马收敛表情 转而拿出自己的认真 心里却有些紧张 苍天啊 嗑八卦嗑到了两个正主面前 他会不会被开了呀 他完全没有想到 集团大boss会突然出现啊 要知道 他在历史工作这么久了 都很少看见这位大佬的 毕竟 这位大boss的身体情况 也不是什么秘密 整个公司都知道 他的身体不好 很好出现在公众场合 为人简而言之 就是神秘不喜欢露面 像这种如此近距离的 接触员工的行为 更是没见过 他现在这样平易近人的模样 还真的有点吓人 诡异的吓人 这座冷冰山 在面对楚小姐时 总有种倒贴的感觉 虽然这么说 有点不太礼貌 但是却足够的贴切 前台心里对立眼型的害怕 也减轻了一些 可即便如此 立眼型的压迫感和威压 还是存在 前台小姐姐明显拘谨了不少 楚清前也发现了这一点 立眼型在 大厅里 大家都格外的安静 他这病弱的合伙人 除了看上去轻易可推 在其他方面 确实有点霸总的风格 他下意识地 就朝着立眼型那边看了过去 我们上楼吧 立眼型声音低沉地开口 带着一阵阵轻微的咳嗽 前台赶紧低头 走吧 立眼型呈保护姿态 站在楚清前身边 二人进入专属电梯 前台才大口呼吸 电梯直上总裁办公室 所在楼层 怎么来了 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如果不是腾风提醒 他压根不知道 楚清前来了立世 突发奇想过来 有事和你说 楚清前没有拐弯 直说来意 和我有关 立眼型完美地get到了他的意思 楚清前侧谋 说得干脆 对 说吧 聪明如立眼型 他猜测到了 他要说的事情 定不是小事 朝楚清前点了点头 示意他什么都不用顾虑 你先看看这段视频 楚清前把视频播放了一边 把自己心中的猜想都说了 包括那名失踪的工作人员 这视频清晰度不够 兴许只是我的主观猜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此人就是你三叔 楚清前将眸光放在视频上 在听到这些事之后 立眼型手抬起又放下 眼睛里的光暗了几分 在此之前 你应该很为难 呢喃细语 立眼型低了下头 就这一瞬间 一片的冰寒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好不容易三叔回来 却离楚清前惹出那么大的麻烦 虽然如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 这几日楚清前为了薄唇酒庄 忙前忙后的模样 他悉数看在了眼里 心揪得很 侯杰艰难地动了动 咽了口口水 楚清前知道他很注重亲情 心中猜测 他一时之间很难接受 来自自己所信任的人的变化 他准备了许久的话 突然有些说不出口 不用担心我 你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好 这件事我不参与 他怕自己的私心 会左右自己的情绪 影响楚清前 他谋色认真 如果有需要我的 我也可以出面 文言楚清前的松了口气 不愧是他选中的合伙人 比他想的还要冷静 有担当 这让他悬着的一颗心 一下子安定了不少 他等的就是他的态度 如此一来 他才能更好地调查 第172章 大义灭清 抱歉 是我的疏忽给你添麻烦了 丽眼行再次开了口 我会注意丽萍川那边的情况 丽眼行这次叫的是对方的全名 俨然是打算大义灭清的意思 我会多注意自己的情绪 不会表现出来 避免打草惊蛇 不愧是在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将历史发展到如今的层次的人 想事情很果断 不论视频里的那张脸 是不是丽萍川 我都会叹一下对方 他的提议 让楚清前意外的同时 也很满意 他也需要寻找那名工作人员 丽萍川这边 有丽眼行试探 会更容易成功 就按照你这办法 楚小姐 丽眼行突然失笑 我没你想得那么脆弱的 楚清前看了他一眼 轻笑了一声 多注意身体 情绪别太激动 丽眼行勾了勾唇 心里泛暖 总裁 您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腾风敲了敲门 从外面进来 拿进来 腾风一进来 还推着一辆小推车 推车上面 一落落丰富的水果 品类多样 除此之外 还有几份小蛋糕 丽眼行起身接过推车 拿起推车上的一杯果汁 摸了摸杯子的温度 这才递过去给楚清前 新鲜的芒果汁 楚清前接过杯子抿了一口 这些不会都是 给我准备的吧 丽眼行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被说中了 抱歉 我等会就得离开了 你的心意 只怕是得辜负了 说完 他又从随身带的包里 给了他一瓶药丸 如果情绪激动 导致不舒服的时候吃一颗 丽眼行珍惜地接过去 刚刚紧锁的眉眼 瞬间舒展开来 该说的都说了 药业已经给他送到了 楚清前没打算多呆 又跟丽眼行聊了几句 他就先走了 总裁 楚清前离开后好一会儿 总裁 你可是有什么不舒服的 腾风换回了丽眼行的神志 没事 这些水果蛋糕 你处理了吧 腾风为难地 看着一推车的水果和小蛋糕 有些头疼 最终叹了口气 推着先退出出去了 窗帘关上 屋里的视线 只一息能够看到一点 屋里的男人刚醒来 有人在调查你 用不用我去动手处理了 男人起身拉开窗帘 屋外的视线洒进来 刺眼的厉害 对面那边没有等到他开口 也不着急催 男人手里点了根雪茄出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才慢悠悠地开口回应对面 手机对面男人恭敬地等待着 一点也不能怒 这种事情又不稀奇 调查我的人还少吗 结果呢 还不是什么都查不出 你也跟我那么多年 心态怎么还是这么毛躁 对面那边并未多说什么 结束了通话 男人捏着雪茄 思索了一下 笑得高深莫测 这么些年 他做事都很谨慎 这次的事情 自然也做得十分的完美 他思索再三 自己没有任何的破绽 不仅如此 他还特意抹出了很多 可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 他不可能让对方 找出点自己的什么把柄出来 一天的时间飞快过去 楚清浅那边 仍旧没有失踪的工作人员的消息 丽眼形电话挂断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随后起身看像放在桌上的合照 照片里的他青涩 旁边的男人年轻 却又意气风发 往事仿佛还在昨天 博纯酒庄地下室 楚清浅坐在沙发上 身边是寻白白 而地上还躺着一个 被五花大绑的男人 让他说话 楚清浅换了个姿势 手指敲着桌子 一下接着一下 看似寻常的小举动 却一点一点压迫着男人的心 那一下一下的声音 断断续续 男人的心仿佛被大手捏得死死的 介绍介绍自己 楚清浅停下动作 走过去拖了一把椅子 过来男人身边 坐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说说你是谁 男人脸上浑身都在颤抖 你们究竟是谁 把我绑过来做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我要投诉你们 楚清浅看了男人一眼 博纯酒庄的人 他不动神色地 看了男人的脸一眼 听到这 男人的眸一顿 身体肉眼可见的僵硬了 我不认识你们 博纯酒庄又如何 你们绑了我 就是犯法 哦 男人死鸭子嘴硬 俨然不把楚清浅 和寻白白两个女生放在眼里 楚清浅却轻笑着说了一句 你不承认也不重要 我既然能够把你找到 肯定是有理由的 你心里明白 是怎么回事就好 白白 把他带下去 送到警局去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 亲眼看着男人的脸色 由正常到苍白 又继续开口 我们有证据 就直接让专业的人来查 总会有收获的 也省得我们浪费口舌 什么 送警局 男人脸色都轻了 满脑子都在想着 自己要怎么办 白白 这人你们在哪找到的 按照师父调查到的 他的生活轨迹 在一家赌方里找到的 当时他输钱 被人压着砍手 寻白白解释道 颇为嫌弃 师父 要不我直接把人 送回赌场吧 他应该更愿意 回去那地方 听到这话 男人表情有一瞬的恍惚 甚至连眼神都有了变化 那是一种绝望 不行 我不能回去 你们休想 回去那个地方 他没钱还 只有死路一条 不想回去也可以 只是 楚清浅故意给留了个念想 男人已经开始 瑟瑟发抖了 你认识这人吗 楚清浅交叠双腿 目光冷冷地 看向地上的男人 手机里 亮着一张照片 不认识 回答得太快 楚清浅都是戏血 你和照片里的男人 什么关系 他一字一句地问道 都说了 不认识 再考虑一下回答我 文言 男人一下就不耐烦了 我都说了 不认识 不过这男人 竟然长得和我挺像的 都一样帅 楚清浅言为挑了一下 给寻白白使了个眼神 把人带进了 博纯酒庄地下室 第173章 交代实情 博纯酒庄地下室 被关了一天一夜的男人 听到耳边的脚步声 睁开困倦肿胀的眼睛 视线里出现 楚清浅和寻白白的身影 男人气得两眼都红了 刚想骂人 楚清浅却先他一步开了口 王大壮 考虑清楚了吗 男人文言 眼珠子滴溜溜的一晃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寻白白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都懒得解释 和傻子多说一句话 都行嘞 考虑什么 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 违反我的人身自由 王大壮吼了一句 楚清浅并没有应他的话 只是目光带着调侃 疯子 我要投诉你们 男人歇斯底里的吼叫 楚清浅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愿意合作 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想必你应该很多仇家 应该也很缺钱 男人心虚地咳嗽了一下 随后强壮冷静 冷哼一声 我才不会和你们合作 还真够嘴硬的 你就不在意自己的家人 男人仿佛像是听到什么 无比好笑的事情 哈哈大笑起来 家人 我一个官 你威胁不到我 是吗 看来是个硬汉 不过是真硬汉 还是假把式 我试一试就知道了 楚清浅随意地活动了一下手脚 冷漠地盯着王大壮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王大壮双拳紧紧握住 用沉默阐明自己的态度 拒绝啊 咔嚓 王大壮疼的单膝跪在了地上 大声尖叫着 面色泛白 同时还睁大着眼睛 他怎么都没想到 一个看上去漂亮的 不像话的女人 手上的力道 竟然会这么大 他刚刚听到了骨头的声音 所以 他的手 是被硬生生地给掰断了吗 王大壮惊恐地瞪大着眼 疼得唇色都没了 说不说 我说 我都交代 坐吧 贴心地搬来一张凳子 微笑着让人坐下 寻白白和楚清浅 面对王大壮等待他开口 视频里的那个人 确实是我 是我换的酒 我也是被威胁的 我也没办法 寻白白眼底闪过一抹光 有希望了 我爱毒 你们也知道了 我欠了两百多万的高利贷 那些人说我不及时还的话 就让我剁了四只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突然找到我 只要我按他说的做 他就替我还清我欠的钱 对方是谁 怎么联系的你 那人找你是 发生在国际品酒大赛 举办当天 还是几天前 就大赛举办的前一天 怀疑的矛头并未指明对象 楚清浅继续寻寻善诱 丽萍川并没有喜情嫌疑 继续交代 在大赛举办的前一天 那人联系了我 并让我去找了一包东西 说让我在品酒大赛当天 把桌上的酒换一下 开始我没有答应 我知道国际品酒大赛代表着什么 我虽然缺钱 也能毁了我 我怕死啊 家上的人又加价 我这就妥协了 楚清浅问 那对方给你的酒还有吗 没有了 那人的电话给我 王大壮摇头 打不通了 我再打过去是空号 查也查不出来 师父 寻白白看了过来 楚清浅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号码给我 被你们找到之前 我的手机已经没了 王大壮已经放弃了挣扎 他现在浑身疼 又饿又渴 只想保住这条命 寻白白一听 刚才脸上的欢喜 一下子就被抽了干净 对方的声音 你还有印象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 而且好像用了变声器 还有其他的都交代清楚 没有了 疼死我了 两只胳膊软啪啪的搭拉在肩膀两侧 王大壮快晕过去了 咔嚓 三两下操作 他刚刚完全没力气的两只手 竟然奇迹般的不疼了 我的手好了 本来就没断 寻白白美好气的吐槽 事到如今 王大壮再也不敢小瞧这两个女人 他也顾不上脸面 哭天枪地的磕头求饶 两位女侠 我知错 我瞎了眼得罪你们 我真的知错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们放了我吧 等他抬头 满脸泪痕 多谢你的配合 楚清浅没有直面回应 人到了吗 到了 已经在停车场 把人带上去 你们带我去啊 王大壮脑子已经一片混乱 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带自己去啊 下一秒 楚清浅给了他回答 一个魁梧的男人进来 然后踢小鸡仔样地 把王大壮踢在手里 放开我 玄空的失重感 让自称硬汉的王大壮 手忙脚乱地挣扎 正想着 自己会被带到哪里 一道男人的身影出现 三人都朝着那边望过去 几道身着制度的身影出现 快 快救我 见了制度 王大壮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求救 嗯 郭躁 来人一个手刀 把人彻底敲晕 二哥 人我交给你了 放心 没受伤吧 没有 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 确认人完好无损 楚军廷才带着王大壮离开 全程低调得很 博纯酒庄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至于楚军廷那边 王大壮的认罪态度良好 把他换酒所有的过程 和自己知道的消息 全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完全没有隐瞒的 楚军廷听完 脸色无比的沉 倘若不是顾虑自己的身份 他定会让面前的耸祸 死无葬身之地 长官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可以出去了吗 楚军廷冷笑 出去 你准备把老底座穿吧 他不再说话 转身离开了 长官 我真的知错了 放我出去吧 身后是王大壮杀猪般的嚎叫 楚军廷头也不回 隔天 官方蓝V ad博纯酒庄 博纯酒庄毒酒事件现已告破 嫌犯王大壮已落网 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 博纯酒庄从始至终坚持诚信为本 希望广大网友不要随意被带节奏 约束自身 第174章 真相大白 这条微博一出来 网上瞬间就炸了 博纯酒庄再次赢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救命 看到官方蓝V发布的这条消息 我人都要傻了 这是官方的账号 没错吧 我没眼花吧 所以 之前那些键盘侠说什么 博纯酒庄故意的真过分 真是什么脏水都往博纯酒庄泼 现在人家公安官博都出来 帮博纯酒庄说话了 官方蓝V微博底下 各种洒话庆祝 短短半个小时 评论区都快要破十万了 无数人转发这条微博 官方蓝V这个账号 常年都是更新一些时事热点 只不过关注量不多 从这个账号注册以来 粉丝数量就不乐观 可今天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账号涨粉速度蹭蹭的 急剧上升 光是一小时增长的数量 都比得上一年的增长量 薄纯酒庄的官方账号 更是成千成万事的增长模式 结果导致整个微博都瘫痪了 好在这会儿还不是晚上 不然微博后台工作人员又得崩溃 而远在几公里外别墅里的男人 也没错过官方蓝V的通报 整个人脸色很可怕 阴沉得如同厉鬼 他确实没想到 储清浅的速度会这么的快 男人攥紧了手机 身后的一个助理身份的男人 斟酌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 房间里的气氛太压抑了 男人还在看着手机微博 一句话不说 微博上热搜接二连三的报了 助理男着急得快要站不住了 先生 现在怎么办 喝着红酒的中年男人 此时也没有了往常的风度和淡定 你去联系看着薄纯酒庄的人 让他们最近都不要再有动作 收一收手脚 另外 王大壮那边去处理一下 男人眯眼双眸看着手机屏幕里的文字 去照做要处理干净 而且速度要快 是 我这就去 黑暗里的年轻人领命下去 男人攥着手机捏着高脚杯 依旧站着 薄纯酒庄这件事 在那丫头的这番的操作下 股价指不定都要上涨不少 不过 正因为这样 也确实让他越发的期待 接下来的battle了 薄纯酒庄里 楚家兄妹坐在凉亭里聊着天 二哥 王大壮那里 你觉得他撒谎的可能性为多少 他交代的事情 我去调查过 不太像是说谎 那那个失踪的工作人员去哪里 他有交代吗 没有 他也就动手那天见到了 之前并没有交集 楚军廷很会抓重点 你怀疑这件事 还有第三人 有可能 实在是整件事安排得太巧妙了 所有的事件和时间 穿在一起仔细去想 还真有可能 我会暗中调查 你不能再插手 否则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楚军廷吐出一口浊气 军人的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倘若真的有第三人的介入 事情的严峻性完全截然不同 好 都听二哥的 楚军廷没待多久就离开了 忙碌了一天 楚清浅也有些疲倦了 这段时间忙前忙后 事情还不算圆满解决 他心里总有种不安 在想什么 一道难低音响起 利眼形突然站在他的身后 正距离他不到一米的距离 利眼形垂眸 看着楚清浅沉思的样子 楚清浅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看了眼男人 摇了摇头 没什么 你怎么过来了 是因为利平川的事情 利平川站在凉亭里 看着面前的风景 点了点头 他一个小时前才看到热搜 一忙碌手头上的工作就过来了 一过来就看到 他沉默的模样 那人认罪了吗 王大壮这人名利眼形 并没有听过 官方微博发布的那段视频 也打了马赛克 没看到人脸 他也不知道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 不过 不管怎么说 罪魁祸首抓到了 他的心结也确实少了一个 认了 他叫王大壮 是个郭 某种角度来看 他和你三叔 确实长得极为相似 所以当时误会了 楚清潜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 转了转有些酸痛的脖子 回答道 听到他的话 利眼形的毛子里 划过一抹深沉 我去试探过我三叔 他那边也没什么不对劲的 不用继续了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既然答应了二哥不插手 楚清潜也没想让利眼形 继续插手 接下来的国际品酒大赛 我会安排人手 暗中帮你盯着 确保不会再出现意外 多谢 楚清潜神色倦怠 利眼形还想和他多聊聊的 可是当看到 他眉宇之间的疲惫 满腔的话语 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 那你去休息会儿吧 我自己在酒庄里 走走逛逛就离开 好 有事找寻白白也可以 打来的哈欠 楚清潜没有继续客气 离开了凉亭 利眼形忍着心里的不舍 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视线里看不到他的身影 他才坐在凉亭里 一个人发呆 呼 大口地呼吸了一下 利眼形莫名地松了口气 这几日 他强忍着没有出现在博纯酒庄 一来是为了试探三叔 并且暗中调查 二来是他担心 三叔真的和毒酒事件有关 他不好毫无负担地面对楚清潜 虽说他能狠心大意灭清 可是亲情还是让他对三叔的人品 抱有一丝期待 好在结果是他期待的 否则他夹杂在其中 无论是哪边 都没办法心安理得地相处 欧阳家 一家三口坐在餐厅里 最中间的位置上 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在他旁边坐着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一身的坠肉 不合身的衣服穿在他身上 直接勒出了一个游泳圈 中年男人的左手边 还坐着一个潮流泛十足的男生 中年男女不是外人 分别是欧阳子凌的父亲欧阳木 和母亲王婉 子凌 多吃点菜 瞧瞧你最近都瘦了不少 王婉一个劲地往儿子碗里加菜 欧阳木皱了好几下眉头 明显对于妻子 对儿子的宠溺有些不满 听说 你最近和楚家那位小姐 楚清清走得挺近的 欧阳木开口了 像是上级那般严肃 一见面就是说公司的事情 根本没有其他话好说 他突然提起了这个话题 欧阳子凌的筷子一挣 碗里的饭菜突然都不香了 爸 我太饿了 这是吃完饭再说吧 他这态度摆明了 是想要逃避 欧阳木怎么可能随了他的意 子凌 你和那位清清小姐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王婉还在追问 殊不知 他儿子的心已经飞远了 脑海里浮现出的女生的身影 也不是楚清清 而是楚清清第175章 上门提清 楚清清却是也是个难得的美人 身材各方面都还挺让他满意的 他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但是 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建立在 他没有见过楚清清的前提之下的 算得上是美人的楚清清 在楚清清面前完全被秒杀 楚清清即使是没怎么打扮 浑身上下流淌出来的气质 也是碾压楚清清 可以说 他月女无数 周围的美女络绎不绝 类型也都很独特 可是 楚清清身上的这份气质 当真是让他见了就忘不了的那种 紧一眼就难以再忘记 他欧阳子凌 要找的另一半 就得是那样的女人 出神地想着楚清清的脸和身材 他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此刻的表情 多么的一言难尽 客厅里 一家三口坐在一块 往往握着儿子的手 子凌 这些天我打听了一下楚家的这位小姐 真的很不错 依我看 你明天就去提亲吧 好女不愁嫁 尤其是楚家那样的千金大小姐 妈 欧阳子凌的眸缓缓沉了下去 在他低头时 脸上也随着浮出了一丝阴痕 按你妈说的做 明天上门去提亲 否则你也别回这个家了 欧阳墓又开口了 语气无比的果断 欧阳家这样的小家庭 如果能够顺势背靠上楚家 未来迎接他们的 将会是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和地位 我答应 欧阳子凌舔了舔牙齿 看自己亲生父亲的眼光 那叫一个凶狠 可恶 竟然拿挺卡来威胁 他去提亲 心里百般不愿意 可是却又不得不低下头颅妥协 他必须依靠他父亲提供的卡 才能继续潇洒快活 他今天晚上 可是答应了去轰趴的 要是被停了卡 他父家少爷的脸面还要不要 明天我会让老马亲自送你去 留下这么一句话 欧阳墓直接上楼了 气冲冲摔门回到房间 欧阳子凌整个人都气得发抖 掏出手机看了看自己的银行卡 最终又重重的叹了口气 咬了咬牙 脸上满是阴沉 眼睛里更是附上了一层浓浓的阴质 老头子真是够狠心的呀 知道我的软肋拿捏我 他虽然可以让他妈在他爸身边吹枕边疯 可是结果只怕也是一样的 刚刚吃饭的功夫 老头子一提到楚家 眼睛里的光彩 俨然遮都遮不住 野心溢于言表 他老子只怕比他这个亲儿子 还要更在乎楚家亲家的身份 不过冷静下来一想 他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楚家的身份地位和财力 他们这个圈子 就几乎没有谁不垂涎的 他不愿意去提亲 还有大把的青年才俊 想要有这个机会 虽然楚清清在楚家 并不如其他几个出彩 可是他相就相在 他是楚家人的这个身份上 纵使看不上楚清清 他也不得不妥协 砰 心中劝慰自己 可是那一股不甘心 实在是难以压下去 手机被摔了出去 屏幕撞在墙壁上 顿时四分五裂 心里变态的快感被满足 欧阳子凌反倒是安静了 不就是上门提亲吗 进水楼台先得愿 冷静过后的欧阳子凌 脑海里蹦出一个 无比放肆的念头 他要楚清浅成为他的人 只要他能够进入楚家的大门 到时候定会有机会 见到楚清浅 甚至是有机会 和他共处一屋 到时候 他在想办法使点小手段 把人身体占了 楚清浅这块肥肉 还不是被他收入囊中 我想要的 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楚清浅 你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欧阳子凌扯了扯嘴角 毛子里掠过一抹阴险和狡猾 哈哈哈哈 大半夜的 欧阳子凌的房间里 发出一声尖锐的笑声 收拾好杂乱的心情 欧阳子凌重新捡起手机 想要联系楚清浅 可是一阵倒腾下来 手机怎么都不工作 真垃圾 快五位数的手机 还没用一个月就报废了 欧阳子凌心疼了一会儿 从桌子里掏出一个 淘汰的水果旧款 重新联系上楚清浅 喂 这边刚躺下的楚清浅 看到手机来电显示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脸上的嫌弃 就差直接用文字写出来 什么事 明天我会去楚家 什么 你来楚家做什么 楚清清瞪大了眼睛 面色骤然俱变 你这问题很多于 自然是来提亲的呀 清清 我这段时间想了想 觉得我们俩挺合适 楚清清听得咬牙切齿 画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似的 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倒 欧阳子凌 你做梦 我不可能嫁给你 我们之间不可能 也绝对不行 当初可是你主动招惹的我 楚清清被她的话一噎 面色像是跟吃了苍蝇那样的难看 总之 你不可以出现在楚家 绝对不行 否则你们欧阳家 就等着破产倒闭吧 此话一出 本来占据主导的欧阳子凌 顿时就被气得不清 感觉自己肺都要炸了 楚清清可真是蛇蟹心肠啊 够狠的 手机对面传来的冷笑声 彻底激怒了 本就不是什么好人的她 楚清清 你可还真是够毒的 这话真是叫人一笑大方 我们欧阳家 不过一个小公司 楚家那样的集团 想必还不至于因为你一句话 就对我们家动手 被说重心是 楚清清有点慌了 眼睛来回的眨了好几下 不过好在这会儿 不是视频通话 对面的男人 看不到她的表情变化 她尽量掩饰着自己的烦躁 可她的音调变化 却还是出卖了她的情绪 楚清清 之前 你如何找到我的 又是为了什么找到我 你心知肚明 这就不需要我一桩桩 一件件挑出来说吧 楚清清用力地吹着大床 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压得很低 好 你来 但是提亲的是 一个字也别提 好啊 我可是很好说话的 对面的男人 恬不知耻地回应 楚小姐 趁着还有点时间 咱们不妨先对一下台词吧 免得明天被穿帮 楚清清已经快要心机梗塞了 强压下杀人的冲动 对什么台词 既然我要上门见家长 那肯定会被问到 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要是你的家里人 问到咱们俩相识相爱的过程 你怎么回答 第176章 家里有客人 他们俩看似平常联系频繁 可是互相了解程度 也就就是比陌生人之间好一点 你说 欧阳子凌在脑海里 把自己的想法过了一遍 又告知楚清清 好 两人的聊天 最终以欧阳子凌挂断电话结束 神经病 一个大男人 竟然敢敢挂断他的电话 楚清清捂着胸口大口地呼吸 要知道 欧阳子凌是这样的狗屁羔样 他绝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如今 这算是搬起石头 狠狠地砸了自己的脚 另外一边 睡了一觉被恶醒 楚清浅睁开朦胧的双眼 看了眼屋里 窗外天色都暗了 酒庄里的路灯都亮了 静谧极了 咕噜咕噜 肚子一个劲地叫 嘴里泛着酸水 从床上爬起来 往一楼走 刚出门 迎面碰到蹲在门口的寻白白 师父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里 看他这样子 应该是在这等了一会儿 我担心师父醒来饿肚子 所以准备了一点饭菜 地上的餐盘被端起 还是热的 你亲自下厨的 这菜一看 就是寻白白的手艺 楚清浅一眼认出 嗯嗯 正好还热的 师父赶紧吃饭 一双大大的眼睛 期待地看着楚清浅 模样甚是乖巧 看得人心软软 好 我吃 楚清浅薄唇微弯 心里的一点郁闷 一点一点被治愈 师父 明天我们自驾去露营 看星星好不好 寻白白一只手 拖着下巴看美人吃饭 一边提议 他想着 独酒误会虽然被顺利解决 为了安全考虑 国际品酒大赛的重新举办 需要再延后 正好趁着空闲去散散心 接收到了寻白白期盼的目光 楚清浅刚准备点头 电话铃突然响起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楚清浅笑意浅浅 寻白白好奇的侧头望过去 手机屏幕显示 妈妈 是楚清浅的母亲 江灵秀 妈妈 视频接通 手机对面跳入一张精致的脸 女人举手投足之间的气度不凡 满脸的笑容 浅浅 你怎么这个点才吃饭 江灵秀注意到女儿面前的饭菜 又看了眼时间 立马双眼通红 楚清浅想也没想 伸手就将寻白白拉入了镜头 声音里带着笑给对面的女人解释 妈妈 我早就吃过了 只是白白做多了 一个人吃不完 就拉着我一起 寻白白反应极快 顺势接过话茬 阿姨 我就是闲来无事下了个厨 想让师傅尝尝 顺便给我提点改进的意见 她那元气满满的小脸蛋上 小表情无比的丰富 江灵秀被她逗乐了 对不起 隔着屏幕 江灵秀心疼坏了 妈妈 你只是因为参照物不同 所以产生了错觉 我一点没瘦 反而还胖了一点 二个 可以给我作证吧 楚清浅又拉着寻白白 让她贴着自己的脸 两张脸靠在一块 对比确实很明显 寻白白是圆脸 在镜头里很吃亏 被当成工具的寻白白心塞 却不能说 江灵秀却因此算是松了口气 立刻笑了 真好 看着师傅和他母亲 两人的交流 寻白白坐在屏幕外 看着心底泛起涟漪 轻声的喃喃道 楚清浅扭头看了过来 他赶紧捂着嘴巴 他这张该死的嘴啊 怎么一下子 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看了眼镜头里 温柔如水的母亲 又看了眼小徒弟 楚清浅突然开口 妈妈 正好明天没事 我明天 和寻白白回家 陪您待一天 意外的惊喜 让对面的女人很是开心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你的房间我每天都有打扫 房间里的花 也让人每天换心 明天一早 我让你二哥去接你 今天不早了 早点去睡 宝贝 妈妈爱你 挂断电话以后 楚清浅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母亲这雷厉风行的形式作风 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见他把手机吸屏 放在一旁继续吃饭 寻白白凑近前来问 师父 你真要带我回家啊 会不会不太合适 毕竟那可能是楚家的家宴 他一个外人加入 有点破坏氛围 楚清浅不慎在意地轻笑问他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不去就是 寻白白想了一下 摇摇头 不行 我想去 从师父口中 听到楚家人的次数不多 可是就这不多的几次里 他对于楚家人的性格 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也很好奇 楚家的氛围 究竟是什么样的 楚清浅淡笑不语 对于他的决定不意外 师父 你家人都有什么爱好啊 有没有什么境界啊 我需要注意什么 小喇叭一样叽叽喳喳的声音 在耳边立体环绕 楚清浅掏了掏耳朵 实在是有些忍受不住 安静就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快速地接话 几秒钟后 反应过来 寻白白脸 一下就红了 师父 我不和你说了 寻白白嘟囔囔地离开房间 不忘记把门带上 楚清浅笑着摇头 眉宇稍舒展 楚家庄园别墅 一挂断电话 江灵秀就如同少女一般 扑在丈夫怀里 宝贝女儿明天要回来了 听到了 开心了吗 开心 你说我们要准备什么 宝贝女儿最喜欢的水果得安排上 还有宝贝有洁癖 必须得让人 把家里都杀毒消菌打扫干净 哦对了 宝贝房间里的东西 都得再重新擦拭一遍 还有纳花 好 我都记住了 明天让人安排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楚贺环抱住他的腰 声音温柔 表情也无比的温柔 第二天八点多钟 整个楚家庄园 就已经忙碌了起来 佣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的 楚贺难得的没有去公司 反倒是穿着家居服 陪着妻子里里外外的检查 两人脸上的表情是欣喜的 甚至还有几分雀跃 妈妈 爸爸 你们这是在忙什么呢 八点半不到 楚清清也出现在楼下 若目可及 大家伙都干得热火朝天的 他脸上的光芒一闪而过 双手背在身后 扫尸周围的改变 妈妈 其实不必这么重视的 家里每天都有庸人打扫 已经很干净了 正在安排庸人打扫角落的江灵秀 并没有听到她的话 清清 怎么起这么早 是不是声音太大 吵醒你了 第177章 上门 妈妈 我睡醒了 刚刚下楼 看到大家都在忙 是有什么事吗 楚清清心跳加速 虽然一个欧阳此临上门 完全没必要这么隆重 可楚家这么一大早 就开始忙活的举动 一定程度上 很好地满足了 她那点自尊心 心里愉悦 表面却还要装出不慎在意 也不是 你姐姐她今天回来 浅浅她有洁癖 打扫一遍也放心 咯噔 楚清清心里的激动 土崩瓦解 表情勉强维持住了 不至于太过难看 姐姐回来了 真好 我去帮姐姐整理一下房间吧 不用 不用 你姐姐不喜欢别人进她房间 快去吃早餐吧 几乎是被一路被推到餐厅 楚清清来不及开口 说自己的事 餐厅里庸人们满脸喜色 清清小姐 浅浅小姐 好像还要带朋友回来 你们年纪都差不多 到时候 应该可以聊到一块去 哦 楚清清脸瞬间绿了 话题戛然而止 陷入了尴尬 那您慢慢吃 有需要再叫我 庸人尴尬地笑了笑出了厨房 楚清浅 你回来做什么 楚清清一甩手 桌上的杯子被碰到 咔嚓摔在地上碎了 博纯酒庄里 楚清浅丝毫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一个决定 楚家别墅里 一大早就忙活了起来 他刚起床收拾好 寻白白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准时的 就像是定时闹钟 这可是师父第一次带他回家 师父 我准备好了 一楼客厅 大包小包的东西堆放在地上 琳琅满目 水果礼盒 补品 茶叶 首饰 摆得满满当当 同一时间 主人公欧阳子凌却还没出现在客厅里 欧阳木脸色阴沉得很 往晚见状赶紧上楼去叫人 二楼卧室里 欧阳子凌睡得昏天黑地的 完全忘记了自己今天要做什么 欧阳子凌 给我滚起来 爸 你干嘛 这才九点多 欧阳子凌掀着眼皮 你知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 做什么 欧阳子凌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回答 我好困 再睡一会儿 说完这话 他又躺下了 下一秒 一个水杯手接朝他扔了过去 碰 杯子恰好扔在了他的额头上 立马见红 往往完全来不及阻止 就看到儿子被砸 猛猛的欧阳子凌 被茶杯砸得瞬间清醒了 睁开眼睛就准备骂爹 对上他父亲 那双恨不得杀人的眼睛 骂人的话全部都忘掉了 缩了缩脖子 起不起来 哪里还顾得上睡觉 欧阳子凌完全清醒了 废物 赶紧起来 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洗漱收拾自己 欧阳木眯着眼 甩下这一句话 他就出了房间 下楼之前 不忘记回头把往往带上 房间里只剩下欧阳子凌一个人 他摸了摸疼的厉害的额头 深吸了一口气 烦死了 博纯酒庄这边 寻白白还在清点自己选的礼品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楚清浅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紧张兮兮的模样 颇为头疼 师父 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一口把嘴里的糖果咬碎 楚清浅站起身来 语气清淡 你要不把超市搬回楚家 一劳永逸 师父 寻白白窘迫的跺了跺脚 够了 赶紧去收拾一下 自己等会出发 从博纯酒庄去楚家庄园开车 也得好一会儿 估计这会儿 家里已经在忙活了 好 我这就去 寻白白也顾不上礼品的问题 哒哒哒的上楼了 杂杂呼呼的性子 还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楚清浅嘴角挂着一抹浅笑 又继续吃他的糖果 家庭微信群里 微信提示 那里已经有久久家的未读消息 楚清浅翻看着群里的聊天 面部表情都柔和了许多 楚云廷还单独给他发了十几条的语音 内容无一例外 都是在确认他是否真的会回家 光是听语音都能感受到他的开心 会回去 简短地回应了三个字 楚清浅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转身上楼去 时间已经到了九点二十九 往往时不时地看看手机秒表 时不时地抬头看看二楼卧室的情况 这孩子怎么这么磨蹭啊 平日里 往往在家里被丈夫宠着 可是到了正式上 完全是由欧阳木做主 他压根不敢多嘴我上楼去看看他 站住 说好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要是不出现 就该被惩罚 九点二十九分五十四秒 欧阳子林人无狗样地出现在客厅里 过来看看 你妈妈准备的这些东西 往往从昨天忙碌到今天早上 准备了各种礼品 你们准备了就好 我直接带过去 欧阳子林吊儿郎当地 拿起桌上的水果咬了一口 漫不经心的 站好 又是一顿臭骂 欧阳子林才老实了 出门前 王婉还在担心地嘱咐 子林 要不我和你爸也一起过去一趟吗 王婉对这次的提亲很是重视 就怕自己儿子哪方面没做好 惹怒了人家楚家 不用 我自己去就好 既然是要提亲 我和你爸跟着一起去 岂不是更好 这样一来也能说明 我们很重视清清小姐 给楚家留点好印象 对楚清清这个 媳妇她可是势灾必得的 让她自己去 这还是第一次上门 最好别说提亲的事 等时机成熟了 我和你妈再亲自登门拜访 欧阳木站了出来 安抚妻子 注意自己的臭脾气 知道了 车子消失在视线里 欧阳家的这对夫妻 才回到客厅 老公 你说 子林一个人能行吗 我担心楚家那样的家庭 会看不上我们这样的小门小户 他要是搞砸了 也就不用回来了 欧阳木明显的也紧张 楚家可是他里逾越龙门的 最直接出路了 唉 不同于欧阳家这对夫妻的 愁容满面 同一时间 楚家庄园 楚清清将燕窝 放在了江灵秀的左手边 妈妈 姐姐回来还得一会儿呢 您别担心 你先吃点东西 这是我刚刚去熬的 您尝尝看 第178章 听说过清清的好姐姐 清清有心了 江灵秀温柔地抚摸着楚清清的脸 清清就给妈妈准备了燕窝 爸爸没有吗 楚贺故意撇了撇嘴 装作一副吃醋的样子 怎么可能会少了爸爸的呢 我这就去端出来 楚家有说有笑的 一家三口看上去和和美美的 服饰在旁边的庸人 都由衷地感到开心 爸爸妈妈 我 楚清清斟酌了好久 才开口准备给楚家父母 先交代一下 欧阳子凌会上门的事情 可是 她还说完 管家走进客厅 先生 太太 庄园外面有位男士说 要来拜访 男士 哪家的 对方自称欧阳子凌 是清清小姐的男朋友 楚清清在场 管家也没有半点支支吾吾 男朋友 楚贺和江灵秀 被这消息震惊了几秒钟 虽然知道两个人谈恋爱 但是登门拜访 事发的太突然了吧 他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夫妻两对视了一眼 心中不知道是重什么感觉 只是这个时候 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 出去接人吧 人既然都来了 自然没有人 都没见到 就把人赶走的做法 楚贺牵着江灵秀的手 楚清清低头 跟在夫妻两的后面 脚步沉重 楚家庄园外 欧阳子凌两手 提着满满的东西 站在外面等 闲来无事 她放肆地打量着 整个庄园的景色 一双眼睛里 写满了贪婪 不愧是大户人家 这庄园 未免太豪华了吧 她家也就是表面上 看上去有点钱 实际上早就是一团糟 公司里的生意 也不断地在走下坡路 楚家这样的大庄园 她做梦都想拥有 没想到 如今能够得以实现 即便是依靠一个女人 楚先生 这边请 跟我来 等了快十分钟 保安开着一辆巡逻车过来 您跟我上车 这是 头一次见到在自己家里 还需要坐巡逻车的 欧阳子凌眼中无比的意外 这边离主楼还有段距离 我送您过去 保安一板一眼地解释 这地方要是买下来 需要多少 一路上 欧阳子凌问题不断 旁边的保安有问有答 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不知道 欧阳子凌问了个寂寞 也就没什么兴趣继续聊下去 欧阳先生 到了 欧阳子凌不耐烦地下车 刚没走两步 就看到不远处站着的三人 为首的两人气度不凡 长相出彩 一看就是庄园的男女主人 等走近了 她才看到楚清清 欧阳子凌在打量人的同时 楚家父母也在观察她的反应 伯父伯母 你们好 我是欧阳子凌初次登门拜访 多有打扰 你好 楚家夫妻微笑着回应 先进来吧 两夫妻走在前面 留小情侣在后面 楚清清原本不想搭理欧阳子凌的 可是眼下 这个局面她不得不上 否则楚家夫妻俩一定会起疑心的 走吧 到达楚家客厅 把一路带拐的礼品全部放在地上 楚清清心里苦笑了一声 转而笑容满面地 给沙发上的夫妻介绍 爸妈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欧阳子凌 子凌 这是我爸妈 伯父伯母好 欧阳子凌微微弯腰 脸上露出温暖和煦的笑容 楚赫看了一眼 随口问道 欧阳先生 坐吧 欧阳子凌点了点头 对上楚赫的目光 眼皮一跳 爸妈 我和子凌在一块的事情 不是有意瞒着你们的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时机 楚清清破天荒地 主动替欧阳子凌说话 夫妻俩意外地看了她一眼 心里有些酸涩 不等她们了解欧阳子凌的情况 只见两道年轻的身影 走了进来 楚赫和江灵秀夫妻俩看见之后 眼前一亮 立刻赢了上去 夫妻俩脸上的笑 怎么眼都眼不住 浅浅宝贝 终于回来了 快让妈妈抱一抱 江灵秀紧紧地搂着楚清清 浑身上下洋溢着开心 妈妈 楚清清的手 轻轻地拍了拍江灵秀的后背 宝贝女儿回来了 怎么还哭了呢 楚赫温柔地替妻子擦拭眼泪 我这不是喜结而泣吗 前段时间看到微博上的热点 她着急地恨不得去找浅浅 可是因为身体不是耽搁了几天 等她准备出发去博春酒庄时 军廷那边给她发了消息 事情已经在解决中 她也就没有特意奔波 女儿遇到麻烦 自己这个做母亲的 却没有在身边亲自陪着她 江灵秀心中本就自责 这会看到女儿又小了一些的脸 心疼得更是心口疼 妈妈 我没事的 真有事 我会和你说的 江灵秀被女儿和丈夫好生安慰了一顿 才长叹了一口气 你呀你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吗 和你两个哥哥一样的 都是有自己的主意 真要是遇到事了 也不会和我们说的 一家三口又说了几句 直到楚清浅拉着寻白白一下 夫妻俩这才意识到 自己光顾着关心女儿 竟然把客人望在了一边 你就是白白吧 真好看 我是寻白白 是师父的清传弟子 阿姨你也很美 要不是知道您是师父的妈妈 我都恨不得叫你美女姐姐 寻白白微笑致意 不着调的性子稍微收敛了一些 女人都是爱美的 即便是年纪带了一些 也是一样的 江灵秀高兴的 眼睛都笑眯成了一条缝 朝她伸了伸手 真会说话 说说好 寻白白也没忘记和楚赫打招呼 只不过相对于 面对江灵秀的清风随意 面对楚赫 她有种压迫感 说话时都不由自主地注意分寸 你好 楚赫也打了一声招呼 先把东西放下吧 楚清浅开口提议 楚家夫妻俩 这才看到寻白白手里拿的东西 不是说带朋友来家里玩玩吗 怎么还带着东西来 太破费了 初次登门 这是应该的 寻白白笑的阳光 莫名地感染了江灵秀 来 快坐吧 江灵秀笑得欢快 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女孩 楚赫跟在后面 这画面别提多和谐了 姐姐 你总算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爸爸妈妈每天念叨着你 这时 坐在一旁的楚清清 也欣喜地站起来 知道了 楚清浅的语气 没什么波动 第179章 你知道我是谁吗 姐姐 楚清清立马红了眼眶 不等她掉眼泪 寻白白快速开口 你好 你好 我是寻白白 可以叫我白白 她这热情的一伸手 直接把楚清清准备的招数打断了 楚清清别提多郁闷浅浅 这是你妹妹的男朋友 欧阳子灵 江灵秀同楚清浅说话的语气 别提多宠溺多温柔 见楚清浅朝自己看过来 一直沉默的欧阳子灵 笑笑伸出手 不止一次听清清浅提起她 有个很优秀的姐姐 如今总算是见着了 确实如清清所言 当着楚家人的面 欧阳子灵装模作样的 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楚清浅并没握手 只是回了一个点头 欧阳子灵也被这态度 弄得有些尴尬 手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 才收回来 妈妈 这水果真甜 楚清浅突然开口 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楚家女儿空的夫妻 两立马看了过去 被晾在一旁的欧阳子灵 脸色白了又轻了 这是你妈妈一大早 就让人送过来的 我都不允许吃一个 楚贺看着女儿 也收敛了威严 俨然一副 寻常人家父亲的模样 嘴里被塞进来 一个又红又大的草莓 楚贺笑得眉眼弯弯的 多大个人了 还和小孩子一样 跟女儿告状 楚贺拿开嘴里 被女儿投喂的草莓 笑得开心 不告状 怎么会有宝贝女儿的投喂呢 夫妻两甜蜜的交流 在楚家人眼里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欧阳子灵和寻白白 却第一次见到 在她师父的头位 谢谢师父 寻白白在楚家 简直快乐得不得了 楚家每个人都很好 当然 除了楚清清和欧阳子灵 这两人他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清清 叔叔阿姨 好像更关注楚清浅 欧阳子灵 嘴上和楚清清说话 视线却一直描向 一旁的楚清浅 楚清清看在眼里 并没有回应 耳旁没有听到 楚清清的声音 欧阳子灵这才收回目光 一回头 忽见楚清清 正用毒蛇一样的眼神盯着她 那冰冷的眼神 让她的心微提 她可不能 把今天给搞砸了 不然回去真的没法交代 平复心情后 欧阳子灵笑问 清清 你这么看着 我做什么 欧阳子灵 注意你现在的身份 要是敢暴露 我饶不了你 楚清清从牙齿缝里 挤出这么一句话 欧阳子灵笑容微僵 清清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就是出于好奇 所以多看了一眼 别这么紧张啊 我不是没想说什么吗 楚清清一边说话 一边往楚清浅的方向看了眼 她阴策策地继续说道 既然来了 就给我批警示一点 别露出任何破绽 她的话让欧阳子灵顿了顿 而后眼底 闪过一道立光 客厅六个人 氛围却截然不同 欧阳子灵全程都插不上话 楚家人聊的内容她有些 甚至都听不懂 格格不入的她一个人 待在沙发上 如同针扎一般难受 扯了扯楚清清的衣袖 用眼神给她示意爸妈 我带子灵哥在庄园里转转 去吧 江灵秀抬头微笑着嘱咐 楚清清柔声柔气地回了声吼 听得寻白白一声的鸡皮疙瘩 忙揉了揉手臂 她的动作落在楚清清眼里 让楚清清皱了下眉头 连带着看向楚清浅的目光 也沉了积蓄 子灵哥 我们走吧 楚清清拉着欧阳子灵的手臂 甜甜蜜蜜地出了客厅 看来两人发展得还不错 江灵秀看着二人的背影点评道 爸妈 这个欧阳子灵 你们了解过吗 楚清浅突然开口 不过我们楚家看女婿更多的看人品 子灵谈吐举止还不错 清清又维护得紧 是吗 楚清浅笑了一声并没有多做解释 眼下你妹妹都有对象了 你两个哥哥还毫无动静 真是丑死人了 江灵秀说着说着 视线转移到寻白白身上 恰好对方这会儿低着头 没注意到她的眼神 闲聊的时光飞速 楚家厨房里已经开始忙活起来 吃水果快吃饱了 寻白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动静 突然又有点手痒 想去就去吧 楚清浅深知她的性格也没有阻止 你可是客人 爸妈不用太客气 她就爱好下厨 这不太合适吧 小姑娘头一回来 楚家做客就进厨房 这余情余理都说不过去 叔叔阿姨 我真的喜欢下厨 见寻白白坚持 夫妻俩也没有再阻止 得了允许 寻白白直奔厨房 厨房里的佣人们正有序地忙活着 见到寻白白出现 大家伙还以为她进来找水喝 寻小姐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厨房工作的佣人们忙上前询问 我想在厨房帮忙 顺便也做几道菜可以吗 啊 楚家余人 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 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帮你们打下手 寻小姐不用的 您是客人 想吃什么 直接和我们说 我们来做就是了 不用了 我想自己做 我真的可以 那 那你别碰刀具 洗洗菜就好了 放心吧 寻白白很快就找了一个 合适自己的位置打下手 余人们刚开始还以为 她就是无聊找事情打发时间 结果没想到 她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菜板上的那道黄瓜 都是她切的 一条黄瓜被切成了螺旋状 这刀工也让佣人们折服了 切菜的厨师 更是有兴致地 和她比拼起切菜的刀工 厨房里热火朝天的 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一道跳脱的声音在厨房里响起 寻白白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 结果一个没注意 刀歪了一下 好在旁边的厨师及时出手 这才避免她受伤 心来的 陌生的面孔 惹得进厨房的男人皱了皱眉 上下打亮了对方一眼 这小身板怎么能进厨房 本就长得鲜小的寻白白 最不喜欢就是别人说她小 男人的话精准地踩到了她的雷点 小小一个人 如同炮杖一样插着腰 嘟着嘴 你再说一遍 哟 小手办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来人故意逗她 第180章 不打不相识 旁边的庸人们 一个劲地给寻白白识眼色 眼睛都快抽出了 可是寻白白完全没看到 我管你是谁 你必须和我道歉 小手办 寻白白怒了 彻彻底底地怒了 抬眼看向男人 男人的个头高挑 皮像很出众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天生带笑 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这张脸有点熟悉 寻白白完全忘记了 楚清前给她看过这张脸的照片 来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楚家三少 楚云婷 小采姬 寻白白咬字很清楚 故意拔高音量 嘶 厨房里一阵瓷起彼伏的抽气声 大家都纷纷为寻白白捏了把汗 白白 别说了 这会儿的功夫 大家伙已经和寻白白打成一片了 也不忍心看到 他第一次来楚家 就把三少爷给得罪了 让他说 擦 楚云婷也上头了 他长了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胆大包天的女生 敢这么称呼他的 我说 你是小采姬 你头上那一撮毛不就是 和采姬一模一样吗 我没说错吧 寻白白越说越大胆 楚云婷听个嘴角发狠 气得不行 哪个傻茶聘用这种人的 站在我们楚家的地盘上 竟然敢对我这么说话 你够胆大的呀 说话谁让他进楚家的 厨房这边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在外面忙活的庸人都听到了 偷偷瞄了一眼 厨房里的动静 感觉要出事 庸人赶紧上楼去找楚清钱 三哥 楚云婷的一张俊脸红了又黑了 握紧拳头 刚想要继续发挥自己吵架的本事 身后一道轻力的嗓音响起来 妹妹 楚云婷转过身去 气鼓气胀的 和妹妹撒娇求安慰 妹妹 三哥被一个疯女人欺负了 被气狠了的寻白白 这会儿也逐渐回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 楚云婷的身份信息 完蛋了 三个字漂浮在脑海里 她不是疯女人 是我的人 也是我和妈妈 让她进厨房吧 瞬间 愤愤不平的楚云婷 整个人都僵硬了 整个人就像是 被雷当场劈中了一样 嘴张了又张 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刚刚好像说了一句傻叉 她骂了自己的妹妹 和妈妈楚云婷 懊恼地伸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肉眼可见地变了脸色 好在她的脸很扛打 不然她现在这样 真的好像一只小彩鸡 浅浅 我不知道她是客人 楚云婷是个妹控 对于妹妹身边的人也知道 很快就明白了寻白白的身份 三哥没事的 白白她也没认出你来 你们扯平了 白白 过来 寻白白也低着头一声不吭的 哼 路过楚云婷身边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 楚云婷的脾气 差点也被点燃 可对上妹妹的视线 她硬是把一肚子的气给忍了下来 白白 你也不敢那样宠乎三哥的 寻白白嘟了嘟嘴 偷偷看了眼面前的男人 刚准备开口 楚云婷已经开口了 问声问气的 抱歉 刚刚确实是我的错 楚云婷这会儿 哪有刚刚霸气的样 乖得不像话 楚清浅原本还担心 她会低不下头 毕竟她二哥平时可都是万人追捧的 没想到她会这么快示弱 还是当着众人的面 我也有错 楚三少抱歉 楚清浅咳了一声 两人主动握了握手 风波顺利过去了 师父 我想继续完成我的两道菜 备好菜 原本准备下厨的 结果楚云婷的出现 打断了寻白白 好 你继续吧 三哥 你和我出去吧 哦 好 离开厨房前 楚云婷回头看了几眼寻白白的方向 眼神里流露出意外 那个小手伴一样的女生 竟然单手拎琴那么大的 一直铁锅炒菜 动作还无比的熟练 三哥 发现三哥没跟上 楚清浅停下脚步看了眼 啊 来了 寻白白沉浸在做菜的过程中 并没有注意到刚刚那一幕 没一会儿 厨房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清香 搞定 两大盘菜出锅 一道鱼汤 一道辣炒牛肉 被装在磁白的盘子里 色香味俱全 厨房里的厨师们 都被他这一手厨艺给惊艳了 从厨房这边出来往客厅走的兄妹俩 还没到客厅 就听到了客厅里的交谈声 楚清浅耳间的听出交谈声中 一道熟悉的嗓音 家里又有客人了 楚云廷好奇的看向妹妹 不知道 兄妹俩快速回到客厅 客厅里除了楚贺 江灵秀 楚清浅和欧阳子灵 又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一身西装笔挺的丽眼形 丽总 你怎么在这 楚云廷也意外挑眉 楚小姐 打扰了 丽眼形笑意清俊的朝楚清浅那边看了一眼 是我邀请丽总过来的 江灵秀起身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拉过楚清浅坐在他身边 前段时间酒庄的事情 让你爸和我都担心了好一阵 正好今天家宴 我就让利总过来一起 就当给大家压压惊 利氏和楚氏集团 平日里也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对于父母联系上利眼形 楚清浅并不意外利总 久闻大名 楚云廷自己找了个位置 恰好坐在楚清浅和利眼形中间 隔绝了两人的眼神交流 利眼形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嘴角的弧度淡了一些 楚云廷直视着利眼形 对方也微笑着任凭他看 从始至终没有露出一丝的不耐烦 太太 可以吃饭了 餐厅里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寻白白也从厨房出来了 白白辛苦了 江灵秀注意到 桌上不一样的两道菜 抱了抱寻白白 楚家的饭桌上没那么多规矩 大家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好不热闹 何家欢乐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给 坐在楚清浅身旁的利眼形吃饭时 注意到旁边女孩 时不时拨弄头发的举动 忍不住地扬起了薄唇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发绳 自然地递过去 楚清浅见了那头绳 拿着筷子的手 治了治 你怎么会背着这个东西 厉婉宁教会的 想起厉婉宁 楚清浅眼神里的疑惑消失了 多谢 她接过发绳 把头发绑了起来 一个给的自然 一个接的自然 殊不知这个小插曲 被对面的楚云廷看在了眼里 她一双桃花眼里 多了练艳的光泽 楚云廷虽然单身汪一枚 可是她也不是傻白天 这个厉总的心思有点不单纯啊 这是男人的一种直觉 危机感油然而生 第181章 被投喂 楚云廷用公块给楚清浅加菜 做完这个动作 她又莫名地对着厉眼形 挑了挑眉头 三哥 瞧着碗里突然多出来的菜 楚清浅欲言又止 楚云廷的好意她 自然是明白的 只是她三哥家的这几样菜 她不太能吃得下去 虽说她不是什么挑食专业户 可是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洋葱这种重口味的东西 桌上那么多的菜 她三哥偏偏挑中了洋葱 似乎是注意到了妹妹的目光 楚云廷还没意识到妹妹的为难 她看了过去 一双桃花眼深深浅浅的 妹妹快吃啊 三哥 我 楚清浅舔了舔牙齿 似乎像是在思索 该怎么解释 不会伤害到她三哥的自尊心 怎么了 楚云廷的举动 让在旁边看着的寻白白 都有些想翻白眼 她有理由怀疑 楚云廷是不是师父的亲哥 江灵秀也抬头看了过来 注意到那堆在一起 和小山一样的洋葱 忍不住服额 不等她开口 旁边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已经伸过去 拿走了楚清浅面前的碗 先喝点鱼汤 量了会心 奶白色的鱼汤 呈在雌白的碗里 看着挺有食欲的 现在有点烫 慢慢喝 丽眼星提醒 楚清浅接过 谢谢 楚云廷看了这一幕 嘴角微不可查地抽了下 还没来得及阻止 她的亲亲妹妹 就已经接过汤 顺势喝了一口 她心情更加复杂的不得了 如果眼神可以化形的话 丽眼星早已经千疮百孔 丽眼星这家伙 脸皮真厚啊 明明是你自己不了解 师父的饮食习惯 还倒打一耙 寻白白坐在她旁边的位置 清楚地听到了她的抱怨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楚云廷差点呛死自己 看到了她的反应 寻白白侧过眸去 事先落在楚云廷的脸上 什么也没说 好不容易不咳嗽了 楚云廷已经无暇顾及力眼形 目光复杂地 落在喝汤的妹妹脸上 心里懊恼坏了 妹妹如今 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了 也到了成婚的年纪 只是 她这个三哥 却在她的人生当中 并没有多少的参与感 竟然连妹妹的饮食喜好 都不了解 她平日里还自称 自己最了解妹妹 现在看来 她一点都不了解 还不如一个外人 想到这里 楚云廷在抬眸时 眼底几近有了心红 寻白白看着她那样子 突然想抽自己一巴掌 她这张嘴忧 怎么就这么快呢 喝口汤 味道还不错 寻白白也说不出道歉的话来 只能通过一些举动 来表达歉意 楚云廷不傻 很快明白对方的意思 喝了口鱼汤 楚云廷扫了对面的丽眼行一眼 那一眼传达的意思很丰富 她现在的思绪是乱的 丽眼行接收到楚三哥的眼神 面上毫无波动 她不后悔刚刚的举动 桌上其余的人吃饭时 都时不时地用余光看向这里 楚清前恍若未闻 丽眼行也自然地避开了她不吃的 挑了几样青菜进她的碗里 楚家夫妻 两将她的举动都看在眼里 心下了然 不过 看到自己女儿和别的男生 如此自然地相处 楚鹤心里除了欣慰 还多了一种感受 有点难受酸涩 一桌八个人 心态都截然不同 相较于楚家人的心情复杂 寻白白 更多的是替楚清前感到开心 她看得出来 丽眼行是当真有把师父 放在心上关心照顾 师父的挑食 她也是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 可丽眼行与师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却能够把师父的喜好牢记于心 如果不是爱 她做不到这一点 丽总还真是不发力则已 一发力就完全变了个样 大秀特秀 秀的她都成了 一顿饭吃下来 楚清前几乎没有自己加过菜 除了丽眼行的头位 楚云婷和寻白白也不甘示弱 她碗里的菜还没见底 立马就有人补上 全桌的人几乎都围绕楚清前一个人 楚清前那边 除了偶尔有江灵秀的照顾 再无其他 低头吃饭 她紧紧咬牙 明明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到了嘴里 却未同嚼辣 一种名为极度的火焰 在楚清前的心里疯狂地燃烧 心里的怒火和极度积累在一块 楚清前下意识地看向旁边大块朵翼的欧阳子灵 她整个胸口有些闷 可是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眼神怨恨地盯着欧阳子灵 看了好一眼 欧阳子灵还是没察觉 直到抬头看到对面的楚贺和江灵秀 略显不满的眼神 才震惊了一些 欧阳先生还满意今天的招待吗 没看出大家伙眼神里的深意 欧阳子灵还愚蠢地硬核道 很满意 满意就好 在场的聪明人都听出了江灵秀话语里的失望 唯独当事人欧阳子灵没听懂 楚清前跟着都觉得丢脸 她死死地咬着唇 眼露水雾 眼泪要掉不掉地 看着楚楚可怜 餐厅里安静了不少 是不是太辣了 喝口水缓缓 欧阳子灵还不知道缘由 端了杯自己喝过的水过去 楚清清眼神里暗暗流露出一丝嫌弃 没事了 刚刚吃得太急腔道了 慢点吃 不着急 欧阳子灵自认为的绅士 快让寻白白憋不住笑了 她狠狠地掐了掐大腿内侧的肉 这才避免了在大家面前太放肆 多吃点 欧阳子灵用自己的筷子 夹了几根蔬菜 黑楚清清 迎来的却是楚清清更加的失望 大家都多吃点 楚贺开口解围 饭桌上才再次有人动快 没人继续关心欧阳子灵 厉眼形全程都只是抬头瞄了一眼 又继续拿起桌上的螃蟹拆解 一只螃蟹在她的手里 快速地被拆分 完整的蟹肉和蟹黄装在壳里 出现在楚清清的碗里 桌上的其余人都看麻木了 楚清清被服务了 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桌上的女士们 几乎都没自己动手包螃蟹 江灵秀有楚贺 寻白白也被楚云廷服务了一次 只有楚清清旁边的男人 自顾自地投喂自己 楚清清红了眼眶 看着欧阳子灵的眼里 只剩下满腔的怒 第182章 找我有事 清清 吃螃蟹 好在楚云廷及时递过来一只包好的螃蟹 缓解了楚清清的尴尬 转头又看向毫无眼力见的欧阳子灵 欧阳先生平时在家应该很受宠吧 这分明是个圈套 可欧阳子灵还是不负众望地跳入了坑 欧阳子灵还在侃侃而谈家中父母 另一边的楚清清 眼睛已经落在立眼形身上了 如果不是场合缘故 她都恨不得直接去勾打了 但是 眼下这么多人 这场合也不合适 她自然不会在明面上 做出有损自己名声的事情 只能看着眼馋 欧阳子灵一顿输出 脸上意气风发的 丝毫没有注意到 其他人看她的眼神 早已经变化了好几回 楚云廷心下冷笑 人还真的是要对比出来的 原本立眼形在她眼里 怎么都让她不满意 毕竟是垂涎自己家的小白兔的男人 她这个当哥哥的 肯定是看不顺眼的 可是有了欧阳子灵的对比 立眼形这样的 简直不要太完美 又会照顾人又体贴 有盐有钱 除了身体差点 好像也挑不出其他的毛病来 如果不是因为她看上的是自家的妹妹 她肯定会对立眼形输个大拇指 现在 还是算了吧 一顿饭吃到最后 楚家几个人几乎都没怎么吃好 楚清浅 寻白白和立眼形 欧阳子灵三四人倒是吃得很满足 时间也不早了 欧阳先生要不先回去吧 饭后 楚贺和江灵秀夫妻俩没有开口 楚云廷却笑意缓缓地 看向欧阳子灵 那一眼 让人窒息 也好 一屋子的人聊不到一块去 欧阳子灵正头疼地 想着离开的借口呢 楚云廷就给她递了台阶 轻轻送送客人 楚清浅看出了她的意思 点了点头 子灵哥 我送你 楚清浅起身时 还不忘记看了眼立眼形 与此同时 她身旁的欧阳子灵 也在看楚清浅 欧阳先生有事 楚清浅抬头 若有所思地问道 一旁的立眼形 也抬头看过来 那双桃花眼里 满是力气地 看着欧阳子灵 看着她这么护着楚清浅 本来已经自我治愈的楚清浅 心里又被烧了一把火 嫉妒 羡慕 不甘 最后凝结成了深深的怨恨 凭什么是楚清浅 这样优秀的人 凭什么 就被楚清浅杰足先登了 楚清浅攥着手心 视线落在楚清浅的侧脸上 牙齿都要咬碎了 妹妹 姐姐脸上是 有什么东西吗 怎么你和欧阳先生 都看着我不说话 楚清浅这一句话 直接贴脸开大 也不管对面的一男一女 什么反应 楚清浅努力地 维持着自己的涵养 没有失态 欧阳子灵的表面功夫 可就差点意思 立马变了脸色 急匆匆地出了楚家客厅 子灵哥 等等我 楚清浅赶紧追上去 客厅的一众人等 看得直摇头 楚家夫妻和楚三哥看得心腮 嘴角都几乎没温度 清浅这男朋友 配不上他 等他回来 我会和他好好聊聊 操心完一个妹妹的终生大事 楚云婷也没忘记楚清浅 浅浅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记住了 他这一句话 直接把自己和楚贺也算了进去 立马赢得他爸妈的眼神攻击 除了我们楚家人 其他的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楚云婷品过未来 赶紧找过 楚清浅也不说话 眨着眼睛乖巧地听着 浅浅 你可千万要擦亮了眼睛 不要被一些男人的小安小慧就蒙蔽了 还有啊 你年纪还小 不急着谈恋爱结婚 就算是不嫁人 家里也可以养你一辈子 楚清浅听出了三哥话里的暗示 也知道他是故意的 但他没有拆穿 既然三哥想完 那就陪他玩就是 好了 说什么胡话呢 你自己没有对象 还不允许妹妹找对象了 江灵秀起身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眼神警告浅浅 丽总和白白就交给你招待了 爸爸妈妈先上去睡一会儿 丽眼形还端坐在沙发上 楚云婷还想着守在客厅里 结果后警被提了起来 爸 回头一看是楚贺 你来一趟书房 我有事和你说 爸 楚云婷几乎是被拖着上楼的 一边上楼 一边不忘记提醒楚清浅 妹妹 记住我刚刚说的话 呼 总算是安静了 寻白白呼了一口气 耳根子都清静了不少 师父 我想去逛逛庄园 寻白白眼力见十足 一眼就看出了 丽眼形有话要和他师父说 出去走走 楚清浅也起身 看向沙发上 惊天异常沉默的男人 好 傍晚的庄园格外的美 两人一前一后的 又在讹卵实路上 望着前面仪里的背影 丽眼形抿着唇 看了好一会儿 眼里有小心翼翼 楚清浅回头恰好看到 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他含笑看向他 怎么了 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但说无妨 丽眼形自己纠结了一下 还是打算直说 楚小姐 你先看看这个 楚清浅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结果他递过来的手机 这里面的照片 是我暗中让人调查到的 时间是独久事件发生的那天 照片里的主人公 是我三叔 他这几天忙着调查 为的就是要把当天 每一个环节都搞清楚 王大壮虽然已经被抓获 可是三叔的嫌疑 一天没有完全洗清 他就没办法 无所顾虑地面对楚清浅 照片很清晰 上面还标注了时间点 丽萍川确实有不在场证明 楚清浅忍不住开口 其实这件事 本就和你没有关系 你也不用这么做 不 查清楚我也安心 丽眼形神情严肃 既然事情已经查明 丽总也不必有 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丽总 我们继续走走吧 楚清浅摸了摸肚子 晚饭吃得太多 他正好想要消消食 丽萍川的事情 更像是一块 被扔进大海的小石头 并没有在他心里 留下太多的波澜 第183章 循迹表明心意 庄园里 时不时飘来玫瑰花香 同楚清浅走在一块 丽眼形都觉得 这一分一秒都无比的幸福 楚小姐 走在前面回消息的楚清浅 并没有听到 身后男人的声音 浅浅 啊 这一句自我呢喃的称呼 反倒是被他听到了 丽总是在叫我 楚清浅的表情 始终波澜不惊的 丽眼形有些捉摸不透她 是否听到了 自己刚刚那句称呼 丽总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楚清浅直视对方的眼睛 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 我 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对上那双乘车的眼睛 他总有种无处遁形的感觉 明明他并不是什么卑劣的人 也不是不自量力 可是 毛子迎上他的视线那一刻 他总有种卑微的想法 难道是因为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追求女孩子 才会这么不自信的吗 丽眼形动不清楚 也没办法寻求答案 但是像这样和他独处 又在这么好的氛围下的机会 并不是时常都会有 既然决定试一试 再退缩 也不是他的性格 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嘛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会因此放弃 活了二十几年 难得满心满眼都是一个女孩 他不想放弃 大步走上前去 走到他身旁 楚小姐 你相信 一见钟情四个字还没说出口 两道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浅浅 妹妹 来人的声音混着风进入耳朵里 楚清浅寻声看过去 不远处 两个高大的身影正站在那 楚云亭和楚军亭两人 正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兄弟两一左一右 站在楚清浅的身旁 丽眼形完全插不进去 丽总 你刚刚说什么 对话被打断 楚清浅继续追问 深深的凝视着男人好伴上 没什么 只是想拜托楚小姐 有空再帮我检查身体 楚家兄弟两立马看过去 眼神里带着打量和询问 好 等明天我帮你检查 丽总这身体脆弱 经不起风这么吹 傍晚庄园里有点凉 丽先生要不先回去好好休息 楚清浅看了一眼丽眼形 目光在他透着些许病态苍白的脸上 停顿了好一会儿 晚上确实会有点凉 丽总是不能吹这么久的风 楚云庭丽眼形迎上他的目光 说道 我没事 多亏楚小姐 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不少 狗皮膏药一样 丽眼形的话 多少有点让人心塞 楚云庭偷偷翻了个白眼 背后一顿曲曲丽眼形 楚家兄弟两对视了一眼 都从双方的眼神里 看到了不满 他们都已经说得如此直白 就差明晃晃的感人 结果人装傻 压根不搭茬的 真是气人 尴尬间 天却突然开始下雨 毛毛细雨飘落 楚家兄弟微愣 而后又对视一眼 闽纯笑了 果然老天爷都在帮他们 丽眼形抬头看了眼天空 嘴角的弧度彻底消失 下雨了 我们回吧 丽总我送你出去 没有商量的余地 楚君亭直接赶人 丽眼形唇角勾起一抹细微的弧度 好 那就劳烦楚二少 丽先生客气 走吧 生怕人故意不走 楚君亭一步三回头 防丽眼形房的严严实实 丽总慢走 等楚云庭离开 丽眼形坐在车里 久久没发动车子 他不是个冲动的人 刚才准备告白 虽然是他想为自己赌一把 但是还是自己的真心实意 却没想到楚家兄弟俩出现得那么快 虽然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今天告白会失败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失落 毕竟头一次鼓起勇气告白就失败 从庸人那收到消息 确认丽眼形已经离开了楚家 楚君亭才重新回到客厅 浅浅 二个 楚清浅硬喝了一句 头也没抬 丽家的水深不要轻易掺和进去 楚君亭突然的严肃和嘱咐 让楚清浅略感意外 二哥是查到了什么 琢磨了下 楚清浅呼吸微顿 紧了紧 直觉 楚清浅没有因为这主观性的回答 而不放心上 他抿了抿唇 一时之间有些沉默 早点去休闲 拍了拍妹妹的肩膀 楚君亭没有多说 妹妹会明白的 十点多 外面的天越来越暗 雨声稀稀利利的 楚清浅刚起身 准备回自己卧室的时候 看到了门外刚回来的楚清浅 他脚步微顿 举步继续往楼上走了过去 姐姐 楚清浅出声 声音柔柔弱弱的 楚清浅却没有闲心回应他 有些冷淡 有事 姐姐 我今天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睡 你好久都没回来了 我们姐妹俩聊聊天好不好 不可以 楚清浅摇头拒绝 雨气依旧冷淡 姐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知道了 所以你还有事吗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上楼了 楚清浅的笑语那么一瞬 险些绷不住 他都已经这么热情的侍候 楚清浅却如此冷淡 摆明了是故意落他的面子 姐姐 你和立总是什么关系啊 楚清浅突然把话题转向立眼形 楚清浅脸上的漫不惊心脸了脸 楚清浅转过身来 重新坐下 楚清浅 你应该看得出来 我不太想和你打交道吧 你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就不该一个劲地往我面前凑 要是对立眼形感兴趣 也别想着从我这里套话 自己去聊播便是 他这么直接地揭穿自己的心思 楚清浅的面色彻底绷不住 一副眼泪汪汪的模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关心你们的感情进度 楚清浅看着他表演 轻笑 是吗 依我看 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好好的扭转你 和你男朋友的关系 哦对了 爸妈和哥哥 好像对你这个对象也不太满意 你还得继续加油努力啊 楚清浅面色一白 迅速打断他 我困了 先上楼了 说完一秒钟都没有多停留 快速离开 楚清浅瘫了瘫手 毫无挑战性 都不用他多说什么就走了 属实是他高估了楚清浅 第184章 亲生父母 隔天一早 楚家餐厅又热热闹闹的 楚清浅一早上热情的 给楚清浅打招呼 又是倒牛奶 又是给他煎鸡蛋的 热情的楚清浅 都担心他的早餐里 没放了东西 姐姐 你要不在家里多住几天吧 我们姐妹俩都没好好地出门完 楚家几人 看着两个女儿相处的氛围 由衷地感到满足 浅浅宝贝 清浅说的没错 你也好久没陪妈妈说说话 聊聊天了 楚清浅眉眼淡淡地 看了一眼现殷勤的女人 挑起眉 妈妈 我有空随时回来 那我可以去博纯酒庄找姐姐吗 可以 不知楚清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着家人的面 楚清浅并没服了对方的面子 只是毛子里的冷遭越发的明显 脸上那似笑非笑的神情 一看就是心情不好 吃过早餐 江灵秀和楚贺大包小包地 把补品堆进楚清浅的车里 生怕他饿坏了 楚清浅照单全收 和众人拥抱了一遍离开了 众人各自离开 楚家庄园再次安静了不守 偌大的庄园 独留楚清浅一个人在 确认过家人都不在家 他马不停蹄地开车出了门 顺着欧阳倩那天给他的地址 楚清浅找到了他亲生父母的家 眼前的建筑 只是很普通的小区 和楚家庄园 完全没有可比性 估摸着也就120多平 整栋建筑还算看得过去 小区的环境也不错 楚清浅嫌弃的都不想进去 可是考虑到自己今天过来的目的 他还是站在外面 深呼吸了好几下走过去 楚清浅穿着一身高定 站在门口 手举在半空好一会儿 才按了门铃 手机时间显示快十点 他按了门铃半天 才有人开门 您是哪位 开门的女人身上 还系着围裙 脸上满脸沟壑 看到一身价值不菲 像个富家女的楚清浅 女人眼睛里满是困惑 你就是林玉芬 楚清浅眼底带着嫌弃 您找我们家夫人 看来不是她母亲 楚清浅倒是松了口气 对 当着外人的面 楚清浅警惕的 没有自爆家门 您先进来 女人虽然不认识楚清浅 可从她身上的穿着 判断她的身份应该不低 也不好得罪 小姑娘 你先坐一会儿 我这就去请夫人 女人离开 楚清浅目光轻循四周 脸上的嫌弃溢鱼眼表 谁啊 快过了十分钟 客厅里才有人出现 听说你找我 出现在客厅的女人 穿着一身LV的裙子 脸部还在敷着面膜 语气很不耐烦 你是林玉芬 你丈夫是欧阳玲 没错 我就是林玉芬 不过你又是谁 我印象当中并不认识你 林玉芬自顾自地坐下 打量了楚清浅几眼 一认出她身上服装的价格 林玉芬的眼神立马就变了 双目放光 看楚清浅的眼神 就跟看行走的钞票似的 林玉芬打量楚清浅的同时 楚清浅也在观察她 两人目光交流的时刻 刚回到博纯酒庄的楚清浅 也收到了消息 哦 避水别墅区 没记错的话 那块别墅区的价格 并不算太高 楚清浅的交友圈 向来都是上流圈子里的千金大小件 什么时候 她会自降身价 去那地方楚清浅那人性子高傲 向来眼高于顶 世出反常必有妖 听着底下人发来的语音 楚清浅笑得漫不经心 看来我这妹妹 还挺神秘莫测的呢 师父 需不需要让人去调查一下 那个别墅区 她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请客间弄到信息 只是为了一个楚清浅 还不至于让她特意出手 继续盯着她 看看她那边有什么动静 是 楚清浅抬了抬下巴 一张脸又冷淡又妖艳 对于小喽喽她原本从不浪费心神 她这人很懒 当然 前提是对方不主动在她面前刷存在感 楚清浅从昨天到今天的一切举动 都透露着一丝古怪 包括她所谓的男朋友 都怪怪的 为了避免国际品酒大赛类似的意外出现 她必须得事先防备 师傅 你是怀疑楚清浅 嗯 总感觉我这妹妹怪怪的 我也有同感 还有那个欧阳子玲和她的关系 很让人怀疑 因为这一句 楚清浅谋底多了点含义 指尖摸缩着手机 没说话 好好准备国际品酒大赛的事情 楚家有她二哥三哥在 楚清浅一个人 短时间内蹦搭不出什么水花 这边发生的是 楚清浅并不知情 林玉芬已经知道了 楚清浅是自己亲生女儿的事情 也知道楚清浅如今是楚家的千金小姐 一瞬间 林玉芬看着楚清浅的眼神都在发光 忙前忙后的准备了各种水果零食 可得知她今天找上门来的目的时 林玉芬看着她的眼神又开始变了 收到消息的欧阳玲也急急忙忙回到家 看到白白静静养得极好的女儿 她内心的雀跃藏都不藏了 婚约的事情 你们亲自出面处理 我绝对不可能和欧阳子玲结婚 听她这么说 欧阳玲和林玉芬夫妻俩的脸色 立即就沉了 林玉芬犹豫了好一会儿有点动摇 欧阳玲就拉过她 小声说了什么 然后两人打量楚清清的眼神 就变得越来越满意 清清 认清的事情不急于一时 我们家虽然还算过得去 可是万万比不上楚家的环境 这个结果眼上认清 我怕你回来受苦 夫妻两吨在楚清清身旁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劝说 楚清清听完 面色大变 瞳孔剧烈的颤抖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欧阳子玲可是我的表哥 林玉芬和欧阳玲却丝毫没觉得 自己的想法有什么问题 还语重心长地想要扑二楚清清 清清 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夫妻两说出口的话 落在楚清清耳朵里 对她的打击极大 她活了这么多年 接触过的教育和三观 从未如此炸裂面前 这对穿着名牌的夫妻 落在她的眼里 却如同恶魔一般 第185章 营业额暴涨 从碧水别墅区出来 楚清清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她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 那对夫妻竟然如此荒唐 她到现在 手都还是抖的 努力地稳了稳自己的心神 坐在车里 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抖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今天出发前 她绝对不会送上门来 退婚的事情 非但没能处理 反而还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强烈的不安 笼罩着楚清清 双目盯着不远处的那栋白色建筑 楚清清心跳飞速 然而 她却没办法找人倾诉 五间休息时间 立市集团 踏进大厅 楚清浅第一时间 看了眼前台的方向 却并没有看到上次的女生 没多想 她直接往总裁专属电梯走去 前台的女孩 看楚清浅的举动 变了脸色 立马跑过去 小姐姐 你哪个部门的 怎么赶往这边走 还好我发现及时 楚清浅看了眼女生 狠眼生 估计是新来的 你是新来的 楚清浅嘴角微勾 从容不迫 不算 女生看她一脸什么 都不知道的模样 有些推心致富的 想要和她唠唠 不用了 你快回去吃饭吧 不远处 腾风的身影出现 楚清浅朝女孩说了声谢 快步走过去 女孩身形顿时愣住了 眼睛缓缓睁大 看着恭敬迎接楚清浅的腾柱 见了鬼一样 楚小姐 腾风自觉接过楚清浅手里的包 出了电梯 楚清浅没有注意到 转角处的两个人 对面的人 却眼睛看到她了 浅浅 楚清浅听声抬头 迎上丽萍川和丽婉宁 两双眼睛的时候 稍稍正愣了一下 很快又恢复正常 浅浅 你是过来找眼形吗 丽婉宁看着她 笑迎眉眼 对 宋营业报表 楚清浅回以丽婉宁一抹浅笑 随后对上一旁丽萍川的眼神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楚小姐 又见面了 丽先生 别来无恙 楚清浅的神色很平静 完全看不出什么情绪 丽萍川低头勾唇 复杂的眼神里带着几分凝重 她总觉得楚清浅的话译有所指 正好也快午饭时间了 我们陪你先去见了眼形 再去吃饭 丽婉宁温柔地注视着楚清浅 好 她都开口了 楚清浅也不好拒绝 浅浅 这流水是这一个季度的 博纯酒庄的销售额报表 楚清浅也没有瞒着 办公室的人看完神情刻意 除了文字报表 楚清浅还把最近的酒庄股票上升数据展示了一遍 短短一个月的功夫 股价成迅猛上涨的姿态 是的 这流水太厉害了 丽婉宁全程惺惺眼看着她 何止是她 就连腾风心头也是一样的激动 短短的一个季度 营业额翻了一番 当初博纯酒庄面临那么大的危机 楚清浅也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这样的能力和手段 她一个大男人都不得不折服 丽婉宁拉着楚清浅 一连说了一堆的赞美之词 越看楚清浅 她越喜欢 她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捧到她面前 让她挑选 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浅浅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福星 如果不是你 多多也不会正快好起来 说到情治深处 丽婉宁控制不住自己颤抖的手 心里除了感激外 只有感激 多多这个恩情 有多么的大她心里最清楚 如果多多一直自闭 她不会放弃这孩子 可是也心疼 多多好了 丽萍川突然拔高声音 情绪有些激动 瞧我这记性 都忘记和三叔说一声了 对啊 多多好了 多亏了有楚小姐 丽婉宁拍了拍后脑勺 赶忙看向丽萍川解释 那就好 那就好 丽萍川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 看上去真心实意的替多多开心 浅浅 多多这几天也一直在念叨着你 等改天有空 我过去看看她 那她肯定会开心坏了 丽婉宁说着说着 眼眶泛红 她突然想起什么 打开了随身带的包 从里面翻出一个淡粉色的盒子 递给楚清浅 这是什么 楚清浅诧异的结果 打开一看 她眼神里有些许闪烁 光是看橙色 楚清浅便认出了粉钻的价值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很久之前的一场拍卖会上的藏品 粉钻钻石 当初三个费心费力 心心念念的就是这块钻石 结果没想到 还是被人杰族仙灯了 兜兜转转 竟然到了她手上 欣赏的看了一眼 楚清浅淡定的将盒子盖起来 推还给丽婉宁 婉宁姐 这个太贵重 我不能收 给你了就拿着吧 留在我手上也只会落灰 当初拍下她 也只是想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如今看来 送给你是最合适的 丽婉宁又重新推给她 皱眉 莫非你是不喜欢多多 或者说不喜欢我 不是那个意思 既然你喜欢多多 那就收着 美丽的东西 就应该配美人 价值九位数的粉钻原石 被丽婉宁坚持送了 楚清浅终究拗不过 还是收下了 收下吧 我姐送出去的东西 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 这也是你应得的 丽眼形看出楚清浅的为难 事实开口 丽萍川从刚刚就一直没说话 尤其是听到多多恢复正常 她的神情变了又变 整个人的呼吸节奏 都变得不一样 只是旁边的三人 并没有注意到 闷闷地喝了一口茶 压下心头疼起的火 好半天才恢复了往日的斯文 楚小姐还真是我们丽家的大恩人了 说话之时 她又撇了眼楚清浅 见她仍旧淡定 心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薄唇紧敏 深邃复杂的双眸 对上楚清浅的视线 表情异味深长 严重了 楚清浅点头轻笑 丽萍川低头看了眼时间 话锋一转 笑道 趁着今天大家都在 正好我做东 请楚小姐吃顿饭 感谢感谢 对 择日不如撞日 丽婉宁也点头附和 三人齐刷刷地看向她 楚清浅健壮 只能点头没有再拒绝 第186章 计划生日 吃过饭后 从餐厅出来 丽萍川用眼角的余光 看了看和丽婉宁抱着的楚清浅 嘴角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可是眼神里 却是连一丁点的波澜都没有 楚小姐 下次见 嗯 楚清浅轻微点了点头 并没有太热忱 注意安全 丽眼行目送楚清浅上车 目光里夹杂着不舍 这边 楚清浅刚开车离开 那边 丽萍川也开车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别墅 回了自己的地盘 丽萍川假装平静的脸色 立马变了 最近他真的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尤其是知道 多多恢复了健康 他的脸色可想而知有多难看 先生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助理在旁边斟酌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询问 多多那边还需要做什么 原本一步废棋 没想到好了 这让他们之前的那些计划 成了赤裸裸的笑话 丽萍川咬牙 我倒是小看了楚清浅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 竟然这么深藏不露 说起楚清浅 丽萍川牙齿都痒了 楚清浅还真是多管闲事 把他原本的计划都毁了 楚清浅必须得解决 他要爬得更高更快 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意外 假如楚清浅没救过多多 那他可以完全不在意 楚清浅展现出来的能力 已经有目共睹 这女人的存在 就是个定时炸弹 先生 再过几天 不就是丽萍行的生日吗 机会可不就来了吗 说出这话的时候 丽萍川的脸色 立马也变得一脸意味深长的 脸上已经清楚地写满了深意 心里似乎已经隐隐约约的 有了什么主意 七 三当天 寻白白一早就在酒庄里忙活 独酒事件也告一段落了 国际品酒大赛 是时候重新提上日程 路过嘉宾住处的区域 角落里几个嘉宾的聊天内容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你说 五号那天 我应该穿什么 五号 什么重要日子吗 你不知道 是立士集团总裁的生日 作为博纯酒庄的合伙人 他生日当天 说不定会出现在酒庄里 立士集团进不去 但是并不妨碍我制造机会 刷存在赶 七月五号 距离今天就两天时间了 寻白白诧异了一下 你那条白色裙子就很合适 不过立士总裁那样的身份 真的能注意到你 我可是特意做了功课的 还让人准备了赛车模型 八强脚听了好一会儿 寻白白等人离开 才跟着离开 第一时间去把消息告诉了楚清浅 七月五号当天 立眼行准点下班 就出了总裁办公室 员工电梯口的一帮员工 见了鬼一样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早点回去休闲 辛苦了 立眼行好心情的和员工们挥了挥手 带着腾风进入总裁专属电梯 独留一帮员工目瞪口呆 愣在原地 坐在车里 腾风也不知道 自家总裁怎么这么高兴 破天荒下来的早班 他也不知道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疑惑的看向后座上的男人 总裁 立眼行双目满是期待 说要这句 他慵懒得斜躺在一背上 目光看向窗外 时针很快来到七点一刻 立眼行和腾风 准时出现在了博纯酒庄门口 进入主楼 主楼的服务人员都不在 空荡荡的 楚小姐 刚一说完 啪一声 灯光灭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客厅正中央 楚清浅推着蛋糕出现 旁边是寻白白 啪大 蛋糕被推上前 客厅的灯也随即亮了起来 立眼行清楚地看到 旁边一个小架子上摆放的礼物 一个精美的赛车模型 这一刻 他整个人都智闷地喘不过气来 双手紧紧地掐着喉咙 嗨嗨嗨嗨 咳嗽声发出 冷硬的声线听得出有些颤抖 楚清浅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劲 放下推车 上前一步 站到立眼行的前方 这才发现 他脸色惨白的不像话 不知是不是灯光的原因 此刻的立眼行 就像是病入膏肓的人 脸色白的 像是像不久于人似的 楚清浅的靠近的让他有了点反应 他抬起头看着他 那双眼睛冲血 不是因为熬夜没休息后 不满血丝那种 而是纯粹的红 楚清浅的视线里 只能看到他那整个眼白都泛着鲜红色 仿佛下一秒就可能躺出血来 立眼行 你眼睛怎么了 腾风本来在旁边的 闻声立马走过来 看到立眼行的眼 也是狠狠的一惊 他登在立眼行身边当助理 也这么多年了 可是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一面 立眼行此刻身上那种那种 令人闻风丧胆的戾气 仿佛是从骨子里穿透出来的一样 尤其是那双眼睛恐怖至极 他压根不敢直视 总裁 腾风这么一叫 立眼行的情绪也没有丝毫的改善 他一眼逆向腾风 一眼看向楚清浅 无比的痛苦 立眼行 楚清浅换了他的名字 男人俊美的脸更加的痛苦 眼底那一片红 这会儿如烈火一般 无比的妖艳 冷静 楚清浅刚伸出手去 下一秒就见立眼行激动的怒吼 滚 马上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给我滚啊 师父 这 寻白白 整个人都梦了 滚 滚啊 立眼行狂吼着 快步走到寻白白跟前 抬手掀翻了推车上精致的蛋糕和赛车模型 赛车模型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却并没有任何损失 蛋糕却毁得彻底 地上一片狼藉 众人注视下 他绕过一地狼藉 捡起那个模型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精致的模型彻底的散架 模型的零件四处乱飞 见状 立眼行的眼神终于有了波动 多了一丝的兴奋 现场的寻白白 腾风也是愣在原地 滚 立眼行再次发出怒吼 怒意震慑着整个客厅 走 楚清浅最后一丝耐心被消磨 眼角带着细微的血丝 师父 寻白白赶紧小跑跟上 客厅里只剩下腾风和立眼行 滚出去 立眼行拿起边上的东西 随手扔出去 腾风躲闪及时 好在没伤到 第187章 生日也是忌日 客厅外三人面面相去 腾风看了眼楚清浅和寻白白 沉默不语 楚清浅扫了他一眼 眼底一片冷然 随后又扫了客厅一眼 视线最终落在腾风的身上 你见过他这样 他这样多久了 腾风无力地摇了摇头 师父 那赛车模型可是你亲手制作的 结果人家看都没看一样 直接砸坏了 你还关心他 寻白白一听楚清浅的话 脸色一沉 他还不长眼那您 我马上替您去出气 寻白白紧握拳头 做事要去打架 不用 先前在客厅里的怒火 这会儿也慢慢散了不少 楚清浅清浅一笑说 没事 立眼形这状态不对 好端端的一个人 突然那般反常 倒更像是应激综合症 只是刺激的源头在于何处 他一时半会儿猜不透 师父 在外面等 寻白白刚准备跟上 楚清浅一个眼神阻止 哦 客厅的大门被关上 身陷痛苦之中的男人 抬头看了过去 楚清浅再次出现那一刻 他抱着头的手 不由握紧了几分 狠狠地抓了几把头发 滚出去 立眼形再次怒吼 楚清浅沉默 滚啊 别逼我杀了你 立眼形努力地 想要控制情绪 可是脑海里闪过的画面 不断地刺激着他的神经 眼前的楚清浅都出现了虫影 他不想看到楚清浅 也不想让他看到 自己此刻的样子 即便不照镜子 他都能想象得到 现在有多吓人 立眼形 我耐心有限 他朝他走去 脚步不紧不慢 带着他一贯的从容 张嘴 楚清浅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片 划破自己的手指 把手指头凑进男人的嘴边 楚清浅 我让你滚 身体的忍耐性 快到临界点 立眼形头疼欲裂 转头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唇色淡的近乎透明 病痒痒的模样 看着就吓人 我不想我的病人 死在薄唇酒庄 强制性地把手指头 凑进男人的嘴边 血腥味在鼻子旁边蔓延开来 不知道为什么 闻着这个味道 立眼形竟有些不自觉地舔了舔牙齿 没有再给他拒绝的机会 楚清浅把血挤到他嘴边 男人舔了舔嘴唇 浓郁的药香在尺间慢慢散开 几乎是本能的 他抓着楚清浅的手指咬了下去 似乎是觉得不够 他用牙齿咬着他的手 过了大概一分钟 立眼形眼睛里的血色 慢慢地消失了 整个人也安静了下来 就像是恢复了理智一般 身体里的暴躁因子渐渐退去 伴随而来的是 说不出的疲惫感 楚清浅 不等把话说完 人就昏睡过去了 客厅的大门重新被打开 一左一右蹲在门口的两人 立马起来 师父 楚小姐 人睡着了 去把他搬到房间 主楼这边 除了楚清浅 和寻白白的卧室和雅阁 还有客卧 奋力把人扛到客卧 腾风看了眼自家总裁拧了下眉心 你在这看着他 多谢楚小姐 虽然不知道 总裁怎么突然冷静下来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肯定和楚清浅有关 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丽眼行有这样的 楚清浅垂在一侧的手微致 心中也好奇 可自己现在是不能去询问当事人的 那肯定是毫无结果 所以 只能从丽婉宁这里得到答案了 婉宁姐 意料之外 丽婉宁先一步打了电话过来 浅浅 眼行去酒庄了吗 丽婉宁的语气之中 都是遮掩不住的紧张 看上去很是担心 这样子 勾得楚清浅越发的好奇 在 不过刚刚睡着了 在你那就好 刚说完 他音量拔高了好几个分贝 你说什么 睡着了 他怎么了 楚清浅没有隐瞒 将刚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知 唉 对面的语气随之变得沉重起来 浅浅 今天是我父母的继日 这话完全是楚清浅没有想到的 他脸色一惊 几乎瞬间就明白了 浅浅 今天就辛苦 你多照顾他一下 兴许是恰好把隐藏于新的秘密说了出口 丽婉宁难得把当年这天发生的一切 全盘拖出 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父母因为着急赶回来 庆祝演行的生日 所以出了车祸 演行在家等了整整一晚上 等到睡着也没能等到 第二天醒来 就是父母的噩耗 当时的场面有多血腥 他并没有亲眼所见 当时的他还在国外 没能来得及赶上回国的飞机 等回国再见到 就是太平间里 两具冰冷冷的尸体 曾经会温柔的抱着他叫宝贝的人 再也醒不过来了 当时年幼的丽演行 更是痴痴傻傻了好几天 才恢复正常 从那以后 对于开车 对于赛车这两个词 他脑海里自觉地变得敏感 这些年 丽婉宁也是一直都埋在心底 从来都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如今再次提起 说话都哽咽 即便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他的心也依旧疼得厉害 浅浅 麻烦你了 这一天对丽演行而言是痛苦的 对于丽婉宁而言 何尝不是 可是他如今有多多 还能转移一些疼痛 演行却不一样 身为姐姐的他 知道弟弟的心意 或许有心爱之人的陪伴 弟弟的状况会好一点 婉宁姐 抱歉 他的生日 是父母的忌日 楚清前已经不敢想象的男人 刚刚看到蛋糕和模型 心里究竟因此 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目光缓缓在二楼的客房门口定格 一双恋眼眼里 满满的都是担忧 这些是今天之前 他从来都不曾了解过的 立眼型的 也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那边挂了电话 楚清前眼底一片黑了 拜拜 去竹点周过来 寻白白眼睛都瞪圆了 这周给谁准备的不言而喻 去吧 理由会告诉你 可是 心里堵着一口气 上不来也下不去 心塞得很 师父吩咐的 纵使心里有一万个不满意 寻白白只能照做 第188章 疑心 楚清前端着周 到客卧前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停了几秒钟 他再一次动手继续敲着 里面总算是有了些回应 紧闭的房门也缓缓打开了 腾风已经不在房间里 只剩下丽眼形一个人 打开门 丽眼形只是看了他一眼 并未开口说话 楚清前从来都没有看见过 神色这样憔悴的丽眼形 那双向来深邃温柔的毛子里 盛满了疲惫和痛苦 满脸都是落寞 吃点东西 男人没有反应 落寞死尽 房间里浓重的烟味 呛得楚清前吸了吸鼻子 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 楚清前看在了眼里 却没有说什么 沉默起身 却把窗户和窗帘都打开了 丽眼形坐在角落里 默默看着他做的这一切 深深叹了一口气 像是已经明白了什么 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 抱歉 楚清前点点头 并没有隐瞒 要不是今天这场意外 只怕他可能永远对此 都是一无所知的 可是现在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 绝对不会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可听到他的话后 丽眼形却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一张英俊的脸上满是苦涩 那笑容极为勉强 不想笑不用笑 话音刚落 男人立马紧绷着 抱歉 沉默许久 丽眼形终于又开口了 语气已经充斥着自责 想听我说说当年的事吗 楚清前看着他 眉眼诧异 想听吗 见他想说 楚清前最终点头 好 去外面说吧 丽眼形愿意主动说起他的事 代表他愿意自己 尝试走出来 丽眼形扫了眼房间 看到烟头皱了下眉头 坐吧 望着阳台外面的景色 丽眼形深呼吸一口气 幼时的往事 一幕幕扶上心头 未过太久 他已经热泪盈眶了 男人的双肩不住抖动了好几下 压下泪水 楚清前扭头看了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 他的角度明明看不到他的表情 可却能够感受到 他此刻的孤独和无助 他甚至想上前抱抱他 说些安慰的话 可是却止住了自己的想法 记忆当中 那天晚上下起了很大的暴雨 可为了能够及时赶回来 给我过生日 他们深夜 开车赶回来 可谁也没有想到 灾难会因此降临 现场的车变形得完全用不了 他说的平常 语气都没什么太大的起伏 楚清前却听得心惊肉跳 车子变形 他能够想到 当时情形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那当时另外一辆车车主呢 死了 说到这里 丽眼行那双桃花眼又瞇了一下 一抹痛哭闪过 是人为的吗 楚清前的表情微微脸了脸 调查过了 所有的线索都只能说明是意外 可是我却并不相信 丽眼行说出这话的时候 看向楚清前的目光 已经变得亮堂起来 他说话的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这些话里真正的意思 楚清前明白过来 其实二人之间 也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 此次有些眼神也能够明白 原来他心里 一直都压着这么多的事 楚清前突然有点心疼这个男人 楚小姐 别这么一副表情 我没有这么脆弱的 今天把你给吓坏了吧 丽眼行的目光 再次落在他脸上 眸中似蕴藏着一抹难明的情绪 眼神也有些飘忽 没有 楚清前风轻云淡的 开启新的话题 所以 你不再碰赛车 也是因为车祸 楚清前不确定 当时丽眼行见了那赛车模型的反应太大 他不确定是否全是这个原因 但多少应该会和车祸有点联系 赛车 我从未喜欢过赛车 车祸以后 对于车 我内心也多了一些心底深处的厌恶 厌恶 从未喜欢过 这两个词语 从丽眼行口中说出来 楚清前脸上的神情 若有所思 当初为何寻白白 能够那么精准地 在博纯酒庄 听到丽眼行的生日 还是那么巧的时间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这件事 从始至终 都是针对丽眼行的 或者是针对他们的 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 楚清前总觉得 背有一双眼睛 在一直盯着他们 他 博纯酒庄 丽眼行 或许还有更多 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却不知为何 像是一根牙生了根 再也无法摆脱他 越想越觉得可疑 总觉得这背后 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在推动着这一切一样 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丽眼行见他的神色 很是严肃 不由问道 楚清前勉强挤出一抹笑 没事 丽眼行自然不信 他没事的说辞 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他 看不出什么 压下了心里的疑问 把粥喝了吧 这粥不错 丽总先喝一点 谢谢 丽眼行道谢结果 拿着汤匙喝了一口 味道确实还不错 这还是这么多年 在这一天 他头一次能够吃得下东西 不知是食物的美味 还是因为陪在他身边的人不一样了 丽眼行一边喝粥 一边看向旁边低头的楚清前 眸光温柔 两人都不是话多的性子 楚清前又在思考 房间里全程都很安静 两人就这么坐着 纵使两人什么都不说 丽眼行的心里 也是平静又喜悦的 把粥喝完 胃里暖暖的 丽眼行看了眼楚清前心里 已经知道答案了 以往对他而言 无比痛苦的日子 如今能够如此平静 多谢你 改天我带你去见我的父母 带他去见他父母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下明白过来了 扭头骤然撞入 丽眼行深深的双眸中 那一刻 楚清前的心跳 好似露了半拍 楚小姐 我 安静的客房里 丽眼行突然靠近楚清前 做事要把压抑在心里 许久的话诉说出来 咔嚓 客房门突然被用力推开 门口站着一个气喘吁吁的女人 正是丽婉宁 她一手握着门把手 一手捂着胸口 婉宁姐 姐姐 丽眼行的眸子一按 寻声看过去 放在腿上的手 又握紧了几分 第189章 狗皮膏药的佳人 丽眼行 你没事了 丽眼行刚抬起来的手 顿了一下 又放了回去 眸光深深的凝视着丽婉宁 好半场才收回目光 眼看着自己快要把话说完 结果又变成这样 丽眼行无奈地放弃到了嘴边的喜欢 丽婉宁作为过来人 目光触及自家弟弟的表情 又看了看房间的氛围 脸上的神色僵了僵 半秒后 没事了 我就先走了 丽婉宁低着头 快步想要朝外走 婉宁姐 楚清浅及时开口挽留 姐姐 我没事了 让你担心了 丽眼行淡淡笑了笑 在家人的面前 她从来都没有之前那种压迫感 丽婉宁眼眶泛红 由衷地感谢楚清浅的出现 弟弟每次生日都会把自己关起来 不吃不喝不说话 可是现在的她 浑身的憔悴都在一瞬间仿佛削减了一般 这是她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如果可以 她当真想要把楚清浅供起来 每天上香供奉 她的表情 惊得楚清浅头皮发麻 不由笑笑 婉宁姐 不必这样 好 收起自己那点荒唐离谱的想法 丽婉宁又就着其他的话题聊了一会儿 并未多待 丽眼行虽有心继续留下来 可刚刚表白被打断的尴尬 促使她还是先离开了 7月5号这一天 在这惊心动魄之中 慢慢结束 同一时间 欧阳家也是鸡飞狗跳的 回到家中的欧阳林 脸色无比的阴沉 林玉芬察觉到了她的不悦 立马倒了杯水过来关心 你这是怎么了 谁给你气瘦了 没有外人在场 欧阳林的烦躁和坏脾气 一下子就露了出来 今天真是够倒霉的 之前谈好的合作方那边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突然反悔 今天竞标现场 还公然和我们抢资源 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会这样 林玉芬不懂公司的弯弯绕绕 可是听多了 耳濡目染 也知道这是大事情 关乎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的问题 必须得受重视 她立马有些坐不住了 太过分了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我们去走走关系 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 欧阳林点燃一根烟 吞云吐雾 还有什么关系 林玉芬眼睛放光 脑海里出现一道身影 你忘了 我们可是有个过着 富家千金生活的宝贝女儿了 她可是储家的宝贝千金 找点关系和人脉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怎么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欧阳林掐了手里的烟 心里有了主意 果然坚持不认清是正确的 想到这 欧阳林颓丧的模样都好多了 她决定亲自去找她那女儿一趟 第二天 上午八点多 楚家庄园一公里外 没办法进入庄园内部的欧阳林 快要抱走 她在这里都等了快一个小时 楚清清那死丫头 电话不接 人影也没出现 楚家庄园里 楚清清翻了个身 慢慢睁开 眼睛起床 门口传来了一道佣人的嗓音 小姐 早餐都已经备好了 佣人显然对于楚清清的作息习惯了 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呢 享用着丰盛的早餐 楚清清环顾了一圈家里 并没有看到楚家其他人的身影 先生太太出门去公司了 两位少爷也刚走 我中午去找姐姐 不用准备午饭 闲来无事 楚清清突发奇想 去博纯酒庄逛逛 开车出了庄园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嗓音 清清宝贝 楚清清透过墨镜 看清楚另一辆车上的脸 脸色骤然变了 欧阳林 她来干什么 此处和庄园港亭那边隔着一公里 楚清清看了眼 毅然决然开车离开死丫头 见她这举动 欧阳林面上恼了 赶紧驱车跟上 隔着有几天没见面了 欧阳林上下打量着面前的女生 看到她倚靠着的那辆豪车 多少有些酸溜溜的 清清 你这车是自己买的 楚清清 陈卓谋 这和你没关系 你可是我的宝贝女儿 我这当父亲的 不得关心一下 如此厚颜无耻的发言 让楚清清胸膛都在起伏 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她身上竟然流着这种人的血 找我什么事 清清 爸爸想找你帮个忙 欧阳林笑得满脸折子 楚清清冷了片刻之后 大笑了起来 你可真是无力不起早 被一个臭丫头给吓了面子 欧阳林心里恨得牙痒痒 脸上只能继续陪着笑 小心翼翼 清清 你也不想看着我们家倒闭对不对 那可是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心血 我们家发展得好 你今后也能多个一仗不是吗 欧阳林垂头叹气 清清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 楚清清心里都发疼 你做梦 说完 她转身离开 欧阳林一顿 双眸都在放大 脸上是不可置信 清清 你说什么 滚开 手臂被包包重重地砸了一下 欧阳林哪里受过这种窝囊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好啊 楚清清 我看 你是好日子不想过了 赤裸裸的威胁 并没有震慑到楚清清 高跟鞋狠狠地踩在男人的皮鞋上 趁着她吃疼赶紧开车溜了 一路飞速到了酒庄 见到楚清清 她立马跑了过去 紧紧地搂着对方的手臂 楚清清旁边的寻白白 直接被挤出几步外 震惊的下巴都要掉下去了 什么情况 她什么都没来得及看清就飞了 楚清清 寻白白下巴还没接回来 就看到师傅旁边的女生 姐姐 家的嗓子都快要冒烟的声音 刺激的楚清清 鸡皮疙瘩掉一地 她目光凉凉的目光掠过手臂上挂着的人 语气击翘 松开 这话宛如在楚清清脸上 扇了一耳光 姐姐 这个角柔造作的称呼 听个寻白白下巴 快要彻底脱臼 白白 把人弄走 楚清清赶紧松手 楚清清却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眼睛里三分匪气 直觉而言 楚清清来者不善 第190章 进公司 姐姐 我可以在博纯酒庄住几天吗 楚清清问出来后 楚清清和寻白白都沉默了 楚清清原本不是个太多疑的人 换作以往 她估计不会去太怀疑 深究楚清清提出这想法的目的 只是 现在不同了 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眼下国际品酒大赛重办在即 绝对不可以再出差子 不能 姐姐 楚清清咬了咬牙 又是撒娇卖萌 又是故意纠缠 楚清清却压根不松口 还有事吗 这已经开始感人的节奏 楚清清血液都快涌到头上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一双无辜的眼看着楚清清清欲言又止 最后却什么都没说 只温柔低眸地看了眼楚清清 姐姐 那我先走了 听见她这样说 楚清清的眼眸微深 一双好看的眼睛 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 她这妹妹的隐忍能力 还有点厉害了 楚清清薄唇微微弯了下 那双清车的眼睛 仿佛能把人看穿一样 对上那双眼睛 楚清清手指紧握 下意识地避开了对方的视线 不知道为什么 她越来越怕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姐姐 慢走 砰 重重地关上车门 楚清清在车里疯狂地尖叫 楚清清啊 楚清清 你竟然这么不给我面子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一百倍一万倍的 给我还回来 避水别墅区欧阳家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林玉芬眉头紧簇 看着自己的丈夫 有些焦急地问道 怎么办 你问我 我能怎么办 一想到楚清清那死丫头那样的态度 欧阳林的心中气愤不已 死丫头 一点也不知道感恩 你自己生了死丫头 赶紧给我搞定 一边说着 欧阳林一边把杯子一甩 脸色铁青的就上楼去了 被自己的这样子一番说叫 林玉芬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狠狠地瞪了一眼偷偷看热闹的庸人 她用力地扔掉杯子说道 看什么看 小西我把你们眼睛都挖了 说完这句话 她也噼里啪啦地朝楼上走去 隔天 楚清清宅在庄园里来回的踱步 她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楚清清 一小时后到这地方来 过时不后 手机端进来一条短信 楚清清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半个小时后 楚清清人已经坐在咖啡厅里 她对面坐着一对夫妻 林玉芬 欧阳林 我奉劝你不要太过分了 清清怎么和爸妈说话的 我们随时可以去敦楚家人 把真相告知他们 楚清清心里并未完全相信 可是对面这对夫妻的狡猾程度 她有每百分百的把握 他们不会乱来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心里慌张 但是越是这样 楚清清就越是要强称气势 很简单 帮我们拉到楚家的赞助 或者合作 完全狮子大开口的提议 让楚清清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权利插手 楚氏集团的一切事物 这话让对面的欧阳林 心中不由更加沉了下去 她这女儿还真是够废物的 没权利 那就直接给钱吧 我要的不多 就这个数 手指伸出来 楚清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极其的难看起来 五十万 想什么呢 五千万 楚清清心里面一正 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不过五千万的小数目 对于你一个千金大小姐来说 就是零花钱而已 零花钱 整整八位数 亏他们提得出来 楚清清深吸了一口气拒绝 考虑清楚了 今天 要是不答应 就出了这个门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们敢 看来 你对我们还不太了解啊 欧阳林笑得一脸的猥琐 显然来真的 对了 你要不要看看这个 一份纸质文件被扔在桌子上 封面上赤裸裸的 亲子鉴定几个大字 刺痛了楚清清的眼睛和心 他们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个份上 看清楚了吧 尽管撕掉 我手里还有 眼看着楚清清要毁文件 欧阳林淡定的开口 欺人太甚 虎毒还不食子呢 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清清 你就帮帮我们吧 林玉芬对于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 虽然没什么感情 可是也确实不想彻底的 把母女清给断了 好 我帮 我身上没有这么多 我可以去弄 但是 你们俩给我记住了 要是我的身世暴露了一丁点出去 你们俩就去死 到时候 你们给我吃下去了多少 我就要 让你们加倍地吐出来多少 这些威胁的话语 在现在的欧阳林 和林玉芬夫妻的耳中 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威慑力 他们只要牵到手 放心吧 不过口说无凭 白纸黑字的签字最好 欧阳林眼中的金光一闪而过 迅速又拿出一份 早就准备好的文件 这般举动 换来楚清清的冷笑 这两人还真是够充分的 别再来打扰我 牵好字 楚清清重新戴上了自己的墨镜 快步朝外走去 看着她几乎是落花的背影 欧阳林呵呵一笑 低头抚摸着自己手中 新鲜出炉的文件 想到自己即将进账的巨款 欧阳林心里面 就不由变得心花怒放起来 气冲冲上头牵了字回到家 楚清清恨不得剁了自己的手 五千万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楚家平日里对她很大方 可是也不会大方到这个地步 五千万 她压根拿不出来 浑身的怒火 发泄在床上的玩偶上 楚清清才好受一些 五千万的巨款压在她身上 她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晚饭时间 楚清清全程热情乖巧的 给江灵秀和楚贺家菜逗开心 把两人逗开心了 鼓起勇气开口爸妈 我想进公司 进公司 门口刚刚走进来的人 听到楚清清的话语 眼神里带着信尾 千千宝贝 你回来了 姐姐 你怎么回来了 突如其来的楚清浅 让楚清清打了个嗝 回来取点东西 楚清清随意扯了个理由 她这趟回来 有五成的原因是 白天楚清清的反常举动带来的 一时兴起回趟家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 第191章 偶遇村民 怎么会想到要进公司 爸妈 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脑子笨 生意头脑也不好 也想为家里做贡献 正好我之前学的是金融 一番自贬的态度 还真是够差的 楚清清脸下眼神 她这妹妹 真是 好演技啊 这一届的奥斯卡 就应该给楚清清搬一个小惊人才对 江灵秀和楚河看了眼 夫妻两转头又看向楚清清 眼神里带着探究 爸妈 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很简单 结婚生子 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这段时间 我细细地考虑过了 我喜欢子凌哥 我想和他组建家庭 进公司 也是我的私信 字字恳切的一段 发言让楚清前有些意外 你考虑清楚了 不后悔 又是欧阳子凌 夫妻两对这号人物显然不满意 看似温文尔雅有教养 眼里却没有他们的女儿 这绝非良配 夫妻两抿着嘴 往楚清清脸上看了眼 又看了眼浅浅的方向 好 夫妻两还没做出决定 楚清清先挑了挑眉 回道 浅浅 姐姐 另外三人都朝着楚清清看了过去 楚清清的反应最大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楚清清竟然这么快 就同意了 不会有诈吧 爸妈 既然清清决定了 那就让他尝试一下 公司不是还有你们在吗 先让他从基层做起锻炼锻炼 基层 楚清清睁大了眼 一百个不情愿 可以转头 看到楚清浅 她脸上立刻又挂上乖巧的假面 甜甜的冲着楚清浅笑 姐姐 你真好 楚清浅回了一个笑容 眼神多了一抹玩味 楚清清进楚氏集团的事情 盖棺论定了 楚家夫妻也心疼女儿 安排了一个财务部的小管理职位 给了楚清清 入职在一周后 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两天 时间来到了五月初二这天 A是著名的银财神节日 A是大大小小的企业 都必须在这一天 放下恩怨 同去五青山祈福 五月初二当天 五青山山脚下 一家家 企业管理人员都聚集在一块 有说有笑的 众人围绕在一块 一位头发花白的年长者站出来 大家都到齐了吧 可以开始爬了 好出发吧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开始了这一次的祈福日程 楚家六口人走在一块有说有笑 夹杂在其中的欧阳子林 却俨然插不进嘴 楚小姐 后头一道喘息声很重的声音 突然闯进来 丽眼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来了 丽总 楚家一行人 对于丽眼行的出现 俨然见怪不怪了 周围那些企业家们 却都已经看傻眼了 要知道 丽眼行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高了 结果他竟然对一个小姑娘 这么毕恭毕敬 是不是太反常了 楚家两位哥哥们 却防贼一样的 防着丽眼行 把楚清浅护在身后 楚二少 三少 嗯嗯 无法近距离的同楚清浅并肩而行 却眼力见十足的伸手去接他手上的包 丽总这身体 照顾好自己就行 快到手里的背包半道 被劫走 楚云廷拿过背包 瞄了一眼丽眼行 这小子 这明显是在献殷勤 楚云廷 楚军廷兄弟两对视了一眼 兄弟两从双方眼里 领悟到对方的意思 察觉到了旁边两道 时不时飘过来的眼神 丽眼行扬装淡定 落后一步的楚清浅 却一脸兴奋的 看着男人的背影 可从始至中 那道背影都没有转过来看他一眼 闪着光的双目 暗淡不守 子凌哥 我背不动了 你帮我提 楚清清眨着眼睛 眼巴巴的看向一脸不耐烦的欧阳子凌 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遗旨气势 自己提 欧阳子凌头也不抬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楚清清握着背带的手 逐渐发紧 欧阳子凌 压低嗓音 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四个字 烦不烦 你自己背不动给别人 一大早被从床上好起来 就已经够烦躁的了 昨天大半夜嗨了一晚上 都没睡几个小时 欧阳子凌眼底一片清黑 即便是此刻周围 还有楚家人在看 他也顾不上虚与尾仪 你 一面是楚清浅被公主一样的对待 一面是被嫌弃 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 楚清清越发心理不平衡 对比之下 趁得他什么都不是 楚家兄弟俩并未注意到后面的闹剧 两人正防着立眼形 路上吹来一阵微风 驱散了爬山的热议 众人聊天的心思 才恢复了一些 一路上 楚清浅几乎是被两个哥哥架着走 走了一段路程 楚清浅余光 注意到树林那边一群人和叹气声 他耳朵敏锐 依稀听到了那帮人的谈话声 没有犹豫 转身大不留心地 走向了那边的人群 浅浅 楚家兄弟两转头的瞬间 就看到妹妹往另一边去 赶紧小跑着跟了上来 走在前头的楚清浅 直接大迈步过去 坐在石块上休息的几人 抬头看到 眼前漂亮的不像话的女生 立马紧张起来 别紧张 我刚刚听到 你们有人被蚊虫咬了 楚清浅声线轻冷 语气温柔 大概是他散发出的气质使然 原本紧张的几人听了 竟一时间放松了 对 我们这山上的蚊虫多 正头疼着 就刚刚采蘑菇的功夫 他被叮咬得最严重 随着几人的扭头 角落里的一个瘦瘦的女人 出现在楚清浅视线里 女人脸上肿了一大块 楚清浅看过去的时候 他正在用手挠脸 交给我 四处打量了一下 楚清浅突然蹲下身来 白皙的手指扯了几根绿色的草 找人借了个容器 用布包裹着石块捣草 动作全程一气呵成 看得几个村民一愣一愣的 好了 把这个汁水涂抹在养的地方 剩下的草药渣 用东西装好放在身上 可以避免蚊虫叮咬 你们其他人 按照刚刚我的操作 做一遍就可以 女人接过楚清浅手里的草药 半信半疑的在脸上涂抹 一分钟不到 她没有挠痒 身上的不适感 似乎缓解了一些 我不痒了 女人惊喜的欢呼 其他几个村民都瞪大了双目 第192章 偶遇救人 真的 村民们都赶紧围了上去 好奇的盯着瘦瘦的女人看 真的不痒了 又过了一分钟 女人仍旧没有挠痒 村民们立马欣喜的看着楚清浅 小姑娘 你真厉害 村民们心思单纯 原本看到楚清浅那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还有点防备心 这会儿哪还有防备心 就差抓着人的手感恩戴德 小姑娘 你可以再操作一遍吗 刚刚楚清浅的操作太快 他们都来不及看清楚细节 楚清浅没拒绝 重新操作了一遍 耐心十足 小姑娘多谢你啊 村民们一个劲地道着谢 小姑娘 我没什么能感谢你的 这蘑菇 你带点回去 瘦弱的女人 提着一大袋的蘑菇 走到楚清浅面前 因为太瘦的关系 一双眼睛看上去大的有些空洞 不用了 被拒绝的女人 眼睛里的光黯淡了下去 头也立马低了下去 回去把这个洗干净晒干泡水喝 对于你的身体有好处 女人手里突然多出一小盒东西 物品的主人 正是那个漂亮精致的姑娘 走了 蘑菇多谢了 从袋子里取出一把蘑菇 楚清浅挥挥手走了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村民看人跑了 没多想就跟上来了 结果看到楚清浅身后乌泱泱的一大帮人 立马站在原地不动 你们赶紧回去吧 村民们虽然不认识楚清浅 和他身后的一帮人 却也能够判断出 这帮人身价不菲 也没有继续追上去 站在原地 还弯着身子鞠了一躬 姐姐 你怎么去摘蘑菇了 楚清浅并不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 她落在后面错过了 做了点好事的报酬 楚清浅找了个袋子装好蘑菇 贴心地放好 如此乡下人的举动 惹得楚清浅皱巴了脸 大家等你好一会儿了 她温温柔柔的一句话 暗含的深意 却成功地引起了 一部分人的不满 旁边有人唏嘘了一声 议论声偶尔响起 在场的人 有不少人 只看到了楚清浅 捧着蘑菇出来的一幕 脸色自然不太好看 这一时半会儿的 也耽误不了什么 浅浅宝贝真棒 早知道就该多准备一些补品了 江灵秀三言两语地 把刚刚的情节叙述了一遍 不少人您没看向楚清浅 显然是不知道 还有这么回事 楚清浅敏锐地反应过来 这种场合 不适合再继续带节奏下去 爸妈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吧 她全然没因为 刚刚带节奏而觉得羞愧 楚清浅玩味地看着 只字未言 一路往上爬 楚清浅步伐轻松 反倒是丽眼形 满头大汗 嘴唇发干泛白 你走慢点 不着急 递了一块巧克力过去 楚清浅不忘记提醒 好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丽眼形越发地痛恨 自己这副拖后腿的身体 就这样 他坐在原地休整 眼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力平川适时拍了他的肩膀 满脸长辈的担心 三叔 我没事 眼瞅着力平川 要坐下来陪自己 力眼形忙拒绝 我扶你 力眼形再次坚定地拒绝了 你呀 这执拗的性子 真是改不了 我记得 那边有一条平缓的小路 我同你一起走那上去 力平川走开一分钟再次回来 指了指草丛里 一条不太明显的小道 多谢三叔 放眼看了眼 仿佛没有镜头的阶梯和山路 力眼形屈服了 穿梭在小路上 地势确实平缓了不少 有人吗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道 女生的呼救声 力眼形眉梢半条 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救命 女生的声音消失了几秒钟 再次响起 声援似乎越来越近 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 看了一眼 回头见一个女生坐在地上 脸色痛苦地握着脚踝 力眼形看人的同时 女生也在打量她 女生眼睛里带着好奇和防备 你是谁 路过而已 可以帮帮我吗 力眼形脚步微顿 最终还是蹲下身 别动 女生抬头 映入眼帘的 就是男人一张脸帅的冷淡的脸 冷傲的气质扑面而来 明明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却又让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力眼形没在意 女人看她的神态 声音冷静 本会可能有点疼 你忍着一下 咔嚓一声落下 女生脚上捕兽夹终于开了 双脚突然解放了 脚上的伤口疼得越发厉害 女生眉心一拧 冷汗不断地冒出 能站起来吗 力眼形原本想要先走一步 可还是多问了一句 女生摇了摇头 眼眶红红的 说话都有些困难 她现在站起身来都有些困难 脚背那一块 疼得都快要麻木了 疼痛让她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 能不能再帮帮我叫120 女生掏出口袋里的手机看了眼 关机了 力眼形是她眼下能够求助的唯一对象 抱歉 她刚说完 女生眼神莫名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失落 这里没信号 我带你上山找人 刚暗淡下去的眼睛又亮堂 女生心里的异样越来越强烈 视线看向了力眼形 一颗心也随之越跳越快 四 撑着地上想要站起来失败了 女生眼巴巴地看着力眼形 得罪了 力眼形无意识地明紧了薄唇 皱了眉头 蹲下身把女生抱起来 两只手握拳和女生的身体隔着距离 这让女生又侧眸看了她两眼 心脏快要跳出胸腔 两个人挨得不算太近 她却能够闻到对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我叫官孝 力眼形 好听 麻烦安静点 力眼形脸色白了一份 声音带出沙沙的 哦 抱歉 一路上歇了一回 力眼形强撑着把人抱到山上 人也虚脱了不少 第一时间看到 她出现的楚清清刚准备上前来 力眼形身体突得向后仰了一下 旁边还没来得及开口的官孝 也跟着慌了 男人啊 第193章 朋友关系 她怎么了 听到动静的楚清前走了过来 蹲下身迅速地检查着力眼形的情况 力眼形只是虚脱加上脱水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到楚清前的那一刻 她紧绷的身体随之放松下来 眸色里也染上了轻松之意 她薄唇微动 说了什么 楚清前跟着笑了笑 官孝原本还在紧张力眼形的状况 看到楚清前和她的眼神交流 呼得表情一顿 看了看目光温柔的力眼形 又看向楚清前 官孝随便挑了个人 慢条思理开口问 那个人是谁 她指着的人是楚清前 被她挑中的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楚清清 楚清清视线落了过去 表情有些古怪 你是谁 楚清清本就惦记着力眼形 原本有个楚清前她 就没什么胜算 这会儿看到官孝 又是被力眼形抱着出现的 心中一个名为情敌的警铃 立马响起 我叫官孝 官孝 没印象 楚清清霜眉拧成了一团 也没有再多想 转身重新回到自己刚刚的位置上 喝点水 端了杯葡萄糖水 放到力眼形面前 楚清前才分了点注意力 到官孝身上 力眼形一个抬眸 看向神色未变的某人 当即解释 我在上山路上碰到的 脚被捕兽加加伤了 走不了路 所以才会抱着她 楚清前面色毫无波动 力眼形那张俊美轻贵的脸上 却出现了少有的紧张 女生尾音上扬 力眼形立马攥紧了手中的杯子 谋底情绪不明 楚清前一双眼眯着 力眼形心里越发的紧张起来 我扶你进去 大致瞄了一眼官孝的脚 只怕是伤得不轻 四 好的 脚刚刚触碰到地 官孝立马倒吸了一口凉皮 啊 身体悬空 她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被一个女生给公主抱了 房间里 楚清前戴着口罩 动作俐落地脱掉了官孝的鞋 怕疼吗 楚清前的语气专业又冷静 怕 等会帮我控制住她 别让她乱动 力眼形不放心 也跟了进来 好 需要拍片吧 官孝看了眼自己的脚 又看了看环境 眉头流露出担忧 不用 你要是不放心回去 再让人陪你去趟医院 山上条件有限 自然不可能和医院那样的流程 况且 官孝的伤 只是看起来严重 并没伤筋动骨 官孝听完 神情还是有些狐疑 躺好 一开始 官孝还是紧绷着神经 生怕楚清前不专业 可是 当看到她 利落干脆的动作的时候 她的眼都瞪大了 楚清前的操作 简直漂亮 而且 她都没感觉到太大的疼痛 沙布 楚清前一边念出 自己需要的东西 下一秒 力眼形就会递给她 仿佛能够猜到她心中所想 楚清前抬头看了眼她 眼尾半条 亦出了笑意 楚小姐 你和利眼形好默契啊 官孝看着两人 一来一往的举动 突然开口 这话亦出 楚清前和利眼形 两人皆是一愣 楚清前处理伤口的守卫质 两人都没有回答 官孝的问题 气氛突然一下子有些尴尬 官孝后知后觉 意识到 自己说的话带来的后果 赶紧转移话题 楚小姐 你是医生吗 你这长相 就是放到娱乐圈 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是官孝 见到楚清前的第一想法 自认为是美女的她 也有些相形见出 多谢夸奖 楚清前一边回应 手里的动作也没停下来 气氛又尴尬了 当然纯粹是官孝一个人尴尬 利眼形和楚清前 两人之间的氛围她 完全插不进去 旁人和他们两仿佛有弊一般 一想到楚清前 有可能是利眼形的女朋友 她的思绪一顿 心里特别不舒服 像是有一块异物 死死地堵在她的心头 吐也吐不出来 咽也咽不下去 难受极了 向来不委屈 自己胡思乱想的官孝 直接把自己想问的问了 楚小姐 你和利眼形是什么关系 没有弯弯绕绕 直接的有点不礼貌 问题一出 楚清前的手再次一顿 利眼形下意识 朝楚清前脸上看了过去 我喜欢她几个字 在嘴里过了好几遍 却始终都没有说出口 朋友 严谨一概的两个字 作为官孝问题的回应 朋友 官孝观察了她好几下 看着她的眼神 有些捉摸不透 显然有些不相信 可这个答案 多少还是让她悬着的 她心疯了下来 闻言 楚清前笑着的眼 却逐渐的冷了下来 好了 处理好伤口 楚清前拿出药递过去 官小姐 可以起来了 背着她收拾药品 不忘叮嘱 回去好好休息 最近这几天不要碰水 伤口也需要忌口 辛辣海鲜类食物 一律不要碰 官孝点头答应 坐在床上 双脚悬空 悠闲地晃着 心里愉悦了不少 只要利眼形和楚清前 不是情侣关系 她就可以遵循内心的激动 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凝结 官孝犹豫了片刻 小心翼翼 带着试探的声音响了起来 利眼形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 温柔的 可爱的 性感的 利眼形抬了下眼皮 看了过来 脸上让人温文尔雅地笑着 可官孝却觉得 她心情似乎不太好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标准 只要是那个人就行 利眼形说这话的时候 一双眼眸看向楚清前 眸色深邃 声音很低 停顿了一会儿 她又补充了一句 只是声音轻的 像是能被风吹散一般 而且只能是楚清前 什么 官孝和她隔了点距离 没有听清 然而 利眼形却不再说话了 高大挺拔的背影对着官孝 她看不清她此刻的表情 更不知道她眼神里满满的深情 这样啊 没有标准的标准 最是让人琢磨不透 官都囊着嘴 不知道说了什么 好了 你照顾好官小姐 收拾好东西出门 楚清前把空间留给了两人 官小姐 你好好休息 本想借此机会 多了解了解利眼形的官孝 都来不及阻止 后续如何发展的楚清前 并不知情 她只知道 官孝当天就下了山 第194章 香被动手脚 5月初三 天气大好 吃过早饭 A是一众企业家们 就按照安排好的计划 8点50 聚集在武青山的庭院里 利总 昨天你抱着出现的那个女生呢 她怎么不在 楚清清一出门 就看到气质清冷的利眼形 她立马拢了拢自己的头发 看了看身上的裙子 今天她可是特地选了一件 白色的花苞连衣裙 又化了个淡妆 把自己的优势 发挥到最大 如果不是因为 今天祈福的场合不允许 她肯定会穿得再性感一些 利眼形的目光 扫都没扫她一眼 只是冷冰冰的回答 下山了 什么女生 昨天官孝的出现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场 这会儿看有八卦厅 不少人竖起耳朵 想要听一听 一个受伤的女生而已 利眼形冷冰冰的一句话 直接把楚清清 准备说出口的话 给彻底堵死了 没给她气出个好歹 楚清清捏着手心 楚清浅低谋 气息危险而沉郁 楚清清刚刚这些话 听上去确实没什么毛病 可是却暗暗地 想要看她笑话呢 出发吧 出发出发 众人打哈哈 这一啪也算是接过去了 没能成功让楚清浅出丑 楚清清恨恨地跺了跺脚 可以也因为官校不在 而放下心来 寺庙里 早已经打过招呼 一众人出现 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寺庙的和尚们 也都井然有序的 众人按照顺序依次上香 楚清浅的位置在中间 轮到她时 怕她静止 从和尚手里接过香 按着流程静里上香 楚清浅转身轮到 下一个的功夫 香炉里的香 竟然毫无征兆地 突然断了 这这这 这香怎么会断了 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一阵阵惊呼声响起 此起彼伏 前面上香的人不少 却都没有出现过香断了的情况 轮到楚清浅就恰好出现了 这属实是让人都紧张 楚清浅却偏头 淡定地从香炉里把断掉的香拿起来 点燃 插进香炉 全程都不受影响 呼 香点燃了 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而 没过两秒钟 吸凉气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见香又断了 又断了 香断可是很不吉利的呀 现场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大家看着楚清浅的目光 越来越不满 各位施主 请安静一些 旁边的小和尚开口了 楚清浅站在香炉前 没有立即拿起那根香再点燃 而是看着那根香发呆 一双眼浮浮沉沉 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些企业家们 看见香断了两次 本就心情受了点影响 这会儿 看他还无动于衷的模样 气都涌了上来 一个个仿佛天塌般的黑了脸 楚小姐 赶紧把香重新燃烧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他一个人就费了几分钟时间 后头还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呢 丽眼行把目光头像带头说话的那人 眼神里的威慑不言而喻 那人被盯着 不由地冒了一身的冷汗 逐渐后怕了起来 施主 麻烦你快点 小和尚也在催促 重新又点燃了一次 可是没过一会儿又断了 循环往复不下于五次 每次香都是刚点燃没多久就断了 如果说 一根香断掉一两次 可以归咎于有风 或者是质量不好 可是后续楚清浅又换了一根 还是一样的结果 一根香断了又断也正常 可是换过了新的还是那样 这就说不过去了 实在是太过于诡异了 太奇怪了 太甚人了 企业家们对于神佛这一块 虽然称不上痴迷 对风水和气运这一块很在意的 楚家两兄弟和夫妻两有些担心 四口人淡漠地扫了众人眼 第三根香点燃 又断了 那帮企业家们再也不肯忍下去了 一回两回的能接受 次数多了实在是 大家将目光落在了楚清浅的脸上 脸色一沉 人群里有个和楚家本就敌对的企业家 首先开口 楚小姐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你还是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赶紧出去吧 这话对于那企业家而言 已经很克制了 换做往常 他早就开骂了 楚小姐 你还是赶紧出去吧 都说相断是不吉利的 这可是客人客己的预兆 为了我们大家好 你最好还是出去吧 客人客己这四个字一出 越来越多人站出来驱赶 江灵秀张了张嘴 刚想说话 丽眼行却快他一步 开了口 几位老总难怪到了这个年纪 还事业平平无奇 原来竟是把心思都花在这方面 你 事业没气色的两位老总 本就愁得很 又爱面子 平日里最必会被人提及事业 如今丽眼行贴脸开大 更是老脸一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相断就是不吉利 今天这场合可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人都不可以搞特殊 楚清浅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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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 一个个朝前涌过来 仿佛要把楚清浅给生吞活泼了 别动 否则后果自负 楚君廷楚云廷立马站了出来 楚清浅坦然自若 手指捏着那几根箱看了又看 笑意清浅 诸位不妨看看 这箱有何问题 什么意思 这箱有问题 如果刚刚开始 只是他的猜测 那么在看到其他人的箱 和小和尚的眼神后 他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箱被动过手脚 并且只是针对他的小动作 楚清浅 你还真会忽悠啊 赶紧滚出去 我们其他人的箱都没问题 怎么偏偏到了 你这里出事 那也只能说明你倒霉 就是 赶紧滚出去 别把煤气传染给我们 大家根本没拿着楚清浅的话 当回事 只有角落里的楚清浅 和地箱的小和尚 手指僵了僵 小和尚的反应最为明显 他一开始还是很冷静的 可是在看到楚清浅 投过来的目光后 他眼里明显有了害怕 大家稍安勿躁 大厅里的吵闹声 引来一名白胡子的住持 阿弥陀佛 这位女施主 还请你先出去 别打扰这清静之地 住持 小和尚立马躲开了 楚清浅被请出了寺庙大厅 身后是一帮幸灾乐祸的企业家们 一个个嘴角肆意地笑着 楚清浅没回头 夺不出了大厅 他懒得再和这帮傻子掰扯 不过算计到他头上的人 有苦头吃了第195章 下山欲暴雨 他可真的是个灾心啊 这么多的香都没问题 就他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事情 谁说不是呢 真是晦气啊 寺庙大厅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这帮企业家们 本就被楚家压得怨气满满 之前顾及到 祈福这几天的规定 众人一直都憋着静 这会儿机会送上门了 自然忙了静的攻击 楚清浅看着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都有点绷不住 楚清浅余光注意到 毛子有些微深 撑着下额 若有所思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再一次看向住持和小和尚 不认为这件事有那么简单 被那双如狼一般的目光盯着 临时住持和小和尚心里 砰 砰 砰的 心跳声回荡着 那目光让人心里莫名发沉 果不其然有问题 丽眼行的视线也了落过来 只字未言 眼神的威慑力 却让人没有来的怂了下来 丽眼行对面的企业家 正是刚刚开口 带头起哄的其中之一 此刻他神态尴尬 信信然地摸了摸鼻子 小心翼翼倒 丽 丽总 楚小姐他 丽眼行眼底的力气越来越浓 始终没有爆发出来 企业家低着头 快要站不住了 一颗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 爸妈 哥哥 我先走了 楚清浅聊起眼尾 有些匪气 丝毫不在乎是否被赶出来 楚家四口人看着他的背影 无比的心疼 做事要跟着离开 爸爸 妈妈 哥哥 你们 楚清清没预料到这个场面 伸手想要拦他们 爸妈 哥哥 你们留下继续参加 楚清浅停下脚步 看向身后担心他的家人 语气清淡 我自愿离开的 说完 他又看向楚清清 对方先是避开了他的目光 但又转瞬不知道想到什么 重新恢复了冷静 楼光里带着水雾 拽着江灵秀的胳膊 妈妈 我们听姐姐的吧 姐姐也是为了我们楚家好 楚清浅视线看了过来 嗓音淡淡 爸妈 哥哥 你们听我的 留下 正好我还得回去好好准备 国际品酒大赛复赛的事情 这里也不差我一个 你们知道的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浅浅 可是 自己宝贝女儿 被这么多人欺负 她看着实在心疼 没等江灵秀把话说完 妈妈 我没事的 江灵秀的嘴张了又张 眼眶肉眼可见红了 楚清浅上前一步抱着江灵秀 用脸贴了贴他的脸 妈妈 不用担心我 你们留在这里 反而能帮我调查真相 听完这句 江灵秀立马瞪圆了眼 真相 我的香被动过手脚 我心里大概有数 浅浅 江灵秀点了点头 拍了拍他的宝贝女儿楚贺 也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楚云廷和楚军廷 楚清清跟在最后面 极度急了 她攥紧了身上的衣服 指尖掐得很紧 恨意几乎恨不得从眼睛里溢出来 可是 她却只能装出一副 真的心疼姐姐的表情 姐姐 走了 浅浅 楚云廷抬脚还是想要跟过来 立眼形上前一步 冲她摇了摇头 听她的 让开 楚云廷逆她一眼 显然是有些不悦了 她本就是个不受规矩束缚的人 她一向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绝不会委屈了自己 更不会让一帮蠢蛋 这么对待她的妹妹 不过就是一场传统欺负活动 她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从不信这种神佛 你们留在这里 帮她看着这帮人 楚云廷 这小子话里到底什么意思 还想多问一嘴 对上妹妹冲她点头的视线 只好答应 立眼形夺步朝着楚清前那边走过去 双腿修长 宽肩窄腰的 处处都透着一股高贵 所有人的视线 全部都放在了她身上 等我一会儿 我和你一起离开 楚清前看着她 舔了舔嘴唇 好 立眼形忍不住笑了 伸手想要摸她的脸 及时停止了 诸位既然都是生意人 想必应该知道 A 势力市集团的地位 这一句 让整个寺庙里的企业家都抬头了 众人都屏息一待 刚好诸位今天都在 也省得 我特意再特意费心思和时间 去通知诸位 立眼形走到寺庙大厅门槛的阶梯上 嘴角还带着温和的笑 我这人向来护短 得罪我的人 诸位请做好心理准备 说话时 她的左手指尖 拨动右手指尖 不紧不慢地道 立市集团永远站在楚清前这边 那一瞬间 她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戾气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心悸 这种天生自带的王者风范 让不少年纪大的企业家 都一阵后背发凉 他们好像招惹错人了 诸位老总都是生意人 应该都很在乎财运 对对对 几个老企业家立马点头 那你们可都知道 掌握你们的财运和生意场上 对你们生杀与夺的人 究竟是谁 这种不寒而栗的气势 让一些年轻的企业家立马到 立总 我们刚刚都没有参与的 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她发怒时是什么样 可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能够在立家风雨飘摇时 扛起重担 将历史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和盛况 立眼形的能力和手段 不言而喻 谁敢这个时候越界 这不是找死吗 立眼形朝着说话 那几人看了一眼 那几个人连忙冲着楚清浅 弯腰巨公道歉 楚小姐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赶你 却也没有站出来维护你 抱歉 楚清浅偏谋 视线落在了立眼形身上 诸位 立某言尽于此 我们就不打扰诸位的兴致了 告辞 立眼那张清俊又冷冽的脸 转过来却只剩下温柔 我们走吧 立眼形一鼓作气 拉起楚清浅的手 在楚家兄弟俩恨不得杀人的目光 其他企业家战战兢兢的目光下离开 怎么办 带头赶人的那名企业家 冷汗手冒 整个人贪乱在地 不会的 立世再厉害也抵不过天道 只要我们诚心上香 祈福 事业一定会风生水起 人群里 年纪偏大的老总 虽也害怕 却宁愿寄希望于所谓的神佛 第196章 阿兰加躲雨 除了武清山 立眼形的手还没有放开 他的手很大 楚清浅竟然感觉到 一股灼人的炽热 他倾壳着 声音有些沙 立总 他还没把话说完 立眼形却已经发现了 赶在他开口之前 放开了他的手 目光直视的那一刻 他猴杰微动 声音带着一丝不好意思 抱歉 刚刚多谢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 一句话 楚清浅的心砍 像是被遮了一下 好 他挑了挑眉 回应对方 立眼形听得心口鼓鼓胀胀胀的 下山吧 两人都默契的 没有在提及寺庙里的事情 下山过程 两人就这国际品酒大赛 副赛的事情 聊得很愉快 楚清浅鼻尖突然一湿 抬头一看 刚刚还晴天的天空此刻 已经慢慢开始下雨 这季节多雨 刚刚还茫茫细雨的雨框 转眼间变大了 稀稀利利的雨点落下来 立眼形迅速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 走过去撑在楚清浅的头顶 这附近没有挡雨的地方 我们可能得加快速度跑了 漫天的雨幕中 高大的男人和精致的女孩 并排走在一块 男人撑着衣服 衣服大幅度地倾到了女生的那边 跟立眼形同躲在一件衣服底下 这还是楚清浅头一次体验 因为距离太近 他的鼻尖萦绕着男人身上的香味 鼻尖都是他的气息 他那颗向来平静的心 突然跳动得不正常起来 男人轻略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很静 很清晰 靠近点 小心淋湿了 楚清浅看了眼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嘴唇动了动 却还是往他身边挪了挪 立眼形嘴角微微上翘 目光扫过女孩的脸 心情放晴 雨越来越大 他手上的衣服 大半部分又朝楚清浅倾斜了过去 雨是越来越大 视线都模糊了不少 这路都是山路 周围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 两人都不知道跑了多久 几道雷鸣和闪电落下 照亮了一些前方的路 立眼形全身在发着抖 右边肩膀完全被雨水打湿了 白衬衫湿透 几乎可以看到肌肤 他却都未曾开口抱怨过我们先看看 附近有没有什么遮挡的地方 再这么淋下去 他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 忽然 视线内闯入一道同样在奔跑的身影 隔着雨雾 依稀可以看到是个女生 你好 这附近有躲雨的地方吗 楚清浅快步从衣服底下跑出去 阻拦了奔跑的身影 你是 跑着的女生纹身抬眸 就看到漂亮的过分的一张脸 只觉得眼前一亮 抱歉 我们从武青山下来 突然下雨 我叫楚清浅 他叫立眼形 楚清浅察觉出女生眼里的防备 自爆家门 我是阿兰 走吧 几分钟后 几人出现在一栋小平房前 到了 麻烦你们稍等一下 阿兰擦掉脸上的雨水 不好意思地道 站在屋檐底下 楚清浅目光观察泄四周的环境 后背突然一暖 一回头 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套 阿兰站在旁边 擦擦吧 阿兰犹豫地递出两条毛巾 毛巾不是新的 却被洗得很干净 察觉到两位客人的目光 阿兰手指用力地扯着衣服 洗干净了的 家里没有新的了 没事 楚清浅勾唇 轻笑了一声 毫不犹豫地用毛巾在脸上擦 丽眼形也跟上 两人不嫌弃地举动 让阿兰放松了一下 阿兰 猝不及防的一阵打喷嚏的声音传来 丽眼形接连打了两个喷嚏 楚清浅立马看了过去 宁眉 她这身体经过条理 竟然还是这么脆弱 逞什么呢 楚 话到了嘴边 阿兰又挠了挠头 清浅 楚清浅快速明白 及时开口解决了她的窘迫 清浅 带你男朋友进屋里吧 男朋友 楚清浅听了宁眉 却也没有着急解释 低头擦脸的男人 却在这时候抬头 笑了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阿兰色缩了一下 生怕把人得罪了 别害怕 我们没恶意 我可以用用吹风机吗 阿兰突然面上微红 双脚都快要抠地 家里没有吹风机 楚清浅愣了 却很快反应过来 可以借用一下厨房吗 我想煮点姜汤 有姜吗 有的 我去拿 阿兰几乎是逃跑的速度 跑出去了 重新回到厨房 瞧见厨房里无比冲击性的一幕 他不禁有些垂头丧气起来 破烂的灶台前 一个仙女一般的女生 站在那格格不入 一时之间 阿兰拱着的后背更塌了 清浅 我来吧 阿兰熟练地蹲在灶台前烧火 煮姜汤 楚清浅的视线落了过去 阿兰注意到了 叹了口气 却没有解释 阿兰姐 这附近怎么没见到什么村民 唉 阿兰叹了很久的气 在开口 仿佛老了几岁 原本这村庄很多人的 离开的离开 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妇女 穷的揭不开锅 不是还有五青山吗 寺庙一定不会放任 你们不管的 听到寺庙 阿兰只觉得心里一阵苦涩 寻常老百姓们熬不下去了 想求活下去的希望 肯定会祈求佛祖的保佑庇护 可假如那寺庙和佛门 根里就烂了呢 楚清浅谋色微深 如今的五青山寺庙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了 那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曾经的五青山庇佑我们 可如今的五青山贪污受贿 我们被压迫得苦不堪言 阿兰有些绝望 眼里都带着浓浓的雾气 就没有人管一管 五青山寺庙 作为A是最大的寺庙 游客量非常的庞大 香火也是无比的旺盛 收入很可观 这样令人供奉的寺庙工作人员 却从中中保私囊 楚清浅的眸彻底冷了 五青山 小和尚 临时住持 楚清清 这四者 或者还有其他的人物串联在一块 他渐渐想清楚一些事情 谋光里露出了狠意 第197章 星云住持回来了 没用的 当地的领导 平时也不会踏足 我们这么一个小地方 阿兰说话时 气得连气都有些粗了 投诉过吗 投诉无门 我们又没途径 阿兰捂着头 很明显很痛苦 就因为他们这帮人人为言轻 五青山寺庙原先的风平 也是有目共睹的 倘若不是他们经历过 被寺庙里的保安驱逐 推荡 威胁 他们也不会相信 和我说说 从和阿兰的沟通中 楚清前也大致知道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五青山寺庙的和尚 和住持中宝私囊 以所谓的福祉作为威胁 威胁附近的百姓 每个月按时上交食物和钱财 更是直接将前来求助的村民 赶出寺庙 为何你刚刚提及 是一个月前变成这样的 原来的星云住持临时出去了 如今的星云住持 只是临时代理而已 一切明了了 问题明了 可是目前却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 寺庙建立这么多年 早就有西面八方的信奉和香火 这一次的祈福活动 想必又会吸引不少的钱财 想要暗中加你害虫杀干净 他必须得小心谨慎 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 阿兰却脸色煞白 一个劲地摇头 清俭不用了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阿兰姐相信我 楚清前抬眸看他 恶人会有天收 可我最讨厌等待 楚清前嗓音清淡 语气不缓不慢 那张漂亮精致的脸 依旧美得惊人 阿兰最终还是热泪盈眶地点了头 雨小了不少 能见度也高了 楚清前担心丽眼行的身体状况 见状提议离开二人 离开了好一会儿 阿兰在客厅的碗底 发现了几张现金 金额对于楚清前二人来说 数额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对于家徒四壁的阿兰来说 那是一笔巨款 老天开恩 一定要保佑他们 阿兰已经泪流满面了 五青山寺庙里 楚清前和丽眼行的离开 让一众企业家们胆战心惊了一会儿 一个突然到来的人物 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一个留着白胡子 身穿一身淡灰色道服的男子 风尘仆仆的出现在寺庙正厅里 众企业家有些激动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来人忽然喊出来一嗓子 楚家施主在吗 这一下 大家都朝着楚家人那边看过去了 来人顺着大家的视线看过去 看到正中央的楚家人 有些激动 哪位是楚家的小姐 清清 楚清清看了眼 站前一步 我是 您认识我 我是星云 寺庙的住持 楚施主 能见着你 我就不许此行了 无头无尾的一句话 听得楚清清和在场几乎所有人 都是一头雾水的 楚施主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啊 楚家 有你这么心善的姑娘 三生有幸啊 我们寺庙也予有容烟 说了半天 仍旧不曾提到正事上 周围人大致猜测 肯定是楚清清低调的做了什么好事 楚清清被感谢的一头雾水 却仍然笑得优雅 住持 您客气了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楚清清避开了细节 顺势谦虚回应 星云住持 听着没有丝毫怀疑 却越发觉得自己没找错人 楚家人有福啊 可要好好地对待女施主才是 被夸得莫名其妙 楚清清却丝毫不见害羞 反倒是越发的开心 她声音甜美地叫人 爸妈 哥哥 转头和星云住持热情地介绍他们 住持 这是我的家人 星云住持 楚家人仍旧萌萌的 却也没再深想一个 从未见过清清的住持 为什么会这么的热情 住持摸着胡须 观察了楚家几人 心中对楚清清 越发的有好感 仰起嘴角 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不包包着的东西递过去 这是贫僧的一点心意 准备得太急了 还望楚施主不要介意 至于楚施主的家人的礼物 改日背上 这是什么 一帮人凑近前去 想要看清楚 楚清清言为也疑惑 不知道一个初次见面的住持 能够给自己准备什么 楚清清抬头看了眼楚家人 正犹豫该不该拿下 星云住持 笑得慈祥 鼓励她道 女施主 别太紧张 就是贫僧自己琢磨的一点小玩意 没几个钱 要不你打开看看 她都这么说了 楚清清只能是当着众人的面打开 企业家们也都围了过来 个个都好奇坏了 星云住持自己亲手准备的物件 意义重大 随着楚清清的手指打开袋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开了光的镯子 众人的表情逐渐的凝固住了 一群人的眼珠子 都快要瞪出来了 星云大师亲手磨出来的镯子 开了光的 那当真是让人羡慕的眼红 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这帮人是真的被震惊到了 一时之间 一帮人看楚清清和楚家人的眼神都变了 楚家真是人才辈出啊 随便一个儿女都是如此的出类拔萃 清清小姐也真是优秀 自己女儿孝顺懂事 将灵秀和楚贺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笑容来 周围此起彼伏的夸赞声中 众人完全忘记了追问原因 一身狼狈地回到博纯酒庄的楚清前 并不知道山上的后续 她正忙着照顾发烧的利眼形 手机都没看 从阿兰家离开 两人又徒步了快一公里 手机才重新恢复信号 联系上腾风 吹了风 淋了雨 又没有及时吹干衣服 本就身体没完全恢复 利眼形不情愿地倒了 祈福上香的活动 勉强算是顺利结束了 一众人去寺庙后院用斋饭了 楚清清单独被星云住持叫到了馋房 楚施主 请坐 小小的一间馋房里 东西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星云大师坐在正中央 目光热切地看着对面的女生 楚施主 多谢你昨日的药方帮助了我们村民 您的大恩 贫僧感激不尽 药方 直言片语之中 楚清清脑海里一道白线闪过 他足足有一分钟没说话 听着星云住持的话 他呼吸一致 脑海里嗡嗡的 只能看到对面住持嘴唇在动 第198章 通风报信 禅房里还在聊着 寺庙后院里却热闹极了 一众企业家们见风使舵 飞快地换了脸色 一个个趋之若鹜地讨好着楚家人 为的就是能够通过楚清清和星云住持 那讨一些福育 诸位可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楚云廷拨动着手里的戒指 怒气就窜到了头顶 冷眼瞧着这帮虚语尾仪的小人 不久前 诸位可是将我的妹妹 视作灾心赶走了 诸位老总的记性不好 不代表我们楚家人记性不好 舔着脸迈着笑的一帮人 没想到楚云廷竟然完全不顾及场合和欺负日 当众打他们的脸 脸皮相对薄一点 又怕再继续捧楚清清 会彻底把楚家得罪了 赶紧退后沉默 其中却也有不少被骂了 反而选择破罐子破摔的 楚清前本就是的灾心 还容不得外人说 他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只会倒霉 楚云廷侧谋看向那几个人 心下冷笑 有些人的三观就是天生坏的 倒打一耙倒是挺厉害的 后院气氛紧张 临时住持和小和尚 躲在后院角落里 压根不敢上前一步 生怕自己也沦为剑拔 禅房里谈话快到尾声 楚清清四肢都快做妈了 全身紧绷着 一刻不敢放松楚施主 可否劳烦你把药方卖给我们 我们寺庙院出钱购买 寺庙里山脚下 不少人身受毒虫的折磨 这么多年驱虫都不见有什么效果 大家苦不堪言 如今有希望了 他也想多为寺庙和村民谋福利 住持客气了 药方等过几日 我再给住持 楚清清含糊其词 借着祈福日的借口拖延 住持轻快一笑 那就有劳楚施主 平僧在此谢过 从禅房出来 星云住持满脸对着笑容 背对着他的楚清清 却是愁云惨淡 后背仍旧不敢放松 走到拐角处 楚清清的目光转瞬就变了 脸白了 死死地掐着手掌心 嘴唇都快被他咬破了 药方 又是楚清清那件人 他都被赶下山了 为什么还是如此的阴魂不散 为什么 他哪来的什么破药方 吐出胸口的浊气 眼神里满是恨意 阿T 阿T 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楚清清 一连接着几个喷嚏 直接把旁边刚退烧的 丽眼形吵醒了 楚小姐 你感冒了 男人说着 就要伸手探测他额头的温度 没有 估摸着又是有人惦记着 我看看 丽眼形霸气地伸手侧了下 他的额头不烫 好好躺着 我的身体可没有那么娇弱 丽眼形又重重地咳嗽了一下 嘴唇的血色又淡了 寺庙那边 我会让腾风跟进 至于那些企业不该存在的 也是时候清理一遍 男人靠在床边 手指抹撒着手上的戒指 眼尾不自觉地红了 好 丽总 明明只是三个字 他却故意把丽总这个称呼 叫得重了一点 听出他的调侃 丽眼形推了推脸上的无矿眼镜 掩盖心里的欲望 他倒是不介意用霸总的手段 只是怕这手段把他吓到 好好躺着再睡一觉 我去看看白白 可以继续陪着我吗 丽眼形自言自语的话 并没有传到楚清前耳朵里 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慢慢来 自顾自地安慰自己 丽眼形显然已经习惯了 画面一转 寺庙里 收拾好心情 刚走到后院 迎面碰到欧阳子玲 清清 你怎么在这 清清 我等你好久了 饿了吧 走 去吃饭 欧阳子玲眉眼间温柔的不像话 手主动牵着楚清清的手 清清小姐回来了 快坐 一双双眼睛 看宝藏一样的注视着楚清清 楚家人都来不及及及时上前 清清小姐 喝汤 清清小姐 一句句彩虹屁在耳边炸开 楚清清几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众人如此捧着了 落在她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 她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落落大方地任凭大家观看 朝着大家回应笑容 穿过人群 走到江灵秀和楚河身边 掺上二人的臂弯爸爸妈妈 久等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 饿坏了吧 时针不知不觉到了一点 江灵秀揉了揉楚清清的头 有点饿了 一家五口往前走 楚清清随手从口袋里掏出镯子 递给江灵秀 妈妈 这个给你 愿你平安顺遂 无病无灾 母女俩的互动落在楚河眼睛里 英俊有阅历的脸上 满是幸福 楚清清心安理得享受着这一切 丝毫没有冒领楚清浅的功劳的羞耻心 面色一片满足 洋洋得意极了 殊不知 后院角落里突然有什么动了一下 那分明是一个人 瘦瘦小小的 巴掌大的脸上 大大的眼睛 看上去大的吓人 那是个营养不良的女孩子 坏蛋 坏女 慌忙抄小路回到家 女孩子刚进门就看到母亲 如同炮仗一样 扑进了女人的怀里 妮妮 怎么了 被欺负了 女人正是阿兰 见平日里阳光的女儿哭得厉害 她担心得都快心脚痛 妮妮 好声安抚一顿 小姑娘才哽咽着说起 自己在寺庙里无意当中听到的内容 气鼓气丈的 那女人是个坏蛋 她欺负清浅姐姐 我要打她 清浅姐姐才是大善人 楚清浅和李衍行在家里的那会儿 供妮妮也刚好在家 第一眼看到楚清浅和李衍行两个陌生人 她就往房间里躲了 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好奇心 又害怕又想看 小小的人自认为够谨慎地躲在角落里 时不时凑出头去看 短短不到一小时的相处时间 她却已经喜欢上了 这两个漂亮又温柔的客人 如今她最喜欢的姐姐被人骂了 小小年纪做不了什么 只能一边哭一边骂人 小嘴巴巴的 妥妥的人行豌豆射手 骂着骂着 妮妮把自己骂泪得睡着了 刚到厨房的楚清浅 手机进来一条短信 陌生号码 阿兰的 短信里就一个感叹号 其余内容都没有 第199章 动手打脸 这是什么 骚扰短信 寻白白凑过头看了一眼 阿兰姐发来的 应该是有事 阿兰家那边的信号时有事坏 估计这条信息发出来 也是费了老半天劲 去把腾风叫来 让她照顾李衍行 我先去找阿兰 师父我陪你一起 不用 再一次被扔下的厨娘 寻白白嘟着嘴 手里拿着铲子 委屈巴巴的 快步离开酒庄的楚清浅 并没有回头看到 小徒弟那哀怨的眼神 没有多做耽搁 一路开车回到阿兰家 提着大包小包进入小平层 听到动静早就醒过来的妮妮 哒哒哒地跑了过去 楚清浅刚踏进去 怀里立刻多了个软乎乎的身体 漂亮姐姐 你来了 楚清浅把小人圈 在自己怀中 揉了把她的头发 拿过一根糖果给她 妈妈呢 楚小姐 下意识地把尊称叫出口 阿兰直接把女儿偷听来的消息告知 楚清浅 本来吧 楚清浅在她眼里 顶多就是 只蹦搭的狮子 有点攻击性 但是更多的是凡人 可现在 她好像太过于纵容对方了 楚清浅脸着眼底的冷意 表情看起来没什么异样 需要我让妮妮出面做证吗 阿兰望望望楚清浅那边 担忧道 清浅 等会儿 要不还是我们母女陪你一起去吧 有星云注视在 阿兰明显没之前那么害怕了 不用 我能自己处理 不过确实还需要麻烦你和妮妮一下 楚清浅精致的眉眼轻挑 语气听起来反而还有点兴奋 楚清浅这不要脸的程度 当真又一次恶心到她了 阿兰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一时判断不出 她现在什么情绪 有什么能帮的 尽管吩咐 姐姐 我也可以 妮妮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出来了 拍着小胸脯 好 有需要姐姐告诉你 将妮妮安置好 楚清浅和阿兰一起回到山上 还没进去寺庙正厅 外面就听到一阵异润声 楚清浅三个字进入耳朵里 清晰得很 楚清浅眸色浅淡 手抵了底额头 阿兰姐 麻烦你了 交给我 伪装过的楚清浅 特意勾搂着背 气势收敛 如果不是无比 熟悉她的人在场 绝不会被认出 放轻松 阿兰咽了好几口口水 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楚清浅身上 想要找个主心骨 初次经历这种事情 她明显有些过度紧张 不远处 有和尚走了过来 她赶紧往角落里跑 正想着往什么地方躲 拐角那边 一道穿着灰色僧袍的人影 走了过来 正是阿兰要找的 星云住持 住持 阿弥陀佛 星云住持 很快认出了阿兰的身份 目光似有若无地 看向她身后的楚清浅 住持 这是我堂妹 她脸上被毒虫咬了 所以不太方便露面 星云住持已经习惯了 没有多想 住持 去虫药不够了 我听闻楚小姐还在山上 特意跑过来 想替我堂妹求一些回去 她还没结婚呢 千万不能回了脸 我这就去请楚施主过来 星云住持没有多耽搁 赶紧带着人去前厅 楚施主 众人忠心的楚清清 笑意盈盈地 和星云住持行了个礼 刚准备往楚清浅的方向看 星云住持的话 让她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 脸也跟着僵住了 刚才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被抽了干干净净 楚施主 星云住持又唤了一声 阿 回过神来 楚清清嗓音里带着颤抖 楚施主可否尽快调试几副药出来 好 目光全都朝她身上看过来 楚清清赢得了众人的夸赞和追捧 本就快飘了 这会儿却越发的心虚 好在楚家四口人并不在现场 否则她的谎言无处遁形 住持 可否给我点时间 我去寺庙后山找找看看草药 楚清清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被楚清浅注意到了 嘴角的笑容都带出了玩味 我的好妹妹 接下来你 还有什么办法 楚清浅心中暗自发问 企业家们并不知道 被他们赶出去的人正在他们队伍之中 从住持和楚清清的沟通中 现场的吃瓜群众也都明白了 星云的态度由来 五青山多蚊虫独虫 这是众人早就知道的 不曾想 楚清清一个千金大小节 竟然还有这样的隐藏技能 此时众人都忍不住高看楚清清一眼 寺庙的后山里 楚清清 阿兰 星云住持 楚清浅 还有一两个想要凑热闹的企业家 也跟了过来 人群之手的楚清清攥紧了手 胸口间涌动怒火和害怕 妹妹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容易暴露了哦 不然可就不好玩了 寺庙的后山很空旷 安静的有些过分 不鼓不鼓 呼 时不时 一阵怪叫声在四周响起 楚清清后背都是汗 阿 脚下软软的触感 惹得楚清清下意识的 就尖叫了起来 楚施主 星云住持 看着害怕的太夸张的楚清清 眼角难免带出了怀疑 几个企业家们也害怕 也跟着有些腿软 不过他们没叫出来 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 楚清清也察觉到了 住持看她的眼神 脑瓜子快速转动 开口摘清自己 我头一次来这里 有些紧张 楚小姐平时不上山采药吗 特意变换了 声音的楚清浅 当众揭穿楚清清 被这样问到 楚清清脸上有点尴尬 但后面那么多双眼睛 看着自己 她只能微笑地保持镇定 我平时进山的 只是对这不熟悉 哦 楚清浅故意发出 意味深长的尾调 可以说 丝毫不顾及楚清清的脸面 别角的解释 加上楚清浅故意的质疑 星云住持听着的眼神 都比刚才更犀利了 后山之旅最终还是结束了 只因为半路突然又下气雨来 侥幸逃了一劫的楚清清 坐在后院 看着低落下来的乌堤 目光落在旁边 同样躲雨的阿兰 和她身边的堂妹身上 眸光里露出了狠意 阿兰迟早会暴露她的谎言 她必须除之而后快 第二百章 报仇 回到后院房间 楚清清一个人呆坐着 脚下已经摔了一个杯子 她闭着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后院一处凉亭里 阿兰额头上都出了汗 低声问楚清浅 清浅 现在怎么办 楚清浅就站在那 谋色浅淡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阿兰还是有些游离 嘴里呢喃着 我没有拖后腿吧 口里她一直重复着 阿兰姐 我最了解她 楚清清道横不够深 心思虽然深 可却隐藏得不够好 妮妮那边 有我的人放宽心 楚清浅察觉到 阿兰脸上的交集 特意补充 阿兰抬头看了一眼 和她并肩而立的女生 心里再次感觉到了 无形的希望 禅房里 楚清浅忽然睁开眼睛 保持着一个姿势许久 掏出手机 看着联系人那一栏 发呆了许久 才拨通电话出去 后院竹林见 竹林里 风吹动 竹林竹叶刷刷作响 竹叶上的雨滴 顺势落下来 欧阳子林肉眼可见的嫌弃 清清 有什么事不能后院说 非得跑到这里 抱怨的话 她并未吐露 毕竟楚清清 如今可是被 星云注持尊称的大善人 欧阳家最为注重 这种佛缘和财运 她必须得把楚清清 讨好了才是 帮我找杀手 啊 欧阳子林吓了一跳 突然要找杀手做什么 你想干什么 她显然被吓到了 声音都拔高了几个分贝 楚清清提出这个要求 实在太突然 她完全没预料到 别废话 直接帮我找人 楚清清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 楚清清的脸上 还透着几分温柔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做不做 如今你和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欧阳子林 你不会以为我当真拿你没辙 她目光冷烈地望着欧阳子林 好 我去安排 只是你得告诉我理由 何要处理的人 那个叫阿兰的乡下女人 欧阳子林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才好 她只能淡淡地看了一眼楚清清 离开了 竹林的风越来越大 楚清清站在其中 目光凶狠 她必须杀了阿兰 星云住持 明显很信任那个阿兰 她绝对不能让那样一个隐形炸弹 成为自己的威胁 几个小时后 雨停了 楚清清看着欧阳子林发来的消息 脸色渐渐兴奋起来 面容因为太兴奋 都有些扭曲 当我的人 都得死 寺庙休息室里 阿兰拿着电话出休息室 电话还没有拨通 角落里一个混混模样的男人 突然冲了上来 一把想要夺过他的手机 你是谁 阿兰哪里遇见过这种事情 脸色变得瞬间惨白一片 她呆愣在原地 目光有些呆滞的 盯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求救都忘记了 去死吧 男人不知道从何处掏出一把小刀 静止朝着阿兰冲过去 啊 男人的面相一瞬间凶狠起来 那把刀快触碰到阿兰面前 男人突然成一条直线飞出去了 哎呀 男人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手臂都折了 痛得他不断的惨叫 阿兰还没回过神来 阿兰姐 没事吧 阿兰全程木头人一样 只知道摇头你 你别过来 男人一看赵小棠靠近 脸色大变 爬起来就想跑 可是身上实在是疼得厉害 只能色缩着往角落里钻 男人被提了起来 脸色白得不像话 你背后的人究竟是谁 男人呼吸不过来 嘴唇都快紫了 眼看着他的意识越来越涣散 楚清前把人重新扔回到地上 男人剧烈地咳嗽呼吸 眼睛滴溜溜地转动 说 男人就是一个有点胆量的小混混 哪里碰到过这样的女生 他知道自己这次逃不过了 反正前也没到手 他干脆眼一闭 我没见到人 只知道是个男人 对方给我发了张照片 手机给我 有了 一顿操作 楚清前垂下眼瞼 将手机重新扔给男人 拨出电话 淡定地依靠在墙边 长腿随意地搭在一起 站姿很是松散随意 阿兰全程安静地守在旁边 男人敲咪咪地想逃 却始终没有得逞 他浑身都快散架了 到了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两个身着蓝色制度的男人 出现在男人视线里 你 你慢 男人知道自己真的完了 他赶紧忍着身上的疼痛求饶 警官 我道歉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和损失 多谢提醒 他对当事人造成了心理阴影 我们需要赔偿精神损失费 你这个贱人 男人的面容扭曲着 咬牙切齿地骂道 碰 两个制服人员还没来得及教育 男人直接晕了 嘴里还掉出两颗门牙 满嘴的血 看着都疼 这 省得他路上太吵了 正好你们也可以清静 楚清浅的手段干脆又利落 下手是真的很 制服人员表情有一瞬间的呆滞 不顾制服人员们的惊讶 楚清浅交代了一些基本情况 先带着阿兰离开了 两个制服人员里 有个女生眼睛都在放光 看着楚清浅离开的背影 激动地拉着旁边的同事用力地摇晃 还不忘记对着楚清浅的背影喊 楚小姐 等结果出来 我会联系您 楚清浅冲她挥了挥手 头也没挥 反倒是阿兰死死地拽着衣服一摆 脸上的表情如同调色盘一样 今天还不到一天的功夫 她心几乎就没安稳过 不过却很刺激 她向来平静 如同死水的一颗心 多了很多不一样的情绪 楚清浅离开很久 女警察还没收回目光 楚清浅真是我们女性的骄傲啊 又美又撒 虽然没看到她脸的真实模样 可是她真的好帅 这样的伸手不进我们局 真是可惜了 确实可惜 旁边从开始就沉默的男同事 难得的也点了点头 眼底流露出心上 离开了很远的楚清浅 完全不知道 自己就是稍微动了 挤下拳脚 就让专业人士 生出挖走她的心思 第201章 全是毒虫 阿兰姐 后续那人不会出来了 你和妮妮可以安心 另外那批精神损失费 也一定会到位 我不怕了 清浅谢谢你 楚清浅歪头 盯着阿兰的那张脸 看了几秒钟 阿兰姐 等会你再帮我一个忙 楚清浅又朝着阿兰这边看了过来 那双眼里散发出来的危险 让人根本无法忽略 阿兰心理眼里 却只剩下崇拜 完全没有一丝害怕 因为她清楚 这个女孩肯定不会害她 而此时 楚清浅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 眼睛恨不得粘在手机上 这都一小时了 消息没有 短信没有 欧阳子林那边到底做什么去了 又过了五分钟 电话也打不通 心里七上八下 楚清浅还是决定直接去找人 刚到前院 还没看到人 耳边是无比吵闹的声音 神经紧绷 楚清浅快步跑过去 刚停下脚步 耳边是一连串的尖叫声 不等她开口问清楚发生了什么 她的的脚下 已经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爬出无数的虫子 软的 硬的 密密麻麻 大量的虫子 不断地在地面爬着 楚清浅低头就看到 好一块白白胖胖的幼虫 在她脚底下如动 看过去 厚厚的一层 无比的恶心 视觉的冲击无比的剧烈 楚清浅平日里最怕的 就是这种软绵绵的东西 鸡皮疙瘩满身 她不断地摩擦着手臂 想要后退 可是后面也是一连串黑色的虫子 救命啊 楚清浅已经冷汗满身了 觉得有些窒息 无数的沙沙声音传来 企业家们 寺庙的和尚们 一个个都在惨叫 楚小姐 你快出手吧 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大家伙遭罪啊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都朝着楚清浅身上看过去 楚清浅小脸煞白 墙一趟镇定 张着手安抚说 大家先冷静 这些虫子没什么危险 话音刚落 她的视线里 就出现了蜘蛛 毒蚂蚁 蟑螂 无数的毒虫 都从角落里出来 看得人眼前发黑 楚小姐 求求你了 毒虫太多了 企业家们在周围着急地尖叫 啊 疼死我了 别靠近我 啊 救命 好疼好痒 周围一大帮人歇斯底里地大叫 楚清清也好受不到哪里去 她脚上已经爬了好几只蚂蚁 脚背上被咬了好几下 一下子就红肿了 死 好疼 蚂蚁顺着脚一点一点往上爬 楚清清不断地跺脚 却无济于事 那些蚂蚁仿佛长了眼睛一样 一个劲地盯着她咬 清清 楚家人刚刚在竹林附近逛 还不知道后院发生的一切 看到眼前的虫子 四人就算是再有见识 也不由地待着了爸爸 妈妈 哥哥 你们快救救我 我好疼 楚清清衣服都乱了 脸上带着惊魂未定 楚家人想要上前去救人 可是俨然没办法靠近 楚施主 你把药方给几位施主 眼下只有他们没受毒虫的困扰 后院最拐角的禅房里 还有不少草药 兴许能有用 星云住持拍了拍头 赶紧开口 听了她的话 众人才意识到 楚家四口人竟然一点是没有 不但没有毒虫咬他们 反而他们一靠近 周围的毒虫就快速溜走 是啊 楚小姐 欧阳子凌更是被毒虫咬得苦不堪言 害怕 疼痛双重加持下 她的裤裆都湿透了 青青 赶紧来啊 我 青青 楚家四口人也看了过来 爸爸 妈妈 我 楚青青支支吾吾的 始终都没有把药房说出口 其他企业家 已经快要跪下来求她了 都这个结果眼上 还藏着掖着 这就是星云住持口中 大慈大悲的大善人 看来星云住持看走眼了 引在了人群里的楚青 且眸光幽深地注视着这一切 楚青青 还真是构成的住气啊 事到如今 还能嘴硬到这份上 看来那药剂的量 还是太少了点 捏了捏葱白的手指 楚青青暗中掏出一包粉末 冲楚青青的脚底下扔了过去 动作很小 众人的注意力都在楚青青的脸上 并没有发现她的小动作 做完这一切 楚青青又低下头 退到一旁继续看戏 星云住持揉着太阳穴 挺困惑的 楚施主 你行行好 日后 我们寺庙定会好生报答 楚小姐 我们也会牢牢地记住你的恩情 所有人的目光 再一次落在楚青青身上 她全身的血液逆流 掐着手掌心 脸色难堪发青 楚小姐 碰 碰 接二连三的企业家 和尚倒在地上 还有些体质差一点的 直接在地上抽搐 快报警 忍受力相对要好的人 赶紧吼了一句 时间到了 气也出了 这帮愚蠢的企业家 虽可恶脑残 却不至于去死的程度 楚青青拉了下帽子 望着人群的眼神极黑 楚青青还没回应 一个质地有声的声音出现了 因为她压根就不会驱虫 更没有药方 众人抬头 只看到一张 陌生又普通的脸 不认识 你是谁 楚青青 什么 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楚家四口人惊呼 赶紧跑过来 拉着女生上上下下的检查打量 浅浅 你怎么这副模样 等会解释 楚家人很信任她 索性也退到一边 姐姐 你不是已经下山了吗 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救了村民大善人 这名头 还真是不错 不得不说 楚青青一句话 很是稀里一点情面不留 姐姐 我好疼 楚青青心里知道 自己快完了 一道道目光 让她狼狈不堪 如同当众被人扒光衣服 裸露在面前 妹妹 我带了不少的草药 你应该需要 楚青青 还真就带了一个大大的包裹 包裹里面的草药和工具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 楚家四人 已经明白了前因后果 看向楚青青的目光中 有震惊 迷惑 和莫名的失望 第202章 被狠狠打脸 楚青青这么多年如此的受宠 和她的差异脱不了干系 至于家人们被蒙蔽心伤 她也不宜过多插手 楚青青 此刻也是心慌意乱 爸妈 哥哥 你们救救我 我好疼 青青好疼 泪水夺眶而出 梨花带雨的枯香 看得人当真容易心软 可是四周都是毒虫 众人完全无暇欣赏心疼 青青 你 星云住持 她才是那位救苦救难的楚家小姐 也是我们的大恩人 阿兰看着星云住持 面露不忍 什么 星云住持手里的佛珠都断了 她竟然认错人了 那这位女施主她是 楚青青被问得哑口无言 掐着手 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 楚青青笑了 嗓子有些沙哑 语气淡淡的 脸上还有着以往不常有的认真 蹲下身 从包里取出几种草药 又拿出几种简单的工具 说是工具 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塑料碗 和一个擀面杖 浅浅 你这是在做什么 楚家四口人 那天上山 并没有直接看到 楚青青制药的过程 不由的好奇 制药 把手里几种药材 都碾出汁水 楚青青又拿出一个小小的 如同拉算器一样大小的容器 把晒干的药材 一起丢了进去 几分钟后 淡淡的草药香 弥漫在空气之中 那些毒虫们 仿佛收到了某种指令一样的 全部都朝着 一个方向头 乌泱泱的一片 如同恐怖大片现场 这太神奇了吧 被毒虫包围的一帮人 豁然望向从始至中 都淡定的不像话的女生 眼神充满震惊和羞愧 这时 楚青青起身 把小容器 交给身旁的楚家几人 爸妈 哥哥 包把药粉撒在地上 粉末倒在地上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那些蠕动的白色虫子 立马都停止了动作 刚刚还白胖的恶心的虫子 迅速扁了 白胖的躯体干扁了下去 大家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都哑巴一样 这就解决了 既然这么轻松 为什么刚刚不站出来 他这是故意在报复我们 从中受惠的企业家 可仍旧有不少好的伤疤 忘了疼的无耻之徒 有实力不拿出来 就想着看我们出丑 好恶毒的心 这帮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只差没名说 楚青钱的小肚鸡肠 呵 楚云廷听到这里 没忍住 直接当场暴走 林正礼 木雷 王行 一个一个名字念出 楚贺 江灵秀 楚君廷 三人也都直视着 那帮黑心的家伙 企图用目光 记住这帮人的嘴脸 三哥 千千 你别管 三哥会帮你解决 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楚云廷脾气上来 把他挡在身后 只有他自己知道 昨天看浅浅 被这帮无知愚昧的家伙 赶出寺庙的背影 他有多心痛 三哥 我自己的公道 我想自己讨 楚青钱从身后站出来 锐利的视线 从那帮企业家身上 再到楚青青身上 神情复杂极了 青青 不妨和大家解释解释 我想 星云住持 应该也很好奇 楚青钱 嚣张地挑了挑眉 姐姐楚青青目光闪烁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避开她的视线 楚青且没给她机会 当场把祈福上山当天的事情拖出 阿兰在一旁用力地点头 楚青青有些心慌 心跳得极快 想钻动 可却无处遁形 青青 你为何要如此 事到如今 江灵秀也走了过来 她还想劝说自己 青青这么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自己这个小女儿 是她看着长大的 性子不可能歪 可事实摆在眼前 她做不到眼睁睁 看着浅浅受委屈 妈妈 是星云住持误会了 我从没想过 茂林姐姐的功劳 姐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 如此说来 反倒是星云住持的疏忽 楚青青被问得哑口无言了 想说是 可是又想到星云住持的威望 只能选择沉默 见她被自己问得 哑口无言的模样 楚青浅 深藏功与名 江灵秀身体晃了一下 眼睛里除了受伤 就是失望 楚鹤 楚君廷脸上的气色 看起来也不大好 青青 这次你属实不应该 爸爸 唉 二哥 迎头是四双略带失望的目光 楚青青眼前一黑 差点没当场晕过去 和浅浅道歉 楚鹤站出来 楚青青猛地抬头 手指掐着手掌心 掌心溺出一层汗水 我 楚青青脸上的笑容 忽而又灿烂了 姐姐 嗯 我听着 楚青青微笑 姐姐 对不起 我不该为了楚家的名声和佛缘 冒领你的名声 绿茶都泡到我面前来了 楚青青的眸光 落在楚青青的脸上 定定看着她 刻意压低了嗓音 楚青青 你故意的 是又如何 其他人隔得太远 没能听清二人的对话 楚青青面色煞事一变 某种闪过一抹对女生的恐惧哦 作为你的好姐姐 顺便我再给你提个醒 那想我 已经在调查了 兴许今天之内就能有结果 如此直白的话语 成功让楚青青 眼底闪过惊恐和慌张 身体也微微颤抖 等着我送你的大礼吧 退回到江灵秀身边 星云住持突然弯腰 冲着她鞠了一躬 九十度姿态 停留了快十秒钟 住持 楚施主 星云住持 叫我楚青青就行 被叫做和楚青青一样的称呼 她嫌别扭 清浅施主 多谢 客气了 星云住持神情看上去疲惫坏了 脸色有些蜡黄 眼角的沟壑又深了一点 深吸一口气 看着和楚青青气质截然不同的楚青青 她的毛子暗了暗 有些难受 清浅施主 要是今后 你有什么用得上我这老骨头 和这寺庙的 尽管提 就等着这一环节呢 楚青青捶着眼睫毛 再抬头 眼底一片澄澈 住持 我还真有一事 需要住持帮忙行个方便 不行 楚青青原本低着头 一听到楚青青开口 脑海里出现两个字 第203章 绿茶味 星云住持当即点头 问都不过问一下 帮什么忙 楚青青咬着唇瓣 脸色泛白 掐着手掌心站在原地 心里无比的想要阻止 妹妹可是有话要说 楚青青扬唇淡笑 不屑的眼神带着几分凉薄 楚青青嘴唇动了好几下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何时这么窘迫过了 她下意识地去看江灵秀几人 以为他们还跟以前一样 会因为心疼她 而帮她开口 谁知道 她一看过去 只看到楚家四人失望的模样 那样子 完全没有要维护她的意思 爸爸 妈妈 二哥 三哥 没有人回应 在场的企业家们 也都选择了沉默 楚青青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对策 子玲哥 环顾一周 没有看到欧阳子玲的身影 楚青前手扣着旁边的架子 又等了十几秒钟 似乎在思考什么 片刻以后 终于抬起头来 对上无数双又是愧疚 又是崇拜 又想要讨好的目光 表情淡淡地开口道 阿兰姐 把这些草药汁 都给大家分一下吧 这是消肿消毒的 大家把它涂在刚刚被咬的地方 给我 给我 我也要 我 刚刚还看热闹的企业家们 这会儿快要扑上来抢 楚青青站在中央 阴损一般的目光 注视着一帮人 草药汁几乎分发到每个人手里 没被分到的几个人 眼睁睁看着阿兰 故作不小心地 把剩下的草药汁倒了 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倒掉的 那几人一脸问号 楚青前 你 你们 这是故意打击暴妇 几人一边挠痒 一边颤巍巍地说道对啊 楚青前想都没想 回答得挺漫不经心的 几人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仿佛反复被人掐住脖子一样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手抓伤口的速度都降下来了 楚青前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们太过分了 几人不要脸的程度 硬生生地把胆小的阿兰 都逼得眼睛红的想打人 当然 不止他一个人想打人 楚家每个人拳头都硬了 人性的恶还真是不容忽视 楚青前拧起眉头 眼眸漆黑如墨 手指动了动 眼睛里恶趣味又冒了出来 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横插进来 我怎么不知道 几位老总如此的不要脸面 这声音响起 众人几乎都抬眸望去 实在是这嗓音太熟悉了 楚青前最后抬眸 第一时间听出声音的主人 丽眼醒来了 果然 一袭黑色西装 风姿灼然的男人走了过来 你怎么过来了 好了 腾风呢 楚青前眸底 让起一丝笑意 走到他面前 表情很宠密 我没事了 知道你又上山了 我不放心 过来看看 跟楚青前说完话 他又转头抬眸 看向那几个不要脸的老家伙 漆黑的眸子 藏着一汪的英质 哪还有刚刚的春风和煦 关键是 他说话时 笑着的一脸慵懒 恶毒 我刚刚似乎听到几位老总 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恶语相向 嚣张的几个男人拼命地咳嗽 一看到他气势上完全怂了 一个个还算能看得脸 顷刻就显得猥琐起来 一脸无所适从的模样 眼神飘忽闪烁 我们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丽眼形嘴角还是上扬的 温和地继续问道 哦 那看来是我听错了 几位老总 他们能点头吗 点头不就是说 丽眼形耳朵有问题 不点头也不行 两难的地步 几个人到中年的男人 又是屈辱 又是难堪 隐隐后悔 看透他们在想什么 楚清浅忽然慵懒地开口说道 呃 毒症骂名 竟然落到了我头上 我肯定是要坐实了 几人猛地抬起头 不明白楚清浅想要做什么 不过 楚清浅很快告诉他们结果 没有草药之 你们这会儿 只能不断地挠痒 随着时间推移 臊痒会从你们的皮肤表层 传到骨头里 你说什么 几个老总 怀疑自己是不是耳鸣了 错愕地望向一脸平静的女生 说话都变得艰难起来 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不 不可能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他们明显感觉到 自己身上越来越痒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嘶 好痒啊 好痒 哀嚎声在周围响起 那几个男人 恨不得全身都长满手 星云住持看着这一幕 慈悲得心声不忍 可还是没有站出来 活该 阿兰自言自语姐姐 你可不可以帮帮他们 楚清清咬着粉唇 假惺惺的开口 楚清浅看到她眸子里 阴晕着水雾 脸色肉眼可见的嫌弃 清清妹妹可真是善良 楚清浅目光略带调侃 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有伪调 清清 楚云廷板着脸道 所以 在你眼里 我活该了 被欺负了 就应该以得抱怨才对 楚清浅话音里都带着玩味 毫不管弯抹角 楚清清从来都没有 像这会这样 众目睽睽之下 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找不到 一双双质疑的目光看着她 她想不出解决对策 干脆哭了 咬着嘴唇 委屈巴巴的 姐姐 我没有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妹妹 眼泪虽然有用 可是不是万能的 现场的男人们皱了眉头 还有不少的女企业家 却都明白过来了 楚清清可不就是哭哭啼啼的吗 最开始 他们确实都有点心疼楚清清 那么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 可这会儿有楚清浅对比 楚清清的差异就很明显了 主持 我这次既然再次回到寺庙 干脆在寺庙里转一转 包括屋里的情况 全部盘查盘查毒虫情况 楚清清咬着牙 脸上的眼泪还要掉不掉的呢 这会儿又听到这话 着急的都快要暴露本性 什么 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劳金浅施主 我们大家会全力配合 你的所有行动 星云主持这话翻译过来 就是整个寺庙范围你 随便你行动 第204章 巨额赃款 不行 小和尚和灵时住持 在后面听得心头猛跳 想都没想赶紧出来阻止 楚清清心脏也砰砰直跳 想要阻止 可是却没有任何立场 住持 即便这位施主是出于善心 可是我们寺庙 也有不少不对外开放的地方 星云住持却完全不听 俨然只听从楚清浅的吩咐 施主 你同我这边来 后院里 楚清浅走在人群之中 双手背在后面满脸严肃 企业家们跟在后面 神色紧张 生怕不知道何时何地 又有毒虫飞出来 草药汁的作用见效很快 可绝对不想再来一次 后院的禅房门口 所有人都站在一排 场面无比的壮观 楚清浅做事 讲究一个效率 进去小和尚的房间 没多久又出来了 楚清浅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眼前的一帮人 视线呼得变得伶俐无比 二哥 把角落的人给我带过来 众人还没看清楚 楚清浅说的人是谁 就见楚军廷 突然提着一个 穿着和尚服的和尚出现 楚军廷手接 地上的和尚疼得呲牙咧嘴的 脸直接着地 你 你放开我 碰 楚军廷又用脚踩了他一下 和尚差点疼晕过去 放开我 来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 云灵 地上的人抬起头来 露出了脸 星云住持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住持 被叫做云灵的和尚低着头 眼露凶光 还没等他冲着楚清浅的方向冲过去 早已防备的楚清浅 一个高抬腿 人又摔出去老远 云灵如同一条小鱼仔一样 老实点 还没从楚清浅的那一脚里缓过来 楚云亭又补了一脚 云灵和尚腾的全身都蜷缩在了一起 跪在地上不断地求饶 清浅小姐 楚先生 饶了我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好端端地打人 现场除了楚清浅 其余人大部分一头雾水 进来吧 楚清浅没有多言 推开禅房的门让众人进去 这又是做什么 不 不要 云灵和尚刚说完 楚清浅走到床铺面前 呼的一个弯腰 将床上的被子毯子全部都拽了下来 云灵脸色皱白 整个人都僵住了 楚清浅弯腰将地上的一个布包捡起来 扔给地上的小和尚 话却是对着星云住持说的 星云住持 寺庙里的待遇竟如此之好了 星云住持 捡起地上的布包 打开看 哑了 什么啊 被挡住视线的人 点起脚尖想要看清楚 扒缝看 点起脚尖看 好不热闹 钞票 布包鼓鼓囊囊的 拉连拉开 里面的东西都显露出来了 入目居然是满满的钞票 厚厚的一打 完全看不清树木 这是金条 凑在前面的某个老总 好奇地扒拉了一下布包 脑子里炸了 望着这布包里的金条树木 他结巴地道 妈呀 我做生意那么多年 也没有这么多的金条啊 现在当和尚来钱这么快的吗 看来我也可以考虑考虑换个行业 说着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还真有种想要出家的冲动 长见识了 星云住持 我可以半路出家进寺庙吗 人群里还真有人动了这样的想法 说话的人 是个多次创业 却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 头发都快掉光了 人也因为焦虑而受巴巴的 阿弥陀佛 星云住持呆立在原地 胸膛剧烈起伏 不发一言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 他张了好几次嘴 云灵 这些钱哪来的 云灵站都站不起来 一张脸烧得慌 这证据来得又快又时 如同耳光一样 抽到在了他的脸上 早在楚清浅再次出现在寺庙里 他就预感到会出世 后面看到楚清浅击退毒虫 就更加慌了 一直到现在 当场被他发现自己的秘密 可他想了很多次 根本没想到 楚清浅一个第一次见的人 竟然会注意到他 而且还能找到他身上的猫腻 云灵腿软着 眼神开始乱飘 云灵 你老实交代 这些钱都是哪来的 云灵死死地咬着牙关 一个字都不说我想 到我手上有问题的香 也有你的功劳吧 楚清浅压迫感十足 吃瓜群众还没把这个瓜吃完 又听到一个瓜 眼睛又移了过来 云灵却紧咬着唇 死活不认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钱是我自己的 香和我无关 那是你自己倒霉 装傻 楚清浅收回了目光 呼得笑了 其实你愿不愿意主动说 我都有办法查出来 只是那个时候 可就没有任何的回旋之地了 楚清浅还没有所反应 利眼行呼的 就朝自己的身后 做了个手势 他身后的人 动作又快又准又狠 没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手里拎着一个人 云顶 星云住持差点吐血 一个星云还没有问清楚 又来一个 云顶和云灵 算得上这寺庙里 脑子很灵活的人 不然 他也不会在外出的时间 临时把庙里重要的事情 交给他们 结果这么一交 交出这么大的问题 说吧 那箱是谁安排的 寺庙里的箱 都是统一送过来的 楚施主不可妄言 楚清浅身脚 踩住了云顶和云灵的脚 笑意散漫又邪气 够嘴硬的 有意思 不过 你们的忠心 是为了谁呢 楚清浅将目光 缓缓落在了楚清浅 和欧阳子灵的身上 总不可能是我的妹妹 和未来的妹夫吧 欧阳子灵身形一顿 脸上满是慌张 楚清浅表情管理 还算到位 因为她知道 自己从始至中都很小心 楚清浅不一定 能够拿出证据来 姐姐 你怎么可以冤枉我 我之前并不认识 两位师父 欧阳子灵也一个劲地摇头 只是她不敢太过大声 楚清浅的气场太强了 强到她心里发抖 别紧张妹妹 我就是开个玩笑 楚清浅的眼眸都哭红了 告状的话堵在喉咙里 怎么都说出口了 第205章 拔掉寺庙筑虫 助持 人可否交给我 星云助持重重地咳着 伸手按着自己的胸口 清浅施主 人交给你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还得经历一个仪式 寺庙大厅里 乌泱泱的一群人 围着云顶和云铃 星云助持站在最中间 坟香 上香 跪拜 一系列的流程结束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喉咙一股血腥未涌了上来 好半天压下去 她才气喘吁吁地 看着地上的两个得意门声 从此以后 你们再也不必出现在寺院里 寺庙里往后的弟子 都必须以你们为反面例子 引以为剑 磕三个想头吧 我才不磕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云顶云铃商量好了一样 一起从地上站起来 冷吃了一声 站住 跑 云顶云铃脸色大变 撒腿就跑 楚清浅怎么可能会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直接伸脚过去 两人立马躺在地上哀嚎 卧槽 现场又是一片哗然 交给我 楚清浅正想着联系相关人士过来 立眼形立马明白 身后的黑衣壮汉 一手提着一个离开 一切处理得很快 众人心有余悸 星云住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捂着自己的胸口 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先喝杯水缓缓吧 楚清浅不知道什么时候端了杯水过来 星云住持颤抖着接过来 喝了一口才发下这水大有内容 这水 楚清浅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轻飘飘地点点头 需要我给你检查一下吗 她不是圣母 星云住持这种纯粹的善人 她也不会不管 星云住持摇头 神色到底还是沉了沉 不用了 谢谢施主 我去清理一下寺庙人员 她喝完水 勾搂着背 从正厅离开 擦一擦 立眼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 手里捏着张尸纸巾 低眸问着楚清浅 见她看着自己 楚清浅倾笑结果 没热闹看了 正厅里的人员陆续续离开 看着前方默契的如同一体的一对男女 心下一阵酸涩 她特意赶回来 为的就是 能够和立眼形有进一步的可能 在上山的路上碰到她那一刻 她心跳都加快了好几个频率 然而 这一路上 立眼形都进退有度 和她保持着距离 两人说过的话不到十句 目睹了她到了楚清浅面前的态度 观笑的眉头皱得更深 心里一股火 有点压不住了 楚清浅 口中呢喃着念出楚清浅的名字 她的呼吸加重 禅房后院 心里焦脆的楚家四口人坐在庭院的石桌上 沉默的异常 别叹气 小心长皱纹 清浅这孩子 这次真的不应该 江灵秀显然还没完全从楚清浅 冒领浅浅功劳的打击里走出来 是我们忽略了平日里对她的关心 她目光忧愁 妈妈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 真要论起来 清浅被关心照顾的 只会比浅浅更多 浅浅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心思 楚云廷顶塞压下去 心里的那么点坏情绪 开导道 爸妈 浅浅待在我们身边的时间 可比清浅少得多 可她却很聪明坦荡 话题转到楚清浅这边 江灵秀显然欣慰了很多 浅浅这孩子 是我们亏欠她了 她刚才的样子 让我都折服了 那么大的场子 那么多的人 她却能够轻松地震住 寺庙里的那些人 一帮企业家 哪个不是为浅浅震惊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 浅浅的做法 好像有点太不尽人情了 但在楚家几个人看来 女儿 妹妹的做法 一点毛病都没有 身为楚家人 身为博纯酒庄的主要负责人 这点果断杀伐 必须得有 与此同时 寺庙后院小和尚 住持住的地方 星云住持目光扫过众人 神情无比肃目 今天在寺庙里发生的一切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 我才离开寺庙几天时间 就出现这样大的问题 是我这个住持有眼无珠 勿将云目当珍珠 从今往后 我会严格要求庙里 所有人修成自己 保持初心 否则 后果都照云顶和云林 两个人一样 驱逐出寺 星云住持虽然待人温和 在寺庙里的威望 却是有目共睹 云林和云顶那下场 有谁敢再犯 况且 这两个家伙 平日里在寺庙里 就要武扬威的 如今这两个蛀虫被拔了 对大家而言 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些人心中 也对楚清浅 多了感恩之心 三天的祈福活动 眼看着就快结束了 原本这三天 是A市最受期待的活动 结果短短时间里 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 在迷信的老总企业家 杰弗云的心思也淡了 祈福第三天 如约而至 寺庙后院最大的餐厅里 坐满了西装革履 名牌高定的企业家们 楚家人 丽雁兴几个人还没有出现 大家瞧手以盼地盯着门口 清浅施主 星云住持在餐厅外面等候着 见到楚清浅 他快速迎了上去 住持 丽雁兴快步走过来 跟着楚清浅 大大方方地弯了弯腰 丽雅施主 星云住持虽然是出家人 却对于红尘也清楚 不动声色地让开位置 动作非常之丝滑 楚清浅扯了扯嘴角 并没阻止丽雁兴的小动作 丽 晚了一步 到达禅厅的观校 恰好又看到着虐心的画面 胸口又是被暴击 前面的两人已经走了 他只能沉默着 进了慈善拍卖会的现场 环顾一圈 好的位置几乎都没了 找了个稍微靠近 丽雁兴的位置坐下 却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 心头叹气 他却也只能 忍盯着面前的背影 开始发呆 丽雁兴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望着丽雁兴的背影 观校现在满脑子都是好奇 这两天时间 他让人调查了一些 和丽雁兴相关的资讯 得到的都是一些媒体上 都能查到的信息 丽雁兴的神秘 反倒是让他更加的兴奋 和跃跃欲试 距离十点一刻 还有不到五分钟 楚清清和欧阳子玲还未出现 星云住持 作为被邀请的主持者 站在最中央 时不时看着外面 大家火脸上也出现不耐烦 第206章 慈善捐赠 拍卖会还剩一分钟开始 楚清清和欧阳子玲的身影 还没有出现 本就对楚清清不满的一帮人 肉眼可见地焦躁起来 十点一刻 时针刚好踩在十这个数字上 两个被众人翘首以盼的人 终于出现 昨天的风波之后 众人还以为 楚清清一定不会再 出现在今天的场合里 然而 他们都小瞧了 楚清清的后脸皮程度 昨天那般出丑 楚清清一夜未睡 辗转反侧想了一晚上 到了天亮才睡着 可他这会儿 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痕迹 脸上仍然挂着 大方得体的浅笑 仿佛丝毫没有受到 茂里事件的影响 欧阳子玲 被他挽着手臂 套着西装人母狗样的出现 他毫无眼力见的 还想带着楚清清转悠一圈 结果对上楚清浅的视线 赶紧色缩脖子 你好 厉总 我是清清的未婚夫 也是欧阳家的未来继承人 欧阳子玲自认为 绅士的伸出了手 可是丽眼形却好像 没看见一样的 理都不带理的 欧阳子玲有些尴尬 面对众人鄙夷的眼神 还是愤愤不平地放下了手 神气什么 不过就是一个半截身体 入了土的病秧子吗 欧阳子玲被扫了面子 丑恶的嘴脸 一下子就露出来了 他自认为的自言自语 却被耳间的楚清浅 和丽眼形听到了 楚清浅抬头 眼尾微挑 丽眼形的目光 恰好转了过来 两人对视上军事一顿 我没事 楚清浅听懂了他那意思 声音带着危险 有我在 你肯定没事 有事的 只会是那些跳蚤 丽眼形不用问 就知道对方那眼神和话 代表着什么意思 他沉笑笑得非常乖巧 好 跟在后面的保镖 都想装听不到 楚家二哥三哥 也是拳头都硬了 真是气死人了 好想动手打人 后面一排的官校 也好不到那句 他的方向看到的景象 就是楚清浅和丽眼形 在有说有笑的 两人头都快贴在一块了 丽眼形的侧脸 浮现出他前所未见的温柔 来晚了 被安排到后排的楚清清 和欧阳子玲 也狠狠地盯着第一排的位置 感谢诸位施主的到来 此次的捐赠仪式 采取自愿模式 金额不做规定 随着星云住持站出来说话 一卖捐赠仪式正式开启 寺庙里的和尚 将众人捐赠的东西 一件件装在托盘里端了上来 前面的几样物品 基本都是一些小企业家捐赠的 主要用来热场 没什么太大的吸引力 大家的热情也不高 越往后 捐赠出来的物品价值 逐渐往上涨 大家才逐渐恢复了热情 钻石 收藏名字画 各式各样的珍藏品出现 小和尚拿着托盘 到了欧阳子玲和楚清清这一边 众人也都看了过来 楚清清也看了身旁的男人一眼 咬着唇 望着他的毛子里 充满了期待 这是我捐赠的物品 翡翠巨原石 源于清代的翡翠原石 价值100亿 诸位可以上前看看 全场企业家 原本不算太热忱 一听这金额 直接沸腾了 没想到 小小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欧阳家 竟然出手如此的阔绰 和欧阳家一个阶层的企业家们 羡慕得眼红 攀上了楚家的欧阳家 果然不一样了 一出手 直接可以买下几十个欧阳家的小公司 可谁让他们家的儿子 不是欧阳子凌呢 再羡慕又有什么用 真的假的 这么贵 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 端着托盘的小和尚手里 这橙色绿的透亮 不像是假的 托盘里的手镯 在灯光下翠绿的清亮 看上去确实是一块好翡翠 现场专业的珠宝鉴定人士楚云廷 也有些吃惊于欧阳子凌的出手 清代的翡翠原石 楚清浅笑了笑 从头到尾都冷静地像个机器人 欧阳子凌的物品一出来 他都没有变过神色 神纯的看客 子凌哥 你真帅 楚清清故意挽着欧阳子凌的胳膊 娇滴滴地夸赞 脸上娇羞坏了 只是得忽略他那音量 欧阳子凌和楚清浅的关系 也不算是秘密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楚清浅 和丽眼形的方向 经历过第一天 大家都明白了丽眼形 对楚清浅的看重 这会儿自然而然地 把两人视作情侣看 欧阳子凌这个楚家未来的女婿 出手都已经如此阔绰了 丽眼形那样的身价 还会拿出什么价值不菲的绝世 珍宝出来呢 众人百般期待下 丽眼形却只是冷冷地看着 也不急于将自己的捐赠物品摆放 楚小姐可真有眼光 鉴于昨天的情形 受了罪的企业家们 本不想看楚清清那张脸 可表面的恭维又不得不继续 只能是违心地说些好话 楚清清何尝不知道大家心中所想 可她很享受这样的关注 纵然这关注是假的 她一边捏着拳头 一边享受着 四周羡慕又极度的眼神 颧骨都快升天 可对比欧阳子凌的那十位数 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捐赠仪式眼看着快到结尾 楚清浅和丽眼形还没有出手 众人都有些失望了 谁承想 楚清浅突然微微一笑 轻起红唇 欧阳子凌 你确定这是翡翠鞠 还是清代的原始所致 欧阳子凌没敢看她 却还是气势十足道 当然 楚清浅把完着手上的号码牌 看来某些人还真是欠教训 你说什么 欧阳子凌被激怒了 楚清浅声音淡淡 据我所知 那块原始被私人收藏着 如今大家都还不知道 那位私人玩家的真实身份和性别 欧阳子凌先生 又是如何拥有这块原始的呢 欧阳子凌一听 脸色立马变得铁青 楚小姐看来在怀疑我 不是怀疑 楚清浅停顿了一秒钟 再次重拳出击 是告诉大家 这东西是假的 毫无证据 欧阳子凌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点 她冷哼了一声 这千真万确是真的 第207章 假货 欧阳子凌并不能看穿楚清浅在想什么 但她深知楚清浅的性格和为人 她今天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绝对不可能再宰在楚清浅这个贱女人的身上 即便是她知道 她交出去的所谓的翡翠居原石 并不是清代的 她也不能在这个结果眼上出问题 假的 不会吧 我更愿意相信楚清浅的话 毕竟大家也都看到了她的能力和手段 她没理由跳出来骗我们 说不定是她看不惯自己的妹妹 有这么好的对象呢 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里 欧阳子凌这个风暴中心却越发的脸色苍白 她知道 自己不能再任由事态继续这么发展下去了 她要是再不做点什么 到时候丢脸的只会是她自己 楚清浅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的 到时候 这帮人云云云的家伙也会把她喷死 一旁还在炫耀的楚清浅 脸色一僵 眉头细不可查地皱了皱 一脸严肃地看着人群议论中心的男人 她的视线太锐利 欧阳子凌想忽略都困难 欧阳子凌 怎么回事 女生一双眸子微微咪了咪 泛着精明的光泽 手指扣着手心 冷静了好几十秒 楚清浅抱走前 她赶紧故作生气地道 楚清浅 我们欧阳家虽然比不上楚家的财权 却也有一定的抵御 这块原石是我家中珍藏的真品 倘若不是因为这次的捐赠会 我也不会这么做 一番话 又是把责任推给楚清浅 又是卖惨的 好一个男版楚清浅 男绿茶女绿茶 还真是互相吸引 楚清浅漫不经心地抬眸 家中真品 对啊 欧阳子凌怒了 胸脯挺起来 楚清浅勾笑 那可否劳烦欧阳先生解释解释这个 他手里举着手机 手机屏幕上 正是欧阳子凌口中的清代翡翠原石的照片 照片里原石的橙色和纹路 和小和尚托盘里的原石 看上去几乎是一块 只是仔细看看 会发现 楚清浅手机里的原石照片更有光泽 而欧阳子凌所谓的传家宝 却黯淡一些 当然 这并不排除是拍摄场景和角度不一样的原因 这照片里的一看就是假的 欧阳子凌声音尖锐 现场气氛僵持不下 有人小声地征询楚云廷 楚二少 你应该能判断吗 在场的他们都是门外汉 除了一个楚云廷 不等楚云廷开口 欧阳子凌已经激动了 他绝对不能让楚云廷参与进来 否则他会无所遁形 他的胸腔已经在上下起伏着 手指着楚清浅 我要告你污蔑 楚清浅薄唇微钩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你随意 我奉陪 楚清浅眼皮一直在跳 观察着欧阳子凌的神情变化好半天 他总觉得心里没底 思虑再三 他一脸不赞成地看向对方 子凌哥 她是我姐姐 你怎么可以如此不礼貌 他这样主动训斥欧阳子凌 确实让楚家人多看了他几眼 无形之中也拉了一大波墙头草 不管楚清钱买不买账 最起码 其他人不会第一时间 把欧阳子凌和他完全联系在一起 星云住持 我们继续吧 大家都还等着看后面的 楚清清一脸努力地打圆场 时间也不早了 这一句话 倒是让不少企业家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对啊 继续吧 我们还有别的环节要继续 现场的星云住持也站了出来 他身为住持 确实也不可能真让大家伙焦灼在这里 欧阳子凌松开了拳头 借着楚清清的台阶准备接过去 哪成想 楚清浅却没有打算就此结束这一环节 清代的这块翡翠巨原石 确实是存在的 也是拍卖会上真真实实被禁拍的物品 官网上有详细的记载 购买者虽然是保密的 不过 我有办法查到 楚小姐 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 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楚清浅 一轮声更大了 欧阳子凌哈哈笑了一声 我看你 就是在故意让我难堪 况且 人家拍卖场 怎么可能会愿意透露 这么私密的消息 楚清浅没理他 而是掏出手机 当着众人的面 打了一通月扬电话过去 他一口流利的英伦枪 对 可以在官网公布 真品珍藏者的消息和照片 真的 哦 我可终于等到了 不过 你那块原石 到现在还没动手 最近在计划着 到时候给你定制一块 手机开的是扩音 听筒里 传来对方激动又不可思议的声音 杂杂呼呼的 听起来是个不靠谱的男人 我可太期待这么做了 说好了的 一定要给我留一块 一小块也行 你不知道我当初 为了你这块原石 费了老半天劲 给你弄到手 对面的人一说起话来 似乎就没完没了 不少人一头雾水的 别废话 耳膜嗡嗡的 面对对面 显然已经兴奋过头的男人 楚清浅掏了掏耳朵 及时制止对方 两分钟后 要是还没有看到结果 你舌头可以不用了 电话那边立马没了声音 一帮吃瓜群众满头的问号 这情节展开 真的是始料未及啊 欧阳子凌是个没脑子的 再加上心虚的加持下 他的嘴脸也在变化着 楚清浅 你别气人太善 楚清浅头也没抬 直到两分钟到了 时间到了 可以登陆拍卖会的官网 去看看最新的消息了 记住 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清楚 这话一出 所有人几乎都开始低头看手机 拍卖会官网最新动态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是个女生 和一块绿色石头的合影 就在看到楚清浅那张脸的一瞬 整个禅厅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 所以 楚清浅说的是真的 那现在这块原石又是怎么回事 说不定人家欧阳家 确实也很幸运地拥有一款呢 这两块说不定不是一款 还有人在替欧阳子凌开脱 他现在自己却有点傻了 第208章 谁在说谎 这是屁图 我这也有照片 欧阳子凌嘴还在硬撑 他既然安排了这么一出 自然不会一点准备都没有 只不过楚清浅在听到他的话之后 眼尾稍微向上勾了勾 带出了几分妖凉 哦 让大家看看吧 欧阳子凌掏出手机 把照片给在场的人都传越了一遍 一圈传越下来 不少企业家的眼睛都亮了 纵然是在场一些 看不起欧阳子凌的企业家 也都顿住了 欧阳子凌一个小牢牢竟然能够认识陈老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张照片里的老人 是珠宝界有名的陈老 圈子里陈老的存在 可谓是太陡级别的人物 陈老这样级别的人物 他们也都想要结交认识 只是 有能力和威望的人都有点性格 陈老在圈子里 也是个脾气古怪的小老头 一般都不轻易笑的 谈起自己的事业 他才会完全变了个人一样的 子凌后生 你竟然还认识陈老 子凌是吧 你可否能帮我引荐一下陈老 坐在欧阳子凌身边 一个企业家满脸羡慕到 这个人明显是陈老的粉丝 说起陈老眼睛都在发光 这可能有点困难 楚清前挑了下眉吗 子凌 你家怎么和陈老有交集的 那翡翠原石既然如此珍贵 你可想过切割出来出售 这话一出 几个对翡翠感兴趣的女企业家 都望向欧阳子凌 其中喜欢收集的几个企业家 更是目光狂热 子凌 陈老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吗 大家都知道 陈老除了健保 平日里还喜欢琢磨自己 做一些翡翠玉佩手镯之类的 欧阳子凌脸上的表情一僵 眉头微醋 垂下头 明显的底气不足 我也不太清楚 我有段时间 没有联系陈老了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陈老的近况 那照片虽然不是PS的 可是陈老也压根不认识他 那张照片 还是他舔着脸要来的 那你下次见到陈老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我们问问 哦 哦 好 欧阳子凌硬着头皮点头 实则心里也在吐槽 鬼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够再次见到陈老 倒也不是他不想见 之前他又是托人找关系 又是蹲守的 结果呢 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陈老那老头子 压根就是块破石头 子凌先生 我可以要个陈老的微信吗 考验再次来了 欧阳子凌 眉头皱成了一个大大的穿字 这可能不太方便 微信 他也想要啊 可他没有啊 不过眼下也没有人特意去求证 他吹个牛也没什么 欧阳子凌输了口气 顿时又恢复了底气 坐在前面的楚清浅 听到了他的话 单手撑着下额 清冷的脸上 还是看不出任何波澜 只是坐在他旁边的立眼形 却知道 他此刻准备开大招了 他嘴角不屑的弧度很明显 楚清浅打了个响指 随后冷哼了一声 欧阳先生 既然和陈老关系如此之好 那想必 应该可以当场联系一下陈老吧 顺便也让我们大家 开开眼长长见识 我想 欧阳子凌先生 应该不介意实现大家的一个小心愿吧 欧阳子凌本就心虚 这会儿楚清浅逼得他上梁山 他一时着急 立马急吃白脸的炸了 陈老平日里工作繁忙 不方便打扰他 还是下次吧 今天这是 祈福捐赠活动 我们继续吧 楚清浅精致的眉眼 覆盖起一层薄薄的嘲讽 只见有点不耐烦的握了握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道 大家应该不介意 单个一下捐赠的时间吧 周围的企业家们 纷纷点头 表示完全不介意 爱心捐赠活动 本就快到尾声了 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 楚清浅 欧阳子凌心头有火 他到底什么意思 故意和他对着干 企业家们相互看了一眼 总感觉从这两人的交流里 嗅到了什么八卦的味道 欧阳子凌先生 楚清浅掀起眼皮 转头用余光扫了对方一眼 欧阳子凌先生 企业家们也看向了欧阳子凌 一时之间 大家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楚清浅从第一排站了起来 单手插兜 眼尾上挑了一些 漆黑的眸子 有黑理透露出嘲讽 反问道 你不会是说谎吧 你压根不认识陈老 更没有陈老的联系方式 这话问的欧阳子凌呼吸一致 差点呼吸不上来 他努力地定了定神 眸子狠狠地瞅着楚清浅 不甘示弱道 我当然没说谎 楚清浅吃笑了下 大跨步走到星云住持旁边 住持 麻烦稍等一下 星云住持 当然没有任何的意见 退后到旁边 把中间的位置让开 我这里也有陈老的联系方式 什么 欧阳子凌脸上的红润骤然不见了 他猛地一个起身 差点踢到旁边的楚清浅 脸上的血色 更是在瞬间退了得干净 你胡说 手指指着楚清浅的脸 面色铁青 语速又快又急 你怎么可能会认识陈老 楚清浅 你故意让我难堪 手指不想要了 我给你掰了 只见前排的立眼形 也站了起来 走到楚清浅的身边 双眸一眯 眼底浮出了前所未有的星红 虽然那只是一闪而过的 但欧阳子凌关整个人 却不由的开始发抖了起来 欧阳子凌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他 笑意缓缓 我不太擅长给别人面子 旁边的企业家这会儿 也有点怀疑了 一个两个的都说认识陈老 到底谁说的是 真的一个年轻一点的企业家 忍不住开口道 楚小姐 你真的认识陈老 楚清浅打量了这帮人一眼 慢悠悠的开口 自然 听到他这么说 欧阳子凌和楚清清先皱眉 欧阳子凌开口了 语气极其不友好 楚小姐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楚清浅去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黑白纯粹的一双眸子 看向众人 手里的手机转了一个圈 乖丽的脸上挺漫不经心的 那就视频吧 真的 现场响起议论声 大家火搓着手伸长脖子 同一时刻 欧阳子凌的眉头 又狠狠地皱了起来 只觉得有种自己 仿佛要玩了的预感 第209章 他才是说谎的那个 欧阳子凌 楚清浅面色一白 下意识地看向欧阳子凌 真的假的 楚清浅的表情越是淡定 说话的语气越是轻描淡写 欧阳子凌的脸色就越难看 我感觉楚清浅不像是骗人 我也觉得 众人盯着欧阳子凌一个劲地看 在众目睽睽之下 欧阳子凌越发紧张起来 他本就表情管理不到位 这会儿的表情 更是完全不受控制了 慌乱的无比的明显 原本还站在欧阳子凌这边的一些企业家们 这会儿也跟着有点面面相觑了起来 不会吧 楚清浅说的是真的 说谎的人是欧阳子凌 不可能吧 一个女人而已 陈老那样个性的态度 怎么可能会被她认识 你忘了楚家的背景了 况且还有一个历史 有些本就对女性带着偏见的男企业家 即便心里也觉得 说谎的那个人是欧阳子凌 可是嘴上还在维护她 毕竟 巴掌不打到自己的脸上 他们就可以一直嘴硬 议论声音越来越大 不过大部分的风向已经变了 如果说 刚才人们还站在欧阳子凌这边 那么 现在大家也都渐渐开始有了判断力 这位欧阳子凌 好像从头到尾 也就是提供了一张照片而已 那照片是不是屁图的 他们也没有人去查验 嘟嘟嘟 议论和猜疑还在继续 楚清浅已经播通了视频 某个会议室里 手机嗡嗡嗡响响了好几下 某个老人的口袋震动了好几下 一屋子的人都立马安静下来 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老人掏出手机 看到视频邀请 手上的保温杯 哐当一声掉了下来 陈老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快快 全部都安静 陈老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安静 陈老一双浑浊 却又精神的眼睛看了过去 可嗨嗨 清了清嗓子 陈老才接通视频 现场的一大帮人看着他 紧张兮兮的 手机对面的人到底是谁 竟然能够被陈老前辈那么严肃 不会是和陈老前辈一样的得高望重的吧 众人这么想 立马板着脸屏息一带 帮我投屏 在场的人听到立马照办 陈老 视频一接通 一张美的 让人难以忽略的脸 出现在大屏幕上 众人首先注意到的 不是那张脸 而是那双眼睛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那双眼睛太深邃了 对上那双眼睛 众人都感受到了浓浓的压迫感 会议室里的一大帮地位不低的人 都顿时睁大了眼 小姑娘 那语气里分明带着震惊 陈老那么严肃对待的人 怎么会是一个小姑娘 还那么好看 和明星一样 当然 在场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生出肮脏的想法 去判断陈老 他们尊敬的老人 转头看着屏幕 脸上丝毫不见刚才的严肃 满脸的激动和喜悦 他冲着屏幕那边挥了挥手 浅浅 你终于想起联系我了 好久不见了 最近我正好要去A市一趟 到时候我提前联系你 你空出一天时间陪我吃个饭 正好也给你介绍 介绍几个人认识一下 陈老这一番话说的平常 完全就像是爷爷和孙女的沟通氛围 陈老 确实有段时间不见了 您身体怎么样了 寺庙餐厅里的楚清浅开了口 声音温润 安全没有对待欧阳子凌的那般冰冷 陈老见他这么关心自己 心里那叫一个开心啊 脸上的笑容都掩盖不住了 办公室里响起他厚重的笑声 惊得其余人都雷得外胶里嫩的 还不错 你之前给我的那副药效果很好 我也听你的 尽量避免生气 最近吃妈妈香 可健康了 老头子我爬个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陈老说话时还特意凑进去 让楚清浅能够看自己看清楚一点 完全就是爷孙的相处方式 无比的自然温馨 两人的相处模式 让会议室里的和餐厅里的一般人 都震惊得无以复加 楚家人更是四颗头看着楚清浅 利眼形也定定看着他 一双眼里倒映着他的身影 他们都不知道 楚清浅和陈老之间怎么会有交集 看样子关系还很好 楚清浅大致解释了一遍 几人才知道前因后果 原来 陈老也算得上是楚清浅救活的 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 他突然晕倒在路上 当时大马路上 没有一个人愿意搭一把手 是楚清浅及时出手 帮他扎针 又及时给他处理 争取了最佳送医时间 他这条老命才就回来 当时医院的专家们 都惊讶于他的状况那般严重 还能抢救回来 恨不得拿他做实验对象 当时那主治医生 还特意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出院之前 百般嘱咐 如果能够再次见到救他的人 一定要引荐 他亲自找上门来感谢的 一来一往 他对于这个小姑娘 也是打心底的 当成自己的亲孙女 来看待他截然一身 也没有成家立业 遇到一个如此贴心的小姑娘 自然是恨不得 把他最好的都给他 然而楚清浅却多次拒绝了 回忆起过去的一点一滴 陈老忍不住失笑了 他抬眸 看着屏幕上的女生 一脸慈祥 视频两边的人安静得不像话 一个个已经不知道 做什么表情好了 实在是不敢打扰 只能看向欧阳子凌 那一个个的眼神 仿佛在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楚清浅的视线 也朝着欧阳子凌那边扫了一眼 他这表情 检手就是让欧阳子凌忍无可忍了 楚清浅 你随便找一个老家伙 就说是陈老 你当真以为 我们大家是傻子不成 欧阳子凌还蠢得送上门来 这老家伙 怎么可能是陈老 你口说无凭 趁我联系上陈老 你还是赶紧收敛收敛吧 否则别怪我不连香西域 他说的很有自信 完全没有注意到 周围大家伙的眼神有多么奇怪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欧阳子凌看向楚清浅 却不想 对方只是耸了耸肩 没有多余的反应 第210章 我就是陈老 突然 手机里一道苍老又厚重的声音 打断了他不要脸的话 我看该收敛的是你才对 产厅里的简易投影幕布上 陈老蹭的一下 从凳子上站起来 紧随其后的会议室里的一帮人也起身 严肃地盯着视频对面 随着陈老站起身来 走到幕布前 他的脸也更加的清晰 满头的银发 却仍旧没有勾搂 原本温润慈祥的眼睛 这会儿的眸色也冷到了极致 看来太低调了 也是个错误 陈老咳嗽了一声 声音洪亮地看着镜头的方向 夜内 几乎人人都很尊重他 每天上门让他帮忙鉴定珍宝的达官贵人 有钱人数不胜数 可是他都拒绝了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他如今只想要低调 所以也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结果 竟然被一个狂妄自大的小儿如此妄言 还连累了浅浅这孩子被骂 楚清浅把一切看在眼里 却什么都没说 欧阳 陈老疑惑地看向镜头里 想要找寻欧阳子玲的身影 欧阳子玲 楚清浅贴心地提示了一遍 又把镜头往欧阳子玲的方向移动了一下 陈老那边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欧阳子玲那张大饼脸 没错 我就是欧阳子玲 老家伙 楚清浅到底花了多少钱让你演戏 看视频 和他照片里的还真有点像 此刻 欧阳子玲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 揭穿了楚清浅的把戏 你既然说 你认识我 能联系上我 又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 你并不认识我 看清楚欧阳子玲的脸 陈老眼神比刚才更锐利了 你打着我的名号做了什么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他同您老合照过 并且让您鉴定了一块翡翠巨原石 楚清浅解释道 什么合照 陈老一句话 欧阳子玲身边坐着的一个企业家 眼疾手快地拿过他放在一边的手机 把手机上的照片放到镜头前 几秒钟以后 陈老那边有反应了 合照 鉴定 那只不过是 当时我在一个公益活动现场 被撞了照片 陈老看到照片 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立马有了答案 死 活久见 禅厅现场 几乎所有人都在摇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欧阳子玲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欧阳子玲这么胆大包天 竟然用陈老来给自己造假 所以 你利用我的名声撒谎 给自己谋福利 好大的胆子 陈老笑了 一锤定音 所以 那个翡翠鞠原石也是假的 现场不知道 谁突然大吼了一句 假的 这话是楚清浅说的 你胡说 那就是真的 认识陈老的事情被打脸 欧阳子玲还在强称到最后一刻 因为真品在我手里 这一句话 简直就是炸裂般的效果 楚清浅漫不经心地抬眸 说出口的话 让人表情都军裂了 脸色最难看的 就是欧阳子玲 他完全站不稳脚步了 身体往后仰 直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要不是他及时扶着椅子 他恐怕会当场四脚朝天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失魂落魄地重复着这两句话 欧阳子玲怎么都想不明白 妹妹 你手里竟然有翡翠鞠的原石 楚云廷这个珠宝狂魔也激动了 这还得多亏陈老帮我留意的 浅浅 客气了 我手里头最近也收罗了一堆原石 橙色虽然比不上那块翡翠巨原石 不过也还不错 等我过去是给你带过去 多谢陈老 陈老这番话也这算是表态了 欧阳子玲被捶得死死的 陈老 我这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改天您过来 我们再聊 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消息来的太让人震惊了 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缓一缓 欧阳子玲 还有话说吗 楚清浅直指欧阳子玲 场内的人在看向他时 眼神已经变了 果然是小企业 养出来的继承人也扶不上墙 我去 我见过庄有钱的 没见过这种装枪做事的 真是丢人现眼 我可真想抽自己一把掌 我刚刚竟然还相信他了 欧阳子玲就坐在椅子上 无数目光看过来 他哪哪都是汗 背上更是湿透了 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抬头看了眼门口的方向 一股作气往门口冲 眼面就想走 奈何门口那边早就有人等着他 他刚冲过去就被提起来 放开我 欧阳子玲 我说过 我心眼很小 既然招惹了我就得付出代价 楚清浅长腿微动 走到门口 楚清浅 你故意看我笑话 才发现啊 只可惜太晚了呢 垃圾怎么处理 立眼形看向楚清浅 交给专业人士 他身上可是还背负着另外一件事的 楚清浅可没有忘记 那冲向阿兰的刀 这是欧阳子玲必须付出代价 啪啪啪 拍了拍手 餐厅里一个西装笔挺 手上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出现 看模样应该是个律师 楚小姐 律师静止走到了楚清浅的面前 交给你了 放心吧 立眼形冲保镖点了点头 欧阳子玲被提着往外面走 两条腿悬空在空中 律师跟在后面 欧阳子玲还在挣扎 他把唯一的希望都放在了楚清浅身上 清浅 你救救我 快帮我说说话 这一切 楚清浅原本躲在角落里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结果欧阳子玲一句话又让他暴露 他险些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个欧阳子玲真是废物 真是该死啊 他自己死到临头了 竟然还只知道 拉他下水 楚清浅根本受不了那些来自西面八方的目光 可又不能躲 越躲越证明他心虚 子玲哥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真让我失望 我从来都不嫌弃你的出身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楚清浅就站在那 谋色浅淡地看着楚清浅表演 我们还是继续爱心捐赠吧 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官校 突然站了出来 第211章 小丑行为 这位是 还没完全缓过神来的企业家们 注意力一点一点被拉了回来 欧阳子玲也在这个空档被带走 他口中还有没有说完的话 吃瓜群众虽然有些遗憾 却也没有多关心 反倒是楚清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看向官校的眼神明显温和了一点 我是官校 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大家可能并不认识我 官校起身大大方方地同大伙介绍自己 官 官这个姓氏在A时并不常见 有人立马知道了官校的身份 眼力见十足地凑上来恭维 主动握住官校的手 把他从头到尾恭维了一遍 星云住持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官校把自己的物品递了过去 满满一堆 看上去就中 小和尚接过捐赠品 目光询问住持 星云住持又看向楚清浅 官校眼神一暗 得了楚清浅的点头 捐赠拍卖会继续进行 官校微微朝着众人一鞠躬 最先露面的是一幅自画 一幅烟雨水墨画 当这幅画一打开 台下顿时响起一声抽气声 那是一幅王威的真迹 楚清浅也认出了 心下一阵意外 目光似有若无地看向丽眼形 随着一阵阵的点评夸赞落下 此起不断地进拍架 也竞相响起 官校坐在位置上 目光不自觉扫过丽眼形的脸 看到自己捐赠出来的物品 被拍到高价 他内心是满足的 可是 看到自己一中人 却依旧无动于衷地坐在原地 丝毫没有举拍竞价的准备 他还是微微咬了咬红唇 长长的指甲抠着手心 五十万 一百万 加价声还在继续 丽眼形还没动 字画最终以五千万的价格成交 官校的脸色才好转不少 后续他捐赠的物品相继被拍下 价格都超出了他预期的价格 众人的恭维声又一阵接着一阵的 大出血的官校 却没有觉得有幸福感 他的手心都出血了 也没能等到丽眼形有一点反应 直到楚清浅抬脚走动 他始终盯着的男人 这才活动了一下 只是头一动的方向 完全是跟着楚清浅的移动方向 这是我捐赠的物品 话音落下 楚清浅轻轻将盒子打开 里面是两枚粉色的珍珠在光线下意义生辉 好美啊 珍珠一看就是极好的 纯天然的光泽看着就心动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在场静浅的声音响起 大家都势在必得 八千万 产厅里一道声音响起 静浅的喧哗瞬间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一样 众人纷纷看向出声的人 正是坐在第一排的立眼形 楚清浅也看了过去 脸上并无意外 他会出嫁 他早知道 这对珍珠的价钱本就不低 八千万虽然虚高 却也不算太亏 八千万第一次 八千万第二次 八千万 地 住持刚准备拍板 一道声音出现 打断了他的举动 九千万 叫价的人 这回是楚云廷 他叫价过后 先是看向了立眼形 随后又笑着 看向自己的妹妹 挑眉的举动仿佛在说 妹妹 看哥哥 楚清浅 三哥的行为 他属实是不知做何评价 众人的目光 落到立眼形的身上 很想知道他还会不会参与 立眼形也同一时间看了过去 两个男人视线交汇 火花四溅 现场安静了十几秒钟 星云住持回过神来 赶紧继续 目光来回在立眼形 和楚云廷的身上 扫视了几下 九千万第一次 眼看着拍板了 众人又在期待着 会不会再次出现反转 立眼形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一亿 一个亿 一对珍珠 竟然拍到一个亿的高架 现场的有钱人 出手阔绰的也不少 可是还是震惊 星云住持 也算得上是见过时光 却从没有经历过这样场面 他的神情有些茫然 楚云廷 这次没有再喊出声来 只是 他看向立眼形的目光 显然多了不少敌意 狗男人 有钱了不起啊 竟然当着他这个亲哥哥的面 直接挑衅 角落里的立平川 也在注视着这一幕 一个亿的高架 他倒是不知道 自己这个精明的侄子 精虫上脑是这样的 没有底线和判断力 为了一个有点美貌的女人 竟然连一亿 这样疯狂的价格都喊出来了 官校坐在位置上 听着那一个亿的报价 脸色忽清忽白 一亿成交 一锤定音 珍珠到了立眼形的手里 看着那交接的画面 官校脑袋中嗡的一下 身子微微晃了晃 天 立总真的宠啊 一亿就为了买一对珍珠 好帅啊 年轻时候 我要是有这样的追求者 可真幸福 众人的议论声里 楚清浅又捐赠了不少珍藏 现场分为一片热闹 官校原先带来的讨论度和关注度 一下子全部转到了楚清浅身上 很快 一捐的环节顺利地落下了帷幕 星云住持感恩地同楚家人道别 临走前 还特意准备了一份 加急准备的檀幕镯子 立眼形站在楚清浅身边 丝毫不在意 楚云廷和楚军廷杀人的眼神 官校神色欺然地站在后面 看着他的背影步履沉重 寺庙大门 星云住持捏着佛珠 站在门口送别宁二位非常般配 一句无头无尾的话 换来楚清浅和立眼形的正愣 立眼形快速接过话茬 多谢住持 楚清浅看了过来 却没有开口 后会有期 乌泱泱的一大批人离开了寺庙 热闹的寺庙重新回归到平静 直到看不到楚清浅的背影 星云住持重新回到寺庙大厅 大厅正中央跪着一个女人 正是阿兰 她口中虔诚地替楚清浅祈祷祝福 满脸的诚心 阿弥陀佛 阿兰施主 下了山的楚清浅并不知道 自己这几天的小举动 会带来这么忠诚的回应 下山的路远比上山的路容易得多 观孝始终一步一趋地 跟随在立眼形身后 颇有种萧色感 观小姐 别丧气 眼形他会注意到你的心思的 丽萍川路过时 留下这么一句话 慢悠悠地下山了 第212章 吃软饭的节奏 回到家中 楚清浅沉默异常 明明楚家的相处氛围 还是同往常一样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可楚清浅却觉得 一切都变了 家中庸人看她的眼神 她觉得变了 江灵秀和楚贺 对她的态度 似乎也没有以前热忱了 就连向来宠她的二哥三哥 似乎也对她冷淡了不少 自顾自 钻了牛角尖的楚清浅 看哪哪不顺眼 心里头憋着一股气 整个人的面相 都跟着变得阴气了不少 眉宇之间的郁闷 怎么都清除不掉 从山上下来到现在 不到一天的时间 欧阳子凌那一家子 阴魂不散的电话骚扰 短信轰炸 她只要闭上眼睛 脑海里便都是 被那一大家子 追着喊打喊杀 当初早在怂恿欧阳子凌那一刻 她并没有预料到 欧阳子凌会那般胆大妄为 如今 她偷鸡不成十把米 虽没有进局子 可是名声也坏得彻底 她家中的生意 本就毫无起色 经过这么一遭 本就岌岌可危的事业 再次风雨飘摇 之前稳妥的合作商 也解约了 好疼 睡了一晚上 楚清清醒来 头疼欲裂 她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想事情 一个不注意 把自己舌头咬出血了 晦气 扔掉手中的勺子 她心头笼罩起 一层重重的阴影 手机忽然亮起来 是欧阳林那边的电话 她的眉心突突跳起来 一种烦躁 立即弥漫在心头 快速瞄了一眼客厅的情况 佣人们都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并没有人注意到她这边 跨步跑上楼 关上门反锁 她才接起电话 声音很烦躁 喂 是我 子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欧阳林一上来 不是关心她 而是质问 她自作自受 得罪了人 直言片语里 欧阳林大致明白了过程 沉默了好半上 她强硬地变了个话题 赶紧想办法 倒到储家的投资 家中的资金链 越来越紧张了 我知道了 清清 放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 储清清警铃大作 偷感急中的 和对面那边说了一两句 快速结束通话 删除通话记录 妈妈 我听庸人说 你早餐都没吃完 不舒服吗 江灵秀伸手 叹了叹她的额头 妈妈 储清清突然脸上带泪 妈妈 姐姐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她说着 哭得越来越厉害 一边哭 一边抽气着 看上去可怜极了 江灵秀不是不心疼 可是听到她口中的话 胸口那点心疼 又压了下去 清清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妈妈 姐姐为何要那样对待子林 她明明有翡翠剧的原石 为什么不早说 非得让子林哥 在那么多人面前被揭穿 她明明知道 子林是我的未婚夫 却那般让她下不来台 江灵秀的笑容 僵硬在了脸上 下意识地摇头 脸色看起来无比的不好看 她伸手想要触摸 楚清清的头发 伸到半空中 却停了下来 清清 欧阳子林不适合你 你们必须分手 刚刚下楼 就听到楚清清那般 无厘头的抱怨 楚云廷楚军廷兄弟 俩皱了下眉头 兄弟俩看来 乖巧的妹妹变成这样 和欧阳子林脱不了干系 楚贺后一步出来 搂着妻子安抚 说出了同样的话 必须分手 我不 我去上班了 哭得眼睛都肿了 坏来的却是被逼分手 楚清清抽掖着收拾东西出了门 楚家庄园一大早发生的事情 传到了楚清前的耳朵里 看到管家发来的消息 她的眸光渐深 为了一个男人 楚清清如此忍辱负重的举动 倒是让她未曾预料到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欧阳子林实属垃圾 楚清清那般趋利避害的人 三番五次地维护同一个男人 实在不像是她的处事风格 楚清清 你到底在计划什么 手指敲击着手机屏幕 楚清前的心里 渐渐生出怀疑的种子 三日祈福营财神活动 顺利收尾后的一周时间里 所有的一切 看似都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A市的企业家们 全然忘记了 丽眼行在寺庙放下的狠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不少小微企业 慢慢地在A市消失 大家渐渐地回过神来 短短的一周时间 A市的整个经济形势 仍旧稳定增长 只是版图却悄无声息地 发生着变化 楚清前注意到这一点 还是无意当中 从腾风口中听到的 那些企业 你都处理了 三天不见 楚清前才见到了 利眼形的身影 他似乎又瘦了不手 脸颊都陷了进去 嗯 只是清理一些垃圾而已 不累 望着深藏宫羽名的男人 楚清前心里有点胀胀的 这种被人放在心里头 并时刻付诸行动的感觉 还真不赖 5月15 A市财富公布当天 一大早 地铁里 公交车上 公司里 大家都默契地 在同一时间 点开某个网站进去 纵使财富榜单 只是有钱人之间的荣誉榜 可耐不住 大家都好奇 数据不断地刷新着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8点59 距离财富榜单数据 出来不到一分钟 某网站的访问量 成喷景式增长 快出来了 10 9 1 9点1克 官网数据跳动停止了 最新版A 是财富榜单数据表出现 利眼形 楚清前 对于财富榜单上的 第一个人名 众人几乎是预料之中的 可第二个人名 跃入眼帘之际 不少人最初是揉眼睛 后又是揉眼睛 直到再三确认过名字和数据 众人发出惊呼 寻常打工人 倒是情绪波动不大 更多人是羡慕 可圈子里的那帮企业家们 却怎么都坐不住 坐在办公室里 看到电脑上的数据时的 利眼形也关注着 他却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淡定的略微挑了下眉头 某人还真是让他危机意识强烈啊 恭喜 手指刚打出两个字 某人的微信界面 也跳出同样的两个字 默契十足 利眼形望着手机 笑了 苍白的脸上浮现淡淡的红韵 腾风推开办公室的门进来看到的 就是自家总裁笑着的一面 见自己进来 利眼形嘴角的笑意 还没来得及压下去 腾风看得出来 他是真正的开心 总裁 这是今天的数据报表 放着吧 出门前 腾风余光注意到电脑界面显示的内容 嘴角狠狠抽动起来 心下一阵复杂 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他家总裁有可能要吃软饭了 第213章 妹妹才是金大腿 楚家庄园 楚家五口人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报表 五人的表情各式各样 震惊 惊喜 激动 其中还不缺楚清清的嫉妒 妹妹这财力 也太让人嫉妒了吧 啪 后脑勺被拍了一下 来自楚贺的爱的教育 身为哥哥比不上妹妹 你还有资格谈极度 爸 我这是包业 包业 揉着后脑勺 楚云廷满脸委屈巴巴 爸妈 我先去公司了 楚清清扯了扯嘴皮子 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清清 要不别去公司了 江灵秀眼底不由得浮起一丝担忧 楚清清并没有听到这句话 楚家三个男人目光忧深 却什么也没说 楚清清离开没多久 楚清前的手机震动了好几下 他漫不经心的一边听着寻白白的唠叨 一边拿出手机看消息 微信上快被刷屏了 几乎都是来自楚云廷的消息 楚云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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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浅 你上财富榜单了 楚云廷 妹妹 我自闭了 楚云廷所以我才是那个穷人 我 楚云廷 妹妹 我可以吃软饭吗 楚清清滑动指腹 手指往上翻 一分钟里 楚云廷那家伙 接着一共给他发了十条消息 几乎是信息轰炸的程度 勾起嘴角 一双漆黑的毛子眯着 葱白纤细的手指敲着手机 回过去微信 三哥 你加油赶超我 楚家庄园 楚云廷抱着手机 时不时刷新看看 手里还拿着一杯水猛灌着 温温 他刚喝进一口水 看到消息进来 口中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水 直接喷出来了 恰好喷在对面的楚军廷身上 楚军廷立马变了脸色 脸色已经跟猪肝一个颜色了 哥 抱歉 我给你擦擦 拿开你的猪蹄子 楚云廷嫌弃地推开他 拿了几张纸巾 擦拭身上的水 看到什么了 你看 楚云廷把手机递过去 嘴角狠狠抽了一下 不愧是妹妹的风格 看到这条回复 楚军廷仿佛看到浅浅低着头 回消息时 那个漫不经心的模样 妹妹说的没错 你身为哥哥的 得抓紧赶超才是 别丢了我们楚家的脸 默默地被爸妈和哥哥扎心了一下 楚云廷面皮子一抽 颇为无奈 明明被赶超的不只是他一个 不过自家父母和哥哥 也都是女儿控 妹妹控 她多说也没什么用 端起水杯 咕噜噜一大口喝下去 总算冷静下来了一点 我也去公司了 重重地放下杯子 楚云廷眼睛里 熊熊烈火在燃烧 做哥哥的必须加油啊 我去基地了 我也去公司了 一家人全都被激起了斗志 楚家庄园里的热情高亢 楚清浅并不知道 他刚被寻白白拉着称赞了快一小时 耳膜都快要炸了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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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里接二连三有消息进来 楚云廷 楚军廷 楚贺 江灵秀 丽眼形 丽婉宁 一连串的转账微信 关键是 每个人的转账底下 还都附带着一句话 让他一定要收下 真是 大家伙仿佛提前商量 好了一样的行动 惹得楚清浅心中一阵暖暖的 有人欢喜的同时 也有人忧愁 财富榜那排名一出来 A是整个财经金融圈 都震惊到了 炸了 几乎是炸了的程度 不怎么认识楚清浅的群众 也都知道了 更甚者还关注了楚氏集团 除此之外 有关博纯酒庄 CH珠宝公司的议论 也在成千上万的在增长 酒庄和珠宝公司的股价 疯狂的上涨 楚清浅 丽萍川看着财富榜 牙咬得几乎都要碎了 如果光看这份榜单 他危机感还不至于那么强烈 势头很猛的王氏集团 不知怎么的 最近连消息都几乎没有了 更有甚者 陈氏集团的董事都在变卖股票 诸如此类的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仔细看 不难发现 这几家不断地在走下坡路的大企业 都是那天在武青山 对楚清浅口出狂言的 这其中的操作者 只怕除了立眼形 也少不了楚氏集团的暗中操作 楚清浅这女人的实力不容小觑 倘若再继续任凭她 和她那侄子发展下去 她后续所有的计划 只怕都得重新规划 看来 自己确实应该加快一些速度了 不仅仅立平川 财富榜单一出来 整个A式金融圈都被影响了 聪明的人都已经在计划着 结识结识楚清浅 不少家中有单身的 甚至生出了上门提亲的念头 毕竟 圈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女生 会有楚清浅的能力自带的热度 如果能够结交上这样的儿媳妇 女朋友 后半辈子 铁定是衣食无忧的 野心和利益 永远催使人高估自己 楚清浅丝毫不知道 自己成为了未婚男青年的首选之人 直到第二天 一早 楚家庄园 博纯酒庄都热闹得很 庄园外 一排排豪车 停在一公里外 瞧手以盼着 酒庄门口 也是堵得水泄不通的 不知楚清浅的具体住址 只能靠蹲守 八点刚出头 博纯酒庄大门被工作人员拉开 负责酒庄的安保问题工作人员 差点没直接报警 你们是谁 我们是楚小姐的追求者 特意找过来的 追求者 是的 几个站在最前面的男生 看上去倒是年轻帅气 只是一股子吊锒铛的气质 滚 我们是博纯酒庄的顾客 有邀请函吗 一帮年轻男人的脸色骤变 完全没预料到 进入博纯酒庄还需要邀请函 我们进入消费的 你们不能拒绝 保安看着这帮人的表情 早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也懒得在听这些废话 直接堵在门口不让进 你们 博纯酒庄这边进不去 楚家庄园那边更是严防死守 原以为多多少少能够看到 楚清浅本人的一些人 被打脸的那叫一个疼 第214章 吃飞醋 博纯酒庄和楚家庄园的动静 当天就在A市的圈子里传遍了 可仍旧有不少碰壁 还不愿意放弃的 毕竟攀上楚清浅这个高知 他们就能够少奋斗好几十年 甚至是一辈子都不用奋斗了 何乐而不为呢 傍晚 天色渐渐暗下来 刚刚结束完一场国际会议的 李远行揉着眉心 背靠着座椅 李总 腾风到了杯水端过来 晚上十点整了 公司员工也都走了 你下班吧 那您 我自己安排 十点二时 李远行最后一个离开历史集团 坐在驾驶座上 看着手机上立婉宁发来的消息 坐在座位上整整一分钟才有所动作 启动车子 离开 半小时后 A市市中心的一家高档会所里 最大的包厢里 李总 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你居然会约我出来 还是喝酒 你不要命了 人还没出现在包厢 一个清脆的嗓音就已经响起了 一张正太脸露了出来 激动地推开包厢门 推开门的一瞬间 看到包厢里的男人 他却当场呆愣在了门口 脚步都凝住了 包厢里燃着香 只有一个男人坐在里面 李远行被靠着沙发双腿交叠坐在那 安安静静的 只是他手里却端着一个装着红酒的高脚杯 正在摇晃着酒杯 帅哥配美酒 这本应该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画面 现场也确实如此 只是男人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忧愁着 眼神也有几分迷离 不像是印象当中那个冷静自视的好友 不过 正太脸的反应虽然大 情绪也收得快 不进来 晃着酒杯的男人看了过来说道 门口的人这才走进包厢里 走过去 在沙发上坐下 自己拿了个酒杯倒了点红酒 冲李远行碰了碰杯 喝了一口红酒 他才朝李远行看去 这表情是怎么了 不会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李远行并没有应对方的话 闻言也只不过是端起酒杯 又喝了一口 见他如此反常 正太脸心里多少有些不淡定了 太诡异了 他的眼珠子转了转 忙开口问道 阿星 我听外面都在传储家那位 最近不少人上门提亲了 你不会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心情不好 特意把我叫过来喝酒的吧 天知道 他接到李远行电话的那一刻 就已经够激动了 结果一听说李远行打电话给他 是为了请他喝酒的时候 他更加的我震惊 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听到男人的话 李远行总算是有了反应 喝酒的动作猛地顿住 眉头深拧 眸光锐利地扫向他 沈飞 我说错话了 正太脸就叫沈飞 和李远行也算得上是发小 两人的关系无庸置疑 他们做梦 我的人谁也别想抢走 啊 沈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李远行这闷骚 终于亲口承认了自己的心意 不是吧 李远行没有再回答 只是眼神明显忧生了不守 沈飞猛地灌了一口酒 好吧 我不说了 我也是听外面传的 有图有证据的 不过确实人家储清浅那么优秀 有追求者和上门提亲的 简直不要太正常 要不是我有自知之明 我也想加入其中了 你也没有机会 李远行突然开口 语气果断 当众被好友这么下脸面 沈飞倒也完全没放在心上 储清浅这样的女生 也不是他的菜 他还是更喜欢那种 软萌软萌的女生 储清浅这样女神级别的 他佩服都来不及 自家好友这样清冷的人才hold得住 我自然没机会 不过你要是再不行动的话 就真的晚了 储清浅那样的女生 绝对不会局限于一个A室 她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 她可以飞往更大的平台 只是那时候 她见识到的青年才俊 只会多 不会少 到那个时候 自家好友可就不一定会是 她遇到的最优秀之人 沈飞一直都知道 好友对储清浅有益 却没想到 她迟迟不曾行动 倘若不是因为太在意对方的想法 利远行完全不必要如此拖延 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对储清浅却在意到了如此地步 沈飞实在是对这个人更加好奇了 好奇这样一个女人 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竟能把神坛上的男人都拉了下来 瞧瞧利远行 这一副惨遭抛弃的样子 辣眼睛 要不 你今天把她约出来告白 沈飞的提议 让利远行端着酒杯的手一顿 与其平静 没有丝毫情绪起伏 我没准备 告白这种事情瞻前顾后的 反而容易出岔子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 我觉得最合适不过 沈飞的一番话 确实说到了利远行的心坎上 告白准备了两次 结果 却都是无意例外被打断 或许她是该放肆一次 沈飞瞥了眼她的反应 继续劝说 大不了就是洛德哥被拒绝的结局 难不成因为一次拒绝 你就要放弃了 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 利远行轻敏一口酒 淡淡撇她 视线在沈飞的脸上定格了几秒 她才放下酒杯 我不会放弃她 除非她对我 没有任何想法 那不就得了 顺利的话 两情相悦顺势在一起 不顺利的话 你继续追着不就行了 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 利远行放下酒杯 深呼吸 拨通了电话 看她如此的严肃 沈飞也立马收起脸上的吊铃铛 喂 电话响了没一会儿 那边接通了 利远行开口 语气完全没有刚才的严厉 温润的不像话 眉眼彻底的柔和了下来 楚小姐 刚洗好澡 躺在床上的楚清前 一看手机来电 还疑惑着 利先生 这么晚了 有事吗 方便出来一下吗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楚清前拿手机一看 11点36 哪里不舒服 严重吗 心脏有点难受 包厢里 沈飞没有出声 就看着 她在那打电话 听到她说谎的那会儿 沈飞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认识了那么多年 她仿佛头一次认识 眼前这个男人 第215章 酒里有东西 好 那你发我地址 我现在过去 楚清前叹了口气 还是起身准备出门 利眼形身体里的毒素 她到现在也没有 完全琢磨明白 就担心又碰到什么意外 毕竟之前也发生过 类似的情况 她那条小命 实在是太脆弱了 好 楚清前的同意 惹得利眼形内心泛起涟漪 喉咙有点干干的 喝了口酒压下去 心里的不自在 没有继续多言 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的一刻 沈飞眼巴巴地看着她 那眼神 那表情 可谓是一言难尽 利眼形没有在意 继续喝了几口酒 沈飞目光也于 眼神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利眼形淡淡瞥了她一眼 神色坦然迎上 她看过来的目光 我脸上有东西 沈飞却没有接她的话 而是问道 楚清前知道 你这表里不一的模样 利眼形把又清明一口红酒 无你何干 无比嚣张地回答 沈飞抽着嘴角 有些嫌弃地说道 以前总是听说有南绿茶 今天总算是被我看到了 利眼形 你变了 变得让我觉得好陌生 利眼形只是瞥她一眼 没音 但沈飞就是看懂了她的意思 她在嫌弃自己 沈飞的嘴角又忍不住抽了抽 不是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 你就这样对我 我还想着给你支招呢 不用了 利眼形说道 我告诉你 我可是很有经验的 你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帮你马到成功 报得美人归 怎么样 要不要问问我 谁知道 利眼形却无情地说 不需要 你一个单身狗 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招数来 沈飞一叶 单身狗怎么了 虽然我单身 可是追我的女人多了去 玉姐 罗莉 辣妹 可多了 我只是不想这么早谈对象而已 比是谁呢 说着 她举杯猛地喝了一口酒 利眼形也抬起酒杯 冲她瞄了一眼 无情说 哦 很明显是不相信 沈飞 心塞啊 楚清浅到达会所的时候 沈飞也还没离开 包厢门被推开的一瞬间 沈飞和利眼形 全部都朝门口看过去 他们的目光 都是落在楚清浅身上的 楚小姐 坐在沙发上的利眼形 早在楚清浅推开门的一刻 就站了起来 目光浅全 沈飞坐在沙发边上 一身花衬衣 长相无疑是极出色的 心脏不舒服 利眼形目光 在利眼形和沈飞之间流转 随后又看向桌子上的 红酒和高脚杯 饶有兴致的笑闻道 听到她的话 沈飞心里咯噔一下 总有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楚小姐 初次见面 我叫沈飞 是阿行的好友 沈先生好 楚清浅 楚清浅微微汗手 不算热情 却也不算失礼 沈飞自然也微笑点头回应 刚刚有点 楚清浅轻笑 眼神里的戏血 看得在场的两个男人 有种心慌 利眼形抬眸看过来 两人目光交汇 楚小姐 喝一杯 沈飞笑起来很肆意阳光 气质和利眼形这样的 完全是两个极端 可以 楚清浅微笑回应 沈飞起身路过好友身边 冲她挑了挑眉 意味深长的 这酒不是薄纯酒庄的 可能味道会有点差异 不过口味还是很不错的 沈飞倒了一杯给楚清浅 没想到初次见面 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改日我做东聊表心意 沈飞举起酒杯 敬了楚清浅一口 楚清浅轻轻碰了下杯 浅笑道 客气 楚清浅喝酒的同时 沈飞的目光却在打量她 看到本人 她突然明白了 好友这朵高岭之花 为何这么沉沦 光是看楚清浅的这一身气度 就让人不得不服 还有那张可唇可欲的脸 实在是让人把控不住 沈飞不是个没有眼力见的人 主动起身提出告别 送走沈飞 包厢里只剩下丽掩行和楚清浅 丽先生有心事 楚清浅的语气是肯定的 不得不说 她很敏锐 恭喜楚小姐容灯财富榜第二位 丽掩行必重就轻地捡起一个话题 同血 两杯红酒下毒 时间也不早了 期间 丽掩行垂在身侧的手轻轻握成拳 拳头松开又握紧 好几次 死 起身的那一刻 眼前突然一阵恍惚 身体里也随之突然冒出了 一股强烈的冲动 不对 自己不对劲 丽掩行快速摇头 想要保持清醒 转身去拿手机的楚清浅 一回头 就看到男人脸红耳赤的 在那敲头 停下 快步上前大致看了一眼 楚清浅快速做出判断 眼睛眯了起来 丽掩行强迫自己打起了精神 可是他看向楚清浅的目光 越来越模糊 见他这般模样 楚清浅心里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他被吓药了 看样子 药力的作用也不小 他心下思量 心里渐渐明亮 包厢里能够中药 肯定跟沈飞有关 出去 趁着李志还在 丽掩行咬着牙缝 把人往外推 自己则是跑向包厢的卫生间 楚清浅又哪里会看不出来他的意思 他心里竟隐隐生出了几分心疼 卫生间响起水流声 丽掩行蹲在水龙头下冲水 冷水浇在他的头上 衣服上 他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约莫过了几分钟 水声停了下来 淋湿了的丽掩行非但没有好受 身上的灼热感反而越来越强烈 丽掩行 楚清浅轻轻抿了抿唇 楚小姐 不是让你先走吗 快走 别再继续 你这样会死的 楚清浅上前一步 握住他的手 男人的手滚烫滚烫的 丽掩行轻轻动了动 仍旧想要把人给推开 别用这样的方式折磨自己 丽掩行突然停下步子 睁大眼睛 楚清浅没有明说 但又什么都说明了 两人抬眸 视线撞到了一起 手里是他的手 丽掩行不受控制地 妈撒了一下他的手背 压抑着轻轻开口 声音沙哑 楚小姐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是个正常男人 丽掩行眼睛里充血 很明显压抑地快到了极限 第216章 我很清醒 我知道 我很清醒 他这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了很多信息 包厢的隔音本就很好 此刻更是静谧地 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这环境 这气氛 无疑是在挑战他的忍耐力 丽掩行的呼吸声不断地加重 他已经很克制了 很努力地在克制自己的冲动 他紧紧地咬着嘴唇 握紧他的手 想要松开 结果 他的视线里 楚清浅朝他向前走了半步 非但没有想要离开他 反而还离得更近 楚小姐 别再挑战我的忍耐度 丽掩行看着他 又重重地吼了一声 挑战了 又如何 楚清浅盈盈盈笑着 迎上他的目光 一点也不退让 你呀 楚清浅眨眨了眨眼 微仰着头看他 丽先生请说 丽掩行这次却没有再说话了 只是他的目光变得危险极了 只是他内心还在努力地挣扎 今天这样的发展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可是 内心的两个小人 却在做着天人交战 其中一个不断地鼓励他 遵循内心的欲望释放自己 而另外一个 又在不断地提醒着他 要求他克制自己的想法 脑海里两个想法不断地碰撞着 前者明显有战上风的趋势 丽先生 说话间 楚清浅凑近了一些 他身上独特的香味 萦绕在鼻尖 如同小钩子一样 不断地勾引着他沉沦 脑海里一根线慢慢地断了 丽掩行突然伸出 手搂着楚清浅的腰 另外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 从脸颊上 逐渐转移到下巴 粗利的拇指 轻轻抹扎着他的嘴唇 在这安静的环境下 他身上的温度本就高 这举动更加让人身体温度上升 楚小姐 抱歉 是你招惹我的 丽刚说完 男人的手指 就捏着楚清浅的下巴 下一秒 一张滚烫的薄唇 就低头吻了下去 两张唇接触的一瞬间 包厢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暧昧 楚清浅睁着眼睛轻笑了一下 鼻尖是男人轻烈好闻的气息 腰肢被紧紧地控制着 身体被带着往前 楚清浅也不由地贴着男人的身体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举动 让男人亢奋了起来 顷刻间 男人刚刚还算得上温柔的吻 突然变得又急又狠 利眼形仿佛恨不得 要把人给当场拆吞入腹一样用力 身体被估得死死的 楚清浅下意识 想要调整姿势 结果他稍稍一动 利眼形仿佛生怕他反悔逃跑一样 反而还越来越用力 轻他的动作更加的狠 这个吻持续了多久 楚清浅已经不知道了 他昏昏沉沉的 整个人有些晕乎乎的 嘴唇 舌头已经抹了 好似没了知觉 他这样强势的一面 楚清浅还是第一次见 属实有些不太适应 原来平日里 他那温润的外表底下 竟然藏着这样的一面 仿佛一头猛兽 被关得太久了 一被放出来 就一发不可收拾恢复了天性 四 口中的空气越来越少 楚清浅有些呼吸不过来了 狠下心来咬了男人一口 吃痛的利眼形 稍微松了一些 楚清浅暂时得到了新鲜空气 可是这个小小的举动 却让此刻完全失去理智的男人 越发的亢奋不已 利眼形的身体 已经忍受到了极限 刚刚被咬的那一下 更是让他失控 他完全停不下来 眸色加深 他反减住楚清浅的双手 将他紧紧地压在了身下 他全身的肌肉 硬邦邦的 贴着楚清浅的身体 搁得他有些疼 利眼形 楚清浅目光注视着身上的男人 杀风景地问道 利眼形 我是谁 男人的眼眸里 全部都是情欲 低声回答 浅浅 回答完 他再次当当地举动 随着身上衣服的滑落 楚清浅白皙的肩膀裸露在外 男人的呼吸越发的灼热 西数都喷洒在他的颈尖 白皙的脖子 肩膀被留下了一个个小草莓 浅浅 我爱你 听到耳边被换着的名字 楚清浅心底软如水 眼睛里练咽着光 男人说完 继续埋头在他的肩膀处 这一晚 楚清浅整个人 犹如漂浮在海上的船只一般 任游厉眼形带着他 结束后 楚清浅已经累得抬不起手 浅浅 嗯 浅浅 楚清浅闭着眼睛 昏昏欲睡并没有回应 我爱你 谢谢你 楚清浅迷迷糊糊地嗡了一声 昏睡过去了 男人撑着头 躺在旁边 一双好看的毛子里 哪里还有刚刚的亦乱情迷 完全是燕足 谢谢你 宝贝 手轻轻地拨弄 他脸上的头发 楚清浅完全不知道 时间俨然已经两点多 立眼形又在女生的红唇上亲吻了一下 这才搂着人去睡了 床上的楚清浅醒来时 外面天已经大亮了 可是包厢的窗帘被拉紧了 他完全不知道时间 动了动身体 腰疼得厉害 不受控制地择了一声 他翻身想要起床 可是动一下才发现身上有只手 顺着手往上看 入目所及是一张毫无死角的俊颜 男人还在睡着 闭着的眼瞼下 是又浓又长的睫毛 闭着眼睛的他 看起来更加的温柔 楚清浅伸出手指 触碰着男人的眼睫毛 一下一下地 直接玩上瘾了 玩了好一会儿后 他怕把人吵醒了 正要把手收回来 突然就被人握住了 男人睡醒了 一双桃花眼温柔地注视着他 好听的嗓音带着点刚睡醒的哑 浅浅 嗯 丽眼形刮了刮他的鼻子 轻身粘着他 抱紧他 脸直接埋在他的颈窝里 像一只小狗狗一样的浅浅 你从昨天到今天 念了我的名字很多次 浅浅 我爱你 你可否和我共度余生 一大早的他就整了这么一出 楚清浅倒是没有太意外 如果我说否呢 丽眼形心头一梗 突然有点受挫 那我就一直追 直到你愿意 那如果遇到了其他人呢 沉默 沉默了半赏 丽眼形艰难的开口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愿意成全 第217章 不公不恋情 本就是故意逗他的 可看到他受伤的反应 楚清浅感觉自己的心 仿佛是蜜蜂遮了一下 一种强烈的酸涩感涌了进来 怪难受的 我答应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楚清浅眼尾微微扬 故意说了一句 真是可惜啊 我听到了 你刚刚答应我了 丽眼形的眼里带着光 心瞬间软得一塌糊涂 浅 千千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男人的语气温柔得快要淌出水来 几乎是红小海洋的姿态 我说 好 楚清浅扭头看了过去 他的目光也跟着看了过来 瞳孔里倒影着楚清浅的样子 红唇 黑发 此刻的他肩膀露在外面 又唇又郁的 丽眼形感觉自己又生出了某种欲望 细细打量着他 修长白皙的天鹅颈 他浅浅的眯了一下眼 喉咙动了好几下 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忍不住凑进去一清方泽 轻了轻 他又抬手揉着他的长发 声音都不由地放轻了几分 起床嘛 好 两人一起起身 身上的被子从身上滑落 楚清浅才意识到自己不着寸吕 赶紧躺进了被窝里 对于男女之间的那些事 他并不抵触 也并不会觉得太过于害羞 只是丽眼形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大男人 他担心自己真要是完全放开 最先受不住的会是他 到时候遭罪的也会是他 扑痴 丽眼形浅浅的眯了一下眼 喉咙间发出一声笑 丽先生 别让我为刚刚的决定后悔 他故作威胁的模样 落在丽眼形眼睛里是可爱的 明知道他是假装的 可他还是怕他真的反悔 嘴角带着的笑下一秒就消失了 我让人送衣服过来 捡起地上的衬衫套上 丽眼形静止去了卫生间 望着关上的卫生间方向 楚清浅也笑了笑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竟然已经快到十一点 他睡到了这个时辰 死 低头瞄了眼地上的衣服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件他很喜欢的衣服 已经变成了一块破布躺在地上 那布料的质量过硬 也不知道他昨天哪来的牛镜 扯开了半个小时左右 新的衣服送了过来 两人简单洗了的澡 换了身衣服 这才出了包厢 浅浅 我送你回去 确认了关系 丽眼形越发地大胆起来 一出包厢 直接牵着楚清浅的手 大掌包裹着小手 笑意想在他的耳边 又低又有磁性 带着低哄的意味 不用 楚清浅却并没有完全掉入美男记里 心里快速地合计了下 摇了摇头 会所停车场 如今 我们虽然是情侣关系 可是先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 丽眼形说着 挑了下眉 很是意外 现在还不是时候 楚清浅用懒懒的伸了的懒腰 时候到了就可以 我带不出去 丽眼形听到这 吐得委屈巴巴地问了一句 迎上他的视线 楚清浅一点也没觉得 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合适 他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藏着掖着 你我恋情公布 虽然对于楚氏 和我而言有利无害 毕竟能够抱上力士的大腿 众人都弄命以求 只是 你身上的毒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如今公布 始终是个隐患 恋情一公布 躲在暗处的人 兴许闻了味道 会对他动手 到那时候 他极有可能会成为对方攻击 丽眼形的手段之一 况且 丽眼形的身份 对于家人而言 也有可能会是个威胁 好 都听你的 丽眼形只是委屈了一下子 随后轻轻笑了下 带出一阵阵的低咳 只要你愿意承认我 楚清浅拽了拽他的手指 做安抚 他怎么感觉自己 这个男朋友 有点绿茶的意思呢 路上小心 到了和我说一声 车外 丽眼形仍旧扯着楚清浅的手指 楚清浅 角色互换了的感觉怎么回事 唉 坐在车里 看着楚清浅的车身消失 丽眼形心里生出一丝惆怅 这才分开几秒钟 他竟然有点开始想念了 笑了笑自己 他出现在公司楼下大厅的一刻 大厅里正热闹地议论着 等会儿中午吃什么的 一帮人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早 早 破天荒 被总裁打了声招呼的员工等人走了 还站在原地发了 我没看错吧 那个是丽总 丽总竟然这个点才来公司 你们没注意到丽总脸上的划痕吗 有人偷偷嘀咕了一句 只是他的声音太小了 没什么人听见 丽 丽总 助理办公处 腾丰一抬头就注意到 朝着自己迎面走来的男人 刚准备起身打招呼 结果注意力 先是被丽眼形身上的衣服给吸引了 只因为 丽眼形今天穿的是一套比较休闲的套装 不是他一贯的西装西裤 颜色也不是稳重的黑色和蓝色 而是浅粉色 好看的同时 却也太过于吓人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C家新出的一套情侣装 女生的那款是裙装 下午的行程单拿过来 不给腾丰发呆的机会 丽眼形大步迈进了办公室 是 半个小时后 汇报完丽眼形形成的腾风 从办公室出来 人都是飘着的 腾助理 你这是中邪了 我要冷静冷静 同事们都歪头看了好几下 见他不回答 也只能忙自己的去了 果然 男人谈了恋爱 就是不一样 不过与此同时 他也送上由衷的祝福 会议室里 丽眼形并没有拿起手头工作处理 一反常态地包起了电话粥 浅浅 我到公司了 刚到酒庄停好车 楚清浅就收到了某人的来电 知道了 某人一听这三个字 男人的嘴角又压了下去 好好工作 小心被我赶超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吃鼠小姐的软饭了 刚推门走进来的腾风 好巧不巧地听到了后面那一句话 他突然有点担心自己的未来生涯了 第218章 药物研发合作 站在门口又等了好几秒 丽眼形才结束和对面的通话 进来 他分明说着很平常的话 语气也和平时相差不大 然而腾风却听得头皮发麻 可能是看到了 他刚刚那春风细雨一样温柔的一面 一时间切换得太快 腾风有点没反应过来 总裁 我不是故意打扰的 腾风一边进来 一边解释 很有求生欲 就差把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的写在脑门上了 总裁最讨厌自己打电话时 有人打断 腾风已经做好迎接男人凌厉眼神的准备 结果 丽眼形却平静地说道 什么事 居然语气这么温和 一点不生气 可腾风还是绷着一根弦 毕竟他撞破了某些大秘密 还是有点心有余悸 哑巴了 腾风回过神来 拿出一文件递给丽眼形 这是刚刚官方部门发来的邮件 是一个药物合作项目 您过目一下 官方部门 丽眼形接过文件过去 仔细翻阅起来 合作项目并没有任何问题 倡议人也是A市市长官局 总裁 可否需要 我去调查一番 腾风跟在丽眼形身边多年 做事也习惯了先查清楚 不用 官方文件 没有披露 药物合作项目 针对的范畴 是有关自闭症儿童 对方投入很有诚意 能够和官方合作 对于丽氏的发展而言 也有弊意 更何况 多多也是个典型例子 现如今 自闭症孩童越来越多 普通人家想要医治 没渠道 没钱 难如登天 倘若不是多多足够的幸运 能够碰到浅浅 只怕这辈子也 回复对方 丽氏决定合作 既然遇上了这个契机 当然不能就这么错过 不需要再去调查一番吗 官方文件不会有问题 至于官局 为何会对丽氏提出邀请 丽眼形并没有多怀疑 如今的丽氏集团 在A氏的地位和规模首屈一指 和丽氏集团合作 丽好效应非同一般 官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丽眼形并不意外 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是 我这就去回复 临出办公室 腾峰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开口八卦了一嘴 总裁 我有一事不知可不可以问 丽眼形眸光顿了顿 轻笑地看了腾峰一眼 他这是真当自己看不出来 他在想什么 也可以 丽眼形说道 总裁 您是不是和楚小姐谈恋爱了 丽眼形没意外 他会问得这么直接 笑道 是 腾峰点了点头 出去了 看来 他得想想 给楚清浅换个称呼了 丽总能够遇到一个 让他如此动心思的人不容易 如果楚清浅能够一直陪在丽总身边 也是最好不过了 当天 丽眼形便去找了丽婉宁 并且将自闭症研究项目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这是好事啊 还是官方点名合作 如果能够成功 多多这样的孩子 也有救了 丽婉宁全力支持 甚至还贡献了一部分投资 如果项目能够成功 带来的效果 也是巨大的 收到力士集团回复的官局 并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 傍晚下班回到家 他刚一进门 一个身影就快速跑了过来 老爸 我给你提包 衣服给我吧 血也在这 平日里古灵精怪的女儿 今天这举动 热情的实在是过分 官局也并没有拒绝女儿 难得一次的主动 老爸 喝水 我亲自给你泡的蜂蜜水 接过水杯喝了一大半 官局才坐在沙发上 官校坐在他旁边眨巴着眼睛 静静地看着他 笑笑 你今天很懂事啊 以后继续 官局故意装作 没看懂女儿的表情 摸了摸她的头发 做事准备上楼 老爸 眼看着人已经迈上了台阶 官校立马开口叫住 老爸 那个项目合作的是怎么样了 终于舍得问出口了 官局重新回到位置上坐下 说说吧 你对那立眼形真的就认定了 心思被拆穿 官校的面色有些不自然 不过他没有反对 也没有说话 官局又微笑说道 你平时都不关注我的工作 这次却热情得很 三番五次的上午青山 又不顾自己脚上的伤 还拿出自己心爱的珍藏 去做爱心捐赠 笑笑 你觉得你老爸 我真的是傻子吗 这下 官校的面色更不自然了 老爸 你早就看出来了 是你太明显了 只怕不只是我看出来了 旁人也看出来了 既然老爸都猜出来了 我也就不隐瞒了 不错 我是喜欢立眼形 很喜欢 他这么直言不会地回答 让准备好好质问一番的官局 瞬间哑口无言 你知不知道 立眼形和楚家那位小姐的关系很亲密 这段时间 他知道女儿的心思以后 特意让人去调查了立眼形的交际往来 得知他和楚清潜关系走得很近 实在是有些担心 官家虽然宠女儿 可是也绝对不允许笑笑 做出破坏别人感情的事情 老爸 他们没有关系 官校突然站了起来 神情激动 老爸 我了解过了 他们两个人 不过就是合作方的关系 根本没有任何亲女关系 有一点 他没说 即便立眼形和楚清潜 还没有亲女关系 可估计也快了 可心里清楚这一点 可他还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 他的情绪被立眼形牵动着 他无法忘记 出现他时的画面 只要楚清潜和立眼形 没有正式确认关系 他就不是第三者 官局看他的反应 叹了口气 自己女儿的性情 他最清楚不过了 既然他都主动让自己出面 去和立眼形谈合作 肯定是认定了的 老爸 你告诉我 那合作怎么样了 立眼形答应了吗 见他着急忙慌的 官局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心里难免有些酸溜溜的 女儿长大了 也开始有喜欢的人了 他这个做父亲的 反而还需要亲自牵线搭桥 谁懂啊 好办上 他才深深地叹口气 第219章 项目对接人 官局看着自家女儿 那春心懵动的模样 心里也明白得很 笑笑是真对立眼形上了心啊 他作为父亲的 还能说什么 合作已经谈成了 立室那边只需要派人过去签字就好 后续实验室也会安排起来 那全部都交给我吧 我来接手 官校迫不及待的模样 让官局又叹了口气 心里酸溜溜的 线下也什么都没说了 可是身为父亲该提醒的 还担心的还是得要 可是那立眼形身体不好 据说他经常生病 看着就是个病秧子 身体不好 有医生在 官校回想起 见到立眼形的那几面 安抚他父亲 老爸 我见过立眼形 他虽然看上去病痒痒的 可是他能够把我抱起来 如果那天不是因为他 我的脚可能都要废了 官局 算了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你这丫头不撞了南墙 也是不会回头的 立眼形的能力 他很佩服 立家的家庭成员 他也让人去调查过了 如果笑笑和立眼形 真能走到一块的话 对他而言也是件好事 立家的家庭 立眼形的能力 都是出色的 完全配得上他的女儿 笑笑到时候 也不用担心什么婆媳矛盾 不得不说 官局想得够远的 对自己女儿 也过于自信了点 自闭症药物研究项目确认后 立眼形当天便联系了 楚清前 晚上八点多 楚清前刚洗完澡 头发还没擦干 发烧滴着水 水珠顺着他的脖梗 往下滑进睡衣里 莫名地带着浴 拿着毛巾随手擦了一下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出来 当准备喝 就听到手机铃声 凝水瓶的动作顿了顿 漫不经心地 拿起震动的手机 一烧挑起 视频那边 是一张祸水般惹眼的脸 正是立眼形 把手机倚靠在置物架上 一边开口 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 立总这打电话的频率 有点频繁了吧 光今天一天 从早上到现在 他就打了三通电话 一通视频 要知道 平日里他 可是最讨厌被打扰的 倩倩 我想你了 立眼形丝毫不遮掩 心中的想法 直白的热情 立总 我们晚上才刚从一张床上醒来 嗨 原以为自己就已经够直接的 楚清浅比他还要直白 看着手机 那头的女生的举动 立眼形轻笑了一下 在沙发坐下 官局那边提出了一个 关于自闭症 儿童药物研究的项目 我同意了 官局 没等立眼形那边回答 楚清浅自己已经回答了 官校的父亲 是 项目既然没问题 就好好进行下去吧 需要我提供帮助吗 楚清浅并没有公私不分 而是就事论事 不用 你好好忙自己的 多多的自闭症 虽然是楚清浅治好的 可是立眼形并没有自私的 让他提供帮助 全天下那么多的自闭症儿童 他帮不过来 即便楚清浅愿意出手 他也不想让他牵扯进来 立总真是心疼我 立眼形听到对面女生 懒洋洋的声音 摆明了 有点故意勾他的意味 立眼形 喉咙好痒 是怎么一回事 我感受到了 楚清浅说完 成功看到对面的男人 表情变化了好多下 顿时间 他的心情也愉悦的不行 嘴角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 眼睛也跟得逞的小狐狸一样 瞇了起来 怪诱惑人的 难得看到他这么恶作剧的一面 立眼形心头的愉悦 慢慢变得浓郁 拿起桌子上的水猛地喝了一大口 男人声线低沉道 楚清浅挑了挑眉 半眯着眸子 目光很是犀利 非也 调侃的话说完 他刚准备继续和他聊聊 关于自闭症儿童药物研究 这一块的想法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看了一眼 是微信文字 是阿兰发过来的消息 他的思绪 一下子被信息打断了 注意力也被吸引过去 楚小姐 手机那头 立眼形看到他 疏然冷下来的表情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了 薄唇微扬 低声关心问道 怎么了 楚清浅的目光 从微信上移开 笑了笑 重新抿了抿红唇说道 没事 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浅浅 如今我们已经是情侣 有什么千万要和我说 真没事 立眼形看着女生的眼神澄澈 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 女生打了个哈欠 他才哑着嗓音说道 困了赶紧去睡 不过记得一定要把头发吹干了 楚清浅懒洋洋的应了一声 垂下眼睫点头答应 他乖巧的模样 让立眼形喉咙又有点痒了 嗓音温和 晚安浅浅 做个好梦 晚安 挂断电话 楚清浅点开刚刚那条微信 查看内容 阿兰那边告知他 之前那个小混混的精神损失费 已经到了他的账户上 宁宁也重新上学了 寺庙经过整顿 香火更旺盛了 不仅如此 之前那个破财漏雨的家 也修缮过了 很长的一段文字 其中还有不少的错别字 可是看的人却心暖暖 家常李短样的虚道非凡 不会让人觉得烦 反而还挺温暖人心 和阿兰那边回了个消息 收起手机 喝完半瓶水 走到落地窗边 看着屋外的景色 他的心也跟着平静了不少 第二日 官校主动接手了 自闭症儿童研究项目 他作为项目负责人 直接开车去了力士集团 路过花店时 看到门口的花瓶 他下车试了一捧郁金香 代表着有意的花朵 立眼形 那天在会所包厢里 他虽然带着胆 子下了药 出发点是为了立眼形好 可是事后又想了想 还是决定不放心 所以特意等了几天才找过来 想要和立眼形认个错 顺便还有个私心 他想要知道那天的后续 毕竟他作为好友 实在是担心 没见过官校 沈飞摸着下巴想了想 脑海里完全没有这张脸 拉过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 小声地问道 这人认识 被拉住的员工 看了眼正和前台交流的官校一眼 摇头 没见过 没见过 不会是立眼形的烂桃花 找上门来了吧 沈飞心中警铃大作 前台那边 官校完全不知道 有人在打量自己 甚至还误会了他的身份 可以上去了吗 任凭前台打量自己 官校大大方方的 前台打量的目光 再次落在官校的身上 摇了摇头 抱歉 还没有回应 您继续稍等一会儿 职业素养 让前台小姐姐 没有用太过嫌弃的眼神看对方 但她看官校的眼神 不太友好就是了 一分钟后 总裁办那边回了电话过来 好了 您跟我来 多谢 上到最高层 官校仍然温温柔柔 十分的有礼貌 官小姐 总裁在会议室里等你 腾风及时出现 把人带进了会议室 立眼 脸上挂着笑走进会议室里 原以为会只有立眼形一个人 结果里面竟然还有一两个员工 立总 官小姐 坐吧 会议室里的人看了过来 自然注意到了官校抱着的花 几人的眼神立马变了 合作愉快 半小时后 几人站起身 立眼形向征信地握了握官校的手 官校跟在他身后 进了总裁办公室 他并没有先说话 而是把手中捧着的花递给立眼形 立总 这花是为感谢你之前的出手 不必了 当时就你也只是顺手 今后我们也是合作方 不必如此客气 手里的花抱了这么久都没送出去 官校却一点也不见生气 反而笑着道 不管如何 这声谢谢都要说的 立眼形的表情还是很平淡 官校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主动提及项目合作 对于这次的合作项目 我们都很重视 所以后续 我会亲自跟进了解 不如留个联系方式 可以 立眼形没意见 官校也没有多做打扰 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官校离开不久 沈飞也上来了 立氏集团的人 早已经认识他了 沈飞畅通无阻 直接进了立眼形的办公室 推开门 坐在办公椅上的男人 第一时间看了过来 沈飞慢慢挪着步子 走进里面 立眼形继续翻看手里的文件 整个人坐在那也不说话 只是用他那深邃无波的眼眸 看了过来 有事 看面部表情 完全看不出他的情绪 沈飞心里可忐忑了 办公室里 只有纸张翻页 和敲击键盘的声音 无形的压力袭来 沈飞只能硬着头皮 主动开口 那天的事情 我确实先考虑 只不过 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 立眼形总算是又搭理他了 视线落在沈飞身上 够狠的呀 那么大的伎俩 嘿嘿 我那天太紧张 所以手抖了一下 直接把半包都倒进去了 立眼形停下手里的活 直接说道 晚上 拳击场见 沈飞猛地抬起头 不是吧 阿行 别啊 想再求饶一下的 可是对上立眼形那双无步的双眸 沈飞的话 就再也说不下去 他心情很复杂 搭拉着头 提不起进来 拳击场 他完了呀 立眼形却并未管他是什么心情 只表达自己的意思 今天好好准备一下 八点见 别啊 立眼形看他一眼 没再说话 沈飞抱头哀嚎着 完全忘记了温那天 在包厢的后续发展 当天晚上八点 沈飞被打趴在地上好几回 全身瘫在地上 怎么都起不来 阿行 你够狠的 多谢夸奖 你还需要多锻炼锻炼 一边从拳击台上下来 立眼形一边不忘记提醒 这件事别让楚小姐知道 否则下一次我会更狠 我知道 你有楚小姐的联系方式 天哪 来个人救救他吧 怎么就没人心疼他 他被揍了也就算了 竟然这家伙还来威胁他 没天理了 沈飞望着天花板 欲哭无泪 当天两人打拳的事情 还真就没有传到楚清潜的耳朵里 等他知道这件事以后 还是很久很久以后 那个时候 沈飞还因此遭遇了立眼形 和楚清潜两人默契的联合暴击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项目已经提上日程 实验室也逐渐建成 楚清潜虽没有亲自去现场 却也提供了不少的意见 从实验室的大致规模 到设备的选择 他提供了太多宝贵的意见 项目组的成员都已经筛选好了 不少人还是楚清潜亲自介绍的 高尖端人才 这是目前的计划 你看看 哪些还需要完善 踩点下班 直接来到博纯酒庄 立眼形把项目计划 摊在楚清潜面前 这里 还需要多注意 楚清潜快速翻开着计划表 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两颗头凑在一块交流着 亲密的自然 寻白白端着咖啡走过来 就看到了这样虐狗的一幕 好半天 那两颗头才分开来 寻白白手里的咖啡都快喝完了 明明是甜得卡布基诺 喝进嘴里 却酸酸的 师父 立总 晚饭准备好了 走吧 博纯酒庄的餐厅里 寻白白坐在一旁 戳着碗里的饭菜 一抬头就看到他家师父 给立眼形夹菜的一幕 恨不得自戳双眼 两人一个给对方夹菜 一个添汤 做得自然 寻白白砍得心塞 好在楚清潜也没有完全忽略他 也给他夹了一筷子的菜 这才换来寻白白的笑脸 第221章 好感度上升 一周后 实验室正式开启 一切逐渐步入正轨 对于第三次出现在 立士集团的官校 前台工作人员都已经习惯了 工作人员直接过来 把他带上了12楼 也是如今实验室所在的楼层 关小姐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了 负责带领官校的工作人员 热情地在一旁 介绍整个实验室的布局 整个实验室 一共被分成两大块区域 一块是研究区域 主要的是技术开发 另外一个是管理区域 主要负责处理文件之类的 两大块区域清晰明了 这边是我们的研究人员 实验室的一帮人 只是看了官校的方向一眼 并没有太过于分心参观 玩整个实验室 官校并没有继续让人陪着自己 而是先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 身后跟着几个提着一堆东西的人 整个实验室的人都看了过来 抱歉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实验室的主负责人走了过来 麻烦您让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我准备了一些吃的 官校身后的人都进来了 手里那些袋子里的东西 都被摆放出来了 休息室那边的桌上 摆满了各种精致的小蛋糕 还有奶茶 主负责人看着这满桌子 令人食指大动的糕点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云 今天是第一天 大家都熟络熟络 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感叹于他的贴心 主负责人笑着说道 多谢官小姐了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官校本就擅长社交 进退有度 很快 他就和实验室的一帮人 拉近了关系 接下来的两天里 官校频繁地出现在力士集团 出现在实验室里 每次都是带着一大堆的好吃的 用的贴心得很 可是接连两天 他都不曾碰到利眼行 即便是在一栋大厦里 在上下楼层里 他都没有见到 自己惺惺念念的人 直到第三天 他看到了 利眼 官校拿眼兴奋 快步跑了过去 快到嘴边的称呼 再触碰到男人 没什么温度的视线 立马变了 利总 利眼行冲着来人 微微点头道 官小姐 利总这几日可是很忙 官校话语理淡淡的试探 换来男人的抬眸 自己的心思仿佛被看穿了 他脸上的表情 有些极不自然 紧张地抿了抿嘴角 这几日我过来实验室 没有看到利总 所以多问了一句 毕竟这个项目很重要 官小姐放心 项目进度我一直都有在盯着 不会出差错 利眼行表情淡淡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关心利总 官校养着头 隐隐带水的眼眸望着男人 温温柔柔地轻声解释道 男帅女美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简直就是金童玉女的两个人 我听说 官小姐很是看重这个项目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利总 听到身边人的议论 官校心下无比的窃喜抬起头来 温柔地和周围的员工打招呼 一路上 众人的议论声 悉数都传到了官校的耳朵里 她满心欢喜 脸颊泛着微微的红色 总裁夫人来了 刚走到实验室里 不知道谁带头起哄了一下 立马就有其他人也接着叫 总裁夫人走 夫人走 官校面颊飞红 口是心非的道 大家别开玩笑了 吃了早餐去工作吧 心头却开心得不行 果然 这几天的功夫和付出没有白费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把她带入立眼型的夫人身份 只要她坚持 攻破立眼型这座冰山 也是指日可待的 一想到未来 她那双眸子里的野心 熊熊燃烧着 然而 她的幻想却没持续到一星期就破灭了 只因为这天 楚清潜到了立氏集团的实验室 总裁夫人走 一大早到了立氏 刚进入实验室这一层 一声清脆的总裁夫人 引得她抬头 她那双漂亮的瞳孔中 出现了诧异的神色 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 好几个女生 围着另外一个女生 热情地打招呼 中间那个女生的侧脸 她总有种熟悉感 大家别这么称呼我了 关小姐 您和我们家总裁真的很般配 而且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 几乎没看到过 总裁身边有什么女生 您还是第一个 那边说话的女生 似乎是生怕自己说的声音 太小听不到 还特意拔高了音量 楚清潜聊起好看的眼尾 难得在心里骂了声脏话 第一个 感情在这帮人眼里 她楚清潜是死的 她那双漂亮的眼睛 顿时造得不行 掏出手机 白皙的手指按开手机 录了音 录完这段音 她刚准备把手机收起来 正好某人给她发了消息过来 今天她来立市 立眼行一大早就知道 从她出门到现在 发了好几个消息 问她到哪了 刚到实验室 正在看戏呢 回复完这条消息 楚清潜插着手 站在一旁 听着前面几个女生的聊天 大家就别调侃我了 如果有好消息了 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关小姐脸皮太薄了 这就害羞了 那到时候 会在公司发喜糖吗 一定的 关小语气轻快 仿佛真的马上 要成为某人的新娘了 楚小姐 你怎么也在这里 正在讨论的几个女生 听到身后人的话 立马转过头来 关小的目光 在楚清潜的身上 顿了几秒 赶紧走过来 楚小姐 好久不见 嗯 楚清潜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 刚刚还吹捧关小的 两个女员工也看到了楚清潜 刚刚有多热情 这会儿就有多丢脸 第222章 自斩桃花 楚 楚小姐 吹捧关小的女生里 有个之前也热情地吹捧过楚清潜 这会儿跟她目光对撞上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把自己就地掩埋楚小姐 你来公司是找立眼行的吗 楚清潜一双黑铜 漂亮的不行 不然 回答的语气很冷 不是那种客套疏离的冷漠 而是纯粹的不想搭理别人 冷漠中又裹挟着暴躁 压迫感十足 关小看到她这样 眼眶有些泛红 仿佛受到莫大的委屈一样 旁边工为她的几个女生 健壮也有些心疼起来 可是当着楚清潜的面 又什么都不敢说 什么都不敢做 只是在心底里 对于楚清潜多了点埋怨 楚清潜要是知道 他们内心所想 估计也不会在意 只是 关小的反应属实 是有些让她看到了楚清潜二号 楚清潜每次遇到点事情 就这样 楚小姐 我可是有得罪过你吗 没有 只是我更喜欢红茶 楚清潜说完这句话 也不管对方会是什么反应 毛子落在手机上 关小站在原地 还没明白过来对方的意思 身后传来一声呼唤 楚小姐 伴随着这声呼唤而来的 还有脚步声 实验室的人寻声望去 立眼形脚步飞快地走了过来 男人唇角微微扬起 还引着几分笑容 眸光温润平静 关小眼睛放光地看着来人 脚下迈出脚步 恨不得立马跑过去 把人抱住 当然 那只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然而 实验室的那几个女生 见了立眼形这样 却久久回不过神 有那么一瞬间 那几个女生 竟然下意识后退 想要躲起来 然而 走过来的人 根本没有看向他们 他目光仍旧黏在男人的身上 却渐渐发现 立眼形好像正看着他旁边的女生 那一双眼眸中 仿佛只有楚清潜一个人 扭头又看向了旁边的楚清潜 却发现 楚清潜竟然也正浅笑着 看向立眼形 两人目光交汇之时 官校竟然感觉自己只是空气 那两人的视线里 仿佛他们旁边这些人都不存在 两强的气场 契合得让他极度不舒服 官校的眸光 愈发阴沉沉的 难不成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不应该啊 还是说 立眼形已经告白了 楚清潜还在考虑当中 不不不 不可能 怎么会 那可是立眼形 立世的当权人 立眼形那么强势冷傲的一个人 如果要选对象的话 更应该选择一个温柔居家型的女生才对啊 男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立眼 立总 官校迟疑着 先发出了声音 话刚说完 立眼形和楚清潜的目光都默契地看了过来 不仅如此 他还注意到 立眼形脸上的笑意 收敛得干干净净 表情淡定得不像话 官小姐 立眼形 宠他微微点头回应 说完 他又在转头 看向楚清潜 不同于和他说话时的冷冽 他此刻的嗓音 多了温柔和宠溺楚小姐 许是立眼形的表情变化太过于明显 实验室的人都很震惊 每个女生好伴上都没有出声 愣在当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好半天才看着官校问道 总裁夫人不是官小姐你吗 立眼形原本谋中带笑 结果一听到这称呼 立马看向开口的员工 你再说一遍 女员工面色一僵 没敢去看立眼形三个人的表情 这是什么修罗场 立总 我不该多嘴 腾风 总裁 去警告所有人 若再让我听到造谣的话 后果自负 是 立总 当天 立氏集团所有员工 实验室所有研究人员 管理人员都受到了同一个警告 不传谣不造谣 否则一律被踢出立氏集团 不少人提着一颗 心恨不得以头撞地 立氏大厦所有员工 一整天都绷着一根弦 生怕又因为 想了一张嘴巴而丢了好的工作 立总 抱歉 我给您添麻烦了 我解释过 可是还是让你为难了 官校低着头 直接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这一行为无形当中 在实验室所有人面前 刷了一波好感 无妨 你一个女生 确实也不好解释 这件事应该是我给你道歉的 抱歉 公司员工和实验室这边的人 我会管好 官小姐如果忙的话 也不必要每天都特意跑一趟 立眼型的一番话说得诚恳 官校的面子 一定程度上算是找回来了 多谢立总体谅 官校捏着手心 看向官校的反应 楚清前眼睛眨了一下 心倒不愧是官家培养出来的女儿 这反应能力也过硬 确实有些本事 走吧楚小姐 我带你去实验室转转 正好你也看看 自己介绍的几个人的工作能力 有劳了 两人的沟通方式和交流方式 丝毫没什么太过于亲密的痕迹 跟在后面的腾风 突然觉得困惑极了 不是说 楚小姐已经被追到手了吗 为何这两人还相近如兵的 难不成那天他听错了 不应该啊 一边回忆立总那天说的话 腾风总觉得有哪里怪怪的 这边就是我们主要研究人员 各个能力都过瘾 官校站在原地 看着立眼型 亲自带着楚清前介绍 手上刚做的美甲 险些被他捏断 目光落在两人的背影上时 他心底的怒意险些压不下去了 他每天准时准点地过来 比上学上班还准时 却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待遇 可是楚清前第一次来 竟然就被如此小心翼翼地对待 他不甘心 看了一圈 从实验室里出来 楚清前的情绪 却肉眼可见地淡了下来 楚小姐 嗯 可是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确实有 不过 我得再观察观察 楚清前拖着下巴 考虑着什么 看着从容淡定的楚清前 官校的眸色却微深 楚清前怎么可能会懂 这么深奥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和酒庄负责人吗 为什么却什么都会的感觉 官校心里劝慰自己 楚清前在故作思考 他不允许楚清前 再插手到他和丽眼行 两人的项目里来 第223章 计量有问题 我在这陪着你 丽眼行低头看着他 深邃的眼眸 专注又勾人 不用了 你忙你的去吧 他刚刚看了好几回手机 应该是腾风在找 丽总 您先去忙吧 我陪着楚小姐就是 毕竟我也是这个项目的对接人之一 对实验室的情况 多少也了解一些 官校拾得好心情 嘴角扬起了笑容 贴心坏了 楚清前听出了对方话里 蕴含的深意 漫不经心地开口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自己随便看看就好 好 有事打我电话 实验室门口 官校端起了主人的架势 主动给楚清前介绍实验室 楚小姐 你对药物研究这一块 也有所了解吗 官校的试探 楚清前并未放在心上 他懒洋洋地开口道 没有 看着油盐不尽的楚清前 官校谋色微深 偏偏他又不能发脾气 楚清前怎么说也就过自己 虽然他是自己的隐形情敌 可这份恩他不可能忘记 可却有人替他打抱不平 实验室有人眼底一片嘲讽 切 不过就是我们立总的合作商而已 装模作样的 他声音不大 就连他旁边的同事也没听到 然而楚清前却听在了耳朵里 他听觉本就敏锐 楚清前但谋朝那边看去 还来不及收回视线的那名员工一惊 差点没把自己舌头给咬了 表情出现了裂缝 他们现在正在里面进行药物研究 官校带着楚清 潜进了研究药物那边 两人隔着玻璃房看着 在楚清前和官校前面 实验操作那里的情况一览无余 穿着白大褂和无军服的研究人员面前 放着一系列的实验设备 其中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里 装着淡蓝色的液体 实验人员手里还拿着一个瓶子 瓶子里装着绿色的液体 视线注视下 绿色液体被倒进了淡蓝色液体里 两者混合在一块 竟然没有出现意料之中的反应 液体也没有变成想象中的青色 这怎么回事 实验人员很明显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怀疑自己眼花了 玻璃门外面的楚清前 看了下实验台上的数据显示 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怎么会是这样 实验台前的两个实验员 不大确定的又到了一点进去 结婚还是没什么变化 不应该啊 两个实验员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 口中嘀嘀咕咕的楚清前越过关校 想要上前一步去看仔细一点 楚小姐 关校压根不知道楚清前要做什么 只能赶紧叫住他 实验室的人虽然脾气还不错 可是一旦涉及到实验的这一环节 立马就和变了个人一样的 你们做什么的 两个实验人员立马回头 挡在楚清前面前 药剂比有问题 楚清前把手揣进一兜 漫不经心地道 什么 那两人一个个眉头皱起来 一脸不愿 麻烦让一让 楚清前迈进了一些 两位研究人员的表情 更是表情名重起来 实验台这边 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 尤其眼前的这个人 还是个女生 楚清前刚刚那句话的这个意思 就是变相在说 他们不专业 两位实验人员的脸上 立马挂不住了 阴沉着脸 咬着唇说 你一个门外汉 有什么资格评判我们的操作 赶紧出去 别来打扰我们的实验 否则别逼我们把你们轰出去 门在那边 赶紧走 说完这话 两人转头又看向了关孝 换了种语气和态度 关小姐 麻烦您先出去一下 我们做实验 需要安静 前后变脸的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了 关孝心里美得不行 可是表面还要装出一副 很为难的样子 转头一脸愧疚地看着楚清前 楚小姐 我们先出去等吧 楚清前脸上没什么表情 挑起眉梢 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好 实验室门口 关孝一脸主人家姿态 抱歉啊楚小姐 大壮和小壮两个人 就是这样的脾气 没有故意冲你发脾气的意思 他们沉浸在实验室里 就容易上头 绝对没有对你有偏见 楚清前抬眸看向他 又黑又亮的同人里 脸着复杂的神色 无妨 原以为被那般对待了 楚清前就算是不大发脾气 就不错了 结果 他竟然就这个反应 未免太过于平静了吧 关孝半晌说不上话来 那我们一起去附近吃个午饭 正好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 不用了 楚清前毫不犹豫地拒绝 关孝脸色骤然沉下去 变得无比的难堪 我去公司食堂就行了 关孝想了半天 也只憋出来一句 好 那我一起吧 早就听说历史集团的待遇很好 午饭也是很不错 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正好就今天了 狗皮高样一样的 楚清前撇着眼角 有点后悔 自己刚刚上力眼形 离开了 公司食堂里 楚清前和关注度出现在食堂时 不少用餐的人都眼前一亮 整个食堂仿佛都亮堂了起来 公司里美女不少 可是像关孝和楚清前这样的 还是头一次见 平日里 关孝到历史 基本上就是直奔顶层总裁办公区 或者实验室 楚清前更是直奔总裁办公区 历史员工众多 没见过的也实属正常 大家都很是好奇这两人的身份 餐厅里滴滴的议论声 不少也不小 同一张饭桌上 楚清前对面的关孝 几乎都没有说过话 对于四周的目光和议论 她恍若未闻 安安静静地吃着饭 楚小姐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 那财富榜单我也看到了 真厉害 嗯 多谢夸奖 话题再次中断 关孝有些聊不下去了 我又好了 先走了 楚清前的语气神态 透着一股子的散漫镜 也不管关孝有什么反应 就往前走 关小姐慢用 从食堂出来的功夫 人越来越多 楚清前眼间的发现 不远处两个身影 正是大状和小状 旁边的应该是实验室其他人 外人一边说话 一边探讨着什么 第224章 实验成功 实验室内 楚清前站在门口看了眼 推开门进了实验区域 实验桌上摆放的数据还打开着 他快速地瞄了一眼 拿起笔在边上刷刷刷写下几笔 又将旁边药剂品里的试剂 全部都重新配笔 将所有的数据都记录在纸上 搞定 殊不知 玻璃房的拐角处 有个人一直躲在角落里 用手机拍摄着这一切 看着手机里的拍摄记录 关孝风中凌乱了 啪哒 不远处响起声音 关孝赶紧收起手机 转身离开 呼 跑出实验室 关孝还不忘记回头 看了眼实验室门口的方向 没看到人出来 他才拍着胸口喘气 关小姐 你怎么了 头顶上多出来两道视线 关孝抬起头来 大壮和小壮两个人 正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满脸的好奇 啊 没 没怎么 大壮和小壮两个大直男 又看了关孝一眼 叫他脸色还行 也就摸了摸后脑勺 没有礼物多问 大壮 小壮 等两人快要走到实验室门口 关孝突然开口 怎么了 两人回过头来 看了他一眼 关小姐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还得去做实验 我 关孝死死地捏着手心里的手机 画到了嘴边 又有点说不出口 关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卖关子 急性子的小壮 有些着急了 你们先冷静 我怕待会看了 你们有点接受不了 关孝说完 视线扫了一圈大壮和小壮 扬装为难 大壮 小壮 关小姐有话直说 我们心里承受能力 没有那么脆弱 你们看看这个兴许就能明白了 只是我希望 这件事不可以有第四个人知道 大壮和小壮 虽然一根筋 只知道研究 可是却也不是愣投青 什么也不懂 两人虽然不清楚 关孝接下来要透露什么 却也重重地 拍着自己的胸脯 关小姐放心 此事 我们绝对不会让其他人知道 您尽管说 有任何事情 我们兄弟俩担着 有了这话 关孝心下冷笑 手上却是犹犹豫豫地 逃出手机 双胞胎兄弟俩接过手机 快速看了起来 画面拍得十分的清楚 大壮和小壮 看见视频里 身影走进了玻璃房里 视频里清楚地记录了那张脸 楚清浅 看完他触碰事迹 触碰他们的方案计划书 两兄弟都呆若目击了 错愕地道 这 吃个饭的功夫 为什么就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这实验 他们都进行了两天了 好不容易有点进度 结果却 历史和官家虽然不差钱 可是时间担得太久了 整个历史也都会丢进脸面 楚清浅这在干什么呀 先去看看 实验室里 已经不见楚清浅的人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快去看看我们的数据和实验 数据表上被划掉了一部分 边上添了一行笔锋灵力的字 兄弟两对视了一样 第一时间给总裁办那边拨通了电话 十分钟后 实验室里 一帮人都站在一块 利眼形和楚清浅最后出现 楚清浅一进来 实验室的人 齐刷刷朝着他看去 楚清浅 你还有脸出现 你毁了我们的心血 大壮小木自尽烈 恨不得掐死人 楚清浅在这时挑起眉梢 整个人看着挺懒散的 说说 我如何毁了你们的心血 你进去实验室里 动过我们的数据和实验 兄弟两本以为楚清浅会否认 谁知道 对方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坦然 一双好看的眼睛 深邃不见底 裹挟着清烈 是我 大壮话说一半 剩下的话欲言又止 你们不妨 先按照我的数据 操作试试再开口 按照楚小姐说的作 利眼形护短的开口维护 大壮和小壮 利总 照做 楚清浅目光柔和的 看着维护她的男人 是 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 半个小时不到 出结果了 这 成功了 成功了 不同于大壮小壮的激动 其他人张了张嘴 可以塞得下一个鸡蛋 所以 多亏了楚小姐的帮忙 第一次实验 才能够这么快的成功 靠 那她也太厉害了吧 大壮小壮他们 没日没夜的实验 修改数据 两天了失败无数次 楚小姐才用几分钟 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这说出去 有点丢人啊 你还不赶紧闭嘴 男人被拉了一下 也赶紧低头 大壮小壮 却听得一清二楚 一种被打脸的刺痛感 涌上行头 脸上跟着热的慌 官校站在旁边 听着这帮人的议论 浑身的血脉 仿佛都在倒流 脸色惨白 她这是替楚清浅做了嫁衣 只不过这个结果眼上 没有去在意官校什么反应 大家更多的是 看向大壮和小壮 兄弟俩搭拉着脑袋 受挫十足 如果说刚开始 他们是被生气冲昏了头脑 那么在操作过楚清浅的步骤以后 他们是真的服气了 那配比数据完美的不像话 实验室里安静的诡异 呼吸声都淡的可怕 楚清浅倒是一点也没有不自在 她聊起眼尾的刹那间 正好看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脸 楚小姐 对不起 我们为我们之前的态度 跟你道歉 楚清浅看了过来 没反应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大壮小壮又弯下腰去 态度很是恭敬 足以看得出来 两人是真的惭愧 不用 我只是手痒痒而已 如果不是担心 他们一直卡在这里耽误时间 他估计也不一定会出手 道歉应该的 感谢也是应该的 兄弟俩一向拿得起放得下 虽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和一个女生道歉 确实有点拉不下来面子 但他们不在意 楚清浅脸上 没什么表情的挑起眉梢 漫不经心的回答 我接受了 好好做实验吧 楚清浅并没有要求他们什么回报 直接转身离开了 唉 大壮小壮不是矫情的人 默默地把这份人情 记在了心里头 等人离开了 他们兄弟两扭过头 看向造成误会的官校 显然没有之前那般的信任对方 第225章 暴露马甲 官校余光捕捉到兄弟俩的神色变化 一张脸疏然占红了 手也跟着紧紧地掐进手掌心 他竟然又翻车了 看来 楚清浅这个女人 是个比他想象当中 还要难以对付的硬茬 楚小姐也太厉害了吧 我刚刚被他摔到了 一个女人又会做生意 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 还有那么多的技能 这真的太杀我了 我彻底蛇伏了 实验室角落里站着的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各自都笑了却 什么也没说 他们没说 楚小姐的能力可不止是这些 不然 他们这帮高尖端的人才 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 走了 赶紧干活 大壮小壮 让我也看看楚小姐那个笔记 好奇死我了 一个男人一手搂着大壮 一手搂着小壮 迫不及待地把人拉走了 回到工作岗位上 徒留下官校一个人站在原地 半天缓不过劲来 顶层的总裁办公室里 丽眼行止骨分明地手握着杯子 给沙发上的女人倒了杯水 放在他前面 让你受委屈了 楚清浅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脸着深邃的毛子 语气很随意 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 丽眼行看着他不慎在意的表情 确认他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才给自己也倒了杯水坐在旁边 喝了一口 他像是忽然想起似的 不禁一间问了句对了 你之前给我介绍的那几个人 才表现都很不错 只不过 楚清浅见他停顿 薄唇一碰 只不过什么 他们似乎都是天网实验室的人吧 男人眼神里的试探 藏都不藏一下 很明显是有所猜测 楚清浅默默地砸把嘴 单大的摸了摸鼻梁 所以呢 所以 他们是怎么心甘情愿地 参与这么一个小项目中来的 天网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哪个不是心高气要有个性 外人想要挖走他们门都没有 一个个心诚的 仿佛要把这辈子 都献给天网实验室的架势 到了楚清浅这里 一弄就是三个 这实在是让他不得不多想 楚清浅眼尾烟红聊起 玩耳一笑 兴许他们 是被我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呢 确实有这个可能 丽眼形也顺诚地夸赞 不过 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他们听你的 只是因为你是天网实验室的幕后掌权人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遍 只有这个结果比较符合 楚清浅喝水的动作微顿 聊起眼皮 屈黑的毛子里难得的闪过一丝的心虚 丽总不愧是丽总 够聪明 浅浅 你还有什么秘密和身份 是我不知道的 他像个谜一样的 总是突然给人来一下 楚清浅挑眉 勾起嘴角笑了 丽总自己慢慢发现吧 则 丽眼形舔了舔牙齿 用手抬了下眉头 连起眉毛 唇中一出一声轻笑 不愧是他 这个回答让人无法反驳 是他的性格 丽眼形点到为止 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轻描淡写地 就把这话题接过去了 实验室第一阶段的安排 已经有了点起色 同处清浅商量过 丽眼形决定 将此项目命名为星星计划 当天 丽氏集团官博首页 更新了一条动态 文案如下 星星计划正式启动 文案底下 附着关于星星计划的正式介绍 丽氏集团本是财经圈关注的重点 之前 因为那财富榜的公布 不少梦女也顺势关注了 丽氏集团官方账号 星星计划 早在之前圈子里 就已经都知道的差不多了 只是那个时候 还只是雏形 这才没过去多久 竟然就已经有进展了 瞬间 全网都炸了 医学领悟 财经领域 甚至还有娱乐板块 都转载了这条微博 各个媒体平台 都在争相报道这件事 丽氏集团 横扫了整个热搜榜单 丽氏的股价 又跟着上涨了好几个幅度 下早班回到家 官局推开门 家里灯竟然是黑的 试探性地喊了女儿一声 没有反应 难不成还没回家 打开灯 看到黑着脸 蜷缩在沙发上的小人 男人被吓了一大跳 笑笑 听见熟悉的声音 沙发上的官校 立即抬头 看见父亲回来 他抬头嘟着嘴 眼泪顺着眼眶流了下来 转身扑进了男人的怀中 爸爸 官局睁大了眼睛 看着扑到在怀里的女儿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他是不是受欺负了 谁欺负我的宝贝女儿了 跟爸爸说说 老爸去帮你教训出气 官校听到这话 本来还只是小声的哭泣 这会儿直接嚎啕大哭 官局心疼的心脏都疼 小心翼翼的安抚 好声好气的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官校仿佛要把眼泪哭干一样的节奏 肯定是杏力那家伙 我去找他算账 女儿长得这么大 还没有哭得这么伤心 官局思前想后 只想到一个立眼形 不 爸爸 别 去 哭得伤心欲绝额 官校总算是抬起头来开口说话了 只是因为哭得太久 他说话的嗓子都哑了 抽抽的哒的 别委屈了自己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宠着 结果他一个臭小子 竟然敢让你这么伤心 官校赶紧光脚跑过来 挽住男人的胳膊 爸爸 你真的误会了 我就是自己觉得委屈 没有人欺负我 真的 官局立马表示怀疑 真的 擦干眼泪 官校缓了好一会儿 润了润嗓子 这才把自己哭的原因倒知 我提议召开新闻发布会 可是立眼形拒绝了 官校抿着嘴 往父亲的脸上看了下 笑笑 我知道你着急 可立眼形为人本就低调 你这提议被拒绝了 也不过分 立眼形那样的人 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新闻上都找不出来 他的几张照片 女儿提议新闻发布会的初衷 只怕是想要炒作 深知女儿的想法 官局重重地叹了口气 责怪地画到了嘴边 看到那眼泪也收了回去 第226章 因为想你了 阿T 天色渐渐暗下来 立氏集团顶层的灯全亮着 总裁 这是您明天的行程安排 上午的时间都空出来 你去帮我处理 快速瞄了一眼形成表 立眼形一边摘下眼睛 一边做出调整 从公司出来 时间都已经九点多 胃部一阵灼烧感 靠在驾驶座上 看着车窗外的灯火 他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落寞感 西装外套被他脱了扔在一边 袖口的地方晚了一截起来 男人的毛子微微眯着 发车离开 叮咚 叮咚 门银响了好一阵 里面的人才出来开门 看到门口的人 里面的人脸上挺惊讶的 抬起头来 眼眸流转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男人直白的表白 听得楚清浅一阵愉悦 要不是确定他之前没有情感经历 就冲着他现如今的表现 他有理由怀疑 立眼形这家伙 是个情场高手 不遮掩自己的好心情 楚清浅也掀起眼皮 漆飞的眼睛 漂亮脸着喜悦 朝着男人看去 进来吧 门口一双新的蓝色拖鞋 引起立眼形的注意 那分明是给他准备的 女生看他不动 立眼形乌波深邃的眼眸深处 有一抹喜悦的情绪闪过 先坐着 扔下这么一句话 楚清浅直接去了厨房 厨房里一阵扑鼻的香味传来 立眼形下意识地用手捂着腹部 围着围裙的楚清浅浅笑着 从厨房里出来 过来 男人抬脚往餐厅过去 楚清浅拿出碗筷盛了一碗汤 放在他面前 自己端了一杯果茶出来 先喝口汤暖一下味 再吃东西 立眼形拿着勺子 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 你看出来了 又不瞎 立总以后要挣钱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命 你要是隔屁了 我可就可以找下一个小奶狗了 知道他在开玩笑 立眼形却强势地拉着楚清浅的手 浅浅要是喜欢小奶狗的话 我也可以 汪汪 本来纯粹就是提醒他注意身体的 结果反过来又被撩拨了一下 楚清浅被撩得挺糟的 抽回手 凶狠的威胁 赶紧吃你的 很好喝 喝了一口汤 胃部暖暖的 不是敢舒缓了一些 他伸手勾着对面女生的下巴 手指擦过他的唇 清了下去 浅浅也尝尝自己的手艺 楚清浅愣了 勾唇 忍不住笑了笑 这感觉还挺好 立眼形滴滴笑了一声 之后两人默契地没有再说话 楚清浅拿着平板 靠在一边看数据 立眼形安静地吃东西 气氛安静又温馨 不一会儿 立眼形吃好了 他起身收拾空了的碗筷 楚清浅坐在旁边 也没有和他争 厨房里 男人穿着白衬衫 站在洗碗台前 灯光照射下 男人清俊的面容 越发的俊猛 脸上透露出病态的苍白 玩起来的袖子 露出的手臂线条激励分明 线条感极美 很是赏心悦目 这男人就是上天的丑 平板早已经被放下 楚清浅撑着下巴 欣赏着美男 看向他那女流氓的姿势 立眼形擦了擦手 也依靠在厨房门框上 明天下午有安排吗 楚清浅微愣 明天 有事 他眨眨眼 这意思是要单独去约会 可他们并未公开啊 陪我去趟特殊学校 看看那些自闭症儿童 顺便也能近距离的了解了解 好针对后续的计划展开安排 好 正好他也有这个想法 正好立眼形也一样 就我们两个 对上楚清浅略带欣慰的眸子 男人神色温雅眸光如水 就我们两个 没有别人 腾风也不去 楚清浅又感受到 心跳一点点加快了 好啊 这也算得上 是别样的约会场所和方式 不是吗 他答应的爽快 立眼形弄了几秒 唇角上扬的弧度 不自觉放大了几分 要不 下局棋 时间还早 索性也睡不着 两人在客厅对异了几局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快十一点 看了眼墙壁上的钟表 立眼形有种想要留宿的冲动 不过到后面 他还是压抑住了自己内心的欲望 立总这不会是 想要赖下来吧 把人送到门口 楚清浅的手 还被对方握着 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知道楚小姐愿不愿意 不愿意 赶紧走 立眼形深深看了门口的方向一眼 这才开车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立眼形开车出现在大门口 立总够早的 这才八点不到 也不知道他睡了几个小时 所以 为了不折腾 我来回跑 要不我还是 直接搬到这里来 楚清浅挑眉 黑眸纯粹 摇了摇头 不能 他主要怕他两个哥哥要是 过来看到 会生死了某人 立眼形靠在门口 并没有因为他的拒绝而意外 反倒是懒洋洋的绿茶发言 哎 看来我还得努力才是 吃过早餐 两人一同去商场 给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买了一些吃的 穿的 用的还有一些玩具 后备箱几乎都塞满了 这才出发 早就收到消息的学校院长 和老师们等在校门口迎接 立总 楚总 孩子们都怎么样 都在教室里上课 等一会儿 我让人带你们进去 跟随老师们走进教室里 看着一张张稚嫩 却又木讷的脸庞 两人心里多少都有点不是滋味 立眼形眼眶微微泛红 楚清浅敏锐地察觉到了 他的情绪不对劲 立马伸手握住他的手 怎么了 没什么 想的多多了 楚清浅只是捏着他的手 立眼形也回握住 看了过来 教室里一帮年纪不一样的孩子 看到门口的两个大人 第一反应不是扑过来 而是立即往后躲了起来 更有几个胆子小的 直接缩在角落里 颤颤发抖 还有几个 却如同木头一样的坐在位置上 一动不动 眼睛都是木然的 完全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 活生生的木头人 第227章 有反应 宝贝们 别害怕 这两个哥哥姐姐是好人 老师们显然已经早就习惯了 这样的场面 脸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和害怕 楚清浅和立眼形 两人看了这一幕 神情由一开始的紧张 转变成了凝重 亲眼目睹了场面 似乎情况比他们想象当中的 还要复杂 抱歉 楚总 立总 孩子们初次见到陌生人 情绪反应会比较大 还请见谅 院长也过来了 叹着气解释 无妨 我们能做什么 二位稍等一会儿 出于安全考虑 他决定把活动场所转移到大厅里 大厅里 十几个大孩子 小孩子乖乖地坐在地上 老师们也坐在一旁 将带过来的零食和玩具 都分到了每个孩子手中 有两个年纪小一点的女孩 对着楚清浅又搂又抱的 脏兮兮的小手 只往他身上蹭 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污垢 楚清浅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立眼形健壮也加入了进来 可他身上的气势 有些没压下去 孩子们见了他 显然有些拘束 不要你陪我们玩 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突然推了立眼形一把 力气大的 直接把人推倒在地 死 毫无防备的立眼形 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出 好在身后是软垫子 避免了头部受伤 可他手肘处 却划伤了长长的一道口子 血珠顺着手肘流了下来 滴落在地上 小苗苗 被叫做小苗苗的男孩 显然也吓到了 做完坏事 又普通小老鼠一样 躲在大人的身后 没事 楚清浅让人找来医药箱 拉着立眼形在一旁坐下 先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等回去再好好处理 立眼形点了点头 白皙的脸色 又淡下去几分血色 待会擦药 可能有点疼 你忍一下 说完 他已经拿出了 双氧水和棉签 动作小心翼翼 生怕把人弄疼了 立眼形却丝毫 没有皱一下眉头 脸上的笑容 一直都没消失 傻了 发什么呆 接下来你好好休息 我来处理 躲在老师身后的小苗苗 似乎意识到 自己做错事了 小苗苗不害怕 我陪你玩好不好 楚清浅寻寻善诱 努力隐藏身上的压迫感 小苗苗想过去吗 角落里的男孩 伸出手好几次又缩了回来 楚清浅耐着性子 把手中的零食递过去 眼看着快要触碰到小苗苗 他突然收回手 激动的大喊大叫起来 好看的人是坏人 你们是坏人 小苗苗一个劲的吼叫着 完全不受控了 老师也只能无奈的 把人带走了 剩下的小朋友们 多少受了点影响 虽情绪波动不大 可明显暴躁了起来 一通游戏环节下来 即便是楚清浅 也有些惊疲力尽 他手机已经报废了 整个屏幕被小朋友摔得稀碎 身上的抓伤 挠伤必无可避 呼 靠在一旁休息 楚清浅眼睛里的光消失了不少 利眼形伸出没受伤的那只手 捏了捏他 换来楚清浅的摇头 早在接触自闭症之前 他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只是今日才得知 自闭症儿童的症状 远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多多的症状 如今看来只是较轻的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继续研究 就算只有千分之一 甚至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不想放过院长 愧疚地站在一旁 同二人解释 眼角的皱纹紧紧地皱成了一团 楚清浅并未在意 目光轻循了一圈 他注意到 角落里 一个始终坐在那里的一个女孩 女孩目光澄澈 看上去无比乖巧懂事 那是红果 那孩子是所有的小朋友里最乖的 却也是我最担心的 注意到楚清浅的眼神 院长也看了过去 事实和他解释道 可否同我说说 这孩子的情况 从院长口中 楚清浅同力眼形得知 红果这孩子的过往 从一出生 他就和周围孩子不一样 小时候只是一声出来哭了一下 之后的理念里 却安安静静地 如同一个人形玩偶 不会哭 不会笑 他父母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却都无济于事 出于无奈 才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可是这都快一年过去了 仍然没有神妖起色 那对夫妻这一年来 学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是个可怜的孩子 院长一边说一边流泪 显然是真心对待这帮孩子们 果果 蹲在红果面前 温柔地叫了好几下 结果孩子也只是动了动眼珠 没有其他多余的反应 就和院长说的那样 这孩子的自闭症 已经不仅仅是不喜 和外界交流这样 楚清浅心头一阵抽痛 蹲下身子 耐心地一遍一遍 换着红果的名字 一遍摸着小姑娘的脸 果果 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小姑娘没点头也没摇头 楚清浅说什么都没反应 瞧着这一幕 院长和几个老师 就忍不住哽咽了 把孩子抱在怀里 楚清浅一边搂着他 一边和他讲故事 丽眼行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心下一阵温暖 教室内 楚清浅头发半垂了下来 遮住了一边脸 光是看着这一幕 丽眼行似乎都是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着温柔的气息 和孩子在一起的他 和平时里他见到的他都不一样 平日里的他也会温柔 可是还会多点脚狭 可今天的他温柔如水 楚清浅握着红果的小手 慢慢地和他讲述着 故事书里的情节 教他认字 一个故事讲完 红果没有反应 楚清浅却丝毫没有不耐烦 又换了一个故事讲述 故事讲到中间 怀里始终没有反应的孩子 突然抽烟出声 整个大厅里的老师院长 立眼行都看了过来 女孩的哭声越来越大 现场一片诡异的安静 楚清浅内心一喜 眼睛亮了 情况比他预料得好 只要能有反应 一切还来得及 最可怕的情况是 全身器官隔绝外界 第228章 带节奏 红果眼睛红彤彤的 眼泪不断地地在眼睛里打转着 乖 果果哭出来就好了 楚清浅几乎是跪在地上的状态 抱着红果头的手 轻轻地安抚着他 不用害怕 鼻尖的香味 让红果全身心都放松下来 木讷无光泽的眼睛 看着楚清浅的脸 双眸似乎闪过一丝光 果果 木头人一般的小姑娘 抱着楚清浅哭了好一阵 才终于从他怀里抬起头来 众人凭住呼吸 生怕把小孩子吓到了 几时双眼睛的注视下 红果突然伸出手 摸了摸楚清浅的脸 试探性地触碰了一下 又缩了回去 来来回回尝试了好几次 他嘴角似乎勾起一抹弧度 随后又哭了起来 一哭一笑的 众人虽然担心孩子 却也由衷地松了口气 有反应 总比木头人好得多 院长和负责照顾红果的老师们 早已经泪流满面了 没想到 楚小姐这么厉害 就讲故事的功夫有反应了 神了呀 换作其他人 早就没有这个耐心了 周围的人 发出阵阵的惊叹声 隐藏在志愿哲理的女生 也是同样惊呆了 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观笑 当得知楚清浅和立衍行 今天会出现在这里时 他就晚一步跟了过来 原本想着 直接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两人面前 可当看到 那帮孩子的状况 他退却了 临时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却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他睁大了眼睛 怎么也想不明白 楚清浅一个女生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本领 好了 不哭了 担心孩子哭坏了 楚清浅一边给红果擦拭眼泪 一边安抚 可压抑了太久 红果哭个不停 直到把自己哭累了 睡着才停下来 看到小姑娘脸上的泪痕 楚清浅才松了口气 从地上起来 在地上蹲太久 起身的那一刻 腿抹了 身体直愣愣地往地上倒下去 小心 楚清浅腰上多出来一双手 四 没事吧 巨大的冲击力 把丽眼形胸口撞得疼了一下 还好他及时地稳住了身体 没事 腿抹了而已 等一下 丽眼形扭头的时候 突然瞄到一处伤口 伸出手势叹性地摸了摸 有血 你受伤了 楚清浅顺势摸了摸他指的位置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下巴 那一块有火烧火燎的刺痛感 轻轻地碰了一把吃痛的地方 低头一看 带着血 先去处理一下 丽眼形黑着脸把人拉到旁边 楚总 你怎么也受伤了 院长赶紧跑了过来 看到那一块伤口 心里紧张得很 没什么事 估计是刚刚红果靠在他怀里抬头的那一下没注意 小姑娘头上的发痂划破了而已 丽总 楚总 实在是抱歉 让你们都受伤了 等一下你们还是都去医院消消毒 伤口别发炎感染了 两人肤色都是白皙的类型 稍微留下一点点伤口 看着就吓人 两人倒是没把这点小伤放在心上 眼下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问题 我没事 我没事 两个声音音鬼重叠在一起 两人默契地看了对方 扑斥一笑 院长来回看了眼丽眼形和楚清浅 心下明了 脸上的笑容都多了一丝深意 果果的情况 我会继续想想治疗方法 至于其他小朋友的症状 可能还需要麻烦院长和几位老师多记录记录 时刻联系 好好好 院长感激涕零地拉着楚清浅的手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从特殊学校出来 楚清浅沉默了许多 丽眼形拉着他的手 也没有急着追问他心中所想 上了车 从车里拿出一瓶水 递给副驾驶坐上的人 男人眉目舒展 不急于一时 自闭症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治愈的 你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 只是看着这帮那么小的孩子 觉得挺心塞的 楚清浅拥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闭上眉眸 我有点累 到了叫我 可能是上午经历的事情 加上陪孩子玩 确实消耗精力 他真的有点累了 你好好睡 车里又舒服 丽眼形开车又很稳 很快楚清浅就闭上了眼睡着了 男人侧眸看着右手边那张白皙的小脸 指幅动了动 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柔软 就到了 迷迷糊糊醒过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睁眼 看到的不是博纯酒庄 也不是他的私人住宅 而是医院 怎么来这了 先去医院再处理一下伤口 让我放心 好 走吧 来都来了 楚清浅也没拒绝 从医院出来 两个人看着对方身上的伤口 再次笑了 再次回到博纯酒庄 楚清浅刚下车 手机就响了 拿起手机看了眼 是寻白白打来的电话 怎么了 师傅你在哪里 听电话里着急的样 寻白白此刻的状态是不对的 发生什么事了 师傅你在哪 酒庄停车场 电话里立马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师傅 师傅 你被拍了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寻白白都没注意到 丽眼形也在 丽总也在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两个当事人都在 寻白白直接打开微博 师傅 你又上热搜了 手机上 高悬在热搜榜第一的 便是关于储清浅的新闻 知名女企业家 打着做好事的名义 被地理却做的这种事 储清浅真恶心 点进去 映入眼眶的是一堆 不堪入目的标题 看的人云里雾里的 储清浅 我还把你当做女性榜样 结果你竟然去欺负小孩子 特殊学校的孩子 本就可怜了 你竟然还如此对待他们 垃圾 毒瘤 败类 人渣 真恶心 什么良心企业家 我看就是营销号写得好 这女人良心被狗吃了吧 赶紧滚吧 你最好祈祷视频里的孩子没事 不然你等着发臭发烂吧 抵制储清浅 抵制CH珠宝 抵制博纯酒庄 抵制储市集团 抵制和储清浅有关的一切东西 第229章 有人带节奏 寻白白噼里啪啦的指着热搜 说了半天 口干舌燥的 给我 立眼行眼睛里满是力气 寻白白抖锁了一下 下意识地听话照做 欺负 看来余记也需要清理清理了 原本前面的一些评论 立眼行还不在意的 可是越往下看 瞧着那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 越来越过分 他后背不由地崩得笔直笔直 一张帅气的脸上表情冷俊 紧抿着薄唇 师父 会不会是学校的老师和院长透露出来的 又或者会不会是工作人员 视频拍摄角度看 当时拍摄者应该离他们挺近的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娱乐记者的手笔 指不定就是工作人员搞出来的 楚清浅的眼神也彻底沉溺下来 应该不是 不过不论是谁 他已经得罪我了 想要查清楚 视频的拍摄者是谁 轻而易举 不过 对方既然故意只流露红果窟的那段视频出去 属实有点恶心 红果那样的孩子 本就和正常小孩有区别 拍摄者还故意不打马 倘若有疯子找到学校闯进去 只怕那帮孩子 需要我做什么 身边的男人开了口 嗓音里流露出浓浓的担忧 学校那边应该会有监控 既然楚清浅决定要亲手收拾人 他就在旁边给他递刀就是 先不用 楚清浅抬眸 眼慢慢变黑 对方既然想要用舆论来压垮我 那我就借用他的手 好好地打他的脸 他原本并不想要宣扬自己的功劳 只想低调做事低调做人 可是有些人偏偏要和他对着干 现在 他就干脆利用对方的手 好好地宣扬宣扬自己的本事 楚清浅眼帘清仙 眸底阴晕着漫不经心的不屑 正眼直视着不知道某处 走吧 先进去 网络上的视频一传实实传百 官校找了营销号的同时 还特意找了水军 为的救 是把这件事情闹大 键盘侠的战斗力 可是在不容小觑的 楚清浅最后一定会退出 新兴计划这个项目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博纯酒庄的官博 楚清浅的官方账号 几乎都被网友们轮了一圈 舆论声音发酵得越来越大 要求楚清浅出来道歉的声音 也越来越大 官校看到了网上的评论和发展趋势 心头的愤闷总算是稍稍平静下去 继续发酵下去吧 楚清浅 你必须离开这个项目 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该抢我的人 楚清浅那边的公关部 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网络上的动态 直接迫不及待地 把这件事汇报了上去 什么 楚赫用力地拍着桌子 整个人暴怒 这件事分明是有人故意断章取义 你先出去 逃出手机 楚赫快速登陆微信 剑群将楚家的几个人都拉进了群里 除了楚清浅 快速地将微博热搜事件在群里说了一遍 立马引来群里的讨论 瞬间 群里一个两个都沸腾了 除了楚赫和江灵秀的几条文字 全程几乎都是楚云廷和楚军廷两个人的回复 楚清浅只是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楚云廷 不行 这件事一看就是有人在故意带节奏 绝对不可以让妹妹受委屈 楚军廷 之前酒庄的事情我们就没能帮上忙 身为哥哥这件事必须出手 楚云廷自然不拒绝 一家四口商讨着如何找到幕后拍摄者 并且想着亲自去学校调查情况 手机那边楚清浅坐在工位上 表情空白神情越发的难看 清清 你怎么了 这是 旁边的同事扭头看到 就是他惨白着一张脸 呲牙咧嘴的模样 突然胃疼了一下 没事 楚清浅扯出一个笑容回答 他自然不可能告诉同事 他嫉妒了 群里还在滴滴滴讨论的不停 他最后干脆设置了免打扰 手机条静音放旁边 眼不见为净 楚清浅最好是彻底的名声臭调才是 群里最后商议的结果都不一样 还是楚贺拿了主意 决定先遵循浅浅本人的想法 此时贝利眼形和寻白白围在中间的楚清浅 正在分析目前的情况 家族群里打来的视频通话 打断了三人的谈话 视频那边的四人一看到楚清浅的脸 立马齐刷刷关心 面对四张满是关心的脸 楚清浅也没打算瞒着家里人 爸妈 哥哥 你们什么也不用做 尽管其变就好 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面的四人 总算是换来他们的安心 楚云廷却还是一份填膺的 这帮媒体是时候整顿整顿了 还有那帮网友 魏成年吗 也还好 他们骂人的水平有待提高是真的 楚云廷 认真的 不能再认真了 楚云廷一个劲地摇头 唉声叹气的 救命啊啦 他家妹妹不会是被骂傻了吧 挨千刀的都怪那帮营销号 他记下了 退了视频 楚云廷还给他发了不少的私人微信 没有再回复 楚清浅唇角微微往上撬 登陆微博账号 发了一条微博 楚清浅V 明天直播间见 还有 劝告某些人 老实一点 我的脾气不好 别惹 网友们蹲了这么久 就看到这简短的回应 直播间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不管网友们会怎么猜测下去 楚清浅已经退出了微博 手机也放一遍了 特别关注他的楚云廷 也第一时间把微博转载到了家庭群 并且溢特了所有人 做完这一切 他站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还是没办法平复情绪 眸光一转 立马又掏出手机 来在六个人的群里 手接艾特了楚清浅 然后快速转账 输密码 确定 手机就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楚云廷转账十万元 楚军廷转账一百万元 楚贺 四条转账提示 齐刷刷的 楚清浅略微挑了下眉 看着手机发呆 寻白白凑了过来 师傅 这什么情况 立眼行的角度 也能看到屏幕上的转账信息 不等楚清浅那边和寻白白解释 他手机里又多出来一条微信转账 顺时间师徒俩都看了过来 第230章 直播打脸 立眼行出手就是九位数 楚清浅定定看了他几秒 还是收下了 也一并把楚家人发过来的收了 因为他知道 这是立眼行 还有家人对他的一种安慰 虽然安慰的 或许霸气了点 寻白白沉默地看着这一幕 也掏出手机 刚点开转账界面 楚清浅一个眼神看了过来 不用 可是 他们不差钱 这一句话 属实是精准扎心了 寻白白抿了抿唇 还是收回了手 他确实没办法和立眼行 这位金主爸爸比 让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转账九位数 还真是有点为难 心态极快地调整过来 寻白白转而又询问直播的事情 三人商议好直播的注意事项 立眼行也没有多待 第二天 特殊学校门口 大家快看 楚清浅来了 刚从车里出来 楚清浅还没站稳 耳畔就传来一道道激动的声音 抬头望过去 不远处一群陌生人 正怒气冲冲地指着他 有男有女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其中还有一对年轻夫妻 怒目圆瞪地望着他 那对夫妻情绪异常地激动 没等他们靠近就被人阻拦在外 放开我 让我进去 挣扎了好一会儿没能成功 那对夫妻只能隔着一段距离 大声地辱骂 楚清浅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好名声 利用我的果果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怎么不去死 你不得好死 夫妻俩的咒骂生理 楚清浅明白 这夫妻俩的身份 红果的亲生父母 那对不负责的父母 旁边围观的群众也人云亦云 楚清浅 你这个人面受薪的女人 谷歌那么小的孩子都利用 你这个吃人面馒头的坏女人 坏女人 去死 其他人也怒视着楚清浅 好在现场的保安们足够多 不至于让这帮人冲过来 然而 楚清浅却并没有因为这帮人的辱骂 而生气暴怒 只是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或许是因为他的表情太过于平静 本就义愤填膺的一帮人 瞬间觉得自己被鄙视了 立马就被激怒了 那对夫妻突然气到失去理智一样的 举起手中的东西 就直接朝着楚清浅的方向砸了过来 然而 楚清浅并没有动 脸上也一点都不害怕 等到物品快要砸在他身上时 现场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楚清浅微微偏了一下头 轻而易举就躲开了扔过来的物品 任由东西掉落在他脚下 楚总 抱歉 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们学校一定会出面解释 给您一个说法 院长一边赔礼道歉 一边带着人进去 院长 我们要见果果 身后那对夫妻大声地吼了一句 这 让他们进来 但是不可以让他们靠近果果 楚清浅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那对夫妻 眼底里的嘲讽流露在外室 院长见识过了楚清浅的能力 他说 什么照做旧事 问都不问原因 教室里 孩子们都坐在一块 见到楚清浅来了 那个情绪激动的小苗苗 也安静了不少 果果 将手里带来的东西 交给负责的老师 楚清浅静止走到角落里 一向没反应的果果 破天荒地伸出手 主动要他抱抱 把孩子带出去透透气吧 周期两一看到果果被抱着出来 立马激动的想要冲过来抢人 放开我的孩子 果果很明显色缩了一下 往楚清浅的怀里躲 如果想要果果恢复正常 就闭嘴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 语气也是不紧不慢的 可是那眼神和表情 却足以把人威慑住 不怕 楚清浅蹲在果果面前 柔声细语的和他讲着什么 直播间里的观众听不见他说什么 但是能够看到他在做什么 果果 果果的母亲紧张的 拽着旁边丈夫的衣服 却不敢再冲过来 他到底在做什么 就这样有用吗 装神弄鬼 楚清浅突然掏出一个 有些丑陋的娃娃 顿时 鼓孔那边哇的一声 夫妻两什么也顾不上了 立马冲过来 要推开楚清浅 你们别碰姐姐 不等夫妻两处碰到衣角 哭着的小女生伸出小手 把楚清浅护在自己身后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干净得很 小手还给自己擦脸 你们不可以伤害姐姐 现场一片安静 好半天 那对夫妻颤着 眼里都是泪 果果 你会说话了 你真的会说话了 小女孩却不回答她的问题 防备地看着她们 小狼仔一样的 果果 楚清浅蹲下身来 揉着她的头 姐姐 红果转过身来 抱住她的脖子 朝着楚清浅 喉喉地喊了一声 巴唧一下 亲了一口在她脸上 果果 我们才是你的家人 夫妻两哭的生死历劫 可果果却压根不搭理她们 可是姐姐 是我最喜欢的人 小孩子的话语是最纯粹的 尤其红果这样特殊的孩子 说出口的话 绝不是被人蛊惑的 直播间的黑子们 全都沉默了 那对夫妻也都变了脸色 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一瞬间 涌入直播间的流量更多了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果果 会对一个两面之缘的 楚清浅那么的维护 反倒是对自己的父母 那么的防备 楚清浅声音 很冷地看着身后那对夫妻 你们夫妻两不解释解释 果果身上的这些疤痕 怎么来的吗 镜头下 红果手臂上 好几个睁眼一样的痕迹 露了出来 这下子 那对夫妻眼神闪躲 很明显不敢抬头 看到这一幕后 现场 直播间 几乎全都爆发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不是亲眼看到这疤痕 我还以为这对夫妻 真的爱自己的孩子 我竟然还替这夫妻两说话 这算什么 如果刚刚还困惑的众人 这下子多少明白了 这疤痕一看 就是很久之前留下的 再看那对父母的反应 联想一下结果 自然不言而喻 之前知识夫妻两的人 现在都在喷 现场的吃过群众和网友们 刚才讨伐储清钱有多狠 现在他们的脸上就有多疼 第231章 危机解除 除走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 院长和负责老师 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些伤口 忙不迭过来看 这些伤口 如果不是仔细看 是看不出来的 睁眼很小 红果又是个自闭症 就算是身上有伤 他也根本不会表达 如果不是 昨天他替小家伙洗手 撩起袖子来 他也不一定会注意到 你们说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时的夫妻两却 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恨不得当场离开 我们不知道 男人看周围 鄙夷的目光越来越多 还想要挣扎 报警吧 让警察问清楚 直播间里 这会儿人数 已经破了十万 晚来的观众 还在问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吃瓜没吃到热乎的 好心人替我解答解答 情况就是 楚总是好人 这对夫妻两才是坏人 营销号真可恶 带节奏恶意污蔑 要不是楚小姐及时发现 国国及时开口 我们面对眼前 吃过群众的指责 还有工作人员的鄙夷 夫妻两快要站不稳了 国国 要报警吗 你告诉姐姐你的想法 不要害怕 老师和院长 都会保护你的 姐姐 他们不喜欢我 就拿针扎我 他们说我是个赔钱货 我也不喜欢他们 报警吧 国国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说话的时候 却握紧了手 他在怕 怕自己的决定 会让楚清前讨厌 害怕他 也怕周围的老师 会觉得他没有心 可是 他真的害怕 害怕自己好了 就会被接回到那个家里 他怕被挣扎 害怕吃不饱饭 可是 面对楚清前的眼神 他还是说出了 内心的真实想法 楚清前注意到了 红果的情绪变化 那一瞬间 他起了杀心 夫妻两在听到 女儿的话时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两人的眼眶都是红的 哥哥 爸爸妈妈知道错了 别报警 我们也是没办法 你从小就是个 不一样的孩子 我们原本以为 只要我们有爱 有耐心 你一定会恢复成 正常小孩 可是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好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我们都听吐了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就因为孩子的不健康 周围人的议论 亲手虐待自己的孩子 导致越来越严重 这夫妻两的自曝 立马引来周围人的唾弃 我已经报警了 哥哥别害怕了 这种人才是该下地狱的 院长走过来道 顺便摸了摸红果的小脸蛋 夫妻两无助地软了膝盖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脸上血色全无 完了 姐姐 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 众人顺着声音的源头看过去 一个英俊帅气的小男孩出现 身后还跟着长相极为相似的 一男一女 其中一个正是丽掩行 这不是丽总吗 那他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怎么还有孩子 直播间的观众 原本还在争相讨论 红果的爸妈不做人 结果丽掩行的出现 又掀起了轩然大波 多多 多多直接扑进了 楚清浅的怀抱里 还防备地看了一眼红果 浅浅 让你受委屈了 丽婉宁跟着走到楚清浅身边 抱了抱他 对于突然多出来的多多 红果有些害怕 他揪着自己的衣服 不敢说话 多多 这是果果 楚清浅的鼓励之下 多多和果果两个小朋友 握住了对方的手 往后 你们就多了个朋友了 朋友这个概念 对于两个特殊小朋友而言 还是一个很新鲜的词语 两人都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婉宁姐 你们怎么会过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 一手拉着一个小娃娃 楚清浅这才看向丽眼形和丽婉宁 我们今天才看到微博上的话题 多多说一定要过来 就是路上堵了一会儿 所以晚到了这么久 楚清浅感谢地点了点头 眸光对上了一侧男人的目光 是他那冰美人男朋友 再看到他的目光 丽眼形嘴角若有四无地勾了一下 各位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是多多和果果一样的小朋友 多多突然看着镜头的方向自爆 楚清浅担忧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对着镜头 多多一点也没有害怕 他很聪明 口齿伶俐 多亏了钱浅姐姐 我才能恢复成这样 所以你们谁都不可以欺负姐姐 听到这里 丽婉宁却眼眶通红 果果也看着镜头的方向 一字一句地维护 我也不准你们欺负姐姐 否则我找警察叔叔 说话时 他还对着镜头 用力地握了握拳头 童颜稚嫩 在场压抑的气氛 一瞬间缓解了不少 多多和果果做完这一切 昂头安慰着楚清浅 姐姐 你别害怕 我不害怕 楚清浅摸了摸他们的头 多谢你们 被夸张的两个小孩 突然之间脸就红了 直播间里的网友 这个时候也都明白了 瞬时间 楚清浅治好了两个 自闭症儿童的消息 在全网都报了 各大视频博主 纷纷录屏转载 但凡是这段时间 再刷短视频的 几乎就能看到 呜呜呜 多亏了楚清浅 这两个小孩 才能恢复正常 我他妈的 现在真想把那营销后 还有当初那拍视频的人 拉出来狠狠地打一顿 气死我了 真的是 必须得把营销号举报了 事情顺利解决 那夫妻俩在镜头面前 被当众带走了 吃瓜群众们 早就偷偷摸摸溜走了不少 直播也被切断了 微博上究竟变成什么样 在场的楚清浅几人 完全不在乎 姐姐 你要走了吗 果果不舍地 拉着楚清浅的衣服 想要跟着一起 楚清浅蹲下身 朝着他笑了笑 重新对上红果的眼睛 果果 姐姐还得去忙别的事情 你在这里好好地待着 姐姐有空就会过来陪你 给你带好吃的 你要乖乖听老师的话 帮助其他小朋友好吗 红果重重地点头 好 姐姐一定要回来看我 楚清浅眸色很深 和红果拉了钩 走出了大厅 第232章 官老太病了 大厅外 楚清浅摸了摸多多的头 拨了一通电话 对面那边 几乎是秒接的状态 好像一早就在等着他 打过来一样了 浅浅 对面是楚贺的声音 爸爸 我这里有个小朋友 在海星特殊教育学校 名叫红果 我想以楚氏集团资助他 楚氏集团这段时间的股价 下跌了不少 他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楚氏集团 借机吸收一波关注度 虽然资助一个红果 他自己也完全足够 可是让父母也插手到其中 他们会有种被需要感 我们看到了直播 也正有这个想法 楚贺和江灵秀 全程都蹲在直播间 还特意让集团的技术人员 也时刻关注着 只要一看到 什么不利的言论 直接删除 拉黑账号 这也是为什么 直播间后面越来越和谐 交代好后续 也是时候离开了 院长眼里含了泪 看向楚清钱 感动感激的话 已经说腻了 可是除了感激 他也想不出别的什么话来了 照顾好果果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里的每个孩子 都照顾好的 红果的事情顺利解决 网友们却没有忘记 那对恶心的夫妻 每隔一小时 刷新一次微博 等啊 等啊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仍然没有结果 直到八点多 A市警方官方平台 总算是有动静了 A市警方发布了一条微博 微博文案很长 公安微博上 严厉地批评了红果的父母 这已经是涉及到 虐待儿童的性质 官方还顺便夸奖了 一波楚清钱 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并且还提到了营销号 严厉地指出了 其中几个账号 做出批评 此外 文案下面 还有一张验商报告 以及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夫妻俩被打码了 可是看过直播的网友 也都知道 他们声音是什么 即便是 看不到长什么样 听声音也能判断出 对方的身份 女生看着官方的通告 将手中的手机一挥 重重地咳了起来 为什么 女生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一张精致的瓜子脸上 已经没有丝毫的血色 看起来狼狈极了 她极度不甘心地放下手机 呆呆地坐在地上 不知道事情 为什么总会朝着 对楚清钱有利的方向发展 那对夫妻 真是赤裸裸的骗子 她所有的布局 都成了赤裸裸的笑话 她不甘心 正好这时 她手机响起来了 官家老宅 老宅那边的固定电话 很少会打过来的 一般都是奶奶的私人电话 今天怎么是固定电话 心里突然生出不安 愤怒也暂时被转移 她立刻接起电话 喂 林姨 笑笑 是我 官家老宅那边的管家开口 笑笑 你赶紧回老宅一趟 老夫人病了 什么 顾不上刚刚的怒火 官校赶紧穿鞋下楼 赶到官家老宅的时候 老宅那边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林姨手足无措地拍着手转圈 知道看到官校出现 她才松了口气 奶奶情况怎么样了 官校短暂愣神以后 问道 老夫人晚上吃过饭散了会儿不 突然说头疼 歇息了一会儿就好多了 我就没多想 可老夫人睡下一会儿 又开始吐 我联系你爸那边 没人接电话 林姨很是着急 手都在颤抖 我爸她估计还在飞机上 手机关机了 官校想到父亲出门前的交代 解释了一番 医生来了吗 在楼上检查着 官校看着楼上开着的门 没有上去打扰 而是在楼下等着 心头却一点点发沉 这两年 奶奶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可是也只是一些 小毛病问题不大 今天这样 她很久都没碰到过了 她爸临时出差 这会儿即便是回来 也得花几个小时 可她即便是回来 也无济于事 情况怎么样 家庭医生从楼上下来 官校和林姨赶紧迎了上去 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老夫人这情况 我无能为力 官校越听越心惊 脑子有些眩晕 奶奶她情况很严重吗 根据家庭医生的话 官老夫人此刻的身体状况 只怕不是严重可以形容的 去医院拍片子 检查一下也放心 家庭医生的话 已经很委婉了 多谢医生 送走家庭医生 官校跑上楼去看了眼老太太 病床上 老太太睡着了 整个人病痒痒的 脸上苍老了几分 这才几天时间不见 去医院 奶奶 你一定要坚持住 前往医院的路上 官校强撑着 没流出眼泪来 小姐 你得坚持住啊 如今老太太 正是需要身边 有亲人的时候 儿子不在 孙女得在林仪 我知道的 可她还是下意识地 按了一个电话出去 远在博纯酒庄的 丽眼行手机响起来 拿出手机 看了下来电显示 她脸上露出 明显意外的神色 官校怎么好端端地 会给她打电话 丽眼行皱了下眉头 跟一旁的楚清浅柔声说道 我接个电话 她并没有拿着手机 走向一旁 而是点开了扩音 丽眼行 你帮帮我好不好 熟悉的嗓音 从手机里流出 楚清浅拧眉 却没有开口 我奶奶生病了 我现在孤立无援 你可以来医院陪陪我吗 就当我拜托你了 好不好 面对楚清浅看过来的目光 丽眼行咳嗽了一下 停顿了一秒钟到 地址发我 现在过来 市中心的人民医院 我们现在过去路上 官校太过于沉浸在 自己的想法里 却没有意识到 丽眼行刚刚说的是我们 好 那我在医院等你 陪我去趟医院 电话已结束 丽眼行第一眼 冲楚清浅的方 看了过去 好啊 官校这么晚了 直接寻求丽眼行的帮助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楚清浅答应的干脆 丽眼行心头颤了一下 第233章 瞧不上他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看上去 像那么小心眼的人 楚清浅勾着唇角笑了 对于官校他 确实并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丽眼行 既然开了这个口 又是治病救人的大事 他不会太过于带入私心 除非对方属实过分 见楚清浅神色依旧 丽眼行这才松了口气 那我们走吧 丽眼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黑色西裤 黑色衬衫 领口微微敞开着 一双眼睛里 却是满满的温柔 好 楚清浅淡笑不语 也跟着起身 两人前往医院的时间 官校看着手机发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的电话 丽眼行竟然真的同意了 他对我也不是无动于衷啊 官校脸上总算是有点笑容了 只要想到那个男人的身影 和一拼一笑 他心里就忍不住发扬 凭什么 楚清浅能够得到 这么好的男人的青睐 他不过就是 比自己早一点 遇到了丽眼行而已 小姐 丽一担心的不行 扭头却看到 官校还挂着笑 立马有点不悦 啊 官校抬头 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表现 被误会了 他放下手机解释 我联系到了一位 很专业的医生 很快就过来了 奶奶有救了 小姐有心了 丽一心里的一丝猜疑 和不悦消失了 我去看看 医生到哪了 官校起身往走廊那边走 就在他走了两步的时候 突得有声音响了起来 立眼行 可看到同时出现的楚清浅 他脸上的笑容 消失得彻彻底底 眼睛紧紧地盯着楚清浅 官小姐 楚清浅挑眉 主动开口打招呼 官校攥紧了手 轻咬着下唇 一副我见油帘的 楚小姐也来了 嗯 楚清浅没有多寒暄 一边走 一边用手腕上的发圈 利落地把头发挽起 精致的眉眼之间 也没什么波动 波澜不新地问着官校说道 我要先看看病人 什么 官校迅速瞪大眼睛 防备地看着楚清浅 放心 我有行医症 绝对不会乱来 说着 他探了探身后的背包 把行医症掏了出来 官校看清楚了行医症 眼睛频繁地眨了好几下 病人在哪 楚清浅抬头 漆黑的眸子 黑白纯粹地看着官校 对方犹豫了一下 不用了 楚小姐 我知道你的艺术很好 也感受过 只是 我奶奶她的情况有点复杂 这话字里行间地拒绝 楚清浅听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插手了 楚清浅没有多做坚持 官校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她其实心里知道 楚清浅有那个实力 毕竟当初她能够那么快地 处理好自己的伤口 一点伤疤都没留下 而且 多多和红果的事件 让她对这个女人 更加地忌惮和了解 可她仍然拒绝 一来是真的担心奶奶的状况 二来是担心楚清浅 真的把奶奶治好了 到时候 丽眼行心里 只会更加地喜欢对方 被拒绝了 楚清浅也并没有 丝毫的情绪波动 她扭头看了一眼 丽眼行的方向 贪了贪手 表示我努力了 局面正尴尬之际 走廊里响起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那人正朝着 他们的方向看过来 对方的脚步很急 看得出来很着急 男人大跨步走了过来 在官校的面前站稳 挺着急的开口 官小姐 病人在哪里 快带我过去 您医生 您这边请 等一下 这两个人是什么身份 病人家属 官校回眸看去 看了眼力眼行 又看了眼楚清浅 最后解释道 是我的朋友们 担心我奶奶 所以过来探望 既然不是病人家属 那就让他们先离开 先清场 那您医生语气高傲无比 显然也不认识他们 官校拧眉 商量道 可以留下一个人吗 然而 那您医生却一点余地都不给 直接冷声道 我看并不习惯有人在 要是不能接受我的要求 我现在就走 真当他愿意大老远地跑过来啊 要不是因为官家还算有名气 官校给的钱又多 他还真的不愿意跑这一趟 要知道 他可不是什么人都会给治的 那么多想要挂他的号的病人 可他却愿意亲自跑过来 就冲着这一点 官校就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他 他插着腰 悠哉哉地看着官校官小姐 你来决定吧 如果想要让我出手 那就按照我的要求做清场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把我的出诊费和路费结算一下 官校闻言 抬眸恶狠狠地看着楚清浅 随后又看向您医生 您医生 你别生气 我这就清场 楚小姐 丽眼行 不好意思 能麻烦你们先去走廊那边等一下吗 听到这称呼之间的差别 楚清浅低头笑了一声 随后低眸转动着自己的手环 与其清淡 走吧 进病房前 官校深深地看了一眼楚清浅 又温柔地喊着丽眼行的名字 丽总 麻烦您先稍等一会儿 一分钟后 官老太太被推着 从病房里出来 又进去了手术室 您医生背着手 被请进了病房 手术室的医生和顾士们 也跟着准备了 和丽眼行坐在椅子上 医院周围嘈杂的环境 对他们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抱歉 您医生他规矩有点多 丽总 你别介意 能人有脾气 也属实正常 能人 这么高的评价 听得楚清浅止 觉得好笑 不知道官小姐怎么认识的您医生 他半依靠着椅子 一双修长笔直的长腿 微微弯曲 之前我奶奶身体不好 我就对医生这一块研究的比较多 得知您医生最近在A市 所以我提前联系到了他 却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今天派上用场 原来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楚清浅没有再问下去 对于这位有性格 有脾气 又有能力的您医生 他当然是知道的 确实是个有点能力的 不过这人的医术太过于古板 不懂得变通 只怕官校这次找错人了 第234章 救了老太太 委屈你了 丽眼行脸色沉了下去 显然是心里压着气 这点我还不至于放在心上 楚清浅倒是很冷静 但就是这样 才更让丽眼行心里不是滋味 他宁愿他会有脾气 毕竟让他出手 医治官老太太 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决定 楚清浅出手帮忙 已经人之一尽 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再皱眉头 你就得变丑了 楚清浅伸手 把男人的额头抚平 从手术室里出来 官校好巧不巧 又撞见这一幕 他整个人如同坠入了冰窖 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好半天 那边的男女 才重新拉开了距离 官校身体回温了一些 不会的 绝对不会 那不过 就是楚清浅动手而已 丽眼形出于绅士风度不好 把人推开 况且 他们两刚当的举动 也没有太过分 深呼吸一口气 太阳穴还是在 突突地跳个不停 官校看了看 总算是抬脚走了过去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官校静止坐在了 丽眼形的身边 还想要坐近一点时 男人皱着眉头看了过来 官校的白了脸 长长的睫毛垂下来 咬着唇绊 没再继续靠近走廊里 三人坐在一排 林依不放心站在门口 来来回回踱步 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明明三个人 坐的距离都差不多 可是官校却总觉得 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楚清浅和丽眼形 两个人的氛围和谐的他 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开启话题 他就像是个 彻彻底底的小丑 好在 手术室的门 打开了及时地替他解围 宁医生 官校快步跑过去 还没开心呢 看到宁医生 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 立马拉着他 宁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被拉着的宁医生 脸色难看的可怕 整张脸 已经沉得滴水似的 说话呀 我奶奶怎么样了 顾不上得罪宁医生 官校良路 同样很明显慌了 宁医生脸色难看 只能不断地 给自己心理暗示 不会有事的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他叹了口气 跟官校拘了一躬 抱歉 官小姐 官老太太的情况 实在是棘手 我已经尽力了 您节哀 他看起来一脸的平静 其实后背上冷汗 都出来了 官校找到他 让他说给 官老太太动手术的时候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可是 当他到了手术室里 看到老太太的情况 后悔了 谁知道 老太太的情况 要比想象当中的 还要复杂 而且 整个手术的过程 并不顺利 手术开始半小时不到 老太太的身体 就出现了血液排斥的情况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后面一系列的身体 各项指标 都不对劲了 出来手术室之前 他已经把自己 能用的所有方法 都用上了 可是仍然没有任何奇效 不仅如此 官老太太的 老的身体情况 肉眼可见的糟糕 心电仪器一度 到了心率停止的情况 这已经完全可以 说是医疗事故的程度 此刻 面对官孝的眼神 他冷汗直冒 手指尖都在发抖 可是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和害怕 他就必须冷静下来 强压着心慌 宁医生脱下手术服 离开了手术室 别走 宁医生 你不能就这么放着 我奶奶不管 官孝低吼着 眼都红了 我尽力了 用医一个 走了几步的宁医生 顿时睁大了眼 停了下来 你说什么 宁医生怒目远征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看来不仅仅是拥医 还是个笼子 楚清浅眉眼的轮廓很深 一张美极的脸直视对方 我不说第二遍 你 宁医生享受 惯了被人追捧的日子 这会儿被如此对待 整个人脸都轻了 他恶狠狠地 看着楚清浅的背影 从来没有人敢在医院 这地方下过他的面子 这小丫头骗子 还是头一个 也一定会是最后一个 都进来帮忙 手术室里自责地 低着头的护士和助理医师们 听了声音都抬起头来 抬头一看 就是楚清浅那张美的脸 一看就很年轻 可是看到 他浑身流露出来的气质 这会儿竟然没有人 会质疑他的医术 好 关小姐 麻烦在外面等 手术室的门即将关上 楚清浅静静地注视着关校 落在外面的那双眼睛 压迫感十足 他竟然后退了 哼 让他治 我倒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我这样的医生都没办法 他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能是话头在世 你医生这会儿也不急着走了 他转过身 也站在手术室门口等候 他倒是想要看看 楚清浅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能大放厥词 这死丫头不是要出风头 不是打他的脸 那就让他表现 到时候 最好是能把人 直接给治死了才好 那到时候 就有热闹可看了 得罪了关家 一个小丫头骗子 只怕是别想再一次 继续混下去了 关小姐 麻烦让人把手术室的 录像设备全部都打开来 细细地记录整个流程 宁医生的声音里 带着幸灾乐祸 到时候可别出了事 再让我来负责 你 关小这会儿红了眼眶 对宁医生 也早就没有刚刚的好态度 可对于他的提醒 他还是照做了 手术试炼 楚清浅几经戴上了口罩 全身都穿好了 专业的衣服和装备 站在病床前 看着床上的老人 他的目光丝毫不慌张 手术试里 医护人员们 看着楚清浅的背影 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可是眼下这个情况 他们只能尽量 让自己冷静下来 毕竟身为医务工作者 谁也不想看到 活生生的生命 就这么没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手术室的灯还在亮着 门口等着的官校 趴在林医的怀里 不断地祈祷 奶奶 你一定要平平安的 不要丢下我 小姐 会没事的 林医后背全是汗 她也紧张 担心老太太撒手人寰 可是刚刚看到 那个女孩的自信 她突然就觉得 应该相信对方 这会儿想想 她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突然 会有这样的想法 第235章 人就活了 又半个小时过去了 手术室门口的提示灯 还在亮着 红色的灯光 看得人心慌慌 官校的手指甲 都快把手心 抠出血来了 同样的 立眼形也是提着一颗心 眼底也多少 带了些冷意 浅浅的医术 她自然是相信的 可是能够让一个 技术过硬的医生 那般惊慌失措 只怕官老太太的情况 不容乐观 这都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人还没出来 她担心她的身体 立总 我好担心奶奶 奶奶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吧 楚小姐的医术 一定可以救我奶奶的吧 官校趴在林一怀里 抬起头来 目光痛苦地 看着立眼形的方向 想要从她那里寻求安慰 男人眸色微深 像是没听见到她的话 她站在那里 侧颜清淡 眼看着 就快到两个小蛇手术室里 一帮医护人员们 已经忙得大汗淋漓的 林一生站在一侧 脸上的表情带着嘲讽 双手环抱在胸前 冷眼看着手术室的灯光 又看了眼门口 等着的一帮人 一帮蠢货 官老太太的情况非常糟糕 必死无疑的结局 那死丫头进去接手 只不过是等着挨骂 她等着看人出来以后 被痛骂的场面 当然 如果那死丫头 当真有什么能力 能够把人救活 她到时候 也有办法把功劳给抢过来 毕竟她才是第一个进去的 楚清淺不过一个简陋的 两个小时很快就到了 手术室的灯光 总算是熄灭了 所有医护人员 都快要倒下去了 神经紧绷了那么久 这会儿突然放松下来 所有人都疲软了 楚清淺神色平静 眉宇之间也看得出来很累了 她额头上满是汗水 旁边的助理医师 撑着桌子缓了口气 递过来毛巾 楚小姐 擦擦汗吧 楚清淺接过的时候 手有点抬不起来 毛巾差点掉落在地 谢谢 你们辛苦了 手术很成功 医护人员听了都笑了 我们成功了 一起经历过这两个小时 大家也算得上时 过命的交情了 原本担心 楚清淺年纪太小扛不住室 如今大家伙 看着楚清淺的眼神 都是放光的 看着女生那张年轻的过分 却又张扬自信的脸庞 大家心头震撼感还存在着 楚小姐 你真神了 那个宁医生 简直就是枉为医生 亏大家还那么地追捧他 说起宁医生 医护人员们 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刚刚在手术室短短的时间里 宁医生全程自顾自地吩咐 说话以致气势 完全不把他们这些人当人看 对比之下 楚清淺简直不要太好 好了 先把人推出去吧 手术室的门打开 官校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奶奶 官校眼泪婆娑地 在病床边上喊人 我奶奶怎么样了 我奶奶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们 现场鸦雀无声 医护人员们眼神无比地冷漠 官校稍微冷静了一点 看到楚清淺脸上的淡定 已经知道答案了 奶奶没事了 抬起头跟楚清淺四目相对时 官校的喉咙似乎被卡住了 有些说不出话来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24小时内没发烧 没其他症状醒过来就没事了 顿时间 灵仪流泪了 官校正在原地 两个护士负责把人推到监护室 其余医护人员们围在一块 目光盯着楚清淺 恨不得当场败事学艺 楚清淺却全程都淡定得不像话 众人更加的佩服 小小年纪 能够有这样的心性 他们都自愧不如 几人又一顿夸赞 随后扫了安静的宁医生一眼 楚小姐年纪这么小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医术 这可比起某位吹嘘自己 很能的某个专家来说 强了一百倍 甚至是一千倍啊 这某人是谁 不言而喻 大家都看向了宁医生 宁医生的脸 仿佛被人扇肿了一般 活辣辣的疼 不只是她 就连花了大价钱 把人叫来的官校 此刻也脸疼 她压根不敢再看楚清淺 和丽眼行 官小姐 这里还有一个人没处理 一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官校和宁医生身上 刚刚发生了什么 在场的人都知道 只要官校没处理好 定会落下口舌 官校扭头问道 宁医生 你不是说我奶奶情况不乐观吗 宁医生顿时头皮发麻 心跳得飞快 垂下眼来 声音有点颤抖 老夫人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 我已经尽了全力抢救 如果不是因为我操作在前 她也不可能把老太太救活 哦 你的意思是 你前人栽树 我后人成梁了 本来就是 我可没有说谎 宁医生还在嘴硬 楚清浅却开口打断了她 眼角带着细血 说道 那就看看监控 凭什么 你们这是对我的职业侮辱 麻烦几位去把手术室里的监控调取出来 丽眼形开口了 她说话的语速很慢 说话的同时 还往官校和宁医生的方向看了一眼 眼里全是冰冷 官小姐应该也想要弄清楚情况吧 官校本来不太想把事情闹大的 有点脑子的人应该都知道 宁医生真的是个废物 她所谓的前人灾树准确而言 应该是制造问题和烂摊子 可眼下 丽眼形的一句话 就让她把计划都打断了 查监控 好在奶奶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幸中的万幸 不可以 宁医生这会儿已经开始慌了 跑上前就要去阻止 楚清浅没说话 只是握了握拳 看起来挺烦躁的 她一双毛子按了按 懒得跟她吠 伸脚一下踢了过去 锅躁 死 宁医生摔在地上 如同一条死鱼一样的动弹不得 好半天她都没反应过来 她一个大男人 竟然被一个女人给踢飞了 就一脚 这说出去 谁信 你做什么 让你闭嘴 嗓音有点沙哑 楚清浅肉眼可见的烦躁 现场一片安静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她身上 第236章 怎么处理 监视视频来了 一位白大褂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身后还跟着医院的院长 和监控室的负责人 立总 关小姐 楚总 院长眼力见十足地 认出了在场的几个人 心里庆幸 还好自己过来了一趟 您一声 听了却脸都绿了 立和楚这两个姓氏 她最近 好像看到过好几次 只是在哪看到的一时之间 想不起来了 脑海里灵光一闪 她想起来了 刚刚被楚清浅激怒的那会儿 她完全没去 多想这几个人的身份 这会儿见院长都过来了 自然不由地深想一下 楚 楚清浅 那个财富榜上的 正是 楚清浅挑了挑眉 那你就是立眼形 那个首富 首富谈不上 嗡嗡嗡 您一声脑瓜子一片江湖一样 她都干了什么 楚清浅和立眼形 却没再跟她废话 也没管她是不是受了打击 既然你觉得 是我抢了你的功劳 那就大家一起过来看个清楚吧 我这人最讨厌事后掰扯 是我的功劳 谁也别想抢走 您一声大脑更加的一片空白 她下意识地张嘴说话 想说不能看不要看 然而 即便是她说了 现场也没有人会听她的 您一声紧张的心跳加速 喉咙却像是堵着棉花一样的难受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眼睁睁地看着楚清浅打开电脑 播放手术室的那段监控 视频播放 不 不要 不能看 不能看 视频里的人一出现 您一声立马跑过去 想要阻拦 结果身体直接飞了出去 现场的人看着她摔出去的那一下 都觉得心惊 感觉好疼啊 可是这次 却没有人再心疼她了 奶奶 众人的关注 全部都放在了监控视频上 观笑看到视频里的老人 面色一变 眼眶红了 接下来呈现出来的画面 让她更是后悔不迭 只见 视频里 观太太在手术的过程中 一度病危 从视频里完全能看得到 病床上的老人 身体各项体征都在下降 旁边参与手术的助理医生护士 一个个着急地跟您一声沟通着 但是 她却高傲地 谁也没搭理 观老太太的心电显示仪 突然变成了一根直线 您一声这才停下手术 眼神里都是惊恐 然而储清浅进去半小时 被诊断成必死无疑的 观老太太的心电图 又从直线变了 整个视频里 储清浅淡定沉稳 所有的手术流程都无比的熟练 又和旁边的医生和护士 配合得很完美 视频调了倍速 可是看下来 还是没有人不受震撼 视频放完了 手术室外安静地 听得见每个人的呼吸声 地上的您一声 整个人已经开始不断地发抖 全身站立 赶紧解释 我所有的过程 全部都是严格遵守手术规范进行的 绝对没有任何的坏心思 只不过 观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也不知道会这么棘手 我真的经历了 你们也都是见证者 你们说说 您一声这会儿 开始看向打下手的医护人员 眼睛里带着祈求 可是 没有人在看她 储清浅抬起眼皮 一双眼睛有黑又亮 只一句话 就把人直接打入了深渊 既然你知道棘手 又什么要大放厥词 而且明知道自己可能应付不过来 还不听劝 这就是你 作为医生的职业素养吗 我倒是长见识了 我 您一声张嘴说了一个字 随后又闭嘴 闭嘴又张开 他想狡辩想搪塞过去 可是视频就赤裸裸地摆在那里 他有口难言 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 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他作为国内权威的医生 之前那些名声人气 只怕到今天就得彻底没了 立眼形 储清浅 观笑 随便拎出一个来 他就凉透了 而且 这家医生的院长也在 他作为一个不是本院的医生 不经过正规流程 跨医院来动手术 本就违背了规则 而且还没把人救好 这下子 事情的严重性完全不一样了 有了这个视频 从今往后 他即便是能够顺顺利利地回到 就职的这家医院 基本上 以后也会被定在耻辱柱上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您一声 我这医术怎么样 储清浅弯下腰 居高临下地看着脸色发白的您一声 冷笑起身 视频都看清楚了 人我就交给关小姐了 储清浅这番话 又让大家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关孝的身上 关孝有些无法呼吸了 见他迟迟没有说话 立眼形接着开口了 关小姐 还请不要心思手软 他不是没有看出 关孝的犹豫不决 如果是平日里 他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涉及到储清浅 他不会选择唐官 关孝 直接把这个视频 给您一声就职的医院吧 另外 这次事件 您一声必须亲自道歉 并且承担相应的后果 不 不要 关小姐 你这样做我的职业生涯 就彻彻底底的毁了呀 求求你了 对了 钱我都还给你 道歉可以 但是视频绝对不可以流传出去 楚小姐 立总 我先去看我奶奶了 多待一刻 他就怕自己绷不住 等他走了 您一声更加慌张了 眼前的储清浅 在他眼里 就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他看储清浅的眼神 透出了震惊和害怕 各种各样的情绪 全部都涌了上来 他仿佛再看一个异类 人就交给院长了 我们先走了 立眼形冷眸看向院长 脸上看不出情绪 眼神里的警告和威慑 不言而喻 立总尽管放心 人是在我们这边的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 走吧 回去休息 整整两个多小时 楚清浅在手术室里那么久 刚刚又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来处理一个无关紧要的垃圾 他担心 他身体吃不消了 好 揉着胀疼的眉心 楚清浅看了眼您一声 抬脚准备离开 第237章 老太太醒了 楚医生 等一下 院长开口 一脸的期待 很明显还想再说点什么 他当时并不在手术室里 可是看完了手术室里面的视频 他是真的佩服眼前的女生 他能够成为这家医院的院长 医学天赋自然也是有的 只是 在看过了楚清浅的 一整个流利的操作过程 他却只觉得自己真的很平庸 这个年纪 能够把一家医院开得这么大 他的高傲自然是有的 他很少这么钦佩过一个人 更何况 对方还是个年纪这么小的女生 此时 医院院长看着楚清浅的眼睛 都在发光 楚神医 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想法 在我们医院就职 其他的医生也点头 尤其是那几个和楚清浅合作过的 更是暗绰绰地围了过来 恨不得立马就逼着楚清浅点头答应 毕竟有这样一个实力强厚 身材好又漂亮的女同事 他们都热烈期盼着 况且 只要楚清浅愿意成为他们的同时 说不定到时候 他们还能够通过培养培养感情 好好地和他学习学习医术 至于发展感情这种事情 他们完全想都没想 甚至是不敢想 毕竟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立眼形的那点心思 他们这种小喽喽 还是别自讨没趣了 楚清浅抬了抬下巴 摇头拒绝 我不喜欢拘束 院长叹了口气 不过也没有太失落 对这个结果他早就猜到了 几人在外面聊天之时 病房里官校红着眼睛 守在病床前 奶奶 你一定要早点醒过来啊 笑笑不能没有你 官校泪流满面 林姨也好不到哪去 小姐 楚医生说别着急 老夫人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挺过来的 林姨并不知道 自家小姐和楚清浅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好 她话刚说完 官校的表情立马不对劲了 林姨 楚清浅 不等她把话说完 突然间 她的声音停住了 她感觉到 奶奶的手好像动了 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看 病床上的人 眼皮转动了一下 悠悠地醒了过来 官校的捂住嘴 眼泪流了出来 激动万分 奶奶 奶奶你醒了 笑笑 管老夫人声音沙哑地开口 刚刚醒过来 她的精气神还不太好 又闭上了眼睛 林姨 快去叫医生过来 官校和林姨 完全忘记了 还有床头灵这回事 不等老太太阻止 林姨已经跑出去了 说 楚小姐 我们家老夫人醒了 麻烦您帮我再去检查一遍 走廊里好几个医生围在一起 林姨却直接找到楚清浅 醒了 这苏醒的 比想象中的早了很多 楚清浅也有点小小的意外 去看看吧 其余医生也立马跟上 完全就是楚清浅的小弟一样的 唯命是从 监护室外 楚清浅看了眼神后的立眼形 眼神示意 她在外面等她这个漂亮 又虚弱的男朋友 还是少和病人接触的好 立眼形回了她一个无声的好 几个医生换上无军服 进入里面 一进门 就听见了聊天的声音 聊天的两个人 听到背后的声音 赶紧看了过来 官校立马起身 让出位置 这是 官老太太再次睁开眼睛 看到那张极为年轻貌美的脸 颇为惊讶 官老夫人 这是您的救命恩人 楚清浅医生 老太太抬眸 眼睛打亮着 同一时间 楚清浅也在观察老太太的面部状况 病床上 老夫人一双眼睛 虽然带了点上了年纪的浑浊 可是却并没有老太 反而自带一股上了年纪 酝酿出来的沉稳和慈祥 那是历经过年龄沉淀出来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单看气质的话 确实眼前这位老人不容小觑 楚清浅礼貌地朝人点了点头 随后才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帮您检查一下 小姑娘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这身老骨头为难你了 你就是我们官家的救命恩人 观老太太也从灵仪口中 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即便没有亲眼看到那个场面 她也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的情况 观老夫人 您严重了 身为医生必备的责任和能力而已 救命恩人称不上 大家都出了力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不卑不亢 不因为救了人而沾沾自喜 观老夫人在心里暗暗点评 问题不大 老人家平时很注重保养 只是这段时间 还需要多注意饮食 注意清淡 另外要少生气 闻言 观笑和灵仪都松了口气 观老太太想要坐起来 楚清淡及时地发现了她的意图 帮她调整了床的高度 观老太太 眉眼顿时笑开了 我可以叫你浅浅吗 我刚刚听他们说你 叫楚清淡 看你的模样 应该和我们家笑笑差不多大 老夫人请便 见老人家高兴了 楚清淡也跟着笑了笑 笑笑 快过来 观老太太精气神恢复了一点 伸手把观笑叫了过来 笑笑 浅浅 你们往后可以多走动走动 兴许还能成为朋友 观老太太笑得开怀 两个女生却心思各异 楚清淡眯了下眸 看向观笑时 漂亮的眼尾勾出了一抹糊涂 观小姐 多多指教 观笑牵强地笑了一下 对了 你不是说 还有力士集团的总裁也来了吗 他人呢 观老太太拉着楚清淡说了一大通 眉眼之间的笑容 藏都藏不住 他在外面 笑笑 去帮我请一下立总 观老太太吩咐完 又看向了楚清淡 热情地拉着她各种关心 各种询问 现场的医生 要不是指导她和观笑的关系 见了这一幕 只怕是都要误会楚清淡 才是观家的孙女老夫人 立眼行进来了 先是看了眼楚清淡的方向 见她脸上还带着笑容 这才收回目光 重新看着老太太 立总 多谢你跑一趟 还有浅浅这孩子 也是你带来的 不然我这半条命 只怕也保不住了 老夫人太客气了 这是楚小姐的功劳 也是她心善 一句话 再次将功劳 又推回到楚清淡身上 第238章 老太太的喜欢 见状 观老太太又看向了楚清淡 目光越发的慈祥 对这个姑娘越发的满意了 这小姑娘当真非同常人啊 光是她看自己的眼神 就一点不触的 不仅如此 从始至终 她的眼神都没有飘过一次 观老夫人到了这个年纪 也见识过了太多的东西 遇见的人更是形形色色 她很佩服这么年轻 就心性这么好的 这小姑娘估摸着 可能比笑笑还小 就能有这样的性子 就算她不是她的救命恩人 只怕今后也能走得长远 检查完了老太太的身体 楚清淡起身准备离开 观老夫人 既然您醒了 我就先离开了 观老太太和林怡 都感激地看着她 去吧 辛苦你了 等我这副老骨头好了 来家里吃饭 我让人准备一顿家宴 感谢感谢你 楚清淡看了眼观笑 没拒绝 却也没答应 等她出了监护室 观老太太侧过头去扫了眼 跟在观笑 笑笑 快去把医药废付了 观笑起身 目光里带着复杂 却还是听话照做了 刚走出了几步远 楚清淡又被叫了回来 观笑当着她和立眼型的面 从口袋里掏出来了一张卡 楚小姐 这里面是一千万 请您收下 不用 如果不是因为立眼型开口 她一定不会跑这一趟 更别提出手 后面之所以还愿意出手 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一条 人命在自己眼前没了 关键是她之前 也听闻过关老太太的一些事迹 是个还不错的老人家 出于这些原因 她才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所以钱对她而言 收不收都无所谓 楚小姐 这钱你必须收下 这是我奶奶特意嘱咐的 感谢你救了我奶奶 也帮了我们全家 关老太太要是没了 整个关家只怕是会伸受打击 她想象不到那个画面 楚清淡眸光淡然 伸手推开 不需要那么多 关笑就这么看着她 大有和她好着的意思 这钱 你必须收下 说完 她也不管楚清淡接不接受 扔下银行卡就离开了 卡没有密码 快速回到病房里 关笑全程都没有 再回头看一眼楚清淡和立眼型 怎么了这是 跑得这么着急 见孙女回来了 关老太太立马让林依倒了杯水给她 跑什么 奶奶已经醒了 这条命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别担心 老人家摸了摸关笑的头发 一脸的宠爱 奶奶 谢谢你不舍得离开 关笑抱着老太太哭了出来 这傻孩子 你不应该谢我 而是要谢谢立总和浅浅那孩子 这两个孩子是不错的 今天要不是他们在 我这把老骨头就真的留不住了 提及立眼型 关笑显然情绪平静了一点 奶奶 你觉得立眼型如何 她呀 那是真不错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她 不过从她的谈吐和模样来看 是个好的 那孩子好 就是看上去身体有点不太好 长得又好看 关老太太说起来是一脸的满意 关笑听着鱼有熔烟 仿佛老太太夸赞的是她的男人一般自豪 不等她抬头问 关老太太又语出惊人 和浅浅那孩子看上去就般配 太有夫妻相了 关笑脸上的笑容悉数退去 她有点跟不上这老太太的节奏 有些迟疑 奶奶 你说他们俩有夫妻相 对啊 俊男美女天生一对 而且那两孩子绝对有情况 我呀 就等着他们的好消息了 老太太一脸像是磕到了一样的表情 狠狠地扎着关笑的心 关老太太见孙女没什么反应 也没有多想 拉着旁边的灵仪和她磕糖 隐隐越来越兴奋 嗨 关笑听着两人的谈话 越来越心烦气乱 故意咳嗽 想要引起注意 结果 两老人家竟然越说越激动 恨不得当场去问楚清浅 和丽衍兴两人 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 星赛 奶奶 我先出去一会儿 去吧 讨论的正激烈呢 关老太太也没太注意 孙女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 挥了挥手 转头又和灵仪去讨论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医院走廊尽头处 关笑脸上的高跟鞋 用力地踢着墙脚 墙上的白灰 刷刷地掉落下来 墙壁处 都被她踢出来一个凹陷 医院里的后续离开的 丽衍兴和楚清浅 完全不知情 丽衍兴 开车把人送回了家 一路上 楚清浅都闭着眼睛在休息 丽衍兴也默契地没说话 浅浅 到家了 车子熄火 丽衍兴原本想要让人在车上再睡一会儿 可又担心车子上睡得不舒服 这才不忍心地把她叫起来 好 打开车门从驾驶座上下来 她还一边揉着太阳穴 要不 我抱着你回去 丽衍兴走到她旁边 做事就要抱人 楚清浅摇头拒绝了 对上男人有些失落的目光 她伸手勾了勾她的小拇指 丽衍兴的唇角立刻又弯起来了 弧度上扬了几分 走吧 两人牵起手 慢悠悠地往别墅那边走 看了她一眼 你还有事 不进去做话 她这番话让丽衍兴心中叹气 她这话真的是 一点都不知道 这样邀请一个男人进去自己的住所 有多危险吗 她虽然足够的自律 可是也是个正常男人 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 她终时没答应 转而轻声抱了她一下 薄唇贴在她耳边 以后除了我 不允许让别的单身男性进去 男人温热的呼吸都喷洒在她的耳机 楚清浅的身形有些僵 抱了一会儿 丽衍兴很快把她松开 退后看着她细血的模样 唇角忍不住一出笑 快进去吧 好 说完她挥了挥手 简直一点留恋都没有 丽衍兴 她这行为还真是 妥妥的扎女行为 摇了摇头 看着人进了屋里 她才转身离开 回到自己的车上 驱车离开 第239章 怀疑她恋爱了 停车场拐角处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男人的脸露了出来 不是别人 正是楚清浅的三哥 楚云婷 刚刚一分钟前 她就到了停车场 看到旁边那辆熟悉的车时 她还纳闷了一下 那车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丽衍兴的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正当她疑惑的时候 就看到丽衍兴的身影 她没猜错 刚准备下车 去和丽衍兴寒暄 顺便打探打探 她来这里的目的 结果不等她下车 丽衍兴就开车离开了 丽衍兴难不成是来找妹妹的吗 从楚云婷过来的方向看 车里能看到的视线有限 她并没有看到楚清浅 丽衍兴和丽衍兴在门口时的交流 不然她这会儿 指定不会这么的淡定 丽衍兴到底来这里干嘛的 抓了抓头发 楚云婷满肚子的疑惑 可是还是想不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出来 带着沉重的心情下车 三哥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 你有没有背着我做坏事 听出她语气中的调侃和试探 楚清浅顿了下说 我能做什么坏事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丽衍兴 对 她刚走没多久 楚清浅十分坦诚地承认 楚云婷惊疑不已 语调都拔高了 你说什么 所以 她刚刚是过来找你的 她送我回来的 这下子 楚云婷完全震惊了 就这么睁大眼睛愣愣看着她 你和丽衍兴谈恋爱了 楚云婷被惊得心肝都跳了跳 三哥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老实回答我 楚云婷心里某种猜测愈发的强烈 没有的事 只是合作伙伴 真的 楚云婷压低声音 盯着她表情严肃起来 你现在年纪还小 可千万不能被男人迷惑了谈恋爱啊 丽衍兴那家伙 看着就不是个心思单纯的 楚清浅刚喝了口水 被她的后半段话给呛到了 可 嗨嗨 楚云婷急忙帮她拍后背 你慢点喝啊 话说了一半 看着自家妹妹有点泛红的脸色 她突然瞪大了眼睛 所以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你不会真的谈恋爱了吧 楚清浅又咳嗽了两声 当然没有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她脑海里 却迅速闪过 之前无比放肆的一晚上 那种气氛 还有那场面 怎么了 脸这么红 楚云婷低头查看她的表情 楚清浅却莫名有些心虚 不过 好在她这会儿还在咳嗽 即便是低着头也没事 楚云婷也正好没看见她脸上的表情 咳嗽而已 又看了好几下 见她真的没有谈恋爱的迹象 楚云婷这才输了口气 没谈恋爱就好 说完 她又停顿了下 想了想 其实 哥哥也不是说 不能让你谈恋爱 等你年纪到了 依然可以 哥哥都不着急 她说这话时 楚清浅瞄了她一眼 却什么也没说 楚云婷那张嘴 上下嘴唇一碰 巴巴地说个不停 楚清浅耳朵一阵回音 顺势打了个哈欠 正说得起劲呢 一看妹妹困倦的模样 又留意到她眼底的黑眼圈 再多的话 也不想说了 浅浅 那你先去睡觉吧 不用管我 我自己待着就是 说完 她就把人推上了楼 关门之前 楚清浅还特意回头看了眼神后 楚云婷还笑得憨憨地和她挥手 快去睡吧 有事叫我 我就在楼下 与此同时 丽家 阿行 你怎么过来了 丽眼行坐在客厅里 也不开灯 正下楼倒水喝的丽婉宁 看到客厅里的身影 差点没被吓死 呼 我还以为大半夜的家里进贼了 谁也顾不上街了 她这模样实在是太不平常了 拿着水杯坐在她旁边 回来了 怎么不开灯 有心事 还是公司的事情 没有 只是开心而已 丽婉宁一愣 就这样 纯粹开心 不和我说说 能够让自家的梦葫芦弟弟这么开心 想必应该和浅浅有点关系 以后吧 时机到了 姐姐会知道的 丽婉宁翻了个白眼 见她真的不打算说 也就没有再坚持了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问不出什么来 丽婉宁也没有坚持 快十二点 一直守在楼下的楚云婷 不由地开始犯困 看了眼楼上中间的卧室 没看到开门 这个点估计也睡下了 楚云婷没有多想 自己挑了间客房去睡觉了 一早起来 楚清浅并没有在客厅看到人 转头看到一楼紧闭的房门 明白过来 摇头笑了笑 留了早餐和便签纸在桌上 她就出门了 醒过来第一反应是找妹妹的楚云婷 找遍了整栋别墅 都没看到自家妹妹 立马懊恼地拍了拍头 我怎么会睡得那么死 这下好了 昨天回到房间她想了好久 辗转反侧的 总觉得妹妹没说实话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媚控的直觉 想着想着 她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原地转了一圈 她才注意到 客厅里的早餐和纸条 心里暖暖的 特意拿出手机 来对着早餐咔咔一顿拍 又自恋地拍了一张 自己和食物的合照 发送给楚军廷 军事基地里 刚刚运动完的楚军廷 正好坐下来休息 就看到了自家弟弟发来的微信 点开看到那早餐 还有那背景 她快速明白了 自家那傻弟弟在的位置 迅速播出视频过去 对面那边也立马接通了 二哥 早啊 吃过早餐了吗 浅浅呢 楚军廷鸟都不鸟他一下 直接在镜头里找人 没找到才问了一嘴 他出去了 楚军廷吃得很满足 完全把自己过来 做什么都忘了 那你还留在那里 合适吗 楚军廷的语气 明明是很温和的 可是楚军廷 就是从中听到了一股酸味 淡淡的 但是也很明显 我来这里可是有任务的 不是来蹭吃蹭喝的 楚军廷见他这模样 做事就要挂视频 对面立马正色 二哥 我怀疑浅浅谈恋爱了 迎着自家二哥的目光 楚军廷很是严肃的 说起了昨天的事 第二百四十章 跟踪乌龙 楚军廷眼睛一点点睁大 眉头微不可查地猝了下 立眼行 盯着楚军廷看了片刻 楚军廷最终开口 我知道了 这件事 我会亲自调查清楚 等会哥 我们一起 你自己一个人去查 视频被挂断 楚军廷僵硬了一下 又很快释然 不带我就不带我 大不了我自己跟踪 总之 他必须要弄清楚 想到立眼行 有可能把他们家 水灵灵的白菜给挖走了 他就再也坐不住了 快速地把早餐解决 开车离开了别墅 车子开出一段距离 三岔路口处 他却迷茫了 手指敲着方向盘 好半天 他才决定直接去蹲妹妹 直接从源头跟踪 就不幸抓不到蛛丝马迹 立眼行的人够贼 还是交给他哥去跟踪吧 博纯酒庄外 工作人员都认识楚云廷 自然没有拦他 一路顺通无阻地 到达酒庄停车场 楚云廷没有选择下车 而是就这么坐在车上等 午后的天越来越热 即便是车里有空调 楚云廷也有些坐不住了 一上午了 他也没看到人 难不成妹妹没来酒庄 不会是去约会了吧 脑洞过大 楚云廷脑海里 已经幻想出了 自家妹妹被拐跑去约会的画面 尺度越来越大 不要想了 不能想了 用力地摇了摇头 把脑海里荒唐的想法甩出去 他正纠结着 接下来是该离开 还是下车去看看车窗 突然被人从外面敲了一下 楚云廷咯噔一下 没有立即抬头 而是下意识地想躲开 敲车窗的声音停止了 他摸着胸口刚松了口气 声音又传来 伴随着敲车窗的声音 还有他无比熟悉的嗓音 三哥 下车吧 楚云廷扭头看了眼右边的车窗 明明是贴了车窗纸的 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想躲 楚 云 停 我耐心有限 不下车我走了 咔擦 车门打开 楚云廷尬笑着从车上下来 看到嘴角呆笑的妹妹 楚云廷明显有点慌 浅浅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他明明很低调了 楚清浅冷笑 抱着手臂靠在车上说道 你不知道这酒庄是我的吗 早在你进入酒庄的那一刻 我就收到了消息 原来那么早 他还以为门口保安不会特意说的 结果是他大意了 学着他的姿势 慵懒地靠在车上 无奈地笑着道 见笑了 如此文周周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楚清浅一言难尽地打量他 楚云廷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浅浅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三哥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个隐藏的精分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样的一面 楚云廷嘴角一抽 再一抽 哪一面 二的一面 楚云廷一阵心塞 没好气到 我这样还不是因为担心 话到了嘴边 他又想起来不能暴露他和二哥 还是戛然而止 文言 楚清浅掀起眼皮看他 身子挟肢在车上 懒散地不行 担心什么 没 没什么 明明有话要说 楚清浅故意挑了下眉 清透有黑的毛子 似乎再问他 楚云廷看到那眼神 竟然有点腿软了 他赶紧攀出他的肩膀 和他勾肩搭背 一副哥俩好的模样 走吧 哥哥饿了 我在车里待了那么久 真的是又饿又渴 急需要补充能量 你活该的 妹妹的不留情面 让楚云廷一张俊脸 由黑到红 再由红变青 走了 真饿了 走去酒庄里面的路上 他还不死心 再次小心翼翼的追问 浅浅 你今天上午都在酒庄 没有去见什么人 又来了 楚云廷站住脚步 漂亮的脸上很冷静 点头 干脆利落的回答道 就在酒庄啊 不是给你留了纸条吗 你没看 看了 他总不能说 看了还怀疑吧 他担心被妹妹给捶死 快点走 楚云廷加快脚步 也不再继续刚刚的话题 仿佛真的饿死鬼头 他一样的 楚云廷深深的打亮了他一眼 丝寸片刻 上条的眼尾又懒又狂好 餐厅里 博纯酒庄的餐厅里 已经摆好了午餐 琳琅满目的 看上去就色香味俱全 坐吧 你那个小徒弟呢 他有事出去了 不见寻白白 他倒是松了口气 三哥 坐吧 喝了一口茶水 楚云廷感觉自己嗓子舒服多了 三哥 别看了 没有其他人在 就我们两个 小心思被发现 这一下楚云廷的面色 更不自然了 我没看 就是太久没来了 随便看看 这样啊 对 快吃饭吧 拿起筷子 加了一筷子才给楚清钱 他快速转移话题 这味道 没有上次你那个小徒弟的手艺好 尝了一口 楚云廷倒也心大 话题又变了 三哥还记得呢 不过想要尝到白白的手艺 还得看他心情 楚云廷心塞了 好吧 他还是吃饭吧 楚清钱抿了一口茶 将茶杯放下 继续开口 不过下次什么时候白白下厨 我通知三哥一声 好啊 一定叫上我 吃饱喝足 楚云廷摊在椅子上 一点也不想动他 下午三哥要是没事的话 陪我看看 去清点清点酒庄的酒吧 原本就把一天空出来 打算做跟踪者的楚云廷 自然不会拒绝 目光再次落在他脸上 楚云廷假装闲聊 你那个合作商不过来 三哥下午看看不就知道了 他都这么说了 楚云廷不好再说什么了 下午有他在酒庄这里亲自盯着 估计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楚云廷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丝毫没注意到 对面的妹妹正拿出手机 再给人发消息 很短的一条微信 今天下午别来找我 也别出现在博纯酒庄 丽眼行那边秒回 楚清浅 回头和你解释 总之按我说的做 丽眼行 好 听你的 和丽眼行本人通了气 楚清浅才心安理得的收起手机 第241章 早点让我把你抬上明面 博纯酒庄待了一天 楚云廷完全没看到丽眼行那小子 也没察觉到不对劲 难不成当真是我一心病太重了 产生的错觉 妹妹这性子 谈恋爱的可能性还真不一定 毕竟丽眼行也是个事业脑 两个事业脑暗里说不应该会走在一起 在博纯酒庄吃过晚饭 楚云廷又亲自把楚清浅送回家 待了一会儿 呼吱呼吱提着两手的美酒离开 浅浅 时间不早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就不要再出门了 还有 如果有什么陌生人来找你 也千万别让人进来 记住了 几乎是主妇小孩子一样的主妇 听得楚清浅颇为无奈 可她还是点了点头 喜说好躺在床上 楚清浅并没有睡 掏出手机点开微信 犹豫了一下 准备给丽掩行那边发信息的 想了想 还是没有发出 正当她要退出聊天见面时 对面就发了微信过来 丽掩行 浅浅 睡了吗 这回复速度 估计是是一直在看手机了 楚清浅快速回了过去 正准备睡 她刚回复完 对面就弹出了一条语音通话 丽掩行照旧和她聊了聊 最后又想起白天的那条短信 特意问了一嘴 白天那短信 楚清浅也没有隐瞒 直言不会把白天的经过都告知 丽掩行手指一致 敲着桌面 眼里有了冷意 看来我这个地下男朋友 还做得不够好啊 竟然让女朋友这么的藏着掖着 茶里茶气的发言 听得楚清浅 双眸微眯 声音里带着调侃 哦 那你还得继续努力努力 早点让我把你抬上明面啊 丽掩行喝着茶 眼尾微调 好 我努力 对于地下恋情 丽掩行虽有些不那么愿意 却也随了她的心意 时间不早了 男朋友早点休息 晚安 语音通话结束 丽掩行起身看向窗外 窗外灯火通明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她却还在办公室里 看来还是需要加把劲才是 捏了捏眉心 丽掩行星 下一阵叹气 楚家两位哥哥的魅控属性 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料 想要抱得美人归 只怕她还得继续等 楚云廷已经有所动作 只是不知道 楚家那位二少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楚云廷折腾了一天 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了 她那点跟踪手段 在妹妹面前实在是有些没眼看 这任务还是交给她哥吧 没了楚云廷这个尾巴 楚清浅也松了口气 她三哥真要是闹起来的话 她还真的是没辙 师父 你这魅力属实 男女老少都通杀 从医院看望完官老太太 楚清浅带着寻白白回酒庄 一路上寻白白的嘴就没停过 正聊得欢快 忽而寻白白沉没了 后视镜一道闪烁的反光 让她下意识地皱紧了眉头 迅速回头透过车窗往后面 果然不是她的错觉 后面确实有车在跟踪她们 没看错的话 她们车后一直有辆黑色轿车 不紧不慢地跟着 刚才那道反光 应该就是那辆车造成的 有人在跟踪她们 意识到这一点 寻白白脸绷紧 师父 有车在跟踪我们 不用担心 让她跟着就是 楚清浅一脸的淡定 脸上非但没有紧张 反而还露出了笑容 早在最开始 她就发现了身后的车 刚开始她并没认出车主人 可是后面看对方并没有恶意 她也放下心来 渐渐地发觉 那驾驶座上的身影 联想到她三哥最近异常的举动 她立马get到车主人的身份 她二哥 对上她带笑的眼眸 寻白白摸了摸头 一瞬间 甚至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被人跟踪了 师父还能这么淡定 这种境界 她实在是达不到啊 做好了 楚清浅看了眼后视镜 把视线收回来 哦 好 寻白白不知道 她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可还是乖乖听话 前方绿灯一亮 车子启动 楚清浅刷的一下 把车子开到了不堵车的车道上 然后又刷的一下冲了出去 坐在副驾驶上 寻白白心神都有点恍惚 浅浅 眼睁睁看着前方的车辆 在视线内消失 后面车子上的楚军廷 眉头紧锁 紧握方向盘 却还是驱车离开了 咻 偏僻的道路上 楚军廷把车停了下来 身后的几辆车子 也跟着停了 车里面走出十几个便衣男 走路板板正正的 军长 人跟丢了 瞧着眼前一帮熟悉的人 楚军廷脸色愈发深沉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们几个今天正好轮休 路过那条马路上 看到你的车子 担心出什么事 所以一路跟了过来 需不需要我们几个 去调查那段路的监控 楚军廷一双眼黑的冰寒 煞气十足地 朝那帮人看了过去 所有人听令 休假取消 回去基地训练场 我亲自和你们过招 啊 不要啊 一帮大小伙子 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他们好像是好心办坏事了 军长生气了 十几人嘴巴张了张 几乎是哀嚎的 服从命令 走 十几个人被喷了一脸的尾气 只好屁颠屁颠地跟上 半小时后 十几个人躺在地上 一个个爬都爬不起来 心里的悔意如同滔滔江水 间接造成这一后果的楚清浅 并不知情 他半路上接到大壮的电话 研究有进展了 实验室里 大壮紧紧地看着分析报告 脸上的激动欣喜 溢于言表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大壮激动地捏着报告 一拳砸在小壮的胸膛上 弟弟 我们的努力总算有结果了 小壮被迫扛了他一拳 眼睛也在不由自主地颤动 我们做到了 是啊 我们做到了 兄弟两喜极而泣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么多天又是熬夜 又是掉头发的 总算是见到了希望 哭了几秒钟 兄弟两擦干眼泪 由衷地道 多亏了楚小姐 我们才能少走那么多的弯路 她真是我们的贵人 是啊 兄弟两眼眶都红了 恨不得立马见到人 第242章 招募实验对象 大壮 你说 楚小姐会是什么反应 这次的成功 离不开楚清浅的提点和帮忙 除了那一次 在实验室里 她的数据更改 后续实验过程 她都帮了他们很多 虽然说 他们才是 整个实验的主导人 可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楚清浅才是领导他们的那个人 论功劳而说 楚清才是最大的那个功臣之前 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们心里也都压着一座大山 现如今 药物的研究已经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只好自闭症儿童的药物方面 他们也能帮得上忙了 两兄弟正感叹时 身后响起脚步声 两人回头一看 眼睛立马又亮了 楚小姐 丽总 嗯 楚清浅和丽衍行刚走近 大壮小壮就殷勤地围了过来 楚小姐 您先去看看我们的实验成果吧 好 大壮带着人进去玻璃房里 从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 倒出一颗白色的圆圆的小唐丸 递给楚清浅 楚小姐 这是我们研制出来的唐丸 您先过目一下 嗯 从他手掌心捻起唐丸看了看 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橘子香 这小小的香味 让楚清浅点了点头 除了橘子香味的 我们还制作了草莓味 葡萄味 各种水果口味 应该可以让小孩子喜欢 很好 唐丸就应该有口味差别 对于特殊儿童而言 这种有味道的糖果 才能更好的 让他们自己吃下去 另外这个 这个是我们研制出来的药剂 相比较于唐丸 效果会更强一些 只不过口味方面 可能没办法和唐丸比 小壮也拿出一小瓶蓝色的药剂出来 递给楚清浅 药剂一打开 迎面来能闻到淡淡的药味 把两种药品的实验数据给我看看 大壮和小壮兄弟两早有准备 立马双手奉上文件 文件里的所有研制流程 每一个数据配比 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上面 一目了然 有实验过吗 大壮小壮兄弟两听了这话不说话了 两人都沉默着 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楚小姐 我们正苦恼这个问题 目前药物只在小白鼠身上实验过 效果还不错 只不过人和动物终究是有差别的 而且动物人和的情感感应都不一样 我们担心 两人脸上轻松愉快的神色 瞬间连起 抿了抿嘴角 一脸的担心 立衍沉走过来 看了下笔记本上的数据 漆黑的毛子眯了一下 回答道 这件事情交给我 你们只需要注意药物研制 大壮小壮听的心里放心下来 多谢立总 这项目本身便是我提议的 话里的意思就是 他们不必如此 兄弟两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立马尴尬地摸了摸头 研究出来的这种药物 有什么副作用吗 楚清浅突然想到了重点 大壮站直了身体 严肃地拍着胸脯 认认真真的解释 按照我们在小白鼠身上 实验过的数据反馈来看 副作用有 不过不是太大 刚服用下去 可能会让人在短时间内 出现食欲不振 嗜睡的症状 症状倒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楚清浅不放心 还是捏着糖丸 看了眼两兄弟 介意我再亲自检测一下吗 兄弟两老十八娇地扣着脑袋 头摇晃的和波浪鼓一样的 当然不介意 你能帮我们检查一遍 我们也可以更放心了 楚清浅如今在他们两人心里的地位 完全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十几分钟后 楚清浅随手拿上笔记本 毛子里有光闪过 实验很顺利 后续我会尽快安排人实验 你们可以好好放松放松几天 回去好好睡一觉 不过在离开实验室之前 一定记得把所有的数据和实验品放好 锁好门 兄弟两点点头 很懂得说道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留一个人在这里看着 外人进不来的 嗯 楚清浅慵懒地应了声 算认可了他们的安排 兄弟两心里有数了 抬眸看向楚清浅 楚小姐 那您待会继续在实验室吗 此心里 他们想多和楚清浅多待一会儿 如此一来 也能多点机会接触大佬 学习学习 不会 我还有事 有什么问题 手机联系 带着不舍的目光 目送丽眼行和楚清浅离开实验室 兄弟两右钻进了实验室里 从实验室出来后 楚清浅没急着离开 而是去了丽眼行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 几乎都是敲击键盘 翻文件的声音 有员工偶尔抬头看到丽眼行身边的楚清浅 也没有觉得太意外 这一层的员工 对于楚清浅早已经习惯了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 觉得他和丽眼行有谈恋爱的可能 楚清浅目光没有乱描 而是压低压舌帽 露出一个精致的下颌 漫条丝里 跟着丽眼行往办公室里走去 坐吧 楚清浅刚坐下没多久 腾风端着果汁和咖啡进来 把果汁递了过去 总裁夫 楚小姐 这是给您的 总裁夫人刚到嘴边 腾风赶紧转了个弯 快速地换了个称呼 总裁您的咖啡 出去吧 接过杯子 丽眼称抿了一口咖啡 就把杯子放在了桌面上 喝了一口果汁 楚清浅揉着眉间说 丽眼称 以后不用专门给我准备这些 我平时也很少过来 不用花这心思和时间 他来历史集团的次数不多不少 可是每一次来办公室 几乎都是各种好吃的 好喝的被招待着 丽眼称却温柔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答应 以后常来就是 这些食物和水果 每天都会由腾风收拾换新 不用担心会坏 要是不喜欢这些 我让他去换 楚清浅 他的意思分明不是这样的 算了 这些就挺好的 猛地喝了一口果汁 确实够新鲜的 丽眼称很费了心思 喜欢就好 丽眼称说了一句 转移了话题 严肃道 志愿者招募这件事交给我 你好好的休息 即便他这段时间 不怎么出现在实验室 他也知道他 为了实验更快推进 付出了多少 第243章 志愿者 好 那我就当甩手掌柜了 丽眼称心疼他 楚清浅也知道 丽眼称听到他这话 眉眼间笑意更浓了些 没有多呆 楚清浅主动提出离开 丽眼形也起身要送他 直到拒绝不了 楚清浅也就没让他 送自己到停车场 只是让他到电梯口离开了 师父 父亲逛了逛 随便买了点东西 寻白白早就回来坐在车里 实验室那边如何了 寻白白虽然没有参与到 实验室的项目中来 可是对于自家师父的近况 他也很清楚 对于自闭症儿童们 他也很关注 目前已经在招募志愿者 试验药物 一定会有人报名的 和红果一样的孩子们 有希望了 见识过了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性 寻白白心理也很复杂 回家 同一时间 楚清浅离开以后 丽眼琛直接把腾风叫了进来 志愿者的事情尽快落实 做好分析报告 总裁 您放心 丽眼琛抬眸一边接过腾风手上的合同 一边不忘记交代志愿者招募的要求 声音不紧不慢的 腾风的动作很快 当天中午12点准点 丽氏集团所有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 全部都更新了一条动态 并且置顶了 微博发出去刚一分钟 评论就破签了 中午时间段正好是大家休息的时间 大家看到微博内容 更是激动的线上的尖叫 前段时间 楚清浅和红果时间上的热搜 大家还没忘记 没想到短短时间 竟然就有药物出来了 全程关注红果事件的网友们 都快感动哭了 其中不少宝妈 看着力士集团的微博 都泪流满面 十分钟不到 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 就已经破了万 转发也已经破万了 热度非同小可 腾风看着评论下面 全是夸赞力士集团的 也安心地去吃饭了 志愿者这件事 要是落实顺利的话 力士集团的热度和股价 铁定又会往上涨涨涨 到时候他这个助理 奖金也能更多点 一想到那奖金 腾风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他还能在这公司干完五年 十年 甚至是更久 力士集团的招募志愿者信息 在微博上刚发出去不久 立马就有人投简历 打电话 官网后台的对接人 看着一连串的红点点 有点眼貌惊心 恨不得自己多掌几双手出来 力总 这是今天报名的所有名额 另外这份 是我们后期经过筛选以后 挑出来的一些名额 您过目 吃过午饭 不等休息一会儿 腾风又火急火燎的 把数据送给了力眼行 一下午二百多个合适的 这数据愣是让力眼行一阵 眸光微冷可有多核实过了 特殊教育学校那边 已经有那么多的孩子 这下子又来了这么多的志愿者 这世上深受自闭症之困扰的家庭和孩子 只怕是远远比他们看到的 猜测的还要多得多 总裁 我们需要一个个叫过来吗 两百多号人 真要一个个都叫过来 只怕费时费力 后续还是一团乱麻 这个灵美美是什么情况 翻看到后面 力眼行目光停顿 手指指了指角落里 圈起来一个提示 追问道 凑近前去看了一眼 腾风认出了那个标志 立刻将对方的情况娓娓道来 力眼称听后 沉色片刻 情况都合对过了 确认属实 情况都对得上 这个灵美美的情况 是这两百多个人里面 最为特殊 最为严重的一个 自闭症加抑郁症 只怕治疗起来 会有很大的难度 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力总这模样 想必是要咨询楚小姐的意思 不得不说 腾风不愧是能够在 力眼行身边做助理的人 眼力见十足 点点头 赶紧出去了 他一走开 力眼行掏出手机 看了眼手机屏幕许久 好半天才解锁 拨通了个视频过去 他明明可以发个消息过去的 可是他还是播出了视频 力眼称也搞不懂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就是因为 看到那张数据表 心里莫名的烦躁 想要看看楚清钱的脸 听听他的声音 视频接通 对面没有声音 力眼称柔声呼唤了一句 浅浅 稍等片刻 对面那边的声音有点飘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力眼行一边处理工作 一边耐心的等待 好了 找我什么事 不休粉黛的精致素颜脸 出现在视频里 力眼行瞳孔动了好几下 明明很熟悉的一张脸 可是每次看到 他的目光 还是会轻而易举 就被他吸引过去 男人的毛子按了按 放下工作 转而把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女生的身上 嗓音暗哑又低沉 裹挟着淡淡的沉重 有空吗 楚清钱正坐在桌子前 有一搭没一搭的喝水 垂着眼角听他说话 听出他语气里的不对劲 这才抬起头来 抬起头 撞进男人的眼睛里 心跳没有来得停顿了一秒 有空 你有心事 一点也瞒不过你的眼睛 厉眼称强装出来的笑容也消失了 他心头很不舒服 是因为志愿者的事情 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 可能造成他这副神情的原因 又被你猜中了 厉眼行对于他 完全没有隐瞒的意思 志愿者没有吗 从历史集团离开 他就一直在忙 都没有看看手机 因此也并不知道 微博上报名 想要试验的志愿者人数 已经快要报了 太多了 只是有个志愿者的情况 还需要你看过 才能做决定 心中的郁闷说出口 他好受多了 薄唇略微勾起 心情稍微舒缓了下来 我知道了 名单先发给我 我来抉择 他都能流入出 如此不常见的情绪 想必志愿者的情况 很是棘手 我不建议你接手 先不说自闭症的问题 是否容易解决 光是抑郁症这一块 就是个很大的难题 星星计划 本就是如今大众关注的焦点 倘若出点问题 只怕怒火一病 都会朝着他身上喷去 厉眼行并不担心 历史集团拒绝了 会面临什么舆论 他更担心楚清浅 第244章 有希望了 楚清浅懒散地眯着眸子 压下眼底的神色 别又心 我有数 要不要出去逛逛 厉眼称抬眸 深邃的眸光 朝着手机对面的女生看过去 楚清浅抬头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又垂下眼瞼 思考了一会儿 手指敲着桌面 拒绝了 他两个哥哥那边 还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他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时间也确实不早了 厉眼行虽恨不得 距离A市几十公里外的C市某小区里 一户人家气氛沉重 一对头发花白的 夫妻俩紧张地握着对方的手 望着手机屏幕不断地祈祷着 这对夫妻正是林美美的父母 夫妻俩明明才三十多岁 头发却已经花白了 女人的眼角皱纹堆叠 男人俩并发白 夫妻俩的脸上满是疲惫 老林 你说 这次真的会有希望吗 历史集团真的会看到我们的信息吗 女人不知不觉 泪流满面了 男人叹了口气 一定会的 我在网上查了 历史集团这些年的名声都很好 尤其这次还有处事千金也参与了 他前段时间治好了一个叫做红果的孩子 我们美美一定也有希望 纵使男人心里也没底 可他还是这么做了 夫妻俩靠在一块 沉默不语 动 身后房间的撞击声传来 夫妻俩立马起身 两人几乎是跑过去的速度推开门 房间门一打开 一个劈头散发的女生出现 女生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好在没有割下去 夫妻俩对视了一眼 不禁后背冒出了丝丝的冷汗 心脏也狂跳了起来 美美 你在干什么 你要吓死我了 女人明显着急了 下意识地吼了一句 女孩却仍然低垂着头 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 骂了一两句 女人心里也不好受 抱着女儿痛哭流涕 美美 别做傻事好不好 就当是妈妈求你了 旁边的男人眼眶也红了 抱住妻子和女儿 美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爸爸妈妈已经找到了治好你的办法了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夫妻俩痛哭流涕 女孩从头到尾都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只是在听到找到了治疗办法 这一瞬间 瞳孔有所变动这些年来 她经历了太多 一家人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 拜访了各地的名医 可是 虽然进行了治疗 但是效果都并不好 林美美家的家境 本来还算是小康家庭 可是这些年来 为了治病 花掉了大量的积蓄 如今已经几乎是入不敷出的程度 寻常的心理干预 已经难以 踏起任何的效果 几乎美家医院诊断的结果 四处搜索相关的讯息 夫妻俩这才会把目光 投向了力士集团的新兴计划 并且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 他们之前自然是调查过资料的 看过红果恢复的事情 更加确信了 楚清潜参与的新兴计划 对他们女儿有帮助 整个林家 气氛沉重的可怕 客厅里 林妇用力地 捶着自己的头 恨不得取而代之 林美美已经睡着了 林母抚摸着女儿的脸 擦干眼泪 亲手亲脚地走出了房间 老林 你怎么又喝了这么多酒 桌子上摆放了三个空啤酒瓶 林妇手里还拿着一瓶 已经喝了一半 我心里苦啊 我这个当父亲的没用啊 林妇握拳 敲着胸口 别这么说啊 林母拿过丈夫手里的啤酒 沉默不语 直到晚上十点多 这个气氛才被打破 叮咚 林母放在口袋里的手机 震动了一下 两秒钟后 她激动地抱着丈夫狂笑 怎么了 林妇被晃悠得有些头晕 加上喝酒上头 她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老林 你快看 这个是不是星星计划那边回复过来的消息 林母反复地揉了揉眼镜 不可置信 是 是没错 手机上的短信结尾赫然是星星计划 老林 我们没没有救了 夫妻俩反复地把那条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逐字逐句地看完 夫妻两抱在一起哭 房间里 林美美突然睁开了眼睛 她其实并没有睡着 客厅里父母亲的哭声 很清楚地传到了她耳朵里 她也心疼 可是却只是一瞬间 随后表情又变得目然 两天后 林家一家三口坐上了前往A市的高铁 高铁上 夫妻俩满脸的激动和喜悦 周围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老林 还有多久能到 一路上 林母时不时地询问时间 几乎是每隔半个小时问一次 林妇也耐着性子回答 下午一点多 林家一家三口坐在凳子上 看着面前的楚清浅和利眼形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看着眼前的这对男女 他们有些失神 林家三人眼里 楚清浅和利眼形这样的人物 完全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各自寒暄过后 楚清浅直切主题 林家三口在旁边听着 一双眼从来都没有 从他身上移开过他们 在暗不见天日没有盼头的日子里 待了太久 像楚清浅这样明媚高雅的人物 总会让他们有一种自卑又羡慕的感觉 关于林美美的情况 我们事先已经到的只有这些 希望二位能够把详细的一些细节告诉我们 最好是有医院的诊断书 楚清浅很快就根据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情况 在心里对林美美的病情 握着手里的杯子明显有些难以开口 二位不用觉得不好说出口 我是医生 一切只是从病人的角度出发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不会透露出去 不是的 我们 林父林母意识到被误会了 白手想解释 二位别紧张 喝点茶 慢慢说 楚清浅说完 又将自己面前的小蛋糕推给了林美美 目光很快一开 第245章 拒绝她的加入 楚清浅的举动落在林家夫妻眼里 两人心里又是一门 如此神仙一样的姑娘 竟然心肠也这么好 可嗨嗨 林母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下 楚清浅立马看了过去 视线扫过她的脸上 嗓音清淡 您最近是否经常这样咳嗽 而且还时不时气喘 提不上镜 什么 林母停止了咳嗽 抬头一脸的困惑 楚清浅脸色严肃 突然伸手搭上了她的手 林母愣住了 您这身体亏损有点严重 林母彻底僵住了 楚小姐 我这 我这没什么大事吧 手停留了一会儿 她收回了手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你需要放松 不能紧绷着身体 另外 多注意饮食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去医院做个检查 你自己也放心 林母脸色立马惨白惨白的 她的症状都被楚清浅说中了 最近这段时间 她确实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不过也没有多想 更不会特意跑到医院去做检查 毕竟如今这个家里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可是能够让楚清浅这么严肃 她也不得不正视起来 林母心里一惊 心里对楚清浅的感情越发的复杂 除了羡慕 好奇 更多的是激动和感恩 原本是为了楚清浅帮女儿看看病的 谁料到最先被看病的 竟然是她自己 多谢楚小姐 我一定会去看的 林母赶紧起身 鞠了一躬 楚清浅站起身来 把人扶了起来 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她 林母心里的震惊 更加无以复加 从她现在的角度去看 楚清浅真的是美得有冲击性 皮肤白皙 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很好闻 那张脸更是清冷的 让人呼吸不畅 此刻 她才意识到 什么叫做天赐的美貌 您坐下说话 林母一个劲地点头 方便说说她的情况吗 林母看了眼丈夫 又看了眼女儿 表情显然放松了一些 刚刚就那一瞬间 楚清浅就能判断出她身体的问题 想必她女儿的情况 也能很快做出推断 美美她情况有点特殊 她并不是先天性的自闭症患者 小时候的她很活泼 很可爱 回忆过往 林母眼睫毛都在缠 说着说着 她嘴角带着苦涩 我知道美美的情况有些棘手 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了 楚小姐 楚医生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救她 哪怕是让她恢复一点点也好 林母说着 直接跪在了楚清浅面前 哀求的语气 求着楚清浅 您先起来说话 楚清浅歪了歪头 丽眼心明白过来 她有些烦躁了 林夫人 您还是先起来吧 让人看了 容易被诟病 虽然是在博纯酒庄 自己的地盘 可难免不会被什么有心人士看到 拍下来恶解 对 对不起 林母一听这话 赶紧从地上起来 林夫人 您女儿的这种情况 恐怕不适合作为志愿者 抱歉 楚清浅表情严肃到 林母身体骤然僵住了 喉咙里像是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一样的 她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到了现场 反而被拒绝了 林母双肩颤抖着 声音带着哭颤 楚小姐 您再考虑考虑吧 女子本弱 唯母则刚 林母也不想这么卑微的 可是 她必须这么做 林夫人 您应该知道 我们的药物 还没有在人体上实验过吧 楚清浅眉目极淡 眼神尤其专注 我知道 既然您知道 那您就应该知道 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药物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美的身体状况 本就不能折腾 如果药物一旦出现排斥现象 我担心二位承受不住 林父林母听了 心跳落了半拍 女儿的身体 早就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心病 抱歉 楚清浅起身聚了一功 表示歉意 林夫人 您去医院检查的费用 以及你们这趟往返A式的费用 我们一律承担 活体实验物的风险 有些不忍心 可还是起身离开 怎么会这样 坐在位置上 林母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显然深受打击 楚小姐 楚清浅刚走出两步 左手突然被人从旁边扯了一下 力道很大 好在她底盘够稳 楚清浅脚步骤然停下来 转过身 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惊讶 她完全没想到 林母有这个举动 林母大口地喘了一口气 定定地看着她 楚小姐 您让美美实验吧 后果我们一律承担 不论最后是否能够成功 我们都接受 哽咽的一句话 林母的眼睛里 已经泛起了泪花 楚清浅抿了抿唇脚 低下头 心头挺难受地捏紧拳头 低声说到后果 我也无法预料 兴许她会死 死这个字一出 林父林母很明显 身体晃动了一下 楚清浅也不后悔 自己说得如此直接 现场一片安静 始终都沉默得 如同人偶娃娃的林美美 却抬起头来看着她 那双空洞死气的眼睛里 竟然闪过一道光 我们接受 林母沉默着 林父站了出来 声音音量不大 脸上表情有些颓废 与其让美美如此痛苦地活着 我宁愿尝试一次 林父笑了笑 极力想要放松面部表情 却笑得勉强 我们能尝试的都尝试了 砸锅卖铁 也想要让美美恢复正常 她自己这样活着 想不也很痛苦 林家一家三口 都抬头看了过来 楚清浅挑眉 黑眸纯粹 眼瞼一该拒绝 不行 她固然心疼 可身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她不能因为心软冒这个险 那是关楚氏 丽氏 可以 她拒绝的同时 一道冷烈的嗓音 同一时间也响起来 结果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必须签订相应的合约条款 丽眼行看了眼楚清浅 谁知 女生半眯着眼睛 眼神没了刚刚的温和 楚清浅抿了抿唇脚 收敛着眼眸里的烦躁 问了她一句 你决定答应了 丽眼行对上她那轻挑的眉眼 突然心生了后悔 第246章 你们吵架了吗 丽眼琛本来想解释 可看了眼满怀期待的 丽家三口人 画到嘴边 又默默地咽回去 丽总 您真的答应了吗 丽家父母看了眼丽眼行 又看了眼楚清浅 隐隐有种失落感 眼角微红了 丽眼行目光深沉 点了点头 丽家父母 却因为他这一点头红了眼 丽妇更是激动地上去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丽总 谢谢您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条款我会让人你好 你们今天先安排好住宿 好好好 灵父灵母 拉着灵妹妹的手 连着鞠了好几下弓 见丽眼行和楚清浅 还有话说的节奏 赶紧离开了 浅浅 身旁的女生已经起身了 丽眼行眼急手快地伸出手去 楚清浅躲闪不及 手腕被男人牢牢地攥着 他硬是把他的手扳开 和他食指向扣 楚清浅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不说话 丽眼行紧抵着薄唇 那双温柔的眼睛 这会儿又深又沉 我们聊聊 手腕被抓疼了 丽眼行用了点力气 他扭不开 太阳穴突突地在跳 他眼睛里满满地抗拒和遭遇 丽总 我还有事 你请便 他的口气不容拒绝 脸色也瞬间暗淡下来 浅浅 我知道你担心 可灵家的情况属实 他没办法拒绝 丽总既然答应了 那便做就是 说话时 楚清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僵硬起来 尴尬之时 寻白白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一看这气氛 这架势转身就想走 站住 找我什么事 师父 被叫住 寻白白只好硬着头皮开口 我刚刚在调酒时有个灵感 所以想让师父看看 走吧 楚清浅拨开手腕上的手 大步迈开 丽总 失赔了 寻白白心里师父最大 虽然不知道这两人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也不会多问 屁颠屁颠地追了上去 贝拉在后面的丽眼称 揉着眉心 一脸无奈 却也识趣地没有在跟上 带着一身的情绪从博纯酒庄离开 丽眼行直接去了公司 抱着文件低头走着的员工 差点把人撞了 一抬头 望着面前男人冷嗖嗖的眼神 莫名的腿软 走 总裁 丽眼行点头回应 走势留下一阵风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员工回到座位上 还有些心有余悸 总裁今天心情不太好 一整个下午 丽氏集团员工都不敢摸鱼 一个个严肃的不能再严肃 工作速度也比往常快了不少 总裁 这是您要的条款 腾风拿着文件在一旁汇报 丽眼称拿过文件翻看 手指在纸张上面一点点滑过 危险的眯起眼眸 薄唇清起 还没等他开口 办公室外一阵敲门声响起 秘书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丽总 丽小姐和小少爷来了 让他们去休息室等我 站在办公室的腾风的手指一顿 下意识抬头就看向丽眼行 你先出去 有事我会叫你 是 腾风连忙关上门退了出去 收起文件 丽眼行起身 往休息室过去 舅舅 刚进入休息室里 还没看到人 多多小萝卜头直接冲了过来 扑进丽眼行的怀里 好不黏人 今天这么开心 把小人抱了起来 丽眼行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睛里却闪过一丝受伤 开心啊 舅舅很忙 都没时间回来陪我玩 妈妈怕我打扰舅舅 都不让我联系你 多多嘟了嘟嘴 似乎有些许的不满 你这小鬼头 告状的速度倒是很快 脸上被戳了一下 哪里还看得出来 之前是个自闭症儿童 姐 把他放下来吧 那么重的小家伙 抱着累死了 过来坐吧 丽婉宁从他手里 把多多抱下来 放到沙发上坐好 热大的休息室里 再次安静下来 多多也乖巧懂事的 不打扰大人 丽婉宁伸手 一边摸着儿子的小脸蛋 一边问道 实验的志愿者确定好了吗 名单都在这了 提起志愿者 丽眼行的眸光 再次暗淡了下去 浅浅那边确认过了人缘吗 没有吵架 丽眼行从善如流回答面上 找不出任何的破绽 丽婉宁却清楚眉心 神色带着少许不相信 阿行 我是最了解你的人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能看得出来 丽眼行沉默了 所以 你们俩真的吵架了 丽婉宁美眸闪烁 视线落在丽眼行的身上 是因为实验志愿者的问题 刚刚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的表情明显不对劲 丽眼行眼阔深邃 没有回答 反而换了一个话题 我带你去看看实验室吧 你呀 见他不想说 丽婉宁也没有强制性地逼他 多多在旁边看得困惑 看着他舅舅 又看了看妈妈 想接嘴说话 想了想 又默默地忍了下来 大人的世界好难懂啊 不愧是师父 这条酒的顺序变了 味道都会不一样 寻白白欢欢喜喜地 又按照楚清浅的指导 重新调了一杯酒出来 味道确实比他第一遍调出来的 更醇厚 更浓郁 多尝试 你会有自己的调酒风格 楚清浅自己也调了一杯酒 慢悠悠地喝了几口 两人聊了会儿 关于调酒的话题 寻白白几乎几次欲言又止 他想问刚刚立眼行和的事情 想知道 他们两人之间 是不是闹矛盾了 但最后 到底还是没问出口 他看得出来 师父现在的情绪状态不佳 平日里 师父白天很少会喝酒的 可是今天 他却一反常态 指定是心里有事 有什么问题 憋着 寻白白恩了一声 也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 陪他喝酒 可他这心里 还是抓耳挠腮的 实在是好奇心害死人 第247章 恶意引导 立眼行和楚清浅 虽未能达成一致想法 林美美还是成功地成为了 新兴计划的实验志愿者之一 还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结果一出 官校那边也收到了消息 他低头看着名单上的人员 目光深沉 包厢里吵吵闹闹的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旁边 有个端着酒杯过来的女生 坐在他旁边 把手里的另外一杯酒也端了过来 笑笑 看什么呢 不和大家一起 官校也没有隐瞒 把手里的手机屏幕微微一歪 女生凑过来看了一眼 喝了口红酒 慢悠悠的道 不愧是立世 这速度 女生看了眼 收回视线 他对于这种事情兴趣不大 反倒是对于八卦这种事很钟情 对了 你和立世总裁咋样了 我们挺好的 官校打着马虎眼 呵呵一笑 想搪塞过去 是吗 我怎么听说 立眼行和那楚家的千金小姐 走得很近 这名单 估计好像也是楚清浅决定的官校 你作为项目的对接人 不会不知道吧 开口的女生 显然是和官校不对付的 她尖酸地看着官校 刻意举起手里的杯子 官校直接哑了 她旁边的女生 却气势汹汹地站起来 别以为长了张嘴 就可以胡说八道 楚清浅再厉害 也不可能干预立眼行的决定 我是不是胡说 你们自行判断就是 女生说完 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官校眯着眼睛 亲握了下拳头 努力压下心底的怒火 楚小姐本身就是项目的参与者 她能力强做决定又如何 倒是你 我记得 我今天这局并没有邀请你 那女生面色骤然煞白 赶紧拉拉拉旁边的男伴 谁知 那男伴非但没有站出来维护她 反而还舔狗一样地 站在官校这边说话 笑笑 你别生气 我这就让她走 说完 立马换了副嘴角 恶狠狠地推开自己的女伴 你赶紧走 你 你慢 女生面色骤然煞白 杯子都快被捏碎了 大家继续 呵呵 包厢里重新回归热闹 官校却已经没有好心情玩下去 一颗星早已经飞走了 他旁边的女生担忧地看了过来 生怕他受刺激 官校回头看了好友一眼 理了理头发 淡淡地说道 我没事 他眼眸闪烁 表面看起来真的一点也没有被影响 实际上 他心里怎么想 只有他自己知道 聚会结束 官校拒绝了大家的下一趴活动邀请 喂 对 是我 去调查一下 打了一通电话过去 他心里的郁杰似乎消散了一点 掏出口红补了补妆 他这才对着镜子冷笑 楚清浅 你别得意的太早 派去调查的人很快有了回复 半路上 官校就收到了电话 什么 等红灯时 官校听到电话里的话 手瞬间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眸光凌厉地看着车窗外问道 确认消息可靠 确认 知道了 电话挂断 正好也变了绿灯 官校内心翻涌 面上情绪怎么都藏不住了 楚清浅 他早已经猜测了 丽眼形会偏向楚清浅 却不想楚清浅 竟然如此甜不知耻的一言堂 你不会当真以为 你可以称心如意吧 你越是要让林美美加入实验 我越是不会让你得偿所愿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打听得来的消息和真相 背道而驰 他只知道 从他打探的消息来看 楚清浅恃宠而骄 完全不尊重丽眼形 恋爱脑上头 他完全一股脑的钻死胡同了 他有多喜欢丽眼形 如今就有多讨厌楚清浅 打从他看到楚清浅的第一眼起 那时候的他也确实被惊艳到了 可后面他却更多的是 极度核酸 时间一长 楚清浅的优秀 更让他憎恶他 讨厌楚清浅和丽眼形走得那么近 他讨厌楚清浅 比自己更早地出现在丽眼形的世界里 慢慢地 他讨厌楚清浅的一切 几公里之外的薄唇酒庄 楚清浅眉头跳了好几下 心头生出一丝不安感 却不知什么原因 实验室那边 大壮小壮偷偷给他发来私信 告知了他丽眼形的决定 兄弟两心里也担心实验过程出岔子 心里完全没底 所以直接找到楚清浅 抑郁从他这里获得一些信心 楚清浅看完消息 并没有回复 只是一双眼眸里多了点匪气 扔在一旁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这次不是大壮小壮两发来的 而是丽婉宁的消息 对方话里话外 似乎想要试探他和丽眼形 扔下手机 往以背上依靠 他选择沉默 针对丽眼形此次的决定 他能理解 可是却没办法认同 说他心狠也好 说他冷漠也罢 他既然做出了决定 就不会轻易地更改 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做出改变 包括丽眼形 星星计划三位负责人之间的矛盾 邻家一家三口并不知情 他们刚刚找到便宜的房子住下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夫妻俩看着窗外的灯红酒绿 思绪飘远 老林 明天每每就能住进医院了 为了更好的检测实验对象的身体变化 和情绪转变 丽眼形直接安排了 丽氏集团旗下的一家医院 作为实验点 一大早 林家父母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了专属病房 这真的是给美美准备的吗 宽敞亮堂的病房 除了一张病床 旁边还摆放着一张陪护床 这般贴心的举动 属实戳到了林家夫妻的心窝上 是你们的病房 这是丽总特意交代的 负责把他们带到病房的护士微笑地回答 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和鄙夷 谢谢 谢谢 安排好病房 夫妻俩准备出去熟悉熟悉医院的情况 还没有出病房 两人就停下了脚步 只因为他们面前站着一个女生 女生穿着一身过膝小白裙 脚上踩着高跟鞋 手里提着一款乡家最新款包包 怀里还抱着一捧鲜花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男人手里提着好几个礼盒 这人是谁